最快更新 无广告 就这 听到黑玉姬吐出的这两个字 周凡差点炸了 他感觉到了莫大的侮辱 一只鸡竟敢嘲讽他 他刚才是怕得罪韩绝 所以没有动用权力 真要是权力一拳 不得打爆这只臭鸡 周凡猛地抬腿 膝盖聚集澎湃凌厉 势不可挡地撞上黑玉姬 黑玉姬被他一吸顶上天去 周凡跟着纵身跃起 一人一击冲至天穷上 继续战斗 周凡不像是修仙者 更像是凡间的舞者 但他的拳脚是大里尘 一朝一室 震得天空出现 肉眼可见的气流波动 黑玉姬一直在被动防守 跟沙包一样 但明眼人明显看得出来 周凡对他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用韩绝的话来说 这就是刮沙 莫副仇忍不住问道 韩兄 这只鸡是什么品种 韩绝笑道 普普通通的鸡 是我从玉清宗农夫手里抓来的 培养了几百年 莫副仇心中震惊 宣诗师也诧异地看向韩绝 一只凡鸡能培养成容虚净 怎么可能 这只鸡定然有超凡的血脉 和不得了的机缘 只是刚好被韩绝捡到 资质在修行中太重要了 决定着上下线 寻常安看得摇头 这只臭鸡太谨慎了 卫玉姬之所以一直防守 并非是故意戏耍周凡 而是想摸清楚周凡的能耐 韩绝以前告诉过他 有些人拥有比境界更强大的实力 还有一些人喜欢扮猪吃老虎 黑玉姬看起来杂杂乎乎 心里很细腻 他看不透宣诗师的修为 但宣诗师能陪着周凡 说明周凡也有不凡之处 然而 逗了一会儿 黑玉姬摸清楚事实 这小子是真的弱 黑玉姬大笑道 姬爷不演了 小子 准备好迎接失败的痛苦吗 周凡大惊 下意识后退 黑玉姬双翅一阵 浑身鸡毛射出无数剑气 犹如倾盆暴雨席卷而去 剑气之素 快若惊鸿 周凡根本来不及反应 他脸色煞白 他再次感受到死亡的气息 太熟悉了 毕竟他死过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一股强大的灵力笼罩他 助他抵消黑玉姬的剑气 哄 黑玉姬的剑气直接消散 周凡瞪大眼睛 周身的灵力让他感到无比的浩瀚 这股灵力气息 也让他觉得似曾相识 并非宣师师的灵力 而是韩绝 到此为止吧 韩绝开口道 将此战化下句号 周凡整个人都傻了 莫副仇向韩绝败泄后 连忙将周凡拉走 宣师师也没有多说 跟着两人离去 黑玉姬回到韩绝面前 得一道 主人 我的实力怎么样 没给您老人家丢脸吧 韩绝面膜表情道 刚才那位女子 乃是和体经九层的修位 她与周凡关系匪浅 若是你伤了周凡 你觉得你打得过她吗 此言一出 黑玉姬下的浑身一抖 乖乖 怪不得姬爷 看不穿她的修位 原来是和体经九层的大修士 黑玉姬的得意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后怕 韩绝摇了摇头 不再教导黑玉姬修炼 而是回到自己的洞府内 不到三日 周凡与莫副仇归来的消息 传遍整个玉清宗 想当年 这两人也曾是大言威风凛凛的天骄人物 再加上叛离玉清宗 堕入魔道的经历 使得他们更具传奇色彩 两人都已是原音镜存在 他们同辈的师兄弟 大多还在金丹镜 莫副仇得知莫竹无事 也突破至原音镜时 整个人都惊呆了 他在外拼死拼活 也太原音镜 莫竹待在玉清宗 天天闭关 竟然修为不弱于他 这 莫副仇怀疑人生 周凡自从被黑玉姬击败后 已经自闭 躲在客栈里 足不出户 只能由莫副仇 四处拜访就有 一个月后 莫副仇 宣师师 再次来拜访韩绝 周凡没来 洞府内 莫副仇向韩绝道谢 洛飞他阻拦莫竹 莫竹一个人出去闯荡 说不定早死了 莫家的仇敌太多了 周凡还好吗 韩绝问道 他很同情周凡 但也没办法 谁让这次非要挑战他 莫副仇摇头苦笑道 还躲在客栈里 不过没事 他遭受过的打击不少 能自己调整心态 韩兄 你现在是什么境界 容虚境 宣师师坐在一旁 笑而不语 韩绝回答道 差不多吧 莫副仇的笑容更加苦涩 他们拼死拼活 才愿阴静修为 而韩绝 莫副仇也不是矫情之人 马上调整心态 我们之前遇见了你徒弟杨天东 他现在已经彻底化妖 拜青莽大圣为义父 之前若非他出手相救 我们早就被青莽大圣吃了 文言 韩绝的剑眉瞬间皱起来 什么鬼 又拜一副 这小子 前世姓吕 韩绝真的无语了 之前点速妖王已经停止闹事 杨天东还到处跑 跑就跑吧 结果又拜了一位妖王当义父 在回来的路上 我们听闻杨天东 混沌大圣勾结其他妖王为 缴青莽大圣 被青莽大圣杀得片甲不留 青莽大圣暴怒 下令追杀杨天东 此事闹得沸沸扬扬 莫副仇继续说道 韩绝一听 立即调出人际关系查看邮件 系统的光幕只有他能看见 你的神宠混沌天狗 遭遇妖兽袭击X10421 你的徒弟杨天东 遭遇妖兽袭击X6982 你的神宠混沌天狗 遭遇妖王袭击 身受重伤 衰入九幽大则 生死不明 你的徒弟杨天东 遭遇妖王袭击 身受重伤 偶遇上古传送法阵 逃出升天 你的好友黄尊天 遭遇妖王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好友上官囚剑 遭遇妖王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徒弟苏奇 遭遇同门袭击X4 你的徒弟苏奇传播霉运 欲妖魔宗气运衰减 宗门灵气开始溃散 韩绝看得愣住 好多重伤 看来混沌大圣 就是混沌天狗了 没想到狗蛋和涅图丝混起来 一起挨打 宣石师忽然开口道 那青莽大圣 随时可能踏入度洁净 修为深不可测 当初我救下这两人 也差点被打伤 合体进九层 都打不过青莽大圣 韩绝的眉头皱得更紧 杨天东 是怎么从青莽大圣手中逃出的 他来战况很激烈 还有其他大能存在 牵制了青莽大圣 莫非其中 便有黄尊天 上官囚剑 黄尊天 九龙宗宗主 容须敬一层 上官囚剑 真武教直剑长老 容须敬九层 这两人 也应该不是青莽大圣的对手才对 杜杰静 这等大妖对我人族而言 绝对是灾难 也不知杨天东 是否能逃出升天 哎 莫副仇叹息道 回想起青莽大圣的恐怖 他就不寒而栗 他可不想再面 对青莽大圣 看吧 外面很危险 莫兄 以后要不然就待在玉庆宗吧 韩绝意味深长道 莫副仇没有立即拒绝 而是叹了一口气 他的道心确实动摇了 莫家的仇敌 虽然已经除掉大半 剩下的势力 不敢找他们麻烦 但他和周凡都是摩修 待在玉庆宗不合适 宣施师盯着韩绝 笑问道 韩道友是不是有一位道旅 韩绝点头 问道 道友为何这么问 他没有点明宣施师 与宣秦军的关系 他对宣秦军 还是抱有一丝警惕 万一宣秦军藏住什么阴谋呢 没什么 宣施师摇头笑道 不打算将自己 与宣秦军的身份说出来 宣秦军说过 韩绝并不知小他的真实身份 两人没有打扰太久 聊了一会儿便离去 自始至终 宣施师对韩绝 都没有产生好感 他们一离开苦 修成仙山 韩绝立即进行模拟试炼 与宣施师对战 和体经六层的韩绝对战 和体经九层的宣施师 秒杀 韩绝微微松了一口气 击败这么弱的宣施师 青蟒大圣未必降得离谱 换作是他 宣施师不可能从他手里 就走莫复仇 周凡 韩绝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青蟒大圣 他没见过青蟒大圣 只能诅咒这个名字 不知能否有效果 西渊州 九龙宗 黄尊天回到自己的宫殿内 当大门关上时 他长出一口气 终于回来了 以后不能再出去 也不能随便救人 黄尊天苦笑道 想起之前发生的事情 他便忍不住胆颤 前几年 一大宗门广妖天下大宗宗主 一同论道 顺便建立良好关系 黄尊天与真武教的 执剑长老上官求见都去了 一众宗主在深山论道时 恰好遇到青蟒大圣 追杀杨天东 黄尊天任石阳天东 毕竟他以前是缩依圣教的教主 于是出手相救 结果引来青蟒大圣的怒火 所有宗主联手 竟然打不过青蟒大圣 青蟒大圣太将了 若非附近有大能前修 青蟒大圣可能将他们全部打死 黄尊天不由想到含绝 也不知那位前辈 能否敌得过青蟒大圣 旋即 黄尊天开始疗伤 可惜 世事总是不如人意 青蟒大圣战胜十数位妖王后 威望大长 越来越多的妖怪投入他麾下 盛怒的他 开始报复袭击自己的妖王 妖王直接杀了 其手下的妖众 必须投降于他 不然也得死 短短数年 青蟒大圣的势力暴涨 开始向着人族进发 他已追杀杨天东未由 大肆进攻人族领地 杨天东曾是半人半妖 青蟒大圣便声称杨天东 可能已惊化人 死仇不报 他枉为妖族大圣 一时间 各州人族人心惶惶 群山之间 魁梧如小山的青蟒大圣 坐在半山腰上 山下有一口大锅 沸腾着汤水 隐约可见海骨 在不远处 还有数百名凡人 瘫坐在地上 瑟瑟发抖 四面八方全是妖怪 不少妖怪 正拿着人的残躯啃 画面极为残忍 血腥 犹如人间炼狱 青蟒大圣紧皱眉头 嘴里吐住蛇性 喃喃道 奇怪 最近他总感觉 有诅咒之力在干扰他 即便他拿出 灵宝带着身上 人无法完全抵消 若非他跟脚非同寻常 再加上灵宝 可能还真的 被这神秘的诅咒之力 搞得重伤 看来是时候突破度洁净 这时 一名鹰妖飞过来 道 大王 杨天东已经逃入古猿州内 是否还要继续追杀 青蟒大圣脸色阴沉 哼道 当然要追杀 即便他逃到天涯海角 本王也要追杀到底 凡是敢收留他的宗门 城池 直接屠了 若不杀他 本王难消心投之恨 是 鹰妖迅速转身离去 一想到杨天东 青蟒大圣便愤怒难耐 他对杨天东 已经很宽容 但这丝竟敢穿通 其他妖王袭击他 可笑 可恨 青蟒大圣打定主意 追杀杨天东到底 沿途肆意杀戮 以人族为食 若有修真戒的大宗门问起来 他便拿杨天东来说事 青蟒大圣却识愤怒 但并没有失去理智 他的真正目的 是扩张自己的势力 先找个地方渡劫 等本王踏入渡劫境 那聂处就更别想活下去 青蟒大圣暗自决定道 先天洞府内 蹊跷流血的韩爵 放下厄运书 他暗自想到 也不知青蟒大圣现在如何 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不带劲 因为杨天东还在挨打 一直被追杀 若是青蟒大圣 找到杨天东 杨天东肯定是死定了 只是妖兽袭击 这说明什么 说明青蟒大圣 很可能在闭关 冲击渡劫境 韩爵顿时有了浓浓的危机感 毕竟他还未跟渡劫境打过 等杨天东实在是无处可去 必然会回玉清宗 万一青蟒大圣跟着杀过来 他就得面对青蟒大圣 韩爵深吸一口气 没有继续诅诅朱雀 莫幽灵 而是开始打坐修炼 一年后 莫复仇 周凡 薛诗诗 离开玉清宗 他们走得很突然 李清子想挽留都没机会 大概又过去六年 终于突破智和体径七层 天地草也在着掌成长 在他和扶桑树 地仙葫芦藤的帮助下 苦修成仙山的灵气 一直在增长 黑玉姬 寻长安 西玄仙子的修为 也一直在增长 只是没有韩爵这般快 韩爵调出人计关系 查看邮件 你的神宠混沌天狗 遭遇妖兽袭击X14021 你的徒弟杨天东 遭遇妖兽袭击X12842 你的好友九鼎真人 遭遇正道修士袭击X199 你的好友长悦 遭遇正道修士袭击X12 你的好友黄姬浩 遭遇妖兽袭击X1073 你的徒弟苏奇 遭遇同门袭击X2174 你的徒弟苏 其身受重伤 命悬一线 幸得魔主相救 你的徒弟苏奇传播霉运 月妖魔宗遭遇魔主屠戮 全宗灭亡 你的好友周凡 遭遇魔修袭击X2681 好惨啊 韩爵看下来 就看到两个字 惨烈 徒妖魔宗竟然没了 韩爵看到这一消息 唏嘘不已 苏奇别 是跟杨天东一样认了异父 魔主竟帮他屠戮徒妖魔宗 或许魔主本身就失杀 只是多了苏奇一个借口 韩爵还注意到 长院 九鼎真人也遭遇袭击 看样子 最近海外也不太平 幸好我没有出去 无论境界多高 都容易挨打 韩爵默默想到 然后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青蟒大圣 朱雀 莫幽灵 一人七日 谁也不偏袒 北周 昔日如日中天的御妖魔宗 遭遇神秘魔修屠戮 全宗灭亡 此事引得整个北周震动 修士们人心惶惶 御妖魔宗的宗门 已经化为废墟 此刻 在废墟之中 有一人正在漫步 赫然是苏奇 在魔主离开后 苏奇一直闭关修炼 突破至元英镜后 他才逃出峡谷 然而 回到御妖魔宗后 昔日看他不顺眼的那些弟子 又开始针对他 忍无可忍 苏奇便杀了那些弟子 宗门长老大怒 将他关押在御妖魔宗的地牢中 每日严刑拷打 数月前 地牢剧烈阵战 看守地牢的弟子们纷纷离去 再也没有回来 这段时间里 苏奇一直在疗伤 养精蓄锐 直至今日 破开御妖魔宗 施加在他身上的禁止 从御妖魔宗里逃出来 一出来 苏奇便被眼前的场景震惊 数月过去 御妖魔宗的尸首无人清理 全都腐烂 恶臭 血气谜 慢在这片天地间 令苏奇想要作呕 怎么回事 全死了 苏奇被吓到 迷茫的扫尸周围 他忽然想到一个可能 莫非是师父出手了 可师父为何不将我从的 牢里就出来 等等 御妖魔宗覆灭 我岂不是可以回去 而归途也将是一场考验 怪不得师父不现身 苏奇想通后 顿时豁达 他继续在御妖魔宗的山门废墟中游荡 想看看 有没有活口 若是有 他肯定要补刀 他真的是恨透了御妖魔宗 自从加入御妖魔宗 他还没搞事 就被各种针对 过得十分痛苦 如今终于解脱 想到这儿 刺鼻的恶臭 让苏奇如闻芬芳 一住相识间后 苏奇遇到一名老人 他身形勾搂 衣袍脏乱 脸上也是斑斑血迹 他跪在御妖魔宗的山门前 双目无神 一看到他 苏奇顿时来了精神 御妖魔宗的人 很好 苏奇的右手放在腰后 掌心中浮现出魔器 森然惊悚 他走向老人 老人抬眼看向他 干裂的嘴唇缓缓张开 吐出沙哑的声音 你 御妖魔宗的弟子 苏奇问道 阁下师 老人叹气道 曾经我也是御妖魔宗的弟子 被师父驱逐出师门 好不容易成就杜杰 想在飞升前回来看看 没想到全宗覆灭 我跑了几天机夜 也没有找到师父的尸海 杜杰静 苏奇吓得连忙捏散掌心中的魔器 差点送死 韩绝得知御妖魔宗 全宗覆灭的消息后 不到两月 行红旋回来了 刚回来 他便找到韩绝 这一次 他没有宝贝能送给韩绝 外面乱了 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位 名为青蟒大圣的妖魔 屠戮人族 残忍至极 他好像在追杀背叛他的义子 夫君 青蟒大圣会 不会杀到我们大燕来 据说吴湘宗的宗主 悟到老怪 就是死在青蟒大圣手中 吴湘宗围剿他 无功而返 还死伤惨重 行红旋忧虑到 秀眉紧促 韩绝挑眉 又是青蟒大圣 连吴湘宗都奈何不了 那确实凶残 韩绝平静道 看吧 若是袭击于青宗 我打不过他 我会带着你跑的 行红旋一听 心里顿时美滋滋 他这算是 已经走入韩绝的心里 对了 我来的时候 发现附近多了一处洞府 是谁的 行红旋洋装随意地问道 韩绝面不改色 道 西玄仙子的 我邀请他过来 方便他修炼 夫君很在意他 嗯 毕竟他曾是我的师父 只是师徒之情 你问这么多做事 你想教我做事 不敢不敢 夫君高兴就好 行红旋委屈 又怕惹韩绝不高兴 韩绝正色道 男儿再世 三妻四妾很正常 你看看宗门里的那些长老 谁不是好机位道理 我以后也会有其他道理 但若是 让我决定先娶谁 我目前会选择你 行红旋一听 顿时惊喜 抱着韩绝的手臂 横横道 我就知道 夫君不会忘记我的好 韩绝笑了笑 没解好 修仙世界好啊 要是再现代 那就是修罗场 随后 行红旋开始不老实 夫君 我想了 想什么 不好好修炼 这也是修行的一种嘛 来嘛 这一次 你可得投入点 粗暴点 哼 想的美 你先坐下 一个月后 行红旋离去 韩绝继续修炼 经过行红旋这一题 他对青蟒大圣更加忌惮 不行 雷早日突破制 和体经八层 与此同时 青蟒大圣的威风 已经吹到大烟境内 各宗都很惶恐 之前吴湘宗在他们看来 已经是不可战胜的庞然大物 没想到现在 又冒出一位 可以独自击溃吴湘宗的大妖 他们如何能不慌 几乎所有宗门都派人赶往御清宗 与李清子联系 都希望得到御清宗的庇护 青蟒大圣真要是杀进来 大雁也就御清宗 或许有抵抗之力 李清子得知消息 立即派遣核心弟子离开大烟 前往其他州 打探青蟒大圣的消息 三年过去 韩爵发现了一件离谱的事情 丑草 嗯 天地草似乎是妹子 天地草的灵质一直在增长 韩爵在修炼时 忽然听到她传来的声音 很微弱 像是少女 这就很奇怪 韩爵问道 你为何会说话 她可没有教过天地草 我的记忆在复苏 我好像以前活过 天地草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有记忆 韩爵顿时警惕起来 这次不会是仙神的伪装吧 他用神识感受天地草的气息 并不强 他一脚还是能轻松踩死 你是我的主人吗 天地草问道 韩爵道 不 我是你爸爸 爸爸 不 你是我主人 天地草愣了愣 跟着说道 他陷入思索中 我记忆中曾经有过一位主人 他离开了 而我被妖怪吃掉 临死前集体 重归天地 你是我的第二位主人 你会抛弃我吗 韩爵一听 顿时猜到 天地草的第一位主人 便是那位仙神 仙神怎会在意反草 韩爵笑道 不会 从今以后 我无论去哪 都会带上你 可以给天地草搞个盆栽 主人真好 天地草感激荡 天地草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五星 听到他的声音 韩爵觉得仇 草这个名字 不适合他了 罢了 等他长大 让他自己取名 韩爵跟天地草聊了几句 便继续修炼 山巅之上 周凡 莫副仇 宣施施站在崖边 顺着他们的目光望去 前方的平原上 匍匐着树不清的妖怪 最大的犹如山月 画面震撼 周凡皱眉道 青莽大盛的妖兵增长 得位何如此快 莫副仇 也看得头皮发麻 离开大烟后 无论他们走到哪 都容易遇到 青莽大盛的妖兵 庞扶天下妖怪 都以金头奔 青莽大盛麾下 之前的妖族 一直被人族压制 现如今的妖王 都不敢大举入侵人族 别看妖怪识人 实际上 修士杀的妖怪更多 青莽大盛的 出现让妖族 看到了希望 自然望风而去 宣施视平静道 他继续道 达道度捷径 便可飞升 所以 世间的度捷径 强者很少 至于大成修士 那更是少之又少 周凡疑惑问道 度捷就可以飞升 为何还有大成 莫妇仇也觉得奇怪 大多数修士 妖怪 修炼到容须静 已经很困难 达道和体静 想要更上一层楼 更是的拼机缘 侥幸达道度捷径 几乎不可能再提升 所以 大多数度捷径强者 都会选择直接飞升 但天地解总 有一些大气运者 天骄 即便达道度捷径 仍能再凡奸计 续修炼 我有一位师姐 来当世魔君 他已然是大成修士 仍还在进步 没有选择飞升 宣师师解释道 他语气充满感慨 他很羡慕自己的师姐 如今的他 修为难以进步 度捷径看似只差一步 实际上遥不可及 他叹气道 青莽大圣 若是突破至度捷径 在妖族中 算是第一妖王 不愧于大圣之名 这家伙野心勃勃 附近十周九朝的人族 要迎来大灾难 周凡皱眉道 那我们去海外 他可不想再面 对青莽大圣 荡出他的霸体 扛不住青莽大圣的尾巴一抽 嗯 海外倒是一个好聚处 青莽大圣 应该不敢去海外闹事 宣师师点头道 莫副仇忧虑道 玉清宗会不会出事 周凡无奈道 关于青莽大圣之事 我们早就告诉长教 我们已经尽力 他对玉清宗 也是很有感情的 但再大的感情 也比不上自身的死活 三人继续看了一会儿 然后迅速离去 青莽大圣的妖族势力 由如一只大手 开始遮天蔽日 各州修士 无不适惶恐不安 七年后 韩爵停止修炼 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青莽大圣 仍是七日流程 诅咒完后 韩爵将目光 看向天地草 天地草看起来 没有长高多少 但已经开始催生灵气 韩爵在犹豫 要不要传他功法 传吧 既然他有仙神的资质 以后说不定 能成为我的一大战略 韩爵假装摸天地草 实则往里面 打入六道印记 万一天地草以后背叛他呢 况且 天地草之前遇到的仙神 说不定也留下了某种手段 韩爵的储物 借里多的是功法 包括玉清宗的玉清爵 最终 他选择将玉清爵传 售给天地草 天地草以精爵醒记忆 能口吐人言 算得上精怪 学习玉清绝并不难 玉清宗可是玉清宗的正宗功法 经过九鼎真人的补权 如今 已经可以修炼到荣虚静 天地草很高兴 草叶摇动 欢快无比 韩爵传授完后 调出人际关系 查看邮件 混沌天狗 杨天东 周凡 莫富仇等 仍在遭遇妖兽的袭击 就连大烟之外的清闲真人 黄吉浩 黄尊天 上官求见等人 也在遭遇妖兽袭击 即便只是看邮件 韩爵也能感受到妖族的强势 正在全面进攻附近各州的人族 清莽大圣的威望 比韩爵想象中还要强大 也不知纳斯 有没有突破制度捷径 韩爵默默想到 玄吉拿出厄运书 开始全力诅咒 一片辽阔的大湖之上 阴云重重 雷霆交织 震耳欲聋 犹如灭世降临 一条数百丈长的清零大莽 在万军雷霆中疯狂扭动 掀起阵阵狂风 湖面掀起滔天骇浪 无数雷电落在清零大莽身上 无法造成任何伤害 连蛇灵都没有掉落一片 正是清莽大圣 他正在杜劫 天雷忽然变化 白色雷电变味紫色 清莽大圣瞳孔一缩 暗骂 天劫生间 该死的诅咒之力 此次杜劫 他已经持续近一个月 前几日 那古怪而神秘的诅咒力 再次袭来 越发地强烈 现在竟然导致他的天劫变强 让他恼怒至极 该死的鼠辈 到底是谁 清莽大圣恨极了那人 竟然在背后一直诅咒他 简直猥琐 怒归怒 清莽大圣继续杜劫 一根金色木杖腾飞而出 悬浮在清莽大圣头顶 吸收万千雷电 帮助清莽大圣杜劫 清莽大圣长出一口气 难难道 还是要动用磁宝 趁着金色木杖 在承受天劫之力 清莽大圣忽然化为人形 开始推算那股诅咒之力 然而 无论他如何推算 就是算不到对方 清莽大圣更加愤怒 发誓一旦发现对方 必定将其碎尸万段 时间继续流逝 足足一个月过去 清莽大圣杜劫成功 正式踏入杜劫境 可怕的妖气肆虐天地间 撼动群山 大地以及那片辽阔巨湖 从今以后 本王便是真正的妖圣 清莽大圣放肆地大笑道 一股股妖气缠绕他周身 好似数十条黑龙盘踞 霸气至极 他的蛇眸冷力 看向远方 难难道 孽子 本圣必杀你 本圣要让你尝尝这世间 最痛苦的折磨 要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他指的 自然是他的义子 杨天东 六年后 韩爵终于突破至 核体径八层 他睁开眼睛 长出一口气 杜劫境还需要数十年 不过也算是静王 杜劫境之后 才是大成 在网上 还不知是不是太义 韩爵一直拿猪雀当假想敌 所以觉得 核体径并不强 任重道远 韩爵习惯性地 调出人际关系 查看邮件 你的徒弟杨天东 遭遇妖兽袭击X8499 你的神宠混沌天狗 遭遇妖兽袭击 X14923 你的徒孙慕容起 遭遇魔修袭击X233 你的好友清闲真人 遭遇妖王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徒弟苏琪 遭遇正道修饰袭击X74 推荐阅读 你的好友九鼎真人 遭遇正道修饰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道理宣秦军 在论道中获得感悟 道横大掌 好多妖兽 好多妖王 韩爵皱眉 外面的世界 到底有多乱 他起身走出先天洞府 来到扶桑树前活动筋骨 寻长安起身行里 飞玉鸡还 爬在扶桑树上睡觉 韩爵打量扶桑树 长得很健康 树身上的地仙葫芦 疼长得也不错 地仙葫芦 疼想要孕育出葫芦娃 还要很长一段时间 师父 慕容起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回来 我想去找他 可以吗 寻长安轻声问道 韩爵凭静道 别去了 小心被妖怪吃掉 他没事 他气韵不凡 会化险胃仪的 随着修伪的增长 寻长安的肉身 跟天才的宝似的 也开始自主散发灵气 之前可把寻长安吓坏了 时间久了 他才习惯下来 多亏绝情非剑 否则这丝 很可能以此为由 去勾搭钱 最近修真界很不太平 我听来 网弟子的议论 都在谈论青莽大盛 此妖很可能 会成为这天下的浩劫 虽然暂时还未波及大烟 以后未必不会 我担心起而出事 寻长安皱眉道 起而 韩爵听得鸡皮疙瘩 差点冒起来 这对师徒感情真深啊 韩爵道 你对妖怪的吸引力很大 小心还未找到慕容起 自己先被抓了 到时候 还要你徒弟救你 反正我是不可能去救你们的 我都跟你们 说过多少次 不要往外跑 安心修炼 你们不听 寻长安一听 觉得有道理 只能作罢 黑玉姬不知何时醒了 问道 主人 混沌天狗还没回来 是不是死在外面了 韩爵回答道 没死 但生不如死 天天挨打 主人能算到 嗯 幸好我没出去 主人果然没有骗我 要是那青蟒 大胜打来 我们打不过就跑路吧 黑玉姬叹气道 不知是在后怕 还是在担忧混沌天狗 他一直在等混沌天狗回来 若是混沌天狗死在外面 他肯定会悲伤 毕竟 那是他亲自孵出来的狗蛋 韩爵道 到时候再说吧 打不过就只能跑 他都和体精八层了 即便青蟒大胜突破成功 应该打不过他吧 杜杰静与和体精九层的差距 不至于到天差地别的地步 聊了半个时辰 韩爵再次回到洞府内 继续修炼 一个月后 李青子前来拜访 韩爵挑眉 道 莫非青蟒大胜已经杀来 李青子找他 准没好事 古元州已经快要沦陷 青蟒大胜的妖兵之术 已经达到千万 旗下妖王术不胜术 就联系渊州 大胃也在遭遇妖郡的袭击 恐怕要不了多久 就会轮到我们御庆宗 李青子忧虑道 韩长老 据说青蟒大胜 已经突破至传说中的杜杰静 其手下的合体敬妖王 容须敬妖王超过百尊 你 李青子不好意思说下去 让韩爵一个人 敌对这么多妖王 他自己都觉得没点 韩爵被吓到 道 这么多 人族修真界为何还不联手 根据我之前的了解 大烟附近的十周九朝梅 有渡结晶大修士 醉匠也才和体敬 两年前 古渊州边境 出现一位神秘的渡结晶大修士 想要阻拦青蟒大胜 结果差点被青蟒大胜打死 现在各州都闻风丧胆 不少宗门被迫迁移 你觉得我们要不要迁移 李青子小心翼翼问道 要是连韩爵都没信心 那还是趁早跑路未妙 面对来势汹汹的青蟒大胜 掌教李青子心生畏惧 想要签宗 你有以下选择 一 同意掌教 跟随遇青宗逃跑 可获得一件领保 二 拒绝掌教 选择留下来等待青蟒大胜 可获得一块天道零食 韩爵眼前浮现出三行字 他皱起眉 问道 往哪里签 海外 投奔祖师爷 他最近经常挨打 投靠他 嗯 韩长老怎么知道 我能推算到 况且这沿途 能避开青蟒大胜的妖郁吗 不能 大雁周边的周 王朝都在遭受妖怪袭击 我们无论往哪儿走 都会遭遇妖怪 将所有弟子召集回来吧 韩爵摇头道 反正逃也会遇到妖怪 不如留下来拼一下 若是所有弟子都聚集在御青宗 韩爵就不用四处救人 只需要在这里等待 届时率先诛杀来袭的青蟒大胜 剩下的妖王自然会被吓破肝胆 韩爵有想过要不要出去 找青蟒大胜 可转念一想 天大地大 他去哪儿找 出去后 要是被偷家 那就后悔莫及 修真界其他宗门灭了就灭了 韩爵并不在意 唯一能让他不舍的 也就是御青宗 只要御青宗还在 天地毁灭又如何 韩爵可不想当救世主 当了救世主 以后麻烦不断 况且 青蟒大胜也不可能将人族屠戮殆尽 韩爵遇到的大成竞修士 就不止一人 你拒绝长教 选择留下来 获得一块天道灵石 天道灵石 蕴含天道之力 与法宝融合 可使得法宝提升一个品鉴 咦 这玩意不错 韩爵被天道灵石吸引 李青子点头道 我现在就去下令 说吧 李青子起身离去 待他离开洞府 韩爵采取出天道灵石 这块灵石呈紫色 根板砖似的 韩爵的神石探入其中 直接被一股强大力量弹开 天道之力 韩爵陷入思索中 该融合在哪件法宝中 肯定要选择最高级的法宝 否则亏了 鸿蒙判定剑 还是 额韵说 犹豫了很久 韩爵决定将天道灵石 融入鸿蒙判定剑内 青蟒大胜随时可能来袭 他得增强杀伤力 最好秒杀青蟒大胜 若非青蟒大胜 韩爵或许会将天道灵石流浊 可处于谨慎 他决定还是先用 他那么诅咒 青蟒大胜还是突破成功 而且跟没世人一样到触兴风作浪 说明青蟒大胜很强 韩爵不敢大意 他立即拿出鸿蒙判定剑 将天道灵石放在剑刃上 六道灵力注入两者中 试图将它们融合在一起 鸿蒙判定剑属于他的半生法宝 他之前试过 鸿蒙判定剑并不能施展出 远超他所在境界的力量 这跟他想象中不同 还以为跟洪荒神话里的东皇太义一样 手持混沌中 大杀四方 可转念一想 东皇太义出事实修位已经是当事一流 也对 凡人要是让法宝发 挥出仙神的力量 不得被炸钱 鸿蒙判定剑无法被天道灵石升级 请换一键法宝 韩爵的眉头一皱 这就离谱 看来跟小说理解的一样 鸿蒙要高于天道 韩爵想了想 要不然先留着 给恶运输用 总觉得有些浪费 提升一个境界 就能咒死青莽大圣 突破制度结境后 说不定还能有更强的法宝 想要秒杀青莽大圣 就得另想他法 再顿目一下剑道 也不知剑道长河中 那人是否还在守候住 韩爵拿出恶运输 开始全力诅咒青莽大圣 能多拖一会儿 试一会儿 数日后 蹊跷流血的他 放下厄运输 擦干脸上的血 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 又花了数日时间 将伤势治好后 韩爵开始顿悟见到 他顿悟的是三清诛事 想看看能不能将三清 诛事顿悟的更强 大雁边境 杨天东停在一棵大树下 连忙坐下 运功疗伤 他浑身是血 十分狼狈 自从与混沌天狗 袭击青莽大圣失败后 他就一直被追杀 这些年东躲西藏 可谓是生不如死 孽障 你继续逃 无论你逃到哪 本圣都会抓到你 到时候将你抽筋八匹 让你体验一下 什么叫绝望 青莽大圣的笑声 在杨天东耳边响起 杨天东并没有被吓到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 显然 青莽大圣洞用了某种秘法 只能传音 并不能直接杀到杨天东面前来 否则杨天东早就被抓了 可恶 杨天东咬紧牙关 他是真的怕了 这些年里 他一直处于重伤状态 无论逃到哪 都没用 还连累不少修仙宗们 妖王 好不容易回到大雁 他很犹豫 不知该不该回御青宗 青莽大圣太降了 强盗让他觉得 不会有人能战胜青莽大圣 若是不回御青宗 那他真的就没有去处了 要不然 先去找点速妖王 可是青莽大圣手下 有不少堪比点速妖王的强横妖王 点速妖王也不可能是青莽大圣的对手 杨天东一边疗伤 一边纠结 半个时辰后 他再次动身 他刚离去没多久 数十只鸟妖飞来 朝着他离去的方向继续追赶 天下苍穹忽然在起异象 紫色霞光遮天蔽日 连大地都被映成紫色 当天下人惊一时 韩绝的一时已经进入见到长河中 此刻他正与一道人影沉默相对 又是你 人影怒不可遏道 韩绝更是无语 这次有毛病 日日夜夜守在这里 他强忍着火气 笑道 前辈 我遭遇生死大敌 能不能让我再进一步 就一步 人影没好气道 你都已惊悟得太以神通和剑影 凡间还有谁是你敌不过的 除非你与对方的境界差距过大 韩绝叹气道 本想飞升后拜访前辈 感谢前辈之前的提醒 如今可能要死在修行之路上 可惜 人影沉默 过了一会儿 人影缓缓开口道 那你便往前走吧 说吧 他身形让开 韩绝的一时跟着前进 再往前 韩绝忽然感受到一股可怕压力 犹如背负巨月 差点让喘不过气来 看来这位前辈没有骗他 凡人是不能领悟 超越太以的力量 韩绝咬牙坚持 一步 两步 三步 韩绝的一时开始晕眩 他连忙喊道 前辈救我 话音落下 一只手从后面伸来 按住他的肩膀 将他往后一拉 紧接着 他就赶到天旋地转 一时从见到长河中跌落而下 小辈 再有下次 吴可不会再救你 人影的冷哼 声传入韩绝的耳中 韩绝的一时 跟着回到肉身中 他迅速运弓 稳住原神 他眼前出现一行字 你的见到神通 三清诛世得到提升 过了一会儿 韩绝的精神状态恢复 他直接开启模拟试炼 跟宣师师对战 他之前跟宣师师模拟试炼过 系统一直拷贝有他的档案 一吸之后 韩绝睁开眼睛 他长出一口气 虽然同样是秒杀 但他能感受到三清诛世的增强 仅仅只是多往前走了三步 三清诛世的剑影 可达到百万道 全都是来自见到长河中的明剑 百万剑影 集中点杀宣诗诗 连人带魂 直接湮灭 不过这一招对灵力的消耗 可谓是巨大 平时不能轻易施展 韩绝满意一笑 对于秒杀青莽大胜 他更有底气了 天地草瑟瑟发抖 看到他笑后 忍不住开口道 主人 您刚才的气息好恐怖 让我想到了上一位主人 韩绝挑眉 也就是说 我现在已经堪比仙神 他只是这样嘚瑟一下 怎么可能比得上仙神 天地草太弱 根本无法判断 之前那位仙神主人的强大 什么上一位主人 你就只有我这一位 韩绝哼道 啊 我我 韩绝不再理会天地草 起身离去 天穷上的异象 已经开始退去 寻常安看了韩绝出来 感叹道 师父 天生异象 已经不是第一次 这一次 也不知是何等妖孽出世 他感受不到 先天洞府内发生的一切 所以 没有往韩绝身上想 韩绝一脸微笑 心中暗骂 你才是妖孽 他没有接话 而是看向远方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数十里外 一片山林中 有一名妖艺男子 正在打坐养伤 正是杨天东 杨天东一边运功 一边仰望天穷 难难道 又一位天纵奇才横空出世 哎 要是能帮我杀了青蟒大圣 那该多好 话音刚落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都到家门口了 还不回来 莫非你真想 给青蟒大圣单子 听到这句话 杨天东莫名想哭 眼眶瞬间通红 师父果然还是在意他的 他忽然觉得 自己不是人 对不起韩绝 韩绝以前就跟他说 不要出去 他不听 现在倒好 被青蟒大圣追杀得 无处可去 才想到要回来 师 父 别哭 到山下磕五年头 每日念一千遍 你错了 啊 杨天东来到 苦修城仙山的山脚下 在石碑前跪下 开始磕头 师父 徒儿知错了 师父 徒儿知错了 师父 徒儿知错了 他一遍一遍地念着 额头不断触碰泥土 山上 黑玉姬从扶桑树上跳下来 兴奋到 半妖回来了 半妖 寻常安顿时 来了兴趣 诺飞就是传说中的大师兄 韩绝转身走回仙天洞府 黑玉姬 寻常安则下山 回到仙天洞府内 韩绝立即开始检测 玉清宗内的妖怪 他没有发现青蟒大圣 但是检测到了 青蟒大圣的妖兵 几只鸟妖 他没有去抓拿那些鸟妖 而是放任他们通风报信 等待青蟒大圣杀来 接下来一段时间 玉清宗的弟子接连回宗 慕绒奇也回来了 他来到扶桑树下 开始跟着寻常安修炼 不再出去 杨天东对寻常安 慕绒奇的修为 很少吃惊 徒孙都快突破智园阴境 还有黑玉姬 竟然已经 势容虚境修为 杨天东不由为混沌天狗 混沌天狗前不久才突破化神 还想教训黑玉姬 看来是没戏了 韩绝在洞府内听他们聊天 得知混沌天狗才化神修为 不经无语 你们怎么敢的呀 一原因 一化神就敢谋划 袭杀青蟒大圣 怪不得青蟒大圣那么气 被蝼蚁造反 简直是莫大的侮辱 得亏他们遇到 黄尊天等人 否则早死了 数月之后 李清子前来拜访 当他看到山下的杨天东 还在磕头时 神情古怪 进入仙天洞府 他快步来到韩绝面前 急声道 韩长老大事不妙 青蟒大圣 以惊携着妖军杀入大宴 根据我们的妖宠探查 他们的目标很可能是我们 原来青蟒大圣追杀的伴妖 是你的徒弟 杨天东 是他推荐给韩绝的 杨天东 还曾帮与青宗余点 素妖王剑里友好关系 也算有过大功 所以 他现在也不可能 让韩绝将 杨天东区 逐出师门 来就来吧 弟子们都回来了吗 秘殿呢 韩绝满不在乎道 他心里 还是有些紧张 要是不能秒杀青蟒大圣 那会不会让青蟒大圣逃走 到时候 后患无穷啊 全都回来了 秘殿已经被封印 其他传说入口 我已让人摧毁 今后只能从御清宗境 李清子回答道 韩绝点头 李清子的办事效率 还是很高的 李清子小心翼翼问道 接下来就等着 此次情况和以往不同 青蟒大圣 以金轮献树周修真剑 他是真的虚火 此男堪称是万年难遇的妖宰 光靠韩绝一人 真能挡住 嗯 韩绝应了一声 李清子见此 只能按捺住心中的恐慌 不安 然后离去 等他走后 韩绝深吸一口气 天地草已经 被他装在一只白玉瓶里 随时准备跑路 韩绝虽然自信 但习惯性想到最坏的可能 要是打不过 真的只能跑 韩绝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青蟒大圣 这一次他没有权力诅咒 以防随时需要战斗 搞搞对方的心态就好 大烟北部 冰天雪地 无数妖怪聚集在漫天大雪之中 有一尊魁梧霸气的百丈身影战 在雪地上 手里握着一把金色木杖 正是青蟒大圣 身穿蛇灵重甲的青蟒大圣 俯视着脚下的点速妖王 宁笑道 服不服 化为人形的点速妖王 此刻显得无比狼狈 浑身是血 头被青蟒大圣踩着 动弹不得 不仅是他 他的手下们也被其他妖怪降服 同样被踩在雪地上 各个惶恐 绝望地望着他 妖怪们都明白 要是点速妖王不投降 他们可能会随同点速妖王 一起被诛杀 太将了 回想起刚才的场景 妖怪们忍不住颤抖 在他们心里 点速妖王可是无敌的存在 面对青蟒大圣 竟然毫无还手之力 可恶 点速妖王咬牙切齿 憋屈至极 这时 青蟒大圣忽然皱眉 整个人都暴躁起来 该死的家伙 又诅咒本上 青蟒大圣怒骂 声如红中 诅咒 点速妖王一听 不由想到自己的经历 看来这家伙 也被仙神盯上了 罢了 先低头 反正他活不了多久 点速妖王沉声道 我愿意沉服 青蟒大圣冷哼一声 将右脚挪开 同时示意手下们 放开点速妖王的手下 你认识杨天东吗 青蟒大圣问道 右手一挥 飞雪聚集 凝结成一面镜子 镜内倒映出 杨天东的面容 点速妖王刚爬起来 定睛一看 不由愣住 差异问道 这不是我的义子吗 莫非他得罪了您 义子 青蟒大圣的舌眸 顿时一冷 哄 青蟒大圣 一仗打爆点速妖王的脑袋 血洒一地 吓得所有妖怪 浑身一抖 点速妖王的元神 从肉身中飘出 惊恐地叫道 青蟒大圣 你要干什么 我都已经愿意臣服 杨天东得罪你 可不是我指派的 青蟒大圣哼道 他也拜位本圣为义父 还组织妖王造反 点速妖王愣住 造反 死 本圣不灭你元神 从此以后 你与杨天东再无瓜葛 等本圣抓住杨天东 你敢说一句话 本圣定让你无法超胜 青蟒大圣 面目猙獰的寒声道 他心中的怒火 再次点燃 狗东西 竟然还认了 其他妖王当一副 青蟒大圣 觉得自己被侮辱了 不能忍 苦修成仙山 石碑前 杨天东还在磕头 轰隆隆 雷鸣声让精神恍惚的杨天东 忽然惊醒 他抬头看去 滚滚阴云席卷而来 那是妖气引来的阴云 他彷復想到什么 脸色变得惊恐 扭头看向天边 天地尽头的妖气 吞没山川 犹如深渊来袭 惊悚恐怖 青蟒大圣来了 不仅是杨天东被吓到 欲轻中的所有人 都吓得纷纷走出自己的洞府 阁楼 长老们立即带着各封弟子 前往各自的护宗大阵 马上开启阵法 观幽刚的声音响彻全宗 所有人都能听出 他语气中的凝重 弟子们朝着各个方向飞去 议论声不觉入耳 青蟒大圣来了 完了 我们能顶得住吗 听说其他州已经沦陷 该死 掌教为何不带着我们逃啊 现在我们完全是瘟中之辩 逃 你往哪逃 大雁周边的王朝 州已经被妖怪横行肆虐 怎么逃都没用 还不如集中起来 至少有抵抗之力 青蟒大圣之事 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转开 弟子们害怕极了 但好在人多势众 不至于乱了阵脚 孽子 本圣还以为你会逃到哪里去 没想到逃到这样的小宗门来 今日本圣就将这只小宗门的人全吃了 看你还能往哪逃 一道冰冷的笑声 回荡在天地间 阳天东被吓得脸色煞白 听到青蟒大圣的话 狱青宗内上到掌教 吓到外门弟子都被吓到 此药竟然要吃掉他们全部人 先天洞府内 韩爵也听到青蟒大圣的话 他不由挑眉 这么嚣张 似乎并没有受恶运输诅咒的影响 难道很强 韩爵立即用模拟试炼 搜寻青蟒大圣 然而 白里内并没有青蟒大圣 这丝海味道就开始装逼 韩爵无奈 当即将杨天东磨入苦修成仙山 避免被青蟒大圣抓住 拿来威胁他 当然 真要是那样 韩爵也不会心慈手软 反正他已经给杨天东 打入六道印记 死了也没事 来生在蓄尸图缘分 韩爵缓缓起身 一身的灵宝 隐约闪耀着光芒 天地草瑟瑟发抖 开口道 主人 您要去哪儿 别丢下我啊 韩爵头也不回 道 我很快就回来 他走出先天洞府 黑玉姬 寻长安 杨天东 慕爵起 在扶桑树下交集等待 青蟒大圣的恐怖妖气 以金龙诏域青宗 不只是他的妖气 还有其他妖怪的妖气 妖气汇聚在一起 犹如海浪 从四面八方汹涌袭来 庞扶药将域青宗淹没 逍遥 关幽刚 柳不灭 李青子 西玄仙子等人 悬浮在高空中 从他们的视角看去 天地八方 皆是妖气所化的黑云 压抑恐怖 众长老的额头上都在冒冷汗 青蟒大圣到底有多强 他说的镊子是谁 顶不住啊 斩神长老呢 萧长老 柳长老 你们能敌得过青蟒大圣吗 青蟒大圣的妖郡 到底有多少妖怪 护宗大阵都已经开启了吗 当长老们在心筋肉跳时 弟子们更加惶恐 行鸿玄从洞府里走出 来到韩爵身旁 紧张地问道 夫君 你要怎么做 他经常听韩爵说过 若是遇到不可立敌的敌人 他就会跑路 行鸿玄不排斥韩爵跑路 只怕韩爵丢下他 独自跑路 再等等 韩爵目视远方 轻声道 看到他这么淡定 行鸿玄 黑玉姬 寻长安 慕容起 不由心安 阳天东难以置信地看向韩爵 莫非师父以精强大道 可以无惧青蟒大圣 他了解韩爵 若是没有万分把握 爵不可能这么从容 殊不知 韩爵正在疯狂地 用模拟试炼检测欲轻松 怎么还不出现 韩爵有重在 玩网游的感觉 不停点刷新 刷新boss 过了一会儿 青蟒大圣 杜杰进一层 妖族心进妖圣 韩爵立即进行模拟试炼 两吸之后 韩爵皱眉 再次闭目 一吸之后 他睁开眼睛 松了一口气 还好还好 幸好 他将三清诛事提升了一下 否则还真不能破那金色墓障的房 韩爵右手张开 保持住握剑的姿势 之所以没有拿出鸿蒙判定剑 是他想杀青蟒大圣 一个措手不及 他抬步走到崖边 眺望天地尽头 青蟒大圣 正朝住苦修城仙山快速飞来 并非他猜到苦修城仙山上有劲敌 而是冲着阳天东而来 阳天东明 嫌已经感受到青蟒大圣的杀意 他满头冷汗 浑身哆嗦 惶恐极了 韩爵没有在意他 继续望向天边 很快青蟒大圣的身影出现 拿摆胀腰 身踏着妖气黑云走来 肩上 扛着金色木杖 犹如来自洪荒 浑身散发着霸道 而可怕的煞气 在他身后 翻涌不停的腰云内 是数不胜数的妖怪 一个比一个猙獰 望向欲轻松的眼神 彷扶在看一座 装满食物的乐土 还是修饰的气息美味 今日可别抢啊 我都要饿死了 你们就知道吃 人可不只是可以吃 尤其是女人 人太少了 根本不够我们分 听妖圣号令 我们不得抢跑 青蟒大圣 已经瞧见杨天东 他面露争鸣笑容 这次不逃了 青蟒大圣的笑声 再次响起 听得欲轻松 所有人紧张极了 杨天东不敢与之对视 只能转头看向韩绝 韩绝神情平静 他在掂凉柱 何时出手 在境点 他要杀青蟒大圣 一个措手不及 青蟒大圣注意到韩绝 一身的灵宝 修为太差 他又瞥向黑玉姬 这只鸡的修为不错 倒是可以收服 紧接着 他的目光落在扶桑树上 咦 这棵树 青蟒大圣 彷扶想到什么 瞪打蛇谋 怎么可能 这等神术怎会在此 青蟒大圣心惊 玄疾 他心里涌现出强烈的贪欲 这棵树他要了 他的神石 以金横扫欲轻松 罪将也才容须近九层 连他遗仗都扛不住 青蟒大圣注意到严阵以带的玉清宗修士 放肆笑道 让你们感受一下本圣的力量 他猛地纵身跃起 狂暴至极的威压 从天而降 玉清宗的十八峰 主峰以及附近群山都在摇颤 青蟒大圣俯冲而下 目标直指苦修成仙山 玉清宗的所有修士都紧张极了 他们都知道苦修成仙山内藏着谁 要是连那位都挡不住 他们真的只能等死 李清子秀中的双手紧握 额头溢出痘大的冷汗 西玄仙子紧促秀眉 身躯微微颤抖 所有长老都紧张到极点 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期待展神长老 但这一次的情况与以往不同 附近各州都已经沦陷 这样的劫难可谓是前所未有 至少他们认知的历史里没有 时间流失得很慢 画面犹如按下了慢放键 所有人紧紧盯着青蟒大圣 他们已经听不到声音 天地失声 在他们的注视下 恕不清的剑影忽然从苦修成仙山内射出 密密麻麻 犹如过江之际 冲天而起 势不可挡 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 黑色剑光闪耀天地 青蟒大圣直接被剑影洪流淹没 三清诸事 韩爵出手了 站在悬崖边的他 还保持着灰五红蒙盼定剑的姿势 剑指苍穹 金蝉玄神医烈烈作响 土黄玉玲金疯狂摇曳 黑玉姬 寻长安 慕容起 杨天东 秦鸿玄 全都瞪大眼睛 满脸震撼地望住韩爵的背影 韩爵的背影由 如仙神 是那么的伟案 那么的令人敬畏 我要这么做 韩爵轻声道 眼神平静 面无表情 秦鸿玄听到了先前眉 有得到的回答 韩爵的话虽然轻 却充满力量 重击他的心头 刻苦铭心 哄 三清诸事一出 顷刻间 数十万剑影齐齐 冲天而起 直接将从天而降的青蟒 大胜碾杀 没错 碾杀 连腰带魂 形神俱灭 连转世的机会都没有 剑影掀起的狂风 席卷天地八方 犹如仙神灰手 掀起凡间风浪 韩爵右手握着鸿蒙判定剑 剑刃一转 一股更加强大的剑气 自苦修成仙山冲天而起 洞穿云霄 剑气化海 遮天蔽日 所有人 妖怪都不禁瞪大眼睛 张开嘴巴 瞠目结舌 难以置信 剑气汪洋之中 凝聚出一把把剑影 这些剑的模样各式不一 有的如君子 气质如雅 有的如君王 屁腻天地 有的如圣人 剑刃宽阔 大气磅礴 眨眼间 剑影之数增长至百万之巨 还在疯狂增长 所有人与妖怪 只觉得眼前一晃 再次定眼 漫天都是剑影 密密麻麻 根本数不过来 逍遥 柳不灭 管幽刚等长老 同样被震撼到 尤其是逍遥 纵然是瞎子 但神识能捕捉到这一切 他浑身颤抖 难难道 这等神通 他不禁想起五千年前 林霄宗被仙神之力 涂灭的场景 轻蒙大圣的妖气 竟须真人浑身颤抖 低声自语 没了 轻蒙大圣的妖气 荡然无存 所有人都还没回过神来 轻蒙大圣就死了 长老们都想 过韩爵可能赢 但没想到 赢得这么彻底 眼前的场景告诉他们 轻蒙大圣 被韩爵一击灭杀 这等实力差距的多大 斩神长老 到底有多强 与此同时 三清诸事的百万剑影 朝着不同方向射杀而去 剑气汪洋 不断凝聚出剑影 继续射杀 远处观望的妖怪们 这才反应过来 哄 所有妖怪 吓得转身就逃 妖圣死了 我们的妖圣死了 快逃啊 怎么可能 玉清宗藏住何方神圣 轻蒙大圣 怎么可能死得这么快 荒唐啊 妖怪们的速度 哪里比得过韩爵的剑影 几乎是瞬间 玉清宗各个方向的天边 迸发出血花 犹如烟花绽放 壮观无边 今时今日 这一幕 玉清宗当代的所有修士 都将忘不了 因为这一日 他们亲眼目睹了 仙神之力 一己之力 镇压无数妖兵 妖王 韩爵眼前 跟着浮现出一行字 你第一次 诛杀度洁净存在 获得一块天道灵石 又是天道灵石 韩爵挑眉 他抬起左手 隔空一射 一根金色木杖 落入他手中 正是清莽大圣的法宝 清莽大圣浑身上下 就剩下瓷宝 三清诛士 竟然无法完全摧毁瓷宝 可见瓷宝的强大 这根金色木杖 被轰出一条条裂缝 还弥漫着胶烟 韩爵下意识 将神石探入金色木杖内 下一秒 他猛地睁大眼睛 连忙收回神石 他的脸色变得凝重 此金色木杖内 竟然藏着一缕分魂 那是一名妖异的男子 蜷缩在金色木杖的 戒子空间内 这是什么 韩爵诧异 他立即将金色木杖 丢入小乾坤腰带内 那道残魂 还不足以伤害到韩爵 但韩爵怕惊醒他 万一这次有大背景呢 韩爵重新看向天地各方 妖怪们溃步成军 短短数息时间 三清诛士 以金诛 杀数十万妖怪 韩爵转身 看到行红悬 黑玉姬等人 还处于呆滞中 尤其是杨天东 整个人都傻了 他最清楚 青蟒大胜有多强 他心里真正 趁得上无敌的存在 就是青蟒大胜 这位带给杨天东 无尽绝望 恐惧的妖圣 被他的师父秒杀 万千情绪会 聚在杨天东心里 最终化魏无尽的愧疚 原来罪将的人 一直在他身边 而他却满天下 追寻虚无缥缈的权力 杨天东苦笑 甚至不敢去看韩爵 韩爵走向洞府 主人太香了 天下无敌啊 黑玉姬兴奋坏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看似无敌的强者 来到苦修城仙山前 直接被韩爵秒杀 果然 主人说得对 潜心修炼才是正宝 将一切时间花在修炼上 才能远胜敌人 行洪璇看向韩爵的眼神 都在放光 不愧是他一开始 就看中的男人 没有人比他更骄傲 他看上韩爵时 韩爵还只是凡人 他是最先 认为韩爵与众不同的人 虽是始于言直 寻常安 慕容起也对韩爵崇拜至极 尤其是慕容起 韩爵对他而言 还是有些陌生的 他一直都很好奇 师祖的修为 今日他看到了 韩爵路过杨天东身旁时 丢下一句话 还不快去山脚下跪着 从今以后 若无我的同意 你再敢跑出去 你我师徒恩断义绝 你的死活 我不再插手 杨天东身吸一口气 握紧双拳 他转身朝韩爵跪下 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之后再下山 一头头腰 怪从山川之上飞掠而过 其中一腰赫然是点速腰王 虽只剩下元神 点速腰王还是有些手段 他一边逃窜 一边诛杀那些 修为弱小的妖怪 他在报复青蟒大圣 原来那位仙人藏 在御清宗 怪不得去了御清宗后 诅咒便消失了 看来青蟒大圣感受到的诅咒 是那位仙人的警告 可惜这家伙执意肆虐 落得生死盗消的下场 点速腰王暗自想到 他放肆 从今以后 绝不冒犯御清宗 也绝不在大眼内杀人 若是有机会 他还要拜访御清宗 给那位仙人当做起 都没问题 甚至是机缘 另一边 御清宗全宗上下 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 董事的李清子 立即安排长老们 处理后事 并年令 不得打脚苦修成仙山的清静 今日一战 斩神长老再度登上 御清宗修士心中的神坛 先天洞府内 韩爵坐在床榻上 把玩金色墓障 他在考虑 如何处置此墓障 他想要将其摧毁 又怕惊动里面的残魂 不行 不能留住 还是直接灭了吧 万一这残魂还有真身 或许会依靠着残魂到来 韩爵立即施展六道吸魂 将里面的残魂吸出来 就在这时 残魂忽然睁眼 你想坐慎 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惊得韩爵眼皮一跳 绝眼道人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五星 韩爵看到 眼前的一行字 吓得直接灭了其残魂 五星仇恨度 几乎不可化解 还留着残魂干什么 诸灭绝眼道人的残魂后 韩爵立即调出人际关系 很快 他就找到绝眼道人的头像 绝眼道人 散仙境八层 因你诛杀他留在凡间的妖宠 分魂对你充满恨意 待你飞升 必定会找你麻烦 当前仇恨度为六星 散仙境八层 待我飞升 韩爵先是吓了一大跳 后又是松了一口气 就这 老子一直等 有杀你的修为在飞升 到时候 你能带我喝 韩爵暗自得意地想到 这样也好 摸清楚对方的底细 韩爵也不用过多地脑补 韩爵灵机一动 拿出厄运输 以及两块添到零食 强大的敌人太多 必须用点非常规手段 分散他们对我的注意力 韩爵有了决断后 当即将两块添到零食 融入厄运输内 大概过去两个时辰 呃运输升级成功 呃运输晋级为极品 太义灵宝 从绝品灵宝 到极品太义灵宝 这是升了两个阶级的效果 也就是说 绝品灵宝之后 分别是太义灵宝 极品太义灵宝 韩爵当即开始诅咒绝眼道人 试试效果 呃运输本就是不想法宝 韩爵也不敢太用力 怕把自己扎钱 青蟒大胜陨落 这一消息 迅速传遍大雁 再传向周边各州 王朝的修真界 大雁修真界的正魔两道五 不是对御清宗产生敬畏 之前可能只是畏惧 如今联魔道 都对御清宗有了敬意 不可一世的青蟒大胜哲 在御清宗 御清宗到底有多强 凭借着韩爵的出手 御清宗直接奠定了 大雁圣地的名头 消息传到其他州 同样引起哗然 随着青蟒大胜的袭击 各州的修真宗门桃的桃 闭关的闭关 皆是满目萧涩 西渊州 真武教 西渊州也遭遇了青蟒大胜的肆虐 但真武教侥幸逃脱 主要是青蟒大胜还 未来的集对付他们 就被杨天东吸引了注意力 真武教的高层们 聚集在一片大殿内 所有人听闻青蟒大胜陨落的消息后 皆是惊恶 震撼 上官求见苦笑道 好一个御清宗 好一位斩神长老 黄杰浩站在上官求见身后 神情复杂 他的身份是核心弟子 众人纷纷看向他 其中一位长老问道 执教长老 你之前去过大烟御清宗 御清宗真有如此厉害 闻言 上官求见苦笑道 实不相瞒 我是去挑战御清宗的斩神长老 结果被对方一箭击败 我不好意思说起这段往事 如今看来 诛杀青蟒大胜的人 便是那位斩神长老 连青蟒大胜都被诛杀 上官求见 心里忽然舒坦多了 远在御清宗的韩爵 收到他好感度提升的提示 感到莫名其妙 上官求见腰杆挺直 彭扶败在韩爵手里 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情 从今以后 御清宗便会是大烟修真界的圣地 甚至是十周九朝的圣地 真武教不得得罪 甚至得第一时间去结交 我愿让我徒儿立即赶往御清宗 代表真武教 代表西渊州 感谢御清宗 我们还得背上一份大脸 上官求见沉声道 掷地有声 一名长老咒没道 真武教也损失惨重 这时候去巴结御清宗 教内弟子如何看 上官求见瞪了他一眼 贺道 醒醒 你在想什么 于公 御清宗救了天下人 我们不得拜谢 于思 今后 御清宗必定是天下修士仰望的圣地 我们若是慢一步 就会有其他宗门先去 等御清宗壮大起来 必定有宗门苟杖人士 向其他宗门施压 越早去 越得力 他的这番话 让长老们不由沉思 九龙宗 黄尊天听完弟子的汇报 便挥手让弟子退下 屋内只剩下他一人 他露出敬佩之色 前辈就是前辈 连青蟒大胜都不是其对手 要不然 我将九龙宗送给御清宗得了 黄尊天喃喃自语 他的眼神闪烁 并非在说笑 他是真的有这个想法 自从遭遇青蟒大胜席卷之祸 九龙宗内部可谓是四分五裂 许多人都怕青蟒大胜 甚至还逃了不少人 对于这样的宗门 他实在是心里憔悴 另外 青蟒大胜之死也令他意识到 只有跟前辈一样 潜行苦修 才是修行的正道 修士本就该为长生而修行 所谓宗门只是为了传承 当宗门是为了权力而生 与凡尖帮派又有何区别 黄尊天不想再被权力牵绊 他要效仿韩绝 轮番诅咒完绝眼道人 朱雀 莫幽灵 各七日后 韩绝心满意足地放下厄运书 天地草好奇地问道 主人 您这是做什么 韩绝回答道 参悟天地大道 这本书没有字 也没有任何玄机 正是因为它一无所有 才能让我的心绪放空 天地草似懂非懂 韩绝挥手 将它从白玉瓶里移出 栽入泥土中 韩绝闭目修炼 朱沙青蟒大圣 并没有让他太高兴 修行路上 总的杀鸡为敌人 这才合理 他希望此事造成的影响 尽快消失 以免麻烦不断 接下来一段时间 他一直待在先天洞府内 绝不出去 在李清子的安排下 也无人敢前来打扰 玉清宗变得热闹起来 随着青蟒大圣 死在玉清宗的消息传开 正魔两道 皆是前来感谢玉清宗 为人族除去大敌 黄吉后来了 想拜访韩绝 但被制止 最终由玉清宗长老接待 八年时间转瞬即逝 韩绝距离合体境九层 越发地接近 这一日 李清子前来拜访韩绝 再次面见韩绝 李清子表现得很拘束 韩长老 最近长老们提议将玉清宗 改名为玉清圣宗 大燕王朝的皇帝也来拜访 愿以玉清圣宗为信奉 你觉得如何 李清子问道 韩绝睁眼 道 你们觉得可行就好 玉清圣宗这个名字 听起来就很高大上 很有圣地的气派 这样也好 能吸引更多的修士加入 另外 我以经传信给祖师爷 让他回来 祖师爷也已经答应 要不了几年 他便会回来 重新担任长教之位 我不想早死 决定潜心修炼 为自己再争争命述 李清子叹气道 说到这里 他有些不好意思 韩绝看透了他的心思 道 等长教之位交接 你便搬到苦修城仙山 来修炼吧 至于洞府 你自己开辩 韩绝虽然在玉清宗 待了数百年 但熟人并不多 甚至可以说屈指可数 李清子便是其中之一 若无李清子的安排 苦修城仙山的灵气 也不会如此充沛 当然 李清子也从韩绝这里 得到了玉清宗 变强的底气与保护 韩绝也希望 他能在修行之路上 多走一段 得到韩绝的同意 李清子极为高兴 又问了几句便离去 玉清宗改名为玉清圣宗 乃是大事 届时全宗设宴 长老们希望韩绝 能为弟子们讲道 但被他婉拒 韩绝不想抛头露面 现在挺好 虽然斩神长老名气大 但弟子们都不知道他的容貌 没事的时候 他还能去内城城池转悠一圈 李清子离去后 韩绝想到 跟随九鼎真人离去的长院 这位一直喜欢自己的师姐 前往海外以后 大多数时间都在自己修炼 很少参与宗门内的矛盾 韩绝交给他的天之傀儡 也一直没有动用 即便遇险 他也能靠自己平安度过 有天之傀儡关注他 韩绝偶尔也会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韩绝利用天之傀儡传言给长院 让长院跟随九鼎真人一同回来 长院听到他的声音 兴奋坏了 此刻 他正在洞府内抱着天之傀儡 跟抱娃娃一样 师弟 玉清宗的情况如何 你的修行情况如何 原来你可以通过傀儡跟我说话呀 最开始今年 我呼唤你 你怎么不回答 长院笑问道 天之傀儡回答道 灵力用完就不能保护你 就这样吧 等等 任凭长院如何呼唤 韩绝就是不再回应 长院撇嘴 哼道 臭师弟 关心我还不肯说 这么冷淡也好 估计行鸿玄 莫主也经常碰壁 等我回去 师弟 你别想逃离我的手掌心 嘿嘿 长院想到妙处 笑得更加灿烂 过了一会儿 洞外传来一道充满雌性的声音 师妹 最近赤龙仙岛有大能讲道 我有入岛的邀请信 你想去吗 我可以带你去 文言 长院收敛笑容 冷淡道 多谢师兄好意 我就不去了 最近修行有所领悟 我得好好参悟 她的语气与刚 才判若两人 好吧 下次再来拜访师妹 若是在赤龙仙岛遇到好的宝贝 我会带来赠给师妹 不必麻烦师兄 哪里的话 哈哈 师兄先走了 你继续修炼吧 长院暗骂对方不知好歹 不好好修炼 总是爱纠缠我 等你下次回来 我已经回去 找我俊秀的小师弟了 一处幽暗的洞穴 武尊身影围坐在一起 其中一人赫然是宣秦军 一名黑袍老者开口道 青蟒大胜死了 此在大燕一只 名为欲轻松的宗门 此事 而等如何看 宣秦军面不改色 似乎不实欲轻松 青蟒大胜 乃我师父的妖宠 让他屠露十周九朝的人族 也是我等的计谋 此仇必须报 另外十周九朝之人族 虽死伤无数 但人族还会彻底瓦解 我们的另寻办法 一道黑影沉声道 分不清他到底是人是鬼 旁边一名魁梧和尚冷笑一声 他的光头上遍布伤疤 犹如爬满无功 争宁可怕 他哼道 青蟒大胜太过狂妄 仗着绝眼道人的法宝 还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 死了也好 光靠妖族还是不行 想要击溃人族修真剑 还是得靠人族 我提议扶持人族魔修 促成人族内斗 一名白发女子点头 他身穿红衣 肤色苍白 更像女鬼 他露出森寒的笑容 道 赞同 黑袍老者看向宣秦军 问道 魔君 你如何看 宣秦军点头道 我没有意见 我之前去过阴间 魔族等的有些不耐烦了 文言 黑袍老者 白发女子 黑影 伤疤和尚 皆是皱眉 玉清宗之事交给我 其他计划交给你们 宣秦军继续道 黑袍老人应道 嗯 玉清宗那位神秘修士的底细地摸清楚 若是不利于我们的计划 魔君尽量出手 将其诛杀 宣秦军面无表情地点头 修真无岁月 凡间十年一时道 又是五载过去 青莽大圣造成的杀戮影响 彻底落下帷幕 玉清宗改名为玉清圣宗 成为大雁修真界公认的修行圣地 越来越多的修士加入 甚至还有不少大修士来自其他种 改名之后 玉清圣宗越发强盛 韩绝终于突破至和体径九层 他难得激动 只因度洁净就在眼前 为了庆祝 他拿出厄运书 习惯性地庆祝 朱雀 莫幽灵 绝眼道人 一个不能少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你的神宠混沌天狗 遭遇妖兽袭击 X28211 你的好友周凡遭遇魔修袭击 X3779 你的好友莫复仇 遭遇魔修袭击 X3644 你的好友周凡身受重伤 命悬一现 你的囚敌莫幽灵 以你的诅咒 道心受损 遭遇心魔 道横大将 你的徒弟苏琪 遭遇妖王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徒弟苏琪传播霉运 妖王惨遭路过大修士诛杀 你的道旅行鸿玄获得机缘 进入洞天福地 韩爵乐了 莫幽灵道横大将 妙哉妙哉 可惜 朱雀和绝眼道人还未出世 韩爵注意到行鸿玄的动态 十几年前 韩爵便降行鸿玄设为自己的道理 行鸿玄的好感度已经达到六星 与他更有实质性的关系 可直接设为道理 至于莫竹 韩爵还未设立为道理 行鸿玄经常给他献宝 莫竹偶尔玄会给他添麻烦 自然行鸿玄更为重要 这婆娘肯定是 被我的先帝后裔气韵感染了 运气是真的顶 韩爵默默想到 同时开始期待行鸿玄会给他带来什么宝贝 呸 这想法似乎有些不端正 半个月后 韩爵放下恶运书 习惯性地检测 欲清圣宗 内除他之外的最强者 宣秦军 大成进八层 卫裂魔君 韩爵愣住 他怎么回来了 而且不是凡身 大成进八层好刺眼 韩爵紧张起来 当即将神石扫出去 寻找宣秦军 这女魔头在内城客栈内休息 韩爵想了想 决定起身前去 躲是躲不过的 不过走到洞口 他还是停下脚步 先来一下模拟试炼 看看能不能打得过宣秦军 内门城池 客栈内 韩爵见到了宣秦军 这女魔头的容颜 还是与当初一样 不算漂亮 但也不丑 总结就是平凡 纵然已经和 提进九层 韩爵面对宣秦军 还是很紧张 一身的灵宝随时催动 事到如今 蛮肯定是瞒不住的 毕竟宣师师也知晓 他是斩神长老 说不定与宣秦军 已经通过气 欲清松的斩神长老便是你 你杀了青蟒大圣 宣秦军端着酒杯 一边询问 一边摇晃 他神情平静 让人看不穿他内心的想法 韩爵轻轻点头 他心里慌得一批 毕竟他不了解宣秦军的性情与企图 最重要的是在模拟试炼中 他不敌宣秦军 这婆娘战斗起来 判若两人 太恐怖了 怪不得有魔君之名 我还真是小瞧了 你能诛杀青蟒大圣 是不是已经达到肚竭 宣秦军问道 他看不穿韩爵的修位 在系统的掩饰下 韩爵的明面修位 一直是筑基进九层 韩爵摇头道 刚达到和体进九层 宣秦军终于露出笑容 则则称其道 没想到 你是万年难遇的天纵奇才 挺好 更适合当我的道理了 你的道理宣 秦军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五星 韩爵暗自松了一口气 宣秦军右手一挥 桌上出现三瓶丹药 这些都是适合度 捷径修炼的丹药 你拿去吧 宣秦军轻笑道 韩爵也不客气 收下三瓶丹药 问道 你来御清风是为了我 宣秦军道 是也不是 我是为青蟒大盛之事而来 此要有大背景 我是来为他复仇的 今后 别人问起 你不能承认 是你杀了青蟒大盛 真凶已经被我杀了 明白吗 韩爵皱眉 绝眼道人 在凡间还有人脉 能指使大成精的魔君 亲自出手 这可不简单 似乎看穿了韩爵的担忧 宣秦军平尽道 只要你识口否认就好 我会拦住那些家伙 你好生修炼 不必担心 韩爵点头 气氛跟着沉寂 宣秦军笑眯眯地盯着韩爵 韩爵觉得尴尬 目光看向别处 过了一会儿 韩爵顶不住 拿出金色墓杖 道 这是青蟒大盛的法宝 给你吧 此宝不简单 留着也是脏物 容易惹来麻烦 宣秦军挑眉 笑道 此宝确实不凡 正好我拿回去 让那些家伙 相信真凶已死 说吧 他将金色墓杖 收入储物界内 跟着起身 天地即将聚变 你且好生修炼 你是我的道旅 纵然毁天灭地 我也能保你周全 宣秦军走到窗户前 准备离去 韩爵连忙问道 我能否知道 想为青蟒大盛报仇之人的名号 宣秦军停下脚步 用余光撇向他 道 罗求魔 他跟着消失在窗台前 韩爵用模拟试炼检测 发现他 已经不在玉清宗方圆百里内 溜得真快 韩爵起身离去 回到仙天洞府内 他直接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罗求魔 三年后 韩爵将修位提升到 和体境九层大圆满 准备突破至渡截境 根据六道轮回宫的记载 渡截境的天结持续世间 是和体境的数倍 威力也是数倍 他有些犹豫 渡截境的天结肯定恐怖 要是再去万妖界 只不定会毁了万妖界 韩爵起身 走出洞府 黑玉姬 杨天东 寻长安 慕容起还在修炼 自从韩爵与青莽 大圣一战结束 这四个家伙 便坚定了苦修的念头 绝不再出去闯荡 韩爵没有跟他们说话 直接下山 他找到位于半山腰的 一处洞府 里面住着李青子 酒顶真人还未回来 但李青子数年前 便已搬过来 听到韩爵的声音 李青子立即打开洞府大门 请韩爵入内 掌教 附近有什么地方 适合渡截吗 最好方圆百里内眉 有人打扰 韩爵开门见山地问道 李青子一听 眼睛一亮 渡截 这是要大突破呀 李青子沉印道 玉青圣宗东边 有一片平原 因常年阴雨连绵 生长了不少毒虫妖兽 修士很少前往 可在那里渡截 我带你去吧 韩爵点头 两人迅速离开 苦修成仙山 扶桑树下 慕容起诧一问道 师祖和长教 怎么出去了 树枝上的黑玉姬哼道 肯定是要突破了 主人在高境界的突破速度 都比你们在低境界快 你们好意思吗 慕容起撇嘴 你呢 感觉你也没有什么突破 杨天东美好气道 黑玉姬叫嚣道 姬爷比你强 那又如何 姬爷就是比你强 你 杨天东要气死了 只能气呼呼地转身修炼 背对着黑玉姬 不去看他嘚瑟的模样 师父手下的一鸡一拳 都太欠揍了 半日后 韩爵与李青子 来到一片英语连绵的平原 你先回去吧 我杜劫需要时间 韩爵开口道 李青子犹豫 问道 不需要我为你守护 能干扰我杜劫的敌人 你能挡得住 言之有理 告辞 李青子离去后 韩爵继续朝前飞行 阴雨连绵 天边大雾磅礴 望不到尽头 平原上稀疏的树木 爬满各种毒虫 偶尔能看见一些 未化型的妖兽 在草地上奔跑 没过多久 韩爵选定一个地方 打坐在半空中 开始运功 准备杜劫 三个时辰后 天杰到来 以韩爵身上的灵宝 和自身实力 死在天杰中 几乎不可能 除非有人趁机偷袭他 虽然大雁没有人 比他更强 但他总是会担心 根据他看过的 一些修仙小说经历 新的剧情 可能会从主角杜劫 被打扰开始 一个月后 韩爵杜劫成功 成功踏入杜劫境 同时他明白 自己不是小说主角 周凡那样的人才是 你成功突破制杜劫境 你有以下选择 一 准备飞升 三界皆可去 可获得一件灵宝 一块天道零食 二 继续修炼 冲刺大成镜 可获得一件灵宝 一次神通传承 嗯 杜劫境就可以飞升了 韩爵不由想到 朱雀 绝眼道人 这两个逼还 在天上蹲他呢 他岂能飞升 顶级气韵 悄悄修炼千年 韩爵默默选择继续修炼 暂时不飞升 你选择继续修炼 冲刺大成镜 获得一件灵宝 一次神通传承 恭喜你获得太乙灵宝 紫金软内甲 恭喜你获得神通 袖中乾坤 紫金软内甲 太乙吉巴品防御灵宝 伸缩自如 防御力极强 袖中乾坤 衣袖为天地 收纳天地阴阳万物 防御灵宝 还是太乙吉 深得我心 韩爵美滋滋地想到 只是这个防御力极强 不好拿捏 不过没事 模拟试炼 已经拷贝了 宣秦军的修炼 可以拿它试试 韩爵美有传承神通 而是巩固修炼 达道度洁境后 他的灵力可谓是暴涨 远超之前十倍不止 在巩固修炼的过程中 韩爵的脑海里 涌现不少记忆 飞升之法 以自身气韵 引动天道 天道铸骑超脱凡间 飞升至上界 韩爵不仅可以去上界 还能去阴界 以及其他未免 应该与他之前选择的 轮回剑仙之路有关 无论是哪一界 韩爵暂时都不想去 鸡头比氛围爽 好不容易达到 当时一流水平 结果挑到上界 去当店饺食 韩爵断不可能如此 反正他寿命还长 想到寿命 韩爵调出自己的 属性面板查看 姓名 韩爵 寿命 478109200 种族 人族 修位 杜结静一层 功法 六道轮回功 法术 绝指神剑 七重幻步 三清绝影剑 九龙除魔印 大千雷暴 风神术 还相术 神通 六道西魂 天诛鬼神剑 法天相帝 金斗云 万剑神宗 如来昼 六道绝影 玄黄剑气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袖中乾坤 法器 金蝉玄神衣 小乾坤腰带 麒麟剑 腹腰绳 焚煞中 九星踏灵靴 韩君流离关 乐运输 土黄玉灵精 护星天仙炼 静星蒲团 真天灵灼 紫金软内甲 自创神通 三清诸事 半生法宝 鸿蒙判定剑 灵根资质 六道灵体 蕴寒顶疾风 火 水 土 木 雷灵根 增加一定气韵 先天气韵如下 绝世无双 仙姿 魅力顶级 天命剑吃 见到资质顶级 见到悟性顶级 身法绝尘 身法资质顶级 先帝后裔 获得一部绝世 修仙功法 十万九千年寿命 韩觉严重怀疑 这是六道轮回宫的功劳 他可没有听说过 修世能活十万年 他才渡捷径 等他突破之大乘境 寿命的增长得多离谱 韩觉抖擞精神 开始专心巩固修位 七日之后 韩觉的修位彻底稳定 成为货真价实的 杜杰境大修士 局目望去 平原被天雷轰的草地焦黑 到处都是坑坑洼洼 阴雨也不在下 天结不仅改变了地貌 还改变了这里的气候 韩觉开始返回 没飞多久 他眼前忽然出现一行字 检测到先天气韵者 是否查看其来历 先天气韵者 韩觉不由好奇 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 有遇到先天气韵者 着实稀奇 他立即选择查看 方良 炼气境三层 天地之子 秉承天地气韵而生 受天地气韵庇护 因气韵太过庞大 肉身灵魂无法承载 一旦突破至金丹镜 天地气韵将显现 从此一飞冲天 势不可挡 天地之子 什么鬼 韩觉挑眉 他怀疑自己看错了 他仔细看去 确信自己没有看错 这是龙傲天类型小说的主角吗 韩觉立即用神石搜寻 很快 他便捕捉到方良 方良躲在一片树林里 正探头 望着韩觉的方向 韩觉闪身来到方良面前 吓得方良连忙后退 子子看起来才十七八岁 面容还带着稚气 晚辈无意打扰 若冒犯前辈杜杰 晚辈道歉 方良吓得连忙跪地求饶 韩觉无语 这就是天地之子 也软淡了吧 韩觉面膜表情道 你修为这么弱 为何会来到此地 方良惶恐道 实不相瞒 晚辈乃一介散修 想拜入玉卿圣宗 恰好路过此地 韩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丢出一块斩神令牌 落在他面前 相逢集事员 入玉卿圣宗时 可拿出此令 韩觉丢下这番话 便消失在原地 虽是天地之子 韩觉也没有太看重 等方良横行天下 韩觉说不定已经成仙 方良捡起斩神令牌 看清楚令牌上的二字 脸色大变 难难道 莫非他就是及时修士们口中的 欲卿圣宗斩神长老 韩觉眼前跟着浮现出一行字 方良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四行 人在微末时 得到强者无缘无故的提点 总是容易产生崇拜 回到苦修成仙山 韩觉无视黑玉姬 寻长安等人犹如一阵风回到洞府内 他坐在床榻上 二话不说 直接拿出厄运书开始诅咒 这等大事必须庆祝 天地草激动道 主人 您终于回来了 韩觉里去这么久 他担心自己被抛弃 最近修行如何 韩觉问道 这珠草已经达到炼气近八层的修位 天赋有点强 天地草回答道 在修炼之时 我总是会浮现一些修行上的记忆 好像是一步功法 韩觉没有惊奇 毕竟天地草曾跟着仙神物道 若是有不对劲的地方 随时跟我说 好的 主人 韩觉突破之渡捷径的消息并没有传开 李清子也没有到处宣扬此事 整日闭关修炼 数日后 方良来到御清圣宗 因斩神令 他直接破格成为内门弟子 方良打探了斩神长老的住处 也询问斩神长老的那些弟子是如何拜师的 很快 他寻的方法来到苦修城仙山山脚下的石碑前跪拜 不只是他 同时跪拜的还有十数人 自从青莽大圣死后 想要拜师韩觉的弟子暴涨 每隔一段时间便有弟子前来磕头 这已经成为御清圣宗的特色 不过长老们都严令不得在苦修城仙山附近喧哗 严重者会被逐出师门 韩觉注意到方良的到来 有些犹豫要不要收 韩觉想了想 先不管方良 天帝之子看起来厉害 若是跟杨天东混沌天狗一样的性子 反而会给他惹更多的麻烦 那就得不尝试 韩觉目前也不需要依照他人的力量 想吧 韩觉再次闭幕 继续修炼 岁月悠悠 自宣秦君离去后 想为青莽大圣复仇的罗秋魔也一直没有出现 看样子宣秦君已精百平一切 随着御清圣宗越来越强 韩觉也不再遇到 需要自己出手的麻烦 他能专心苦修 五载如白马过系 过去得很快 苦修成仙山下 跪拜的弟子已经换了一批 方良仍在 韩觉有些意外 没想到 这位天帝之子还有如此耐心 他起身走出洞府 找到寻长安 道 你选想收徒吗 此言一出 杨天东 黑玉姬 慕容起不由睁眼 寻长安犹豫道 师父想我收 教导慕容起 已经让他很焦虑 因为慕容起的天赋 比他强 修为已经追上来 以后徒弟比师父厉害 传出去 他还有脸 若是再收一图 还得耽误修行时间 师父 要不我收 杨天东笑问道 看到慕容起的天赋那么强 他早就心仰 韩觉瞪了他一眼 没好气道 给你收 怕是要给其他妖王 送去当孙子 杨天东顿时吃扁 羞愧地低下头去 好吧 师父 要我收谁 山下的弟子 寻长安无奈道 韩觉挥手 直接将山下的方梁挪上来 方梁修为弱 贵了五年 直接贪坐在地上 站也站不起来 他看到韩觉 顿时激动 前辈 您愿意收我为徒 方梁激动地问道 慕容起不懈道 拜师 就凭你 你只能给我当师弟 方梁愣住 韩觉对寻长安吩咐道 欲清觉可以传授给他 荆丹敬前不准他下山 说完 韩觉便走回洞府 至此 方梁败入寻长安门下 成为第二位徒孙 回洞府后 韩觉打坐在床榻上 他摸着下巴思索 大徒弟杨天东 腰胜泄脉 二徒弟苏琪 天庭嫂 靶心转世 三徒弟寻长安 上界太古 临参转世 大徒孙慕容起 神功战神转世 尊号妙真神帝 二徒孙方梁 天帝之子 黑玉姬 上界妖圣转世 本体为黑玉凤凰 混沌天狗 气韵神兽 还有可成仙神的天地草 则则 满门大气韵者 阵容豪华 不知不觉中 韩觉手底下 以金句 集这么多潜力骨 最降的 应该是慕容起 要不然 等他们发育起来 我再飞升 或者让他们先飞升 以后给我撑腰 韩觉默默想到 他摇头失笑 不再多想 继续修炼 又是三年过去 九鼎真人 带着一批弟子回归 其中便有长月 此事在玉清圣宗内 引起不小的轰动 长月本想去拜访 西玄仙子 结果得知 西玄仙子 已经搬去跟韩觉一座山 他不由促眉 不对劲 千算万算 漏了师父 长月越想越慌 仔细回想 韩觉对谁 都很淡漠 唯独对西玄仙子 经常露笑脸 莫非韩觉之所以拒绝他 莫竹 秦鸿玄是喜欢西玄仙子 长月儿连忙找人打探情况 后来得知长教 也搬到苦修城仙山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看来是我想多了 师弟不像是那么 容易动情的人 长月儿立即前往 苦修城仙山 韩觉打开护山大阵 放长月儿入洞府 黑玉记一看到长月儿 鸡头一缩 他记得年幼时 长月儿每次来都摸他的头 甚至会扯他的鸡毛 可谓是童年阴影 师弟 好久不见 长月儿兴奋地叫道 立即扑向韩觉 韩觉抬手一点 定住他 无奈道 师姐 你还想干什么 离开这么久 长月儿的修位 倒是提升了很快 已经是金丹镜九层 最重要的是 长月儿还有炼福 法阵 种植 炼丹等天赋 可谓是全面发展 我这不是想你吗 长月儿忧怨道 心中震惊 师弟这是什么手段 竟然能让他无法动弹 倘若师弟这时候对他 可惜 他无情 韩觉放开他 两人坐在床榻上 开始闲聊 长月儿说起这些年的经历 韩觉认真听着 顺便了解海外 九鼎真人所在的海外宗门并不和谐 也有仇敌 随情的欲亲圣东弟子 还死了数人 韩觉暗自庆幸 幸好当初没有跟着九鼎真人离去 那样的话 麻烦不断 修位肯定不如现在高 两人聊了许久 临别前 韩觉让长月儿搬到这座山来 长月儿欣喜地答应 然后出去选择地点 开辟洞府 不知是不是韩觉多想 长月儿将洞府选择在西玄仙子 秦鸿玄之间 于两者间的距离相差无几 西玄仙子 秦鸿玄前不久出去闯荡了 还未回来 长月儿归来之事 只能算是小插曲 并没有打搅韩觉的道心 韩觉也没 有故意抽出时间来跟长月儿培养感情 而是继续修炼 爱情都是浮云 修位才是最重要 她只有不断变强 喜欢她的人才会更喜欢她 女人永远不可能占据她心中最重要的位置 黄昏之下 山间小道 苏奇提见前行 神情沧桑 风尘仆仆 她正朝着大雁赶去 不知为何 她总觉得 归途比来时更危险 最近遇到的魔修很多 个个都是穷凶极恶之辈 苏奇不由用余光撇向旁边山顶上前行的老者 此人正是她之前在玉妖魔宗废墟内 遇到的渡劫境大修士 名为渡苦 玉妖魔宗被灭 渡苦总觉得遗憾 若不能了解心愿 她日非生 此阶或成心魔 于是 她一路跟随苏奇 想要收苏奇为徒 苏奇已经有师父了 乃能拜她 渡苦也不强迫 一路跟随 帮助苏奇 诛杀了不少魔修 苏奇摸清楚了渡苦的性情 不会依仗修位 强压晚辈 所以 她也敢和渡苦开玩笑 两人现在如同冤家一样 经常斗争 还闹得分分合合 停下 渡苦忽然喝道 吓得苏奇一哆嗦 连忙停下 警惕地看向周围 防备嫡袭 渡苦闪身 来到苏奇身前 脸色阴沉 道 罗求魔 你一直盯着我徒儿 有何企图 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前方树荫下幅 现出一道黑影 难辨真容 身形惊悚 犹如厉鬼 你徒儿 这不是魔主的徒弟吗 渡苦 你若想好好飞胜 就乖乖放手 此次我要了 最快更新 无广告 魔主的徒弟 渡苦惊恶地看向苏奇 神情古怪 怪不得这次一直不答应他 他还纳闷 苏奇的师父 能有他厉害 苏奇皱眉 他心中也很纳闷 自从魔主传他功法 离去后 便再也没有出现 他甚至怀疑 魔主死了 苏奇深吸一口气 看向罗求魔 问道 你为何找我 罗求魔戏卸笑道 赐你一桩机缘 大机缘 苏奇眼神闪烁 权衡利弊 渡苦皱着眉头 不知该如何抉择 前辈 你走吧 多谢你这段时间 以来的照顾 苏奇看向渡苦 认真说道 他看得出来 渡苦很怕罗求魔 态度并不强硬 所以不想让渡苦为难 渡苦犹豫 苏奇想了想 你若是真想了 接你对于妖魔宗的心结 那你便前往大宴 为玉清宗笑了一段时间 我出自玉清宗 后来才加入玉妖魔宗 玉清宗相当于我的故乡 渡苦叹了一口气 好不容易要飞升 他自然不能为了一位小辈 放弃大好前程 嗯 玉清宗 罗求魔差一想到 杀他师父妖宠的人 不就是来自玉清宗 这是机缘巧合 还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术 苏奇看向罗求魔 道 你带我走吧 不知为何 罗求魔对上苏奇的眼神 莫名的心绪不宁 长月儿回来后的第三年 韩爵将六道轮回宫的第八层彻底练成 第八层星 法无比深奥 涉及到不少关于阴阳的真意 这些年 他一边纳气修炼 一边学习第八层星法 练成第八层星法后 一股庞大的记忆 涌入韩爵的脑海 神通 六道轮回宫的一些特定境界会附带神通 之前的六道吸魂 六道应急让韩爵受用无穷 他很期待 此次的神通会是什么 韩爵进入玄奥的顿悟状态 天地草微微摇动 数日后 韩爵掌握了新神通 轮回之门 顾名思义 可以踏入六道轮回的门 他可直接将魂魄丢入六道轮回内 也可借着轮回之门踏入阴间 这神通很顶啊 韩爵心情美滋滋 由此神通 以后打不过 还可以逃到阴间去 他最喜欢防御 逃跑相关的手段 韩爵跟着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罗球魔 之后是爵眼道人 朱雀 莫幽灵 一个个来 韩爵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X10023 咦 有些精彩 不再是清一色的挨打 多了一些新花样 不祥之力 是指什么 邪碎 韩爵不由畏大舅子莫哀 形红悬的悟性得到增长 看来他去的洞天伏地 很不简单 看到绝眼道人 罗球魔被他诅咒成功 韩爵高兴地想拍手 等等 苏奇传播 没运给罗球魔 这么巧 这两人撞上了 韩爵陷入深思中 四个日常目标中 他对罗球魔下手最狠 他也不怕诅咒错 因为在诅咒的过程中 他不断给厄运书 灌输自己的一时 与宣秦军 有因果关系的罗球魔 韩爵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厄运书的诅咒 罗球魔才碰见苏奇 因果之力是天地间最诡异 玄傲的规则之道 韩爵想不通 索性不再多想 罗球魔最好是没死 这样才彻底断绝 找他复仇的可能 虽然宣秦军信誓旦旦地保证过 可韩爵从不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 仇敌最好是死了 否则后患无穷 一个月后 韩爵将弟子们换入洞府 黑玉姬也跟来 韩爵让他们自己找地方坐下 方梁差点踩到天地草 惊得天地草大叫 吓得方梁一哆嗦 这是我养的仙草 你们小心点 韩爵皱没到 方梁吓得脸色苍白 生怕得罪韩爵 黑玉姬来到天地草前 好奇地问道 主人 您什么时候养的 韩爵平静道 忘了 今日叫你们来 是为师想为你们讲道 你们若有修行上的疑惑 皆可提问 达道度洁尽后 修为增长速度就慢了 他可以抽出少许时间 教导弟子 文言 众人惊喜 纷纷败谢韩爵 讲道开始 韩爵将自己的剑道 讲述给弟子们听 虽然纯粹的剑修很少 但爵大多数修士都会练剑 剑乃百兵之君 很符合修仙者的气质 七日后 韩爵停止讲道 众弟子皆有所悟 包括黑玉姬 韩爵开始为他们一一解惑 持续十日后 众弟子才走出洞府 师祖的道横 真是高深啊 慕容起感慨道 满脸敬佩之色 方梁跟着点头 杨天东握紧双拳 下定决心 以后再也不能诞生 想出去的杂念 他要跟着韩爵好好修炼 听韩爵的讲道 胜过在外闯荡百载 寻长安一言不发 走到悬崖边 开始修炼绝情飞剑 洞府内 韩爵拿出宣秦君赠予他的丹药 服下后 开始吐纳天地灵气 天地草忽然开口道 主人 我以后当剑修 怎么样 剑修草 可行 或许你会成为六界第一剑 韩爵微笑道 笑得颇未宠密 天地草一听 更加兴奋 恨不得立即化形 韩爵预测 最多五十年 天地草就能化形 得益于苦修成仙山的灵气 众弟子都在安心修炼 欣欣向荣 这让韩爵很满意 这才是 他向往的修仙生活 岁月静好 哦 除了混沌天狗 还没回来 最好别回来了 群山环绕 山间平地上 有一座庞大的祭台 混沌天狗趴在祭台上 被一条条长满尖刺的藤蔓捆绑 银白色的毛发 都被染红大片 祭台被魔修们围成一圈又一圈 一名身穿黑色道袍的中年男子 拔出腰间的剑 剑指混沌天狗 道 即时即将到来 以神之血 换魔之心 而等准备好迎接魔帝降临吗 恭候魔帝降临 所有魔修一口同声的喊道 每一个人的脸上 都写满狂热之色 最快更新 无广告 一群爬虫 快放开本王 你们知道本王是谁吗 混沌天狗 听到黑袍中年人的话 破口大骂 他的骂声 直接盖过在场所有魔修 知道青蟒大圣吗 他就是死在本王的主人手下 你们动本王 考虑过后果吗 等本王的主人杀来 必将你们措骨扬灰 混沌天狗越骂 声音越小 因为他发现 这些魔修疯了 毫无无惧 依旧狂热地望着他 他慌了 难道他真的要成为魔帝的忌骗 临死关头 混沌天狗心绪涌动 可谓是五味杂陈 他回忆这些年 有风光过 但大部分时候都很痛苦 他皮气脸 一言不合 就要与人 与妖疏死搏斗 可他势单力薄 往往落得被围殴的悲惨下场 怎么办 要死在这里吗 混沌天狗荒的不行 狗身开始颤抖 他祈祷 有人能来救他 直到魔修的剑落 在他身上 开始放血 他才明白 没有人会来救自己 他开始绝望 无尽的悔意 涌上他的心头 若是上天 给他重来的机会 他一定不会离开 苦修成仙山 他一定要听鸡爹的话 可惜 没有重来的机会 五年过去 韩爵终于 突破至肚结晶二层 宣秦军给他的丹药 已经服完一瓶 效果还不错 这样的丹药 肯定价值连城 宣秦军对他的这份情谊 有点大 以后若是无以回报 只能以身相许 突破之后 韩爵拿出恶运书 开始诅咒仇敌 同时查看邮件 很快 他皱起眉头 你的神宠混沌天狗被陷阱 沦为魔地记奈何的作息 魔地记奈何 那是什么玩意 韩爵顿时来了火气 他虽然嫌弃混沌天狗 但再怎么说 也是他的狗 魔地陷记他的狗 问过他了吗 韩爵二话不说 直接拿出恶运书 开始诅咒纪奈何 天高地远 他想找混沌天狗也找不到 只能这般出气 破天荒的 韩爵一口气阻咒了三个月 纪奈何能出现在人间 说明修位也不会比朱雀 绝眼到人强 最多也就大沉静 由于记奈何眉 有对韩爵产生好感或者仇恨 韩爵也瞧不现他的动静 韩爵起身找到李清子 打探魔地记奈何的情报 魔地记奈何 那是魔秀的传说 虚无缥缈 就算是真的 估计早就飞升了 李清子摇头道 韩爵问道 你能帮我调查吗 不用大动干戈 在中门内打探就好 那自然没问题 对于韩爵的请求 李清子从不拒绝 他立即行动 韩爵回洞府 他感受到西玄仙子已经回来 由于片刻 决定前去拜访 来到西玄仙子洞府前 韩爵还没开口 洞门就打开 他跟着走入洞府 西玄仙子的洞府很简洁 没有过多的装饰物 洞内迷漫着一股淡淡的幽香 他打坐在蒲团上 缓缓睁开美目 韩爵走到他面前坐下 笑问道 最近仙子可有收获 西玄仙子轻笑道 确实有收获 韩道有真乃玉清圣宗的福星 自从你加入后 玉清圣宗不仅强盛起来 我等长老的气韵也得到提升 先前外出历练 没有空手而归 仙子说笑呢 没错 就是我带来的气韵 韩爵暗自得意 在他看来 除了他 还与慕容起 方良等人有关 这些弟子的气韵 汇聚在玉清圣宗的气韵中 服则全宗 两人聊了一会儿 实在是无话可聊 便开始论道 数日后 韩爵起身离去 望着他的背影 西玄仙子嘴角微微上扬 然后闭目继续修炼 走出洞府 韩爵纳闷 怎么好感度没有提升 这么难攻略吗 莫非西玄仙子 已经斩断情思 韩爵笑了笑 也没有多想 他只是兴趣使然 也没有一定要什么结果 李清子忽然出现在韩爵面前 问道 韩长老 你怎么从师妹洞府里出来 他的语气有些警惕 韩爵无语 你为了天罡精深 已斩断南根 为何还吃醋 拜访一下而已 毕竟我曾是玉忧风的弟子 打探到纪奈何的情报 韩爵随意道 他的态度 让李清子卸下警惕 李清子回答道 我从祖师爷那里打探到 纪奈何曾是一皇朝的皇帝 修炼魔功 走火入魔 千年后 他竟恢复神志 等他回到自己的皇朝时 发现皇朝早已江山更替 恼怒的他血洗皇朝 从此成为魔头 因残暴不仁 杀戮无数 他闯出魔帝之名 曾统一过天下魔修 全力滔天 直至飞升 不过 他并没有飞升成功 而是死在了天结中 因他是第一位 统一过天下魔修的人 魔帝之名 在魔道被奉为仙神 事迹倒是很传奇 不过死在飞升天结中 就显得有些拉胯 甚至还不如绝眼道人 绝眼道人 至少飞升成功 这样看来 纪奈何是通过 混沌天狗的献祭才复活 韩长老为何打探纪奈何 莫非纪奈何的魔徒们 要卷土重来 李清子紧张地问道 玉清圣宗刚太平没多久 他可不想被打破 随便问问 我会去修炼了 韩爵抱拳笑道 然后转身离去 李清子不信 暗自猜测 莫非魔帝记奈何复活了 他走到西玄仙子的洞府门口 笑问道 师妹 我能进来跟你叙叙旧吗 不能 李清子失魂落魄地离去 一年后 玉清圣宗迎来一位贵客 一名杜洁静大修士 愿担任玉清圣宗的克勤长老 守护玉清圣宗百年 此消息迅速轰动玉清圣宗 此人正是杜苦 杜苦发现玉清圣宗内联 和体勤修士都没有 顿时对玉清圣宗不感兴趣 至于清莽大圣之事 早已过去多年 长老们已经不提 韩爵检测到杜苦的信息 杜苦 杜洁静三层 曾是玉妖魔宗弟子 目前为云游散修 玉妖魔宗 韩爵皱眉 心中顿时升起杀意 要不要杀了这次 转念一想 玉妖魔宗覆灭之事 跟他没有关系 杜苦目前表现出来的 也是好意 再看看 若是杜苦有异常之举 那韩爵会直接出手 保险起见 韩爵还是用模拟试炼试探了一下 嗯 秒杀 彻底放心 纪奈何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三星 韩爵眼前忽然冒出一行字 他不由愣住 纪奈何对我产生仇恨 韩爵第一反应就是 混沌天狗出卖自己 可转念一想 不对 这狗子要是容易出卖他 早就出卖了 莫非纪奈何 读取了混沌天狗的记忆 很有可能 正好 让老子来摸摸你的底 韩爵调出人际关系 很快就找到纪奈何 这次的头像 长得就很阴柔 摇曳 很有黑白无常的形象气质 纪奈何 大成径三层 凡间魔地 其魔徒寄陷了你的神宠 混沌天狗 将纪奈何从墨渊中召唤回来 纪奈何抽取混沌天狗的魂魄 知晓你的存在 对你充满忌惮 若是有机会 定会诛杀你 当前仇恨度为三星 大成径三层 就这 还不如他的道 吕轩秦军修位高 这也敢自称魔地 韩爵暗自鄙夷 旋即开始为混沌天狗担忧 这狗子不会死吧 韩爵就算找到混沌天狗 也未必能救得了它 当务之急 仍是努力修炼 韩爵深吸一口气 拿出恶运书 先诅咒计 奈何半个月 再修炼 云海之上 一团黑云急迟而过 云上打坐着两道身影 其中一人便是苏琪 另一人是黑影 看不清真容 犹如人的影子 正是罗球魔 前辈 我们到底要去哪儿 苏琪问道 自从跟了罗球魔 他们一直颠沛流离 经常遭遇天灾 也会晤 入上古境地 可谓是苦不堪言 罗球魔冷哼道 一直问问问 你有完没完 那我就告诉你 我们去找魔地 自从遇到苏琪 他就没顺过 他甚至怀疑 苏琪是灾星 魔地 他与魔主是什么关系 苏琪好奇问道 没什么关系 同属魔道罢了 谁更强 难以比较 魔地属于更久远的年代 成就更高 什么成就 他统一过天下魔道 那您把我送给魔地 是给魔地当手下 帝皇之下 肯定有将领兵族 你倒是想得很明白 两人开始有一句 没一句的闲谈 轰隆隆 天边云海尽头 出现一片雷云 无比辽阔 庞大 电闪雷鸣 让天穷的气氛变得压抑 罗球魔心了一尘 糟糕 莫非又要遇到天灾 一晃眼 又是数年过去 检测到你已满五百岁 人生再次迈出一步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立即出关 荡平魔道 名震天下 可获得一件太乙灵宝 二 继续修炼 远离世俗 不主动惹事 可获得一件太乙灵宝 奖励相同 那就遵从本性 韩觉默默选择第二个选项 你选择继续修炼 远离世俗 获得一件太乙灵宝 恭喜你获得太乙灵宝 九重登天靴 九重登天靴 太乙级六品灵宝 蕴含风之真意 可一步登天 踏至九重天 不错 可以增强跑路能耐的灵宝 韩觉立即拿出九重登天靴 开始认住 他决定将自己正在穿的九星踏灵靴 送给行红旋 九星踏灵靴乃是五品灵宝 大小可随缴变化 反正行红旋经常在外 也需要一双灵宝靴子 半个时辰后 韩觉穿上九重登天靴 他直接跳出先天洞府 开始凭借着九重登天靴的力量登天 紧紧一步 大地变得渺小 再登一步 韩觉看到了满天星辰 再往上一步 韩觉被一股无形避障挡下 他低头看去 凡间并非跟地球一样是圆的 而是一片无比辽阔的大陆 周遭是数不清的星辰 闪烁着微弱的亮光 韩觉抬手 触摸到那层无形的避障 这到底是什么 冲破这层避障 是否就是飞升 仙界又在哪 韩觉扫是浩瀚星辰 想要找到仙界 但根本找不到 别看了 仙界并非在其中 凡间之外的星辰 据说是一卷图画 乃仙神的法宝 凡间被天规困住 得到天规的允许 便能飞升 天规对飞升的最低要求 便是渡洁境 一道声音传来 韩觉瞥眼看去 说话者正是渡苦 欲卿圣宗的克卿长老 韩觉问道 你为何没有飞升 渡苦回答道 为了还愿 守护欲卿圣宗百年后 我便会飞升 他看向韩觉 眼神充满深意 道 没想到欲卿圣宗 还有阁下这等大修士 能来到这里 至少也是渡洁境的修位 和体境修士 可上不来 实不相瞒 我来欲卿圣宗 是受你们一位弟子所托 此子名为苏奇 他被大魔修罗 求魔抓住 罗求魔乃荡精魔道五尊之一 他说苏奇 还拜过魔主卫师 罗求魔 魔主出世 这天下怕是要大乱 百年后 道友要不要随我一同飞升 你我飞升之后 还能互相照应 渡苦认真说道 罗求魔 魔主 在家刚复活的魔殿 魔道是要文艺复兴 韩觉晚俱道 不了 现在飞升太早 上界的麻烦 必定不会比凡尖小 若没有自保的能耐 我是不会飞升的 渡苦摇头失笑 看来这位道友的寿命还长 唉 这就是天资 韩觉问道 魔道五尊有乃五位 渡苦也不隐瞒 道 罗求魔 魔君 血魔老祖 贪魔罗汉 白发魔孤 这五人 皆是魔道的顶尖大能 都是大成 不清楚 即便不是 估计也快了 那正道 就没有与他们抗衡的大能 自然有 不过正道的大能 多是苦修之事 常年闭关 临近飞升 大多都不愿惹事结仇 韩觉听后 若有所思 韩觉犹豫了一下 道 我得到消息 魔帝复活 你觉得会不会与魔道五尊相关 此言一出 渡苦脸色大变 魔帝复活 糟糕 道友 此事不要再谈 我等还是闭关修炼吧 渡苦丢下这番话 便消失在原处 韩觉皱眉 魔帝有这么吓人 他跟着回到仙天洞府内 刚才的交谈 至少证明 渡苦没有恶意 此人虽修位高深 但明显怕事 应该不会危害 欲卿圣宗 为了保险起见 韩觉又起身 前去收回长院 西玄仙子的天之傀儡 准备更新一下傀儡的灵力 将他们提升 道度洁净修位 星红玄还未回来 只能下次 一个月后 两具天之傀儡 顺利更换灵力 韩觉将两具傀儡 还给西玄仙子 长院 他没有跟两女多聊 立即返回 来到扶桑树下 徒子徒孙们都在修炼 韩觉的目光看向方良 方良已经达到 筑基径三层 说实话 资质有些差 毕竟苦修成仙山的灵气 无比浓郁 慕容起 寻长安已经突破 智园阴境 要不要帮帮这小子 韩觉默默想到 方良达到金丹境后 气韵便会一飞冲天 韩觉有些好奇 会怎样一飞冲天 算了 让他自食其力 免得膨胀 韩觉摇了摇头 便禁止走回先天洞府 他刚进去 扶桑树上的黑玉姬跳下来 道 来来来 斗斗法 除了小梁子 你们一起上 慕容起当即起身 突破至原音境后 他就想跟黑玉姬试试 黑玉姬仗着修位高 经常欺负他们 再加上辈分 慕容起也不敢埋怨 杨天东跟着起身 寻长安倒是不感兴趣 随后 黑玉姬 慕容起 杨天东飞至云端之上 开始斗法 这样的斗法 在如今的玉姬圣宗 已经不会引起太大的影响 玉姬圣宗的原音境修饰越来越多 原音境已不再是 玉姬圣宗的一流水平 九鼎真人重新接管掌教之位后 大力整顿玉姬圣宗 无论是外门 内门乃至密殿 弟子们的平均实力 都在大幅度提升 他的管理制度也很不错 很明显 他比李清子更适合当掌教 因为修位的原因 李清子面对许多长老 都是讨好的态度 九鼎真人 乃容须近九层的修位 距离和体近已经很近 玉姬圣宗内 比他强的人寥寥无几 长老们面对他 不敢摆谱 在九鼎真人的强势掌管下 玉姬圣宗和血炎天门 真正开始融合 目前已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这一切与韩绝无关 九鼎真人也没有打扰韩绝 每次长老开会 都没有请韩绝 但关于苦修城 仙山的灵气栽培 一直没有停止过 时不时就会弟子过来翻新山上的天才地堡 韩绝之小谋到蠢蠢欲动后 便有了危机感 接下来一段时间 一直不出关 足足十年过去 他将宣秦君的两瓶丹药 全部服用完 再加上十年的那气 终于突破至渡截近三层 韩绝不满意 修位增长速度有些慢了 他将宣秦君的修位 压制到大城近三层 人无法击败他 也就是说 他大概率打 不过魔地 突破之后 韩绝拿出恶运输 诅咒姬奈何 其他人可以不诅咒 姬奈何必须安排 免得这次哪天脑子抽了 飞过来干他 一边诅咒 韩绝一边查看邮件 你的徒弟苏琪传播没运 罗球魔减兽千年 该效果将持续 你的神宠混沌天狗 遭遇魔修袭击X8211 你的道旅行红旋 遭遇正道修士袭击X17 你的道旅轩 秦军离开人间 你的道旅行红旋 偶遇机缘 北大能修士指点 道行大掌 你的好友黄机浩 遭遇魔修袭击X39 你的好友莫副仇音 不祥之力 化为真魔 你的好友周凡 遭遇你的好友 莫副仇袭击 肉身被撕碎 魂魄信得你的好友 宣施施相救 你的好友宣施施 遭遇你的好友 莫副仇袭击 道行衰减 韩绝看得皱眉 他不由想起 数十年前青莽大圣 掀起的妖族风潮 现在是魔修纵横 连莫副仇都变成真魔 莫非魔族被添幼了 周凡太惨了 又死了 这一次 还是被好兄弟所杀 绝对走的是 苦大仇身热血路线 韩绝还注意到黄吉浩 这被袭击次数 直接刷新记录 他记得黄吉浩 也是先天气运者 天生见星 修位增长得也很快 都快达到容虚境 魔道横行 更不能出去浪 我得提醒一下他们 韩绝默默想到 他立即传言给徒子徒孙们 让他们千万不要出去 他还告诉李清子 让李清子提醒一下九鼎真人 自从九鼎真人回来 这次就经常外出 励志将御清圣宗 打造成十周九招修真界的 最强宗门 韩绝总算明白 李清子之前为何那么浪 原来是传承 刷完日常任务后 韩绝继续修炼 争取早日能击败宣秦军 否则总是没有安全感 一座残破的皇宫大殿内 一名身穿黑色龙袍的白发男子 坐在龙椅上 他面容英俊妖异 嘴唇深红 一看就不是善类 他便是魔帝纪奈何 龙椅旁边 趴着混沌天狗 混沌天狗的脖子上 拴着一条黑色铁圈 使得他更像一条 看家户院的狗 混沌天狗麻木地盯着前方 彭腐失去了灵魂 终于回来了 妮可之阵当年的皇朝 有多凡胜 纪奈何难难自语 混沌天狗没有回答 他已经习惯纪奈何 自说自话 在他看来 纪奈何绝对是疯子 就在这时 一阵脚步声传来 只见两道身影走入店内 混沌天狗下意识一瞥 然后愣了愣 他眨了眨眼睛 仔细看去 表情变得惊恶 是不是 主人的徒弟 苏琪 跟着罗球摩的苏琪 也瞧见混沌天狗 但他没有多想 当年他离开前 混沌天狗还是一条肥狗 憨厚可爱 如今看起来很是凶恶 魔帝陛下 在下乃罗球摩 愿为魔帝 陛下效力 罗球摩抱全笑道 纪奈何面无表情地打量他 道 便是你安排人召唤朕的吧 说吧 若是朕统一天下 你想要得到什么 罗球摩笑道 陛下能统一天下 那便是我最想要的 我他日飞升 定然是去加入上界的魔宫 此乃魔宫梦中 托于我们的任务 纪奈何微微点头 他看向苏奇微微皱眉 问道 此人是谁 不知为何 他看到苏奇 本能的不舒服 此乃魔主的徒弟 给魔主传承 魔主忙着修炼 婉拒了我的邀请 让他的弟子来为您笑力 罗球摩回答道 他其实也瞧不上苏奇 但苏奇的身份重要 代表魔主 能帮助他们 更快地整合魔道 纪奈何问道 魔主不想为朕笑力 罗球摩回答道 此人性情孤僻 又是杀 不加入我们也好 只要有他的态度足矣 纪奈何面无表情地点头 他缓缓抬起右手 只向旁边的混沌天狗 对苏奇道 从今以后 你就帮朕扬权 顺便看管他 苏奇不敢拒绝 只能答应 混沌天狗暗自一喜 莫非苏奇是主人 安排来救他的 这样也好 至少身边是自己人 朕想你帮一个忙 纪奈何盯着罗球摩 但莫地说道 何事 前往大雁 找到一只名为玉清宗的宗门 诛杀一名叫韩绝地修饰 此言一出 混沌天狗 苏奇皆是动容 罗球摩愣住 又是玉清宗 怎么摩地 也想对付玉清宗 嗯 我有空就去 罗球摩硬下来 对于此事 他没有放在心上 大雁太远 他才懒得去 况且 魔君已经接下此事 他犯不住再去 对于纪奈何的吩咐 罗球摩感到隔应 刚见面 就吩咐我做事 我说愿为你效力 是客套话 不过那位名为韩绝的修饰 对纪奈何做了什么 竟然让纪奈何想杀他 纪奈何才回来多久 罗球摩对韩绝产生兴趣 在他看来 死在修行路上的人 注定得不到大道 都是失败者 纪奈何只是摩到复兴的工具罢了 随后 罗球摩行李离去 纪奈何望着他的背影 眼神闪烁 韩绝一脸问候 这是什么鬼 莫非诅咒出感情了 他立即查看人际关系 韩绝乐了 磨到五尊语计 奈何要内讧 他立即拿出厄运书 继续搞罗 球摩的心态 说不定暴躁的罗球摩会 因此跟魔帝撕破脸皮 三年后 方良的修卫卡 在住几近九层 寻长安发现 他的资质到头 无法再更上一层楼 方良得知此事 如遭雷击 整个人都失魂落魄 就在这时 韩绝叫他进入先天洞府 方良紧张 莫非师祖要将他逐出师门 黑玉姬 杨天东 慕容启可都是天纵奇才 他的资质确实比不过 进入洞府后 方良小心翼翼地绕过天地草 来到韩绝面前跪下 徒孙拜见师祖 方良紧张地开口道 不敢去看韩绝 韩绝抬手 放在他的额头上 六道灵力探入他体内 方良体内有一团气 堵塞着他的丹田 让他无法练成金丹 这团气很神秘 换作和体经修士 都未必能发现 怪不得寻常安发现不了 韩绝面膜表情道 方良 你修行追求的是什么 方良紧张极了 由于片刻 道 成仙 成仙是为了什么 自然是为了永生 你会被权力 利益 女人牵绊住修行的脚步吗 以前不会 将来也不会 我父母双亡 无依无靠 是师祖收留了我 师祖的修行里面我非常赞同 万般皆下品 唯有修行高 我若给你一肥冲天的机会 你以后会怎样 啊 我愿为师祖粉身碎骨 在所不惜 嗯 不对 是潜心修炼 不理事事 绝不给师祖惹麻烦 看到方良诚惶惶惶 韩绝满意点头 这才对 韩绝立即将自己的六道灵力 灌入方良体内 轻声道 你师父说你天资不行 那我便为你创造天资 方良感受 折体内澎湃的灵力 面露惊喜与震撼之色 师祖的修位到底有多高 五行 还不算最高 韩绝暗自不满 跟着道 哼 天命所限 我的徒孙岂能被天命所限 既然如此 那我便牺牲点道行 他这自言自语让方良大吃一惊 为了自己 师祖竟然要牺牲道行 方良的眼睛都红了 韩绝面无表情 心里乐得不行 还是得玩套路啊 哄 方良体内的那团气 被韩绝震散 在韩绝的帮助下 方良的灵力不受控制 开始凝结金丹 气散的瞬间 方良有重被打通任督二脉的感觉 感官都变得清晰 天地在他的感知 终变得截然不同 这就是蜕变 方良对韩绝感激涕零 兴奋的同时 两行泪水不争气地留下 师祖苦修这么多年 为的就是增长道行 结果因为他这位不成器的徒孙 如今折损了道行 他方良拿什么选 方良扪心自问 自己对韩绝而言 没有任何帮助 甚至是累赘 仅仅因荡出的一面之缘 韩绝便改变了他的人生 从今以后 师祖便是我的天 我最重要的人 方良在心中发誓 与此同时 洞府外的天穷出现一变 欲清圣宗的上空 出现七彩霞光 云海翻腾 好似神兽在嬉戏 很快 天穷开始下雪 下的是金雪 云雾神似人形 犹如天女散花 今夜欲清圣宗所有弟子 这般意象是怎么回事 这是天道在庇护我们欲清圣宗啊 我修行三百载 还是头一次瞧见这样的意象 我们欲清圣宗的气运要长 莫非有天纵之才 横空出世 扶桑树下 黑玉姬 寻长安等人也被惊验到 长院 第二 李清子 西玄仙子 不由走出自己的洞府 管看天地意象 韩爵没有在意外面的一切 他用六道灵力封锁洞府 避免方良发现外面的意象 他要让方良觉得 自己是普通人 明明气蕴强到爆表 却认为自己平平无奇 这样的人设定能方良活得更久 韩爵不希望方良走上周凡的人生道路 次日 方良成为金丹静修士 走出先天洞府时 他有众恍若格式的感觉 寻长安看向他 惊讶问道 你突破了 多亏师祖相助 方良点头道 寻长安 杨天东 非玉姬 慕容起诧异 莫非昨日的天地意象 是师祖所谓 也对 逆天改命本 就是大事 他们对韩爵肃然起敬 为了一名天资有限的徒孙 能做到这个份 他看似淡漠 实则有一颗温暖的心 方良没有多说 走到扶桑树下开始修炼 不到半年 他便突破至金丹静一层 三年后 再突破 金丹静二层 这般速度 算是很快了 这一日 方良拜访韩爵 韩爵疑惑 让他入府 师祖 刚才天上掉下来一块石头 里面蕴含极为浓郁的灵气 应该是宝物 他砸在我头上 我想将他献给你 方良一边说着 一边拿出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全头斑大 成深紫色 一看都不是凡石 韩爵接过 挥手示意他离去 这就是天地之子吗 家门不出 就能有机缘送上来 离谱 韩爵开始打量这块石头 带方良离开洞府 天地草忽然叫道 我见过这块石头 你见过 韩爵瞥向天地草 漫不经心地问道 天地草回答道 我上一位 他修炼时 就拿着这样一块石头 仙神拿的石头 韩爵盯着手中的 身子石头 若有所思 他用神石仔细查看 可惜 无论怎么看 这就是一块灵石 只是蕴含的灵气远超 其他灵石 韩爵将这块石 投丢到天地草旁边 想看看这块石头 有什么效果 若只是灵石 那就不值得 仙神日日拿着手中 韩爵闭目 继续修炼 当他忙于修炼时 天下修真界 却是风起云涌 摩羞越发活跃 这让正道预感不妙 之前青蟒大圣席卷天下时 魔道宗门都是直接开溜 与青蟒大圣开战的 大多是正道宗门 所以青蟒大圣死后 正道要弱于魔道 在这样的情况下 摩羞的活跃令人不安 直至 一则消息传遍整个修真界 数千年前的魔帝 竟然复活 魔帝又要创立魔道皇朝 一支由魔修组织的皇朝 他正在招纳天下魔修加入他 一时间 魔帝的各种传 说在世间流传 七年后 关于魔帝复活的消息 传入大宴 而这时 魔道皇朝已经建立一段时间 称霸一方 九鼎真人召集长老们 与主峰一师大殿 李青子也来了 当李青子听到魔帝复活时 表情古怪 唉 天下又要大乱 怕什么 魔帝距离我们远着呢 修真界本 就是正魔轮流强势 这也是英雄人物 层出不穷的原因 我们不必太担忧 没错 青莽大圣之前那般强盛 还不是死了 魔帝曾经统一过天下魔修 那可都是多少年前 时代早已变了 九鼎真人注意到 李青子神情古怪 似乎欲言又止 他忽然想起什么 问道 李长老树十年前就打探过魔帝 莫非知道什么 此言一出 所有人看向李青子 李青子犹豫到 数十年前 斩神长老让我专门调查过魔帝 或许他算到了什么 但他没有多说 也希望 我不要把此事传开 九鼎真人皱眉 长老们也不禁怯怯私语 观忧刚沉印道 莫非斩神长老早就算到修真界会 有这一场浩劫 之所以不说 是怕我们担心 长老们觉得有道理 纷纷赞同 他们都知道 玉青圣宗的真正支柱 是斩神长老 连斩神长老都专门打听 可见 这场浩劫不会小 既然如此 玉青圣宗的贡献任务 全都限制在大宴内 在大宴之外的弟子 全都召集回来 九鼎真人下令道 柳不灭开口道 长教 我想把血炎天门 直接搬到大宴来 可以吗 九鼎真人摇头道 大宴可没有那么多地方 让你们修炼 建立传送法阵吧 好 当日 玉青圣宗的长老们 开始忙碌 韩绝并不知此事 他仍在修炼 距离度竭近四层 还有一段距离 这一日 天地草药化形了 诡异的是 他化形竟然没有遭遇天结 妖怪化人形 都是要历经天结的 韩绝看向他旁边的身子石头 莫非与他有关 天地草泵 发出耀眼白光 洞府内的灵气 疯狂涌入他体内 韩绝眯眼 这化形方式 是宝可梦 还是数码宝贝 韩绝暗自打去 枯燥的修炼岁月里 他就喜欢脑补前世之事 来填补空虚 大概过去三个时辰 天地草中于化形成功 与韩绝预想得有些偏差 并非活泼蠢萌的少女 而是一名看起来很高冷的女子 韩绝面不改色地 从小乾坤腰带里 掏出一件道袍丢给他 让他穿上 天地草穿上道袍后 笑道 主人 我这副形象如何 韩绝道 还行吧 男人点评女子的容貌时 还行就是美 这是我上一位主人的容貌 天地草回答道 韩绝挑眉 不由重新打量天地草 一身白袍的他更显冷淡 黑发随意披散 面容绝美 双眸 旁腐闪烁着微光 秀眉翘眉 鼻子与嘴唇 也恰到好处的完美 不得不说 这副容貌与身材 确实配得上仙神女子 在韩绝认识的女子中 也就西玄仙子能比 主人 我以后叫无道剑如何 天地草扭着 身子说道 他也在打量自己的身躯 韩绝脸部微微抽动 悟道剑 一名仙子叫这个名字 算了 就这个吧 懒得想 反正它只是一株草 嗯 韩绝点头同意 从此 天地草改名为无道剑 无道剑眨了眨眼 问道 主人是不是该传说我见到 韩绝有些不适应 之前的天地草杂杂乎乎 跟毛头丫头一样 现在说话都很成熟 反差太大 那我先传授你 绝指神剑 就这样 韩绝开始手把手地传授物 道剑剑法 时间匆匆 修真界之变化 犹如江海 时而平静 时而惊涛骇浪 欲清圣宗 一直处于平静之中 十三年过去 韩绝终于突破至 杜洁境四层 他惊喜地发现 自从生死石头出现后 先天洞府的灵气 一直在长 使得他的突破速度 并没有 有比以前慢太多 悟道剑的资质 也让韩绝有些意外 化形后 悟道剑修炼速度更快 他在剑道上真有天赋 比韩绝的徒子徒孙还强 目前 他已经掌握绝指神剑 三清绝影剑 韩绝没有继续传授 主要是他的修位 还不够雄厚 无法驾驭更将的剑法 大概又过去半年 行红旋回来了 他一看到悟道剑 脸色瞬间变了 他沉声问道 你是谁 悟道剑回答道 悟道剑 什么破名字 行红旋心中极为不爽 他看向韩绝 韩绝面膜表情道 你先去洞外修炼 出去 悟道剑撇嘴 这还是他第一次 被韩绝赶出来 不过 他不敢违背韩绝的意志 只能不情愿地出去 他一出去 可把杨天东等人吓坏 师父的洞府里 怎么跑出来一名仙子 他是我先前养的 一株灵草所化 可以增强我洞府内的灵气 韩绝简单地解释了一下 这句话倒是真话 一株灵草 行红旋幽怨道 夫君 你若是想女人了 可以跟我说啊 我以后不出去了 搬过来陪你吧 想都别想了 不要打扰我修炼 可是我想你啊 你有天之傀儡还不够 啊 行红旋的俏脸瞬间通红 莫非他做那些事的时候 被韩绝注意到了 韩绝转移话题 问道 这些年过得如何 他想问有没有宝贝 又觉得太直接不好 伤感情 行红旋坐到韩绝身旁 开始讲述这些年的经历 他偶然遇到一名魔道大能 还被指点修炼 那位魔道大能 乃是魔道五尊之一 白发蘑菇的徒弟 乃和体精大修士 想收行红旋未徒 行红旋说 自己有夫君 要先回去询问一番 那魔修虽不悦 但还是同意了 夫君 和体精大修士 你怕得罪吗 行红旋问道 他的语气 充满调侃意味 连度洁净的腰圣 都打不过他夫君 区区和体精 何惧之有 韩绝正色道 怕呀 毕竟他背景强 万一打起来 我打死他了 他请他师父帮忙 我还得想办法 打死他师父 很麻烦的 行红旋愣住 无言以对 韩绝道 最近外面不太平 就不要出去了 你都已经原因尽了 寿命应该接近千年吧 原因尽 没错 这婆娘已经达到原因尽 韩绝觉得他 才是真正的凡人修仙 拼机缘 行红旋点头 道 我也觉得外面要乱了 魔修越来越多 那位女魔修 说魔道要崛起 天下魔修会 以魔帝未尊 再席卷天下 夫君 你觉得魔帝能做到吗 不能 为何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这是天道 行红旋陷入思索中 韩绝有些遗憾 这婆娘出去这么多年 都没有捡到好宝贝吗 行红旋右手一翻 道 夫君 这些年我虽有机缘 但没有遇到拿得出手的宝贝 此物如何 你看得上吗 韩绝看向他的手心 那是一块水晶碎片 偏粉红 他将水晶碎片拿起来 下意识将神石探入其中 他感受到一股抵抗力 韩绝皱眉 神石强行突破 轰的一声 水晶碎片瞬间化为肥灰 韩绝的神石捕捉到一段记忆 那是一片宫殿 位于云海之上 犹如仙境 有不少仙女在天穷上嬉戏 还生笑语 这一段记忆被韩绝读取后 他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神石竟然增强不少 有意思 这一切发生得很快 行红旋还没有注意到韩绝的异常 便已经结束 不错 确实是好宝贝 韩绝满意笑道 然后取出九星踏灵靴 赠予行红旋 礼尚往来 行红旋忽然抓住韩绝的手 将身子贴上来 他凑近 略带喘息地说道 夫君 韩绝叹息 老老实实地脱衣 行红旋制止他 媚眼如丝 俏皮地笑道 别急吗 慢慢来 我们先穿着衣服来 韩绝皱眉 这婆娘的寸进尺啊 一个月后 满脸笑容的行红旋 走出先天洞府 朝阳天东 寻长安等人 微微点头 便转身离去 悟道见醋眉 低声问道 他身上 怎么有如此浓郁的主人气息 扶桑树上的黑玉姬怪笑道 因为他吃过主人 啊 悟道见大惊 连忙起身冲入先天洞府 寻长安摇头笑道 问世间情为何物 黑玉姬哼道 妾儿死了 寻长安的笑容瞬间凝聚 黑玉姬并非开玩笑 妾儿确实死了 就在十年前 外出历练时 死在外面 李亲子知晓他与寻长安的过往 特地告诉了他一声 那几年 寻长安哭坐在扶桑树前 魂不守舍 臭妾 寻长安咬牙切齿道 黑玉姬笑道 死了也好 反正他瞧不上你 好好修炼 以后非生了 我给你送一名仙女 寻长安冷哼一声 扭过头去 不再看她 慕容起看不惯师父被欺负 起身道 姬爷 我们来切磋一下吧 师爹 我们一起上 好 方良跟着起身 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黑玉姬不屑一顾 不过心里却是有了危机感 这两傻小子的突破速度太快 再这样下去 迟早有一日超越他 唉 要是再来一只猪豆该多好 黑玉姬低头看向扶桑树的树干 脑海里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 要不然 他离开扶桑树一段时间 安抚了一会儿无道见 待他冷静下来 韩爵才拿出厄运输 黑玉姬又跳了 该敲打一下了 韩爵默默想到 悟到剑刚化行 很多事情都不懂 刚才还真以为行红悬 把韩爵吃了 导致他对行红悬充满敌意 韩爵开始诅咒纪奈何 同时调出人计关系 查看邮件 这么多年过去 也不知外面的修真界变化如何 你的好友莫复仇 被你的好友宣誓师封印于禁地之中 你的神宠混沌天狗 遭遇你的徒弟苏奇传播霉运 赢他是气韵神兽 气韵抵消霉运 X6643 你的仇敌计 奈何遭遇你的徒弟苏奇传播霉运 魔性大涨 你的好友黄尊天 遭遇同门袭 X15 你的好友罗球魔遭遇魔修袭击 X4921 你的道理宣秦军重返人间 你的好友周凡转世重修 觉醒前世记忆 你的好友黄吉浩 遭遇魔修袭击X40024 韩爵皱眉 莫复仇和周凡这 对兄弟太惨了吧 一个被封印 一个身死投胎 还有黄吉浩 这被袭击的次数太顶了 之前也是 这死闯入魔窟了 看样子 魔帝的势力 迟早会波及大烟 韩爵有了危机感 必须抓紧时间修炼 先诅咒 刷完日常任务 就开始修炼 随着身死石头的加入 悟道剑的化形 先天洞府内的灵气大仗 韩爵的修炼速度 相较于以前 没有慢多少 韩爵其实不怕魔帝 他身上这么多灵宝 还有太乙灵宝 魔帝怎么杀他 他怕的 只是无法秒杀魔帝 唉 狗修这条路 其实是最艰难的 一个月后 韩爵继续修炼 岁月快速流逝 又是十三载光景过去 一则消息传入大烟 魔帝率领的魔道皇朝 开始攻打天下正道宗门 势如破竹 一只只正道宗门 接连被图 天下大宗 圣地开始联手 正魔大战 正式拉开帷幕 大烟各宗坠坠不安 值得一提的是 大烟的魔道宗门 全都已经撤离 除了散修 如今的大烟 已经没有一只魔道宗门 他们也怕被狱青圣宗铲除 当大烟修真戒惶恐时 韩爵顺利地突破至 渡截近五层 这一日 九鼎真人前来拜访 打断了韩爵的修行 韩爵让他入洞府相谈 九鼎真人看到雾道剑 不由一愣 韩长老金屋藏娇 这是我的妖宠 他出生于此 不必担心他会泄露情报 韩爵开口道 妖宠 九鼎真人露出 我懂得微妙神情 韩爵翻了翻白眼 这老东西一看就是会玩的那种修士 亲眼丰富 九鼎真人正色道 魔帝已经开始向正道开战 天下大乱 好在大雁的魔道宗门 已惊吓得逃离大雁 我们暂时无忧 但也只是暂时 我想问问你的看法 你很早以前就在关注魔帝 韩爵面不改色 啊 我的看法很简单 安心发展 玉清圣宗不是天下第一 连天下三流宗门 都未必能算得上 以我等的实力 改变不了天下大事 与其当炮灰 不如好好修炼 天塌下来 又正到圣地顶着 我们何必掺和 九鼎真人听后 觉得有道理 他犹豫片刻 问道 韩长老如今的修为如何 当初他听说韩爵强势 碾杀度捷径时 差点下妙 这才多少年 韩爵的突破速度太夸张了 韩爵回答道 还在度捷径 还在 这两个字 深深地刺激到九鼎真人 他可是知道韩爵的岁数 才五百多岁 他从未听说过 五百多岁的度捷径大修士 离谱 行 我就按你说的做 希望魔道不会 波及到我们大烟 九鼎真人没有逗留 迅速离去 待他离去后 悟道剑好奇问道 他是谁 韩爵平静到 玉清圣宗的掌教 我能不能去玉清圣宗转转 嗯 只要不离开玉清圣宗就好 悟道剑顿石雀跃 立即离去 韩爵没有在意 继续修炼 他对慕容奇等人 也是这样的安排 可以在玉清圣宗内活动 不要离开宗门就好 谁敢擅自离开 从此跟他再无关系 韩爵一边修炼 一边查看邮件 果不其然 除了玉清圣宗的人 几乎所有好友 都遭遇了魔修的袭击 黄其号被袭击的次数 直接破五万 这次在战斗中 修位还大涨 不愧是先天气运者 罗秋魔也在遭遇魔修袭击 韩爵猜测 应该是他在帮击奈何吸纳魔修 魔修本就桀骜 怎么可能所有魔修 都直接听命于魔帝 还得打 看这架势 没有百年 魔帝很难捅一天下魔修 这可不是凡间打仗 修士们的手段五花八门 打不过还可以逃 被收服了 还能被刺 韩爵觉得魔道皇朝 就是一个笑话 一个满朝文武 都可能随时暴走的皇朝 怎么可能建立 魔修之所以被人唾弃 并非是道统不同 而是魔修容易走火入魔 发狂杀戮 有时候比妖怪还要危险 周凡转世重修后 修位进展不错 已经达到练气近八层 算起来他才十三岁 韩爵觉得他真的苦逼 死了多少次 这一次倒好 直接伤号重来 莫复仇更惨 从小杯复复仇的责任 好不容易复仇 跟着周凡闯荡 结果被不祥之力感染成真魔 如今被困于上古境地之中 不知何时才能重见天日 韩爵想起 自己与莫复仇相识的场景 那时的莫复仇 犹如君子 无论男女 很容易对他产生好感 惊喜对比 令人唏嘘 这就是人世间 众生百态 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际遇 韩爵没有沉沦悲悯之中 他反而警告自己 不能迷失 他现在走的路 是最正确的路 黄昏苍天 凄美如画 恕不清的魔修 悬浮在空中 拿着各种法器 他们全都盯着一个方向 那是一处半山腰 鲜血已经染红整座山头 山脚下的尸体堆积成山 一名男子 直见立于山腰上 他的白袍染血 染成深红色 头发凌乱 杀气十足 正是黄吉浩 那位曾上欲轻踪 挑战韩爵的先天气韵者 天生渐兴 后离开大烟 被真武较强行 收下的剑道天才 黄吉浩大口喘气 他已经战了五天五夜 灵力近乎消耗殆尽 就在这时 滚滚魔云聚集而来 浩瀚天威笼罩天地 黄吉浩脸色大变 心里一沉 魔刀大能来了 连绵数十里的魔云 凝聚出一张恐怖剧脸 一道声音落下 晚辈 你的天资不错 若是愿意跪下 无可不杀你 你若执迷不悟 哼 这道声音赫然是罗球魔 黄吉浩脸色阴沉 握着剑的手都在抖 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眼前此魔 他断不是对手 黄吉浩不要想到韩绝 此魔再强 能是那位前辈的对手 我若连面对此魔的勇气都没有 将来如何再挑战那位前辈 天生渐心 未见而生 未见而死 若无之剑不再锋利 无狗活又有何意义 黄吉浩喃喃自语 他是在说给自己听 就在黄吉浩准备抬剑时 一股股浩瀚的威压 从四面八方传来 铺天盖地 压得空中所有魔修坠落而下 惨叫声不绝入耳 哼 罗球魔 当真以为正道无人 老祖我闭关千年 经文魔道想掌控天下 当真是笑话 各位老友 多年不限 道横可掌 哈哈 今日一同杀了魔道五尊之一 阳无正道之雄风 自古以来 邪不胜正 面对魔道 正道修士里 应令死不屈 小贝 你表现得很好 听住四面八方传来的声音 黄吉浩长出一口气 脸上露出笑容 天下被魔道肆虐 大雁虽幸免 但一直在关注着天下事 尤其是玉清圣宗 玉清圣宗 已经与周边修真界建立联系 情报来往比以前更快 更广 当得知天下正道大能们接连出关时 玉清圣宗的长老们 都高兴极了 甚至还有不少长老 想参与这好当的图谋风潮中 好在九鼎真人 强势镇压这些言论 不准玉清圣宗弟子 离开大烟 时间就这样过去七年 韩绝还卡在渡截境五层 方良已经突破智园阴境 方良展现出来的天资 比慕容启还猛 使得众徒弟徒孙 对韩绝更加崇拜 在他们看来 这都是韩绝逆天改命的功谋 天帝之子 至少在这方天帝中气 运毒一无二 即便是上界战神转世的慕容启 也难掩盖其锋芒 韩绝抽出时间来 专门教导方良慕容启 韩绝决定将方良放出去 以方良的气韵 定能获得大量机缘 说不定他也有份 毕竟方良对他是六星好感度 这么多年的教导 方良已经养成谨慎的性格 再加上天帝气韵 想死都难 韩绝将三清诀引荐 七重换步 大千雷暴 风神树船 受给方良慕容启 两人不愧是天动奇才 仅仅半年 全部掌握 他们都是原音进修位 如今出世 也有自保之力 方良出世力练马 等你看破红尘 再回来苦修 定能感悟天地真意 慕容启 你今后也可参与 欲卿圣宗的任务 不再被约束于此山中 韩绝双手扶于腰后 背对着二人说道 扶桑树下的寻长安 杨天东不由睁念 韩绝要方良出世 这还是韩绝第一次 主动让人下山 杨天东满眼羡慕 他也明白 自己比不得方良 方良惶恐 连忙道 师祖 您为何要赶我 慕容启则暗自惊喜 表面上也跟方良一样 方良谨慎 但慕容启可不会 他甚至有些自傲 他骨子里有一股傲气 是寻长安 无论怎么叫 都无法抹去的傲气 慕容启看来 自己天资绝伦 理应名扬天下 而非乾隆葬渊 他之所以愿意留下来 也是因为觉得自己修为不够 去历练一番 想回来的时候随时回来 韩绝回答道 方良这才放心 韩绝不再理会他们 转身回到仙天洞府内 悟道剑还在打坐修炼 他去狱青圣宗逛了一圈 很快就觉得没去 便又开始老老实实地修炼 韩绝打坐在床榻上 开始修炼 虽然洞府内 多了悟道剑陪伴 但两人很少交谈 大部分时候 都是各自安静说话 这正是韩绝喜欢的 方良待了七日 便独自下山 寻长安站在悬崖边 望着他远去 脸上满是担忧之色 看到他这副模样 黑玉姬罕见的没有打击 而是叹气道 哎 混沌天狗是不是死了 怎么还没回来 杨天东无奈道 死倒是不可能 那家伙见命一条 想杀他 比登天还难 黑玉姬没有接话 八年后 韩绝终于突破至杜洁镜六层 推荐阅读 突破之后的第一件事 他便是用模拟试炼 与设定为大城镜三层的 宣秦军队战 这一次 韩绝终于没有败下阵来 大战数分钟 他成功诛杀宣秦军 韩绝略微不满 连太乙神通都施展了 无法秒杀宣秦军 魔帝也是这个修备 到时候魔帝杀来 不能秒杀 得多麻烦 看来是时候再加强一下神通 上一次加强 还是在合体进食 如今在剑道长河中 应该能再进一步 韩绝思来想去 决定加强天帝玄黄破戒剑指 此神通可以远距离杀敌 这样韩绝就不用抛头露面 韩绝开始深思参悟天帝玄黄破戒剑指 很快他就进入悟道状态 两个月 天生异象 惊动整个凡间 不过正值正魔大战 两道都担心是敌方有大能突破 引起此次异象的自然是韩绝 韩绝熟车熟路地来到剑道长河 这一次与以往不同 他能操控自己的意识 前行 停下 这一次应该还能遇到那人吧 韩绝默默想到 他踏步前行 一道道人影被他超越 他走得不及不虚 留意过程中一闪而过的剑修画面 过了一会儿 韩绝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 正在前方 等待着他 他立即打招呼 前辈 许久不见 可还安好 对方哼道 也不算许久 你又来了 这一次无不拦你 你去送死吧 韩绝来到他面前 抱拳笑道 多谢前辈多次相助 还不知前辈名号 对方沉默 没有回答 我已精度捷径 迟早会飞升 来日还想抱达前辈 以晚辈现在的修为 可能不被前辈看上 但我会为之努力 韩绝继续说道 对方一直镇守剑道长河 必定不是路人角色 说不定在上界 也是盖世大能 上界已经有两位 韩绝的敌人 韩绝可不想孤立无援 对方哼道 少来 无作镇见到长河 只是想守护 见到罢了 你所在的凡界不简单 除了你 先前也来了一位天骄 虽然走得没你远 他日成就见先 定不是难事 韩绝挑眉 好奇问道 那人名号是谁 吴自然不能说 不过他与你倒是有因果 这番话让韩绝想到一人 黄极号 天生渐兴的黄极号 已经踏入容虚境 展现出天骄的姿态 韩绝不再多想 继续前进 当他越过神秘人时 仅仅一步便感受到 莫大的压力 他继续前进 第二步 第三步 上一次便是在第三步停下 无法再前进 这一次 韩绝再进一步 第四步 第五步 可怕的压力迎面来 让韩绝皱起眉头 他咬紧牙关 再进一步 哄 韩绝的意识 猛地燃起蓝色烈焰 但他的脚还是稳稳落下 他明白 自己无法再进 太矮之后 往前六步 已然足够 韩绝没有直接后退 而是承载着恐怖压力 缓缓转身 神秘人赞叹道 了不起 你的剑道天赋 超越万千凡界所有剑修 战孤星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一心 战孤星 孤星仗剑 韩绝默默思索 然后走到战孤星前 道 多谢前辈夸赞 晚辈就不打扰前辈修行了 战孤星微微点头 韩绝跟着驱散一时 转瞬间 见到长河破碎 韩绝重新回到凡间 哄 他体内的六道灵力 忽然爆发 他的修位竟然开始疯涨 你的神通天地 玄黄破界剑指大幅度提升 晋级位太乙神通 你感悟剑道 道行大增 韩绝立即运转功法 开始顺从长势 悟道剑睁眼 惊恶地看向韩绝 但没有打扰 为了不惊扰欲卿圣宗 韩绝开启系统结界 封锁先天洞府 足足七日后 他的修位不再增长 虽然距离度 接近七层海 有一段距离 但已然胜过数年苦修 还不错 韩绝调出人际关系 找寻战孤星 战孤星 太乙真仙中期 镇守见到百万年 对你的绝顶剑道姿 致对你产生好感 但对你的心性 仍抱有很大的质疑 若你再故意搭讪他 将惹来他的厌恶 当前好感度为一心 太乙真仙 好牛片 韩绝看到后面的注视 神情不由尴尬 这就是强者吗 高冷啊 下次直接无视他 会不会增长好感 韩绝备仗孤星的修位经验道 他想了好一会儿 都是各种攻略好感的想法 最终 他摒弃了这些杂念 打铁还需自身硬 踏踏实实 修炼才是正途 永远不要想着 依仗他人之力 韩绝抖擞精神 开始模拟试炼 面对大成晋三层的宣秦军 他直接施展 天地玄黄破戒剑制 秒杀 韩绝没有停下来 将宣秦军的修位 调整至大成晋四层 秒杀 大成晋五层 没有秒杀 但能将宣秦军中创 大成晋六层 好吧 直接没射中 被宣秦军秒杀 高手切磋 胜负往往只在一瞬间 谁先出手 谁就赢 韩绝又试了几次 反应确实没有宣秦军快 对付魔地应该够了 纪奈何要是能强过宣秦军 也就不会死在飞升天界中 韩绝睁眼 拿出恶运书 准备阻咒纪奈何 罗球魔 绝眼道人 朱雀 莫幽灵 日常任务 不能落下 韩绝点开邮件查看 这么多年过去 也不知方凉情况如何 你的神宠混沌天狗 遭遇正道修饰袭击 X38222 你的徒弟苏奇遭遇魔修袭击 X12004 你的徒弟苏奇传播霉运 魔道皇朝气运大将 你的徒孙方凉 偶遇机缘 习得炼体神功 你的好友罗球魔 遭遇正道大能袭击 生死盗销 你的徒孙方凉 跨境界诛杀化神魔修 顿悟神通 你的好友黄姬浩 遭遇魔修袭击 X41172 好家伙 八年里 方凉遇到的机缘达到四次 这就是天地之子吗 恐怖如斯 韩觉暗自择舌 旋即 他注意到 罗球魔竟然死了 他连忙查看人际关系 罗球魔的头像没了 韩觉忽然有些惆怅 有些人不知 不觉就没了 日常任务又少了一个 话又说回来 魔道武尊死去其一 正道是发力了 这也正常 在韩觉看来 天下必然是正道更将 魔修终究是上不了台面的修行方式 连自身都控制不了 如何追求大道 韩觉暗自细血 既奈何呀既奈何 希望有机会让我杀你 别还没遇到我 你就没了 五年后 韩觉顺利突破至 渡截境七层 他很满意自己的修行速度 跟人际关系里的好友 仇敌比 他的突破速度 绝对是一气绝尘 悟道剑的修行速度也很快 估计要不了多久 就能冲击原音境 阳天东剧梨化神境已经进了 黑玉姬还在容虚境挣扎 修尾较慢 这一日 莫竹在宫殿内呼唤他 与气交集 韩觉感应道 便疼挪至殿内 何事 韩觉皱眉问道 莫竹大部分时间都在安静修炼 修位增长得也挺快 都快达到化神境 看来莫家的祖传功法不简单 莫竹咬牙道 我想出去 求求你 放我出去 我的族人在等着我去救 救谁 莫复仇 还是你祖辈 都救 韩觉沉默 这莫家是在血脉里建立了QQ群吗 到底是怎样联系的 莫竹抓住韩觉的手 认真道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担心我被莫家祖被欺骗 可我们莫家虽是魔道 但并非冷漠无情 现如今 整个莫家都被封印 只有我还在 我若不救他们 莫家就亡了 我好不容易知道 除了兄长 莫家还有其他人在 我不甘心无视他们的痛苦 韩觉平静道 你可能会死 你还去吗 莫竹重重点头 韩觉拿出一具 早已准备好的天之傀儡 递给他 道 放在储物界内 危难之时能救你一命 但也只能是一次 此次离去 你就不要妄想 我会出关救你 若是你生死 我们只能来世在续缘分 反正莫竹已经 被他打上六道印记 该说得说清楚 丢下这番话 韩觉便转身离去 莫竹神情委屈 他也明白 韩觉是在乎他的 只是人的追求 不可能只是自身的安危 除了自己 韩觉 他还在一起他 离开大殿后 韩觉传音给静虚真人 让他解除封印 放任莫竹离去 回到仙天洞府内 韩觉再次点开 莫幽灵的头像查看 杜杰进五层的修位 如今已经 不被韩觉放在眼里 在韩觉常年的诅咒下 莫幽灵先前走火入魔 目前还处于伤重状态 以后不诅咒你了 希望你好自为之 韩觉在心中默默想到 莫幽灵对他有敌意 未必就会害莫竹 毕竟他选择 莫竹为自己的传承者 若敢乱来 正好让莫幽灵 看清他的真面目 反正有天之傀儡在 秒杀莫幽灵不算难事 这样看来 我还得感谢今生父母抛弃我 省去了很多麻烦 韩觉自嘲地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 他们可能早已化为白骨 若是他们还记得韩觉 必然会对韩觉产生好感 从而进入人际关系列表 但是 并没有 当然 或许他们还活着 只是不惦记韩觉 韩觉继续修炼 不去在意莫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愿 他不可能将自己的意愿墙 加在身边每一个人身上 倘若某一日 他的徒弟也因一些迫不得已 难以割舍的事情要离去 韩觉也不会强行扣留 无论如何 韩觉能管的只有自己 他只有一个目标 长生不死 修行这条路 注定是孤独的 身边人 韩觉能拉一把就拉一把 但绝不会为他们粉身碎骨 两年后 九鼎真人前来拜访 韩长老 好消息 果然你说得对 无需我们欲侵圣宗出手 魔道也不可能成功 正到圣地出手了 魔道武尊之一的罗球魔 被天仙府一名爵士天骄诛杀 那位爵士天骄剧说才千岁 当真是可怕 九鼎真人兴奋道 韩觉挑眉 他还以为罗球魔 是被围殴而死 没想到 是被天仙府的 一位天骄单杀 千岁就能杀魔道武尊 确实了不得 千岁的大成镜 恐怖如斯 韩觉问道 那现在魔道 是不是风声鹤唳 九鼎真人摇头道 罗球魔之死 反而加剧了正魔两道矛盾 据说另外四尊也要出事了 韩觉皱眉 宣秦军会参与吗 说实话 他不希望宣秦军 死在这场浩劫中 不过他总感觉宣秦军并非完全站在魔道这边 否则也不会帮他隐瞒 朱砂青蟒大盛这件事 就在这时 韩觉眼前忽然出现一行字 检测到先天气运者 是否查看其来历 最快更新 无广告 先天气运者 韩觉挑了挑眉 立即选择查看 天仙府最强天骄 等等 莫非朱砂罗球魔的天骄 便是此人 韩觉问道 长教 沙罗球魔的那人是不是叫季仙神 九鼎真人摇头道 我也不清楚 消息传得太远 很多信息都已经丢失 韩觉无奈 他注意到一点 季仙神极度自负 天仙府盛产自大狂 之前的季冷禅也性格自负 说起来 这两人都是 一直待在天仙府 直至修为大成才出事 这天仙府 看来比韩觉想象中要水深 韩觉立即检测 预清宗类的最强者 很快就所定计仙神 他直接闭目 开始模拟试炼 九鼎真人看到他闭目 也没有打脚 以为他有话要说 目前在斟酌 实习时间后 韩觉睁开眼睛 微微皱眉 这次有点东西啊 怪不得能诛杀 大成精四层的罗球魔 最关键的是 韩觉从他身上 感受到了一众气魄 坚信自己无敌的气势 这种气势 在战斗中极为唬人 韩觉无法秒杀他 三青猪世家天地玄黄 破戒剑指齐出 方才猪杀他 要知道 这次也才渡截近九层 韩觉渡截近七层 跨两个小镜剑 不能秒杀 韩觉感受到压力 他看向九鼎真人 疑惑问道 还有要说的吗 九鼎真人愣了愣 摇了摇头 起身离去 看他的背影 他似乎有些郁闷 韩觉已禁锢不得他 而是在思索如何抵挡季仙神 就在这时 韩觉听到了销声 有人在吹销 此销声充满肃杀气势 彭扶在酝酿一场大决战 韩觉将神石嫂出去 发现寻长安 飞玉 杨天东 似乎都没有听到销声 道友 有强敌来袭 怎么办 杜苦的声音飘来 语气充满紧张 韩觉皱眉 莫非只有杜杰净修士能听到 是季仙神在吹销 韩觉传音给杜苦 道 没事 我去看看 能诛杀罗球魔 欲清圣宗内除了韩觉 绝无第二人能抵挡 韩觉直接消失在仙天洞府内 数十里外 群山连绵 一名轻衣男子 站在半山腰的悬崖前 临风而立 他一头黑发长及腰部 随风飘动 面容清秀 有重温文儒雅的气质 他左手负于腰后 右手悬在空中 掌心之中 有一根青色竹箫转动 韩觉出现在他身后 问道 道有何意 轻衣男子转身 挟视他 笑道 在夏天仙府 济仙神 听闻御清圣宗 有一位名为官宇的大修士 来天下第一 我想与之斗法 切磋一番 韩觉回答道 官宇 他早就离开了 已经有一百多年 他去了哪 去对附魔道了 那阁下雨 我切磋一番如何 不伤及性命 我不是你的对手 能听闻我的销声 定然是杜洁镜 而我又看不透你的修为 你定然很强 是吧 官云长 韩觉沉默 他开始思索 如何击败季仙神 此人极度自负 要是击败他 会不会将其惹怒 若是不得不诛杀他 会不会惹怒天仙府 季仙神清笑道 放心 我绝不杀你 好狂 韩觉皱眉道 我若是赢了你 你会不会纠缠不休 甚至演变成仇恨 季仙神笑得更加微妙 道 不会 实不相瞒 我已经天下无敌 擦 这种话 是怎么说出口的 韩觉对季仙神 产生一丝敬意 论脸皮 这丝绝对天下无敌 这样吧 你我比拼灵力 以掌斗法 谁后退一步 谁就算输 季仙神笑咪咪道 说话间 他将竹销收好 右手抬向韩觉 韩觉想了想 啊 去天上吧 以免破坏到玉清圣宗 好 两人纵身跃起 转瞬间便跳到云海之上 玉清圣宗主峰一座宫殿内 杜苦正在紧张地观战 季仙神 天仙府的那位第一天骄 竟然出事了 斩神道友麻烦大了 杜苦忧愁地想到 要是韩觉败了 他要不要出手 若是季仙神要对付玉清圣宗 他又当如何 该死 这个宗门要么没事 要么就遇到这种大事 云海之上 天高而壮美 韩觉与季仙神相对而立 同时抬起右掌 彼此相距实杖 几乎是瞬间 两人同时调动灵力 哄 云海被震散 席卷数百里 两人的一袍疯狂鼓动 两股浩瀚的力量 轰撞在一起 周边的空间 产生高温灼烧般的扭曲场景 两人同时皱眉 两人都只有一个念头 对方有点强 季仙神开始加大灵力 韩觉同样如此 我要怎么演 韩觉纠结了 季仙神按道 我要不要全力 会不会重创到他 两人的想法变化几乎一致 都在为对方考虑 随着两人的灵力越发的强大 玉清圣宗被惊动 无数弟子飞至半空 眺望远方的韩觉二人 扶桑树下 黑玉姬 寻长安等人也被惊到 悟道见 行鸿玄从洞府里跑出来 九鼎真人刚准备带领长老们前去支援 杜苦忽然拦住他们 沉声道 此人乃是天仙府第一天骄 绝对的杜杰境强者 而等上去就是送死 逍遥一听 有些恍惚 他曾经也是天仙府第一天骄 但那时他还未成长起来 五千年前的第一天 骄境远不如当今的第一天骄 这传出去 谁敢信 韩觉注意到玉清圣宗的动静 决定不在眼 猛地爆发 哄 季仙神脸色大变 立即全力催动灵力 他浑身颤抖 竟没有在一瞬间被压得后退 不好 我竟然挡不住 季仙神大惊 儒雅的清秀脸庞瞬间变得猙獰 紧接着 他的灵力 直接被韩觉的六道灵力震散 他跟着后退 体内气血动荡 嘴角一出血迹 他死死地盯着韩觉 面露难以置信之色 怎么可能 韩觉卷秀一收 云淡风轻道 你 败了 别出现仇恨度 要是出现 你就死了 季仙神愣在原地 如遭雷击 任凭嘴角一直流血 他也没有去擦 他的脸色阴晴变幻 很明显 内心极为不平静 季仙神咬牙问道 你是大成 他连大成镜四层的大魔修都杀过 怎么可能输给眼前这人 莫非此人是大成镜九层 韩觉犹豫片刻 缓缓点头 见此 季仙神心里稍微好受一些 但仍无法接受 他一脸痛苦道 我怎么可能输给大成镜修饰 凭什么 韩觉很想说 你太飘了 你个度洁镜九层的 凭什么就不能输给大成镜 当然 我也不是大成镜 季仙神深吸一口气 紧紧盯着韩觉 道 关羽 你是第一个击败我的人 但我会再击败你 我注定天下无敌 我生来就是要当仙神 韩觉点头道 我相信你 你的天资确实绝世无双 未来属于你 季仙神脸色好转 季仙神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二星 季仙神丢下一句话便离去 我会证明 你的话是对的 眨眼间他便消失于天边 韩觉则回到先天洞府内 无视欲卿圣宗的所有人 悟道剑迅速跑回洞府内 好奇问道 刚才那人很将吗 韩觉回答道 很强 堪比大成 悟道剑被吓到 这么强 他可是知道 大成乃是人世间最高的境界 也就是说 他的主人已经是大成 韩觉摇头笑道 我离大成还远 那为何你能击退他 因为我苦修 我的积累比他雄厚 所以你以后也要跟我一样 只要不断苦修 积攒道行 才能击败境界高于你的存在 悟道剑陷入思索中 韩觉继续道 天下大成没有十万 也有一万 更别说度洁净和体净 你虽以化行 实际上仍是天才地宝 若是被大能发现 必然要吃了你 悟道剑一听 翘脸煞白 韩觉跟着闭幕 开始修炼 击败祭仙神并没 有让他觉得多了不起 还不如早点突破 渡截近八层 喜悦更大 击败祭仙神之事 并没有在 玉清圣宗引起轰动 九鼎真人 得知季仙神的身份后 差点吓死 直接镇压该事情 生怕传出去 玉清圣宗远 不能和天仙伏笔 这件战绩是一把刀刃 悬在脖子上的刀刃 九鼎真人 对韩觉更加看重 有时候 还亲自来苦修成 仙山翻新天才的宝 与飞玉姬 杨天东 寻长安闲聊 拉近关系 慕容起庚 是得到他的器重 地位 权力 水涨船高 慕容起大部分时候 也会回到扶桑树下修炼 直到出去 执行宗门任务 韩觉前行修炼 准备一口气修 炼道度洁净八层 十三载匆匆过去 韩觉终于突破至 度洁净八层 而今 他距离六百岁 已经近了 韩觉检查了一下行红悬 西悬仙子 墨竹 长月儿的修位 最低也是元英镜五层 西悬仙子 更是在化神镜领跑 还不错 他们能有这般进步 除了机缘 多亏了苦修成仙山的灵气 韩觉也希望他们尽量变强 他不是龙傲天 系统也不是星想事成系统 他可拿不出长生丹 成仙丹 韩觉拿出恶运书 开始诅咒及奈何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你的神宠混沌天狗 遭遇正道修饰袭击 X53111 你的好友黄机浩 遭遇魔修袭击 X58934 你的徒弟方梁 遭遇妖兽袭击 X467 你的徒弟方梁 偶遇妖王洞府 获得万年妖丹 你的好友寄仙神 遭遇魔修袭击 X107666 你的好友寄仙神 屠灭一只魔宗 气运大掌 你的徒弟苏奇 遇魔修袭击 X5873 你的好友清闲真人 遇魔修袭击 生死盗销 你的徒弟方梁 偶遇上古大能论道之地 感悟天地真意 道横大掌 通篇看下来 都是魔 祭仙神被袭击的次数 太夸张了 绝壁 致他主动找上门去 遭遇十万魔修反击 韩绝注意到 清闲真人的陨落 这位是血炎天门的长老 当初前 浮入玉清圣宗 想袭杀韩绝 结果被反杀 后来再也不敢 反而帮助血炎天门 投降于玉清圣宗 他的死 或许会让柳 无面很伤心吧 这就是修真剑 每一日都有人死 韩绝再次点开人际关系 总觉得又少了一些头像 好在他在意的人都还在 滚滚红尘 大浪逃杀 道友们 你们的路我 来替你们走 韩绝默默想到 他抬起双手 朝前抱拳行礼 人世间走一遭 难得有缘相遇 更得而等赏识 对我有好感 我得感谢你们 韩绝心中叹息 悟道间好奇问道 主人 您在干什么 韩绝回答道 送别那些逝去的道友 谁死了 一位不熟之人 多位不济得之人 既然不熟 不济得 为何要行礼送别 告诫自己 修行路很危险 永远保持谨慎 永远不能丢失敬畏之心 悟道间肃然起敬 主人的境界真是高啊 韩绝起身 走出先天洞府 刚走出去 他就皱起眉头 黑玉姬这丝 竟然没有带在树上 而是在远处的树林边缘 趴着修炼 韩绝走到寻长安身后 问道 最近扶桑树有摇动吗 寻长安正在修炼 被韩绝的声音吓到 下意识回答道 有 他回头一看 是韩绝 连忙跪拜 杨天东也跟着惊醒 跪拜韩绝 黑玉姬睁开鸡眼 看到韩绝 连忙飞向扶桑树 韩绝抬手一吸 将他隔空射入手中 他抓着黑玉姬的鸡脖子 问道 多久了 几年 鸡年 好像有五年了 你听说过鸡弓包 黄焖鸡 烧鸡弓 小鸡的蘑菇吗 啊 主人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黑玉姬差点被吓哭 声音都哽咽了 他最怕的就是韩绝 杨天东 寻长安虽然讨厌他 可听到韩绝的话 都纷纷劝阻 罪不至死啊 韩绝忽然抬头 黑玉姬还在求饶 杨天东 寻长安下意识抬头望去 寻长安脸色古怪 笛声问道 我眼睛花了 天上怎么有三个太阳 最快更新 无广告 韩绝脸色凝重 多了两个太阳 莫非是神话中的三足金屋 一次性来两只三足金屋 谁顶得住啊 韩绝用模拟试炼检测 并没有检测到三足金屋 这垂直距离估计超过百里 杨天东愣了一会儿 扭头对黑玉姬破口大骂道 臭鸡 这下好了 你可知太阳是什么神兽吗 黑玉姬紧张地要死 颤声问道 什么神兽 以龙 凤凰卫视的金屋 啊 黑玉姬浑身一抖 鸡毛抖落一地 他这才真正意识到 事情大发了 这可如何是好 他都不敢去看韩绝 韩绝没有吭声 一直盯着天空 很快 他就发现不对劲 天地间的温度并没有升高 莫非两只金屋被阻挡在凡间之外 很有可能 朱雀都不能下凡 说明仙神想下凡很难 金屋也不能 或许正是如此 金屋才守在凡间门口 不过这样下去 迟早会酿成大祸 韩绝将黑玉姬丢到扶桑树上 冷声道 你要是再赶下来一步 我就先斩了你的鸡翅 黑玉姬连忙点头 这一次 他是真的害怕了 韩绝看了一会儿 便重新回到仙天洞府内 既然金屋暂时下不来 那他也不用担心 与此同时 全天下越来越多的人 发现天上有三个太阳 此事引得正魔两道 都为之紧张 如此异象 必有前所未有的灾祸 一时间 正魔两道的交战煤 有那么激烈 直到数月后 众生发现多两个太阳 似乎没有什么影响 便又继续活跃 三年后 九鼎真人找到韩绝 他一脸忧虑 道 韩长老 事情不妙 天仙府以及其他圣地 号召天下正道聚集 一同前往覆灭魔道皇朝 大雁周边的正道宗门 都准备去 我们玉清圣宗若是不去 会不会被当成魔道 韩绝挑眉 这么快就到聊战队的时候 韩绝开口道 那就去吧 长教亲自带领吧 毕竟玉清圣宗还不够强大 有我坐镇玉清圣宗 长教可以放心 九鼎真人点头 立即离去 他就说了一句话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他走后 悟道剑忍不住道 主人 我怎么感觉你 才是长教 韩绝瞪了他一眼 道 这重话 以后不准再说 悟道剑撇嘴 不再吭声 韩绝继续修炼 他暗自祈祷 希望九鼎真人等人 不要出事 有天仙府带队 魔道皇朝应该完了 数日后 九鼎真人变发不止诏令 招纳愿意 前去对付魔道皇朝的弟子 全凭自愿 此次前去危险重重 望弟子们好生考虑 令韩绝意外的是 西玄仙子与行红玄也要去 西玄仙子不用说 算是玉清圣宗的 核心长老之一 又掌控十八峰之一的玉幽峰 这等大事他 有义务带头 行红玄临走之前 拜访韩绝 他之所以要去 是因为他厌恶魔道 从小 他就被清明魔教威胁 派往玉清宗当卧底 所以一直立志 铲除天下所有魔修 韩绝见他坚决 也没有阻拦 反正他和西玄仙子的 天之傀儡已经更新 有天之傀儡在 保命是没问题的 况且 如今正道联手 魔道皇朝必亡 九鼎真人 最终率领两万弟子离去 最弱也是金丹靖修位 其中有一半 来自血炎天门 韩绝则重新看向天上 黑玉姬 已经重新住在扶桑树上 为何两只金乌骇 不肯离去 请神荣誉 送神男 韩绝突然有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 他开始参悟自己的玄黄剑气 金丹内修炼一口玄黄剑气 口吐剑气杀敌 他很少使用 这一次 他决定将玄黄剑气 提升到太乙神通级别 一个月后 天生异象 紫光普照 天下在京 韩绝熟车熟路地 来到剑道长河 跟回家一样 他静止前进 很快便看到战孤星 两人相对而立 陷入沉默中 韩绝打破沉寂 问道 前辈可知金乌 战孤悠悠道 你专门顿悟剑道 就是为了找吴问金乌 那自然不是 我最爱剑道 侥幸顿悟 顺便问问前辈 金乌乃上古神兽 可化身为太阳 金乌分为凡金乌 神金乌 凡金乌便是凡间的太阳 永世不得离开 自己所掌管的凡间 修为也无法增长 神金乌乃是仙界神族之一 底蕴雄厚 即便是天庭 神功 魔功也不敢轻易招惹 听到他的话 韩绝心里一沉 凡金乌不能离开 也就是说天上的两个星太阳 很可能是神金乌 韩绝问道 神金乌可以入凡间吗 那自然不能 他们身上的太阳争火 足以毁灭凡间 天规言令他们不得下凡 韩绝松了一口气 战孤心似乎想到什么 掐指一算 金义道 你们凡界之上 怎么出现了两只神金乌 虽然是年幼的神金乌 韩绝问道 年幼的神金乌强吗 战孤心道 不强 出生没多久也就大成修位 也就 刚出生也就大成修位 韩绝感觉自己被侮辱了 神金乌异族为何不管教他们 他们要是跑到我们凡间来 对我们凡然而言 那可是恶号 韩绝忧愿道 战孤心回答道 谁知道呢 不关无事 无知之 则乃镇守见到 其他事与无无关 无什么都没有看见 你也别指望无帮你们 韩绝沉默 三夕后 他绕过战孤心 继续前进 来都来了 总的尽力变强 与上次一样 韩绝多走六步便承受不住 玄黄剑气也正式进即位 太乙神通 回到先天洞府内 韩绝抖擞精神 继续修炼 下一个目标 杜杰进九层 万一两只神金乌下凡 他必须有实力对抗 一处幽暗的洞内 宣秦军 黑袍老者 白发女子 蒸宁和尚围坐在一起 黑袍老者便是魔道 五尊之一的血魔老祖 白发女子是白发蘑菇 蒸宁和尚是贪摩罗汉 五尊陨落一尊 使得他们的气氛很低沉 贪摩罗汉沉声道 没想到天仙府这么强 纪仙神已经超越天交的范畴 即便是我等于他一对一 也未必是其对手 血魔老祖看向宣秦军 问道 魔君 你可有把握对付季仙神 宣秦军面无表情道 没有 季仙神太过强势 我们必须找机会诛杀他 否则正道的声势会越来越大 血魔老祖沉声道 他的目光扫射宣秦军 白发蘑菇 贪摩罗汉 犹豫不知该让谁出手 白发蘑菇眼嘴笑道 那老祖还不出手 我们之中救你最强 宣秦军 贪摩罗汉点头 血魔老祖暗骂 诸杀季仙神可没有那么简单 即便成功 后患无穷 这可是天仙府的宝 宣秦军忽然问道 凡间之上出现两只金屋 这会是什么预兆吗 三魔跟着皱眉 他们也在疑惑此事 魔忠究是不受天道青睐 他们也担心会不会是天道要惩罚他们 魔君 要不然你再去一趟阴间 向魔族询问此事 血魔老祖犹豫道 宣秦军平静道 没问题 不过我一去就是十数年 你们能稳住局面吗 白发蘑菇笑道 稳自然稳得住 我们也想去阴间 奈何没有你魔君这样的能耐 宣秦军微微一笑 没有接话 魔道四尊之间的气氛 跟着微妙起来 各个暗怀鬼胎 一片断崖之上 苏奇被恕不清的魔羞包围 他手里握着一把剑 浑身是血 气喘如牛 双目之中更是充斥着血丝 纪奈何站在混沌天狗身上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苏奇 问道 你为何要背叛阵 是魔主的意思 混沌天狗 眼神复杂地望向苏奇 内心很挣扎 他不知该不该救苏奇 可即便他出手 也改变不了结局 他不可能是魔帝的对手 与魔主无关 我乃正道修士 不可能与魔为武 苏奇沉声道 他挺之腰杆 悍然无惧 师父一定会出手救我 苏奇坚信这一点 纪奈何眯眼 眼中流露出杀意 他沉声下令道 天狗 你去吃了他 文言 混沌天狗大惊 纪奈何腾飞而起 不再约束他 混沌天狗看向苏奇 苏奇平静地望着他 苏奇微微摇头 他们早已相认 甚至还相伴十数年 但苏奇忍受不了 为纪奈何卖命 所以背叛纪奈何 如今同门未敌 令人唏嘘 苏奇还是想拉 混沌天狗一把的 他用眼神示意 混沌天狗 不要对他出手 否则 师父定不会绕过他 苏奇不敢用神示传音 怕暴露师父的存在 混沌天狗陷入天人交战中 他想到了黑玉姬 想到了寒绝 想到了温馨的苦修成仙山 曾经他拥有一切 是他自己放弃了 如今 他已经是阶下囚 岂能再杀自己的同门 混沌天狗越想越憋屈 心中的怒火被点燃 你还在等什么 纪奈何不耐烦地喝道 语气充满不满 混沌天狗仰头长笑 猛地转身扑向纪奈何 破口大骂道 本王给你拼了 哄 纪奈何一掌将他轰飞出去 血洒长空 你敢 苏奇暴怒 怒火上头 重昏头脑 他的双目瞬间变得漆黑 周身出现一缕缕诡异的黑气 纪奈何诧异地看向他 暗自心惊 这股力量是 就在这时 一道张狂至极的大笑声传来 魔爹 终于让我找到你 受死吧 所有魔修扭头看去 只见天边席卷而来滚滚雷云 无尽的雷霆不断劈下 轰暴沿途的山川 漫天的雷电中 有一名轻衣男子 脚踏雷霆长劫走来 犹如九天之上的真仙 邪万君雷霆之势杀来 纪先生 韩觉顿悟玄黄剑气后 又过去十一载 检测到你已满六百岁 人生又前进一步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立即出关 斩妖除魔 名震天下 可获得一剑灵宝 二 继续修炼 远离世俗 冲刺大成镜 可获得一剑灵宝 一瓶随机丹药 韩觉二话不说 直接选择第二个选项 你选择继续修炼 冲刺大成镜 获得一剑灵宝 一瓶随机丹药 恭喜你获得太乙灵宝 巨灵护腕 恭喜你获得一瓶大成魂念丹 巨灵护腕 太乙无品灵宝 可吸收天地灵气 在战斗中提升肉身力量 大成魂念丹 大成镜修饰 用来增强灵魂的丹药 又是太乙灵宝 不错 韩觉的心情顿时愉悦 他立即拿出巨灵护腕 开始认主 两个时辰 他将巨灵护腕带上 越看越喜欢 至于大成魂念丹 他暂时用不上 等突破之大成镜后再用 韩觉距离度洁净九层 已经进了 他继续修炼 同时调出人际关系 查看邮件 你的好友黄吉浩 遭遇魔修袭击 X67823 你的神宠混沌天狗 遇魔修袭击 身受重伤 幸得大能相救 你的徒弟苏奇走火入魔 神格之力不受控制 万里生灵 皆遭受霉欲 你的徒孙方良 遭遇魔修袭击 X12004 你的好友济仙神 遭遇魔修袭击 X110982 你的道理轩 秦军离开人间 你的好友 莫竹进入上古境地 生死不明 你的徒孙方良 遭遇魔修夺射 气韵反噬魔修 使得自身灵魂大幅度增强 你的好友九鼎真人 遭遇魔修袭击 X9877 韩觉皱眉 苏奇走火入魔 怎么回事 还有混沌天狗 也身受重伤 这两个家伙太惨了吧 这修真戒 真是越发的乱 韩觉敢应西玄仙子 形红玄 莫竹的天之傀儡 三女都没事 他便不再观念 魔道太顽强了 到底有多少魔修 韩觉暗自疑惑 这场阵魔大战 已矜持叙述十年 甚至可能延续上百年 幸好他没有参与 有功夫争斗 不如好好修炼 韩觉将注意力 转移到苦修城 先扇上空 两只金屋还在 真是够止住的 玄机 韩觉不再多想 继续修炼 任凭天地崩坏 休想干扰我修炼之心 大概过去五年 韩觉终于突破至 渡洁境九层 最多三年 他就能开始突破大成境 六百岁出头的大成境 还行 韩觉对于自己的修为进展 还算满意 但并没有自豪 毕竟 上界还有他的仇敌在蹲他 不说别的 不超过朱雀的 太乙帝仙中期修为 韩觉是不会飞升的 韩觉开始查看其他人的修为 方良竟然已经达到化神境 慕容启还在原音境九层 杨天东 寻长安也在原音境九层 方良反超同门其他人 悟道剑也达到原音境七层 苏奇走火入魔后 修为一直暴涨 如今达到化神境六层 三年过去的很快 韩觉将自己的修为 提升道度洁净九层大圆满 接下来便是突破之大成竞 韩觉的目光 看向洞府角落的身子石头 那块从天 而降杂在方良头上的石头 自从这块石头出现 悟道剑突破 就没有遇到过天结 直接便在洞府内突破 这块石头 或许能掩盖天机 让人不遭受天结 仙神之所以握着这种石头 就是想避开凡间天道 韩觉只是猜测 不敢完全肯定 若是直接渡截 天结还是继续 苦修成仙山 必定会被移位平地 之前突破渡截境时 遇到的天结 已经很恐怖 更别说突破之大成竞的天结 想了想 韩觉捡起身子石头 然后起身离开 主人 您去哪儿 悟道剑连忙问道 韩觉回答道 出去一段时间 很快就回来 安心守家 说完 他便消失在原地 此次离去 韩觉没有惊动其他人 他来到之前突破度洁净的那片荒原 百年过去 这片荒原依旧没有再下雨 可见那场天结的威力之强 韩觉手握身子石头 打坐在半空 开始突破大成竞 倘若天结未来 那这块身子石头就来不得了 一座山洞内 苏奇打坐在一只大顶内 身体浸泡在药水之中 他的皮肤通红 面露痛苦之色 混沌天狗躺在大顶旁边 一会儿盯着苏奇 一会儿 看向洞口那慰望着夕阳的身影 那身影赫然是季仙神 洞口外便是悬崖 季仙神打坐在悬崖边 手里握着竹箫 萧瑟 估计的萧声传入洞内 黄昏的余灰洒落而下 落在季仙神的身上 彭腐为他披上一层神意 混沌天狗忍不住问道 他真的能恢复神志吗 十几年过去 苏奇一直没有醒来 导致混沌天狗 都以为他没救了 放心吧 他先前走火入魔 只是控制不住自己体内的力量 他与我一样 生来不凡 蕴含超越众生的强大力量 在我们天仙府的密钥炮制下 要不了多久 他就能掌握自身的力量 恢复神志 季仙神轻声回答道 他的目光望向天边 不知为何 他想到韩诀 那人定然也生来不凡 想到自己败于韩诀 季仙神便极为不爽 他猛地起身 丢下一句话便离去 我去图一个魔宗撒撒怯 季仙神离去后 混沌天狗重新看向苏奇 要不要背着他离开 混沌天狗犹豫地想到 虽然季仙神救了他们 但他总觉得 季仙神有自己的目的 季仙神每次看他的目光 都很炙热 让他想到了纪奈何 如果混沌天狗没猜错 季仙神想拿他当作棋 想培养苏奇当手下 唉 真想回大雁 混沌天狗心中叹息 这里距离大雁太远了 远到混沌天狗 都没有把握能回去 他们若是回去 季仙神会不会恼怒 寒绝珠杀过青蟒大圣 或许已经是杜杰境修为 但季仙神可是能与大乘对抗 想到季仙神队 战机奈何的场景 混沌天狗便忍不住胆颤 半年后 寒绝正式踏入大乘境 无声无息 他没有遇到天前 这说明什么 说明身子石头 跟他猜测的一样 此时能蒙蔽天际 神识啊 寒绝按捺住机动 身体落在草地上 开始巩固自身修为 突破至大乘境后 冥冥之中 他明白了许多真意 例如天地规则 凡间秩序 大乘境属于凡间能 承载的最高修位 达到大乘境九层大圆满后 就会被凡间强制 驱逐飞升 寒绝可不想早日飞升 或许身子石头 能给他带来希望 既然这块石头 能帮他躲避天结 是否能帮他留在凡间 寒绝觉得很有可能 悟道剑的上一任主人 那位仙神 或许就是靠着这块石头 才留在凡间 即便不行 到时候寒绝先逃到阴间 去修炼 办法总比困难多 恭喜你突破之大乘境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立即飞升 脱离凡尘 可获得一次神通传承 一块天道灵石 一箭灵宝 二 继续修炼 暂不飞升 可获得一箭灵宝 寒绝看到眼前的提示 不由挑眉 这是引诱我飞升 断不可能 寒绝直接选择第二个选项 你选择继续修炼 暂不飞升 获得一箭灵宝 恭喜你获得太乙灵宝 黄龙气韵教 黄龙气韵教 太乙二品灵宝 做骑行法宝 可承受散仙权力一击 寒绝挑眉 可承受散仙权力一击 终于出现明确的提示 也就是说 他身上的其他太乙灵宝加一击 寻常散仙杀不了他 寒绝暗自惊喜 这才是我喜欢的宝贝 防御才是寒绝最想要的 他继续巩固修炼 半个月后 韩绝彻底稳固修炼 成为货真价实的大乘境修士 他迅速回欲清圣宗 回到先天洞府内 韩绝坐在床榻上 悟道剑松了一口气 拍着胸脯道 主人 您终于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抛弃我了呢 放心 我就算抛弃你 也不会抛弃外面的宝贝 悟道剑一脸问号 韩绝拿起身子石头 问道 此时应该叫什么 悟道剑撇嘴 仍对韩绝刚才的话 感到不愤 就叫碧天石吧 韩绝喃喃道 露出满意的笑容 自己取名的水平真高 他将碧天石丢到角落 然后拿出黄龙气韵轿 此轿只有八掌大 落在韩绝的手心上 金光灵灵 四条金龙 承载一座金轿 大气十足 韩绝开始让他认主 两个时尚后 黄龙气韵轿认主成功 韩绝将他收入 小乾坤腰带上 随后 韩绝开始模拟试炼 对战宣秦军 这一次 他不掉整宣秦军的修位 直接对抗大城进八层 天地玄黄 破戒剑指一出 秒杀 爽 韩绝的底气顿时增强 这下子 凡间应该没有寄人能杀他 韩绝再次参悟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突破至大城进后 他应该能将此神通的上限 再次提高 并非是强度 而是神通本质 一个月后 韩绝再次来到见到长河 他快步前进 很快就见到战孤星 战孤星脑了 骂道 你怎么又来了 同一个神通 反复提升 有意思吗 你就不能好好修炼 增强修位吗 前辈 这话我就无法苟同了 凡间没有人比我更刻苦修炼 韩绝咒没到 战孤星愣了愣 惊一道 你已经达到大城进 这才多少年 此子不仅是见到天赋绝伦 连修行天赋也这般恐怖 战孤星不由重新审视韩绝 韩绝朝他抱拳行礼 然后越过他 继续前进 这一次 韩绝想看看 自己能走多远 战孤星跟着转身 看向他的背影 不知为何 战孤星觉得 韩绝与以往不同了 他 似乎不再是凡人 阴云天穷之下 断壁残垣 延绵大帝之上 九鼎真人 带领玉清圣宗的修士们 警惕的前行 柳不灭 观幽刚 西玄仙子 行红玄也在其中 这里便是魔道皇城 看起来好破败 据说魔修时 不时发狂 魔帝就懒得再修住城池 奇怪 其他正道大宗的人 怎么不信 我也感觉不对劲 大家小心点 魔道中人 诡计多端 玉清圣宗的修士们 焦头接耳 所有人都握紧自己的法宝 不敢放松 行红玄抬眼望去 阴云尽头的天穷血红 连绵起伏的大地镜头 隐约能见到一座巨大的城池 他皱起秀眉 心里莫名有些不安 柳不灭跟在九鼎真人身旁 低声道 长教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诡异的事 何事 魔修似乎杀不完 嗯 按理来说 魔修的数量 不可能比我们正道多 但大战数十年 人到处都是魔修 另外 我们正道修士的身影 似乎在减少 九鼎真人脸色一变 低声问道 你的意思是 柳不灭脸色凝重 道 此消彼长 我怀疑 魔道有一种力量 在让正道修士 堕入魔道 一路上 我们不是遇到许多 走火入魔的魔修 九鼎真人心里一抖 这一下子 他彻底无法保持淡定 他紧张地看向周围的 残破城池 随处可见尸体 他忽然觉得 暗中有重在窥探自己 要不然撤退吧 我们没有必要 杀到魔道皇城去 官幽刚凑过来说道 玉清圣宗虽 是大烟第一宗门 但放眼天下 勉强算三流 这种大决战 玉清圣宗的影响力 微乎其微 九鼎真人停下脚步 转身道 所有人跟随我撤退 他纵身跃起 朝着来时的方向飞去 轰隆隆 一道身影 从滚滚匀之上砸下来 直接砸在破旧的街道上 掀起一圈尘土 碎石横扫八方 尘土散去 一尊魁梧的身影出现 赫然是魔道五尊之一的 贪魔罗汉 一看到他 九鼎真人等人脸色大变 他们都能感受到 对方的强大 贪魔罗汉缓缓睁眼 又手立在胸前 开口道 阿弥陀佛 各位想往哪儿走 既然来了 那就一同入魔吧 先天洞府内 寒决的一时回归体内 灵气疯狂 钻入他的体内 他的道痕开始增长 这一次 越过太乙 他前进二十步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得到蜕变 在他的领悟下 此神通将破戒 从强度上扩展到轨迹上 剑气射出 破戒射至远方 类似于瞬间移动 空间跳跃 只要神识能捕捉到对方 即可实现远程射杀 寒决很满意 无论近距离 还是远距离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都杀伤力无穷 他相信凡间 没有寄人能承受 寒决拿出恶运书 开始诅咒记奈何 朱雀 绝眼道人 无论多强 日常任务不能丢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你的好友九鼎真人 被魔修俘虏 你的好友细弦仙子 被魔修俘虏 你的道理星红玄 被魔修俘虏 你的徒弟 苏其脱离走火入魔状态 神格彻底觉醒 道行大掌 你的徒孙方良 遭遇魔修袭击 X4679 你的徒孙方良身受重伤 幸得神兽所救 被带入一方动天伏地 你的好友莫复仇 得到你的好友莫主所救 摆脱封印 你的好友黄吉浩 被魔修俘虏 好多俘虏 寒决皱眉 就连关幽刚 柳不灭等人 也被俘虏 怎么回事 寒决立即将一时 与星红玄的 天之傀儡言通 此刻 行红玄与 欲卿圣宗的修士们 被关押在一座大殿内 各个状态为民 这座大殿很辽阔 收押数万修士 寒决还看到了黄吉浩 黄吉浩打坐在角落 头发凌乱 极其狼狈 这是怎么一回事 寒决通过天之傀儡 传言给行红玄 发生了什么事 你传言给你的储物件 不要声张 行红玄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到 但一听是寒决的声音 当即平静下来 我们被贪魔罗汉抓了 行红玄传言给自己的储物件 开始讲述这段时间的经历 遇到魔道五尊之一的贪魔罗汉 欲清圣东一行人 自然不是对手 九鼎真人 柳不灭 被贪魔罗汉一拳废了 好在贪魔罗汉病 非要杀他们 他们才得以活下来 魔道四尊 好像在大肆抓拿正道修士 据说与银魔大典有关 哪个银 呸 别乱想 银接的银 魔帝似乎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据说他是被召唤到凡间来的 他可能要召唤更多的魔 也就是说 你们可能是祭品 嗯 夫君 这一次 我们栽了 来是再做夫妻吧 天仙府呢 不清楚 韩爵陷入思索中 怎么回事 他还以为正道 以精湛具优势 现在听行红玄说 似乎魔道占据上风 还有银魔大典 别是召唤上古魔族吧 韩爵越想越紧张 他安抚了机具型红玄 别不再传音联系 事到如今 不得不出手 等魔族来了 那天下就更不太平 韩爵可不希望 自己被打扰修行 韩爵抬起自己的右手 竖起中指 难难道 到时候就看你了 悟道见证对着他 模仿他竖起右手中指 对韩爵问道 主人 这是什么意思 神通其手势 嗯 此神通不能轻易用 除非必死之局 那有什么用呢 能让你死前 心里舒坦一些 嗯 韩爵不再理会无道见 起身走出先天洞府 来到扶桑树下 韩爵注意到慕容起回来了 他打坐在树下 苦思冥想 黑玉姬在树上打盹 杨天东在修炼 寻长安坐在悬崖边 望着天边 不知在想什么 背影忧愁 韩爵抬头望去 天上仍是三个太阳 那两只小精 乌尽不来 却不肯离去 真是执着 慕容起看到韩爵走来 连忙起身行李 韩爵微微点头 慕容起凑上来 紧张地问道 师祖 我能向您请教吗 请教什么 天下万道 哪一道最将 剑道 没有最将的道 只有最将的修道者 师祖 我感觉我 好像不适合剑道 慕容起脸色忧虑 最近他经常外出执行任务 他发现 自己的战斗力 不能像传言中的天骄们一样 可以越街战斗 他甚至觉得自己有些平庸 韩爵不动声色地问道 那你觉得你适合什么道 我也不清楚 那便去学 欲清圣宗内有各道的法术 等你找到适合自己的 再来找我 我亲自指点你 多谢师祖 慕容起惊喜 连忙行李 直接离去 韩爵将目光看向扶桑树 扶桑树已经很高大 树身上的地仙葫芦 腾长得也不错 只是不知何时才能开花结果 看了一会儿 韩爵又回到仙天洞府 开始修炼六道轮回宫第九 曾心法 一年之后 那座宽敞的巨大球殿内 数万正道修士 还在运工修炼 殿内弥漫着一股魔气 不断蚕食着正道修士们的灵力 修士们只能修炼 顽强抵抗 苦不堪言 行红悬 西悬仙子也在修炼 大多数时候 修士们都没有交流 如同在闭关 轰隆隆 大殿大门忽然打开 一尊魁梧的身影出现 正是贪魔罗汉 贪魔罗汉 扫射着殿内的修士 缓缓开口道 你们还有半年时间 若是愿意加入魔道 可随时禀报殿外的魔修 半年后 迎魔大典开启 凡是不愿归降者 全都将成为真魔的祭品 留下这番话 贪魔罗汉转身 等等 我愿意成为魔修 一名中年男子高声喊道 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周围的修士 纷纷向他投来愤怒的目光 其中一人直接把阿剑 欲要斩杀中年男子 一道魔器凭空出现 将其剑挡飞出去 然后缠绕在中年男子周身 中年男子面露惊喜之色 见此 其他修士也按捺不住 我也愿加入魔道 我也是 求钱背护我们 我不想死 抱歉 各位 各位道友 我们已经尽力了 是真的不行 越来越多的修士 站起身来 欲卿圣宗的弟子们 也眼神闪烁 躁动不安 九鼎真人沉声道 我欲卿圣宗的弟子 只能堂堂正正地死 不得屈服于魔 闻言 欲卿圣宗的弟子 门面面相去 没有一人站起来 行红旋朝处物界内呼唤 但韩绝没有回答 他只能叹气 眼下局面 韩绝不可能帮到他们 即便韩绝亲自赶来 短时间内 不可能跨越山川大海 来到此地 要知道 他们可是花了数十年 才赶赴此地 五个月后 慕绒起拜访韩绝 说自己 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 韩绝走出先天洞府 带着他 来到扶桑树下坐下 悟道剑 也跟来凑热闹 树上的黑玉姬睁眼 好奇地看向他们 师祖 我觉得适合我的兵器 知道是枪 或者说长兵 不过修真者 很少有人用长兵 长兵更适用于凡间指战 慕绒起苦恼道 推荐阅读 韩绝并不意外 无愧是神功战神 战神确实大多 是用长兵 无论是神话 还是凡间 韩绝挥手 斩断扶桑树的一根树枝 用灵力 削成一根木枪 递给慕绒起 道 从今以后 它便是你的枪 慕绒起接住后 愣了愣 它并没有嫌弃 而是很意外 扶桑树 可谓是韩绝最宝贝的天才地宝 甚至还吸引来两个太阳 此树定是神树 韩绝竟然斩下一根树枝给它 其他人可没有这样的待遇 慕绒起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五星 师祖 慕绒起犹豫道 寻长安也连忙开口道 师父 这可使不得 韩绝瞪了他一眼 道 你现在帮我接上树枝 寻长安尴尬 只能善善作罢 今日 我为你们讲道 讲的是天地真意 看看你们能不能领悟 出属于自己的神通 或者道法 韩绝继续说道 阳天东一听 连忙坐过来 大成讲道 这般待遇 即便是天仙斧天骄 也未必有 韩绝开始讲道 他的声音高深莫测 令慕绒起等人 迅速进入一种领悟 深思的状态 他们没理由听清楚 韩绝讲的内容 但韩绝的声音 就是有这样一股力量 能让他们快速入定 甚至提升悟性 哄 大殿大门打开 一名名魔修迅速涌入 他摩罗汉的声音传出 道 押送他们 前往迎魔祭台 但敢有反抗者 直接诛杀 正道修士们 顿时慌乱起来 黄吉浩率先起身 冷横道 我倒要看看 你们能否笑到最后 他率先踏步而出 不让其他魔修碰自己 其他人跟着起身 九鼎真人 行红旋 西旋仙子 也是如此 九鼎真人一边走 一边大笑 我欲清圣宗的弟子 都是好样的 他的话让 欲清圣宗弟子们的惶恐 顿时一扫而光 所有人胸腔里 都涌现出热血 死意何惧 行红旋注意到 周围的魔修 有不少 是先前投降的正道修士 不由露出鄙夷之色 他轻声叹息 夫君 来世在做夫妻 你夫君是韩长老 西旋仙子问道 行红旋也住在 苦修城仙山 不过两女的交际不多 行红旋应道 嗯 那来世可能没希望 等你转世 他会许以成仙 行红旋抑郁了 西旋仙子嘴角微扬 笑得很隐蔽 管游刚走过来 道 师妹 临死之前 我有一句憋了很久的话想 不想听 我 师兄 来世若有缘 我当师姐 我来护你 还你精神队 我的照顾 近两万正道修士 浩浩荡荡地走出大殿 走出大殿后 行红旋看到附近 其他宫殿内 也有浩浩荡荡的正道修士 被押送出来 很难想象魔帝 抓获了多少正道修士 难道真的就没希望了吗 天仙府呢 那些圣地呢 旁边一名女弟子的声音传来 语气中充满愤慨 在被抓之前 他们都以为胜利在望 没想到 噩梦才刚开始 九鼎真人东张西望 暗自心经 魔修怎会如此多 那些正道修士 是如何快速转变为魔修的 按理来说 灵力转变为魔器 是需要修炼过程的 岂是短时间内 能散工重修 大地平坦 分布着数十座巨大宫殿 到处都是篝火 魔修数量难以估量 魔器形成滚滚阴云 遮天蔽日 如处傍晚 从高空望去 宫殿们围绕成一个巨大的圆圈 所有大门对着同一个方向 那是一座长宽千丈的巨大祭台 通体苍白 好似由白骨制成 森然惊悚 迎摸祭台 祭台周边站着一圈魔修 各个身穿黑袍 好似地府的鬼差 轰隆隆 祭台上方的阴云剧烈翻涌 形成一个可怕的漩涡 电闪雷鸣 远方 一座小山上 苏奇混沌天狗 趴在一块石头后面 探头张望 好多魔修 我们真的要上吗 混沌天狗哆嗦问道 好不容易逃出魔帝的掌心 他可不想再涉险 苏奇正色道 我等星属正道 岂能畏惧 今日若是魔帝大计得逞 天下有难 届时 我师父 你的主人也别想安心修炼 届时再回望过去 可能就是缺了我们这一份力 混沌天狗一脸苦逼 这小子太正义凛然了吧 他忽然很想念祭仙神 那家伙要是杀来 该多好啊 苦修成仙山上 韩爵讲道结束 众徒子徒孙还处于悟道状态 久久无法回过神来 这时 李亲子赶来 他来到韩爵身旁 看了慕容起 悟道剑等人一眼 低声道 韩长老 长叫他们被抓了 我们该怎么办 距离太远 导致他的消息延后一年多 韩爵回答道 等吧 他想说他们会没事的 但万一出事了呢 这种事不能打包票 那些圣地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一个个都消失了 可恶 李亲子咬牙切齿道 总觉得这背后有大阴谋 韩爵道 他们可能也有麻烦 这句话是真的 他之前看邮件发现 天仙府的寄仙神 寄冷禅 寄空道人都在遭遇魔修袭击 次数都远超玉清圣宗等人 看来 他们应该是被牵制住了 李亲子叹息一声 随后离去 韩爵面不改色 实际上他正在用天之傀儡 观测魔道皇城的情况 他在等一个人 魔帝纪奈何 只要杀了纪奈何 魔道自然溃散 没过多久 玉清圣宗的修士们 被押送到银魔祭台 他们被关押这么久 在魔器的摧残下 早已失去战斗力 只能面目憎恨地 望着周围的魔修 这就是银魔大典 天上是什么 不会真要召唤魔吧 传说中 魔层世人 妖两族之前 最为强大的种族 该死 我无法调动体内的灵力 魔帝在哪 修士们议论纷纷 恐慌 紧张 不安 在祭台上蔓延 越来越多的修士 被赶上淫魔祭台 他摩罗汉 站在祭台旁边 闭着眼睛念惊 有修士想要反抗 结果直接被魔修击倒 费了经脉 丢上祭台 哀嚎不停 凄惨无比 黄吉浩来到九鼎真人面前 轻声问道 贵宗的斩神长老来了吗 在他心目中 韩爵士最降大的修士 他若是来了 或许还有一些生机 九鼎真人摇头 他倒是很庆幸梅 有让韩爵来 要是来了 玉清圣宗连香火 都断了 黄吉浩露出遗憾之色 轰隆隆 祭台上方出现滚滚血气 血气之上 凭空出现一道身影 赫然是血魔老祖 血魔老祖 俯视着银魔祭台 微微点头 他直接散发出 自己的恐怖威压 笼罩大地 让祭台上所有修士 胸口如糟重锤 十分难受 待所有修士上了祭台 除了祭台周围守卫的魔修 所有魔修纷纷跪下 朝拜祭台 天地陷入寂静中 祭台上正道修士的数量 已经超过十万 全都不敢吭声 紧张地望向天空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攻迎魔帝降灵 血魔老祖开口喊道 话音落下 数十万魔修气声呐喊 攻迎魔帝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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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修们一口同声地喊道 声音汇聚在一起 震耳欲聋 每一位魔修的脸上 都写满狂热之色 天上的魔气漩涡中 出现一道身影 正是魔帝即奈何 他抬起双臂 开口道 魔道的传承者们 所有魔修文言 纷纷闭嘴 紧紧盯着他 正道修士们更加紧张 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天地初开 万物混沌 先有魔 再有神 之后才是人族诞生 出现仙人 魔之道 乃是追求不受天道约束 长生不死 长生不灭 随心所欲 快恩一筹 纪奈何的声音 充满沧桑感 带领魔修们 回到那个亘古久远的时代 远在苦修城 仙山的韩觉 也通过天之魁 雷听到他的话 暗道 这是魔道传销 韩觉没有立即出手 纪奈何弦在高空 还不是最佳的出手时机 这时 慕容起 飞玉姬 寻长安 杨天东 悟道剑都已经醒来 师祖 我们追求的道 应该是寿命 还是灵练 慕容起问道 韩觉回答道 众生有众生志 无知志向便是寿命 当你活到最后 你的力量便是最强 杨天东问道 天道有天规 生死轮回便是天规 成仙后是否就跳出生死轮回 他现在已经放下野心 一心只想追寻长生大道 仙神只是比凡人强大而已 真正的永生不死还远 否则神话里就不会有那 某多仙神转世下凡 正因为大道尽头遥远 我们才要珍惜当下 今日少修一炷香时间 千年后浪费了多少时间 万年后呢 百万年后呢 韩觉悠悠说道 他心不在焉 但落在众弟子眼中 那便是高深莫测 看破红尘 师父 您如今适合静谏 何时能到大城 杨天东好奇地问道 别看他们这些师兄弟 天资都很强 但他们心里都清楚 论天资 他们比不上韩觉 李亲子就住在半山腰 偶尔跟他们聊天 都会提及当年的韩觉 他是看着韩觉强大起来的 韩觉平静道 魏师已经是大城 此言一出 慕容起 雾道剑 寻长安 黑玉姬皆是瞪大眼睛 大城剑 凡间最高境界 当众人震惊时 韩觉眯起眼睛 机会来了 另一边 当魔地纪奈何 正在激昂的蒋树魔的来历时 一股可怕的气息 从天边爆发 万军雷霆轰鸣而来 所有修士 起起转头看去 只见无数雷电 形成一堵 长达天地两端的恐怖电墙 势不可当地袭来 漫天雷电之中 济仙神踏步而来 轻衣肆意鼓动 他面露亢奋笑容 目光死死地盯着纪奈何 放肆大笑 魔地 这一次 我非杀你不可 他的出现 另隐隐魔祭台上的 所有修士振奋 这么多年的正魔大战 济仙神凭借着 降大的实力 以精明动天下 甚至在他们眼里 是天下第一 济仙神的到来 也代表着天仙府 即将来临 纪奈何皱眉看去 血魔老祖 贪魔罗汉 同样转身看去 面对济仙神 他们都很忌惮 此人太像了 苏奇 混沌天狗 奔在济仙神身后 混沌天狗兴奋到 这家伙 是不是又变强了 苏奇望着济仙神的背影 眼中满是震撼之色 这是何等修为 才能达到的气势 独自面对整个魔道 虽千万人无往矣 与此同时 行红旋耳边 响起一道声音 将天之傀儡拿出来 闻言 行红旋愣了愣 一听 这含绝的声音 他立即拿出天之傀儡 旁边的西玄仙子 瞥见天之傀儡 眼中流露出一色 其他人都望着天边的寄仙神 没有人注意到 天之傀儡的出现 在两女的注视下 天之傀儡抬起右手 食指指向天穷上的寄奈何 苦修成仙山 扶桑树下 慕容起兴奋地问道 师祖 您都达到大成了 何时非生 何谓大成 大成到底有多强 韩绝起身 其他人跟着起身 只见韩绝抬起右手 竖起食指 咬指天边 目光辟逆而去 一股恐怖气势爆发 何谓大成 大成便是 天各一方 一指诸笛 大成便是 有我无敌 韩绝意气风发地笑道 话音落下 他猛地爆发出六道灵力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剑光闪耀 天地犹如白昼 在慕容起等人震撼的神情下 一道恐怖剑气 从韩绝的食指中射出 眨眼间消失于天地尽头 掀起的狂风 让群山上的山林剧烈摇曳 这一幕 深深地震撼到他们 尤其是慕容起 韩绝现在展现出的气魄 便是他想追求的 无敌 滚滚阴云之下 纪奈何皱眉 盯着天边来袭的寄仙神 心中恼目 蘑菇他们怎么回事 竟然将这家伙放出来了 首发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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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奈何眼中闪过杀意 既然如此 那他便杀了这位天仙府 第一天就 纪仙神同样满腔杀意 除了杀意 更多的是兴奋 惊人若能挡着正魔两道的 面珠沙漠底 那他便是天下第一 拯救苍生的天下第一 哄 一道恐怖的轰鸣 声从身后传来 惊得纪仙神下一时扭头 可他的头还未转动 剑光照耀他的脸 他的余光 瞥见一道可怕的剑气 他从未遇到过 如此恐怖的剑气 太快了 快到纪仙神 完全来不及反应 纪奈何的感受 比他更加强烈 他只感觉纪仙神身后 凭空出现一道剑气 动穿纪仙神的万千雷霆 直接杀向自己 纪奈何来不及多想 下意识想要躲避 可惜 来不及 挡不住 纪奈何瞪大眼睛 剑光照耀在他脸上 这一瞬间 他大脑一片空白 什么都没有想 心里还保持住 对纪仙神的杀意 直至 他被剑气淹没 形神俱灭 大地之上 所有魔修 正到修士 同样没有反应过来 他们只看到 一道剑气凭空出现 划破天穷 撕裂无边阴云 直接撞上魔地 没有震耳欲龙的轰鸣声 也没有撼动天地的爆炸 剑气散去时 魔地已经不在 血魔老祖 贪魔罗汉瞪大眼睛 两人都被吓傻了 纪仙神也停下来 愣在原地 他下意识扭头看去 身后的天穷上眉 有其他人 大地上倒是有人 一人一拳 是谁 纪仙神动容 浑身颤抖 怎么可能 刚才那是仙人出手 凡人不可能拥有如此力量 太可怕了 纪仙神从未感受过如此恐惧 即便当初在苦修城仙山面对关羽 也曾如此 除了关羽 天地间 有人更强 天地寄疗 只剩下寄仙神脚下的雷霆 还在轰鸣 所有人陷入沉寂中 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 梁九 黄吉浩忍不住到 魔地死了 他的声音不小 直接打破沉寂 哄 银魔祭台上炸锅 所有修士都在欢呼 行红旋 西旋仙子 则愣愣地望着天之傀儡 九鼎真人 关幽刚 柳不灭刚 好瞥见天之傀儡 天之傀儡 还保持住指向魔地 激奈何的动作 韩爵能射中激奈何 多亏天之傀儡 负责瞄准 莫非 九鼎真人三人 想到了一个大胆的可能 天之傀儡 这身形象极了一人 苦修城仙山上 韩爵收手 扶桑树 还在随风摇动 落叶纷飞 雾道剑痴迷地 望着韩爵的背影 寻长安 杨天东 同样满脸崇拜 黑玉姬瞪大着鸡眼 显得十分滑稽 慕容起握紧双拳 兴奋问道 失足 这是什么神通 韩爵偏向他 道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想学吗 想 你不是不喜欢剑 我可以试着改良成枪法 太霸气了 韩爵笑了笑 重新走到扶桑树前坐下 其他人跟随 天地恢复平静 慕容起等人 还以为韩爵 只是向他们展现 大成竞的强大 殊不知 韩爵刚才那一指 拯救了天下苍盛 韩爵并没有激动 只是心里松了一口气 这下子 正到稳了吧 朱砂济奈何后 韩爵心头上 算是少了一块玄石 他一边为徒子徒孙解惑 一边关注魔道皇城那边的情况 济奈何一死 血魔老祖 贪魔罗汉 差点吓死 立即逃顿离去 济奈何的实力 与他们相差不算太大 他们都没有看清楚 济奈何是如何死的 说明出手之人 实力远超他们 他们哪里敢逗留 被抢人头的济仙神暴墓 开始屠杀魔修发现 银魔大殿 就此被中断 正到修士们得救 行鸿玄在韩爵的吩咐下 将天之傀儡 重新收回储物界内 欢呼声响彻这片昏暗大地 我的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能出手 竟然直接诛杀魔地 是寄仙神杀的 肯定不是 刚才寄仙神都被吓到 到底是谁 魔地不是大成修士吗 莫非出手的是仙人 天佑我正道 苏奇 混沌天狗愣在原地 他们还处于震惊中 刚才那道剑气 从他们头顶划过 犹如神迹 苏奇亢奋了 握紧双拳 不停地欢呼 肯定是师父 听到苏奇的话 混沌天狗愣住 诧意问道 是主人杀的魔地 苏奇点头道 一定是他 他一直在暗中庇护我 否则我早死了 混沌天狗一听 不由郁闷 主人怎么不保护我 他心里还是不幸的 赶紧溜吧 我要回大宴 苏奇见记仙 神还在大杀四方 觉得这是好机会 说完这句话掉头就走 混沌天狗连忙跟上去 他也不想 给祭仙神荡做起 另一边 韩爵一直通过天之傀儡洞察战局 确保欲卿圣宗一方无事 魔地之死对魔修们的士气 造成严重打击 祭台上的修士们没有人死 魔修们都望风而逃 奈何祭仙神穷追不舍 回到仙天洞府内 韩爵打坐在床榻上 为了庆祝这次正道的胜利 韩爵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朱雀 绝眼道人 一人半个月 加倍 诅咒结束后 韩爵继续修炼六道轮回宫第九 曾心法 魔地死后 天下应该很快就要太平 韩爵又能安心修炼 他已经通过天之傀儡 告诉行洪璇 劝九鼎真人早日回来 不要逗留 不到一年时间 魔地之死震惊全天下 魔道气势 如同韩爵猜测的那样 直接溃散 人间有仙人的传说开始流传 主要是因为魔地死得太离谱 被一道神秘的剑气秒杀 过程充满戏剧性 仙人是谁 来自哪个宗门 成为全天下最大的话题 许多说书人 甚至为此边写个众传说 五花八门 一片昏暗的空间 磅礴大雾弥漫 宣秦军半跪在大雾之中 一道冰冷声音响起 气奈何死了 你们还不清楚 是谁所杀 宣秦军深吸一口气 道 根据当时两位大臣修士所现 对方没有现身 我怀疑是仙神 仙神私自下凡已经 不是第一次 首发 寂静 冰冷声音没有再响起 过了一会儿 宣秦军问道 魔族陆凡的计划 还要再施行吗 先前既奈何 已经启动祭祀仪式 魔族气运靠近凡剑 此事估计 已惊惊动仙剑 再继续下去 恐怕 哼 继续 就让魔主来吧 凡间已经有真魔 本作已让魔主 去寻觅那位真魔 至于你 早日飞升吧 遵命 宣秦军应道 低住头的他 眼神闪烁 一晃眼 十年过去 韩爵终于 炼成六道轮回宫 第九层心法 他没有领悟心神通 但他的修行速度 得到提升 从现在起 他能吸收日月精华 能在阴间吸收九幽灵气 与此同时 他距离大城镜二层 还有一段距离 韩爵决定前往阴间 去看看 他不敢亲自前去 先创造出一具天之傀儡 让天之傀儡 去试试水 倘若达到大城镜圆满 不得不飞升 他还能先去阴间避避难 半个月后 韩爵成功创造出 一具天之傀儡 他跟着诗法 床榻前的地面 浮现一片黑气 一扇相欠着 古怪图文的石门 升腾而起 轮回之门 这是六道轮回宫第八 曾心法 所附带的神通 可踏入阴间 可吸收魂魄 丢入六道轮回之中 悟道剑瞪大美目 一脸好奇 他也不敢吭声 只得安静地看着 韩爵操纵着天之傀儡 进入轮回之门 他跟着闭幕 将助毅力落在 天之傀儡身上 进入轮回之门后 天之傀儡 被滚滚黑雾淹没 无法失误 韩爵小心翼翼地前进 这可是他第一次探索阴间 走着走着 韩爵感觉到 脚下出现流水 这让他更加紧张 他将神石散开 发现四周没有任何东西 脚下确实有水 这水很诡异 神石触碰后 直接消散 能消融神石的水 莫非是传说中的黄泉水 过了一会儿 前方终于出现光线 韩爵看到一座桥 位于大雾之中 水面之上 望不到桥的另一头 桥头上有一名老妇人 不断有魂魄 凭空出现在他面前 接过他手中的碗 一隐而进后 便踏上桥 消失于桥上的迷雾之中 奈何桥 孟婆 韩爵心中好奇 警惕的他 转身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 他又不投胎 为何要上奈何桥 孟婆说不定是阴间大能 可不能小觑 生死轮回前 你想回头 一道沧桑的声音 传入韩爵的耳中 韩爵一听 立即加快速度 迅速消失于迷雾之中 还没飞多久 一股可怕的威压忽然降临 压得韩爵倒在水中 韩爵立即让天之傀儡自爆 以免阴间大能顺 这天之傀儡 找到他本尊 轰的一声 先天洞府内 韩爵睁开眼睛 立即将收回轮回之门 他背脊冒冷汗 刚才的威压太降了 要知道 天之傀儡可是大成竞修位 竟然被威压压得趴地 这阴间不能轻易踏入啊 韩爵后怕得想到 轮回之门 是不是随机连接阴间之地 韩爵摇头 反正他是不敢再尝试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若是对方顺驻天之傀儡 锁定他的本尊 隔界诛杀他 不是没可能 毕竟他对于阴阶而言 是异类 主人 怎么 悟到剑忍不住问道 韩爵摇头 正要回答 忽然感觉气温提升 洞府内好热 等等 莫非是 韩爵想到一个可能 当即消失在床榻上 来到洞府外 韩爵抬头望去 两只小金屋所化的太阳 越来越大 莫非他们要下凡 韩爵皱眉 杨天东 寻长安 慕容起 黑玉姬都紧张极了 尤其是黑玉姬 因为这装货 是他闯的 一想到传说中的 神鸟金屋 即江夏凡 他就害怕极了 悟到剑跟着走出洞府 抬头望去 诧意问道 那两个 太阳要掉下来 不仅是他们 欲清圣宗的弟子们 也察觉到不对劲 越来越多的人 腾飞至空中 对着天上的三个 太阳指指点点 韩爵犹豫 要不要朝两只 小金屋射一指 吓跑他们 他感受到 气温越来越高 觉得不能再等 立即纵身越起 迅速来到天顶之下 抬头望去 他能看到 两只巨大的火鸭 正在撞击天壁 身上的太阳真火 越发地强盛 金屋 形似火鸭 长着三族 一展十里 十分霸气 丝毫看不出 还是幼年状态 天壁已经出现裂缝 两只三族金屋 就要闯进来 就在这时 韩爵眼前出现一行字 检测到先天气运者 是否查看其来历 先天气运者 韩爵立即选择查看 神金屋 大成径七层 幼年状态 因资质原因 被金屋神族遗弃的小金屋 感受到扶桑树的气息 为了变强 特意赶来凡间 由于魔族干扰天道气域 两只小金屋找到机会 想要强行闯入凡间 两段一模一样的信息 出现在韩爵眼前 嗯 被金屋神族遗弃 韩爵捕捉到重要信息 既然被遗弃 那韩爵诛杀他们 不会得罪金屋神族吧 不一定 像这样的神族 必然很要面子 若是知晓自己的族人 被凡人诛杀 岂能不恼怒 韩爵默默想到 一名道人 凭空出现在不远处 他面露惊骇之色 三足金屋 不好 他吓得立即消失在原处 韩爵满脸问号 这人是还搞笑的 轰的一声 天壁犹如玻璃破碎 两只小金屋 立即冲向韩爵 准确地说是冲向大地 韩爵朝天连射两指 剑气冲天而起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两只小金屋的身体被冻穿 发出哀嚎 身上的太阳真火 顿时消散 若非神金屋血脉 他们当初就要暴毙 韩爵挥手 施展神通袖中乾坤 将他们收入袖中 连大城镜八层的 宣秦军面 对他都会被秒杀 何况大城镜七层的小金屋 小金屋虽是神族 但他们还小 韩爵正要离去 一道身影 急迟而来 赫然是季仙神 那两个太阳呢 季仙神好奇问道 陷到韩爵 他并没理有觉的惊奇 韩爵平静道 走了 天壁迅速恢复 旁腐没有被冲破一样 韩爵好奇 这天壁外是什么 小金屋都能闯进来 其他先生会 不会也如此 他突然觉得 浑身不自在 这凡间未必安全 季仙神来到韩爵面前 仔细打量他 目光灼灼道 朱砂魔帝之人 是不是你 刚才的剑气我 可是感受得清清楚楚 倘若真是韩爵 那他心里就舒服了 好不容易接受 有人比他强 他可不希望 有两人比他强 韩爵点头 道 此事不得传扬出去 这天下第一 还是由你来当 季仙神咒梅道 为何 你修行不未明 我未长生 听到韩爵的回答 季仙神沉默 韩爵转身离去 季仙神没有阻拦 只是复杂地 望向他的背影 季仙神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韩爵看到眼前的提示 摇头失笑 他直接腾挪回扶桑树下 慕爵起率先问道 师祖 情况如何 金屋被您除掉了 天上只剩下一个太阳 足以说明结果 其他人纷纷崇拜地看向韩爵 韩爵沉声道 此事不得声张 就当不知 众人一听 连忙点头 韩爵走到扶桑树前坐下 然后闭目 其他人不敢打扰 只能在一旁议论 韩爵将神石投入袖中 乾坤的小天地中 黑暗之中 两只小金屋挤在一起 瑟瑟发抖 太阳真火散去后 他们显得楚楚可怜 给你们一个机会 若是任我为主 我可以让你们活下去 甚至变强 韩爵开口道 神石将他的话传入 两只小金屋体内 转变为他们能理解的信息 两只小金屋面面相去 犹豫了一会儿 他们朝着韩爵低头 表示愿意归降 韩爵可不放心 悄悄往他们身上 打入六道印记 他准备观察一段时间后 再放出小金屋 之所以收养小金屋 是因为扶桑树以后 可能吸引其他金屋 倒不如让给这两只 被遗弃的神金屋 日后以金屋卫做起 起不拉风 金屋之事引得天下热议 但随着两个太阳突然消失 天下又很快陷入瓶颈 一个月后 韩爵确定两只小金屋的灵质很低 跟三四岁的孩童似的 趁着他们年幼 韩爵在他们的灵魂内 加深六道印记 从而控制他们的生死 六道印记很隐蔽 他们很难发现 做完这一切 韩爵将他们放出 两只小金屋缩小成 黑玉姬一样的大小 兴奋地飞上扶桑树 韩爵严令他们 收敛太阳真火 可即便如此 黑玉姬面对他们 仍很惶恐 主人 他们会不会吃了我 黑玉姬颤声问道 感觉都要哭了 韩爵哼道 不是你把他们招来的吗 从今以后 你们一起作伴 黑玉姬玉库无泪 杨天东望着两只小金屋 本能地害怕 金屋对于妖族而言 那是至高血脉 生怀妖圣血脉的 杨天东自然害怕 寻长安 慕容起 悟到剑则是好奇 将两只小金屋放养后 韩爵回到先天洞府 内继续修炼 期间 李清子 长月儿来了一趟 他们看到小金屋后 都被吓到 同时对韩爵的修味 更加好奇 他到底有多强 连神兽都能收服 一年后 正在修炼的韩爵 被一道声音惊醒 没想到 你金屋藏娇 宣秦君 他的语气似笑非笑 听得韩爵心里莫名异景 他立即将神石散开 发现宣秦君 已经来道苦修成 仙山的山脚下 你先出去吧 韩爵看项雾道剑 吩咐道 同时用神石 开启护山大阵 放宣秦君进来 雾道剑虽疑惑 但还是老老实实起身 他刚走出洞府 就撞见宣秦君 宣秦君无视他 直接走入洞府内 雾道剑醋眉 望着洞府石门关上 他心里莫名地不快 宣秦君入洞府后 走到桌前坐下 他笑盈盈地望着韩爵 嘖嘖撑其道 连金屋都能收服 你已经大成了吧 韩爵一听 忽然觉得自己漏了什么 他连忙开启系统结界 笼罩整座苦修成仙山 随着他越来越强 系统的功能也在增强 结界笼罩一座山并不难 也不知系统的结界 能否瞒过仙神的探查 没错 韩爵回答道 此事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若是宣秦君 对他有其他的想法 正好敲打一下 能避免矛盾 麻烦 就尽量避免 宣秦君对他还是挺好的 他不希望宣秦君 产生错误的想法 走上不正确的路 打 你肯定是打不过我的 宣秦君感慨道 我曾以为继仙神才 是天下第一天骄 没想到 你竟然是 当年我确实看走眼 但也能说明我 气欲雄厚 能在你还未强大起来时遇到你 我的小道理 如今你会想甩开我吗 宣秦君笑眯眯地问道 来到苦修城仙山 他心里还是很震惊的 这一山的宝贝 扶桑树也让他 觉得非同寻常 再加上两只金屋 这是凡人该有的宝贝 韩爵微笑道 自然不会 毕竟你也曾帮过我许多 两人虽是道理 但显得很客气 宣秦君抬起右手 往自己脸上一抹 平凡的相貌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妖艳绝美的容颜 眉眼勾人 五官精致 看得韩爵稍微有些失神 果然 堂堂魔君不可能长得那么平凡 凡人都能变好看 何况修仙者 我就要飞升了 你约与我一同飞升吗 宣秦君直勾勾地盯着韩爵问道 韩爵摇头道 我暂时还不想飞升 为何 你不想与我同行 我算到 我在上界有仇敌 有歹人等着我飞升 我还得变强 我跟你一同飞升 只会连累你 宣秦君一听 不由醋眉 他深深地看了韩爵一眼 他忽然觉得 眼前这位男子充满迷雾 彷復这世间最为神秘的谜 既然如此 飞升之前 可愿与我一同修炼伴载 宣秦君凑到韩爵身旁 笑盈盈地问道 韩爵下意识想拒绝 但转念一想 人家交了钱的呀 之前送了那么多资源 况且 这脸蛋也不差 韩爵应了一声 半年时间一晃而过 宣秦君离去了 韩爵送他出洞府 悟道剑等人 纷纷侧目看来 宣秦君轻声笑道 他日仙界相见 韩爵点头 宣秦君话为一阵魔气 消散在原地 韩爵心中感慨 还真是一同修炼 韩爵原以为两人 会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没想到只是论道 交流心得 就这 亏我紧张了数百年 韩爵自嘲地想到 心里怎么有些遗憾了 定是天道搞得鬼 我的道心 不能被女子牵绊 主人 他是谁 悟道剑走过来问道 黑玉姬在扶桑树上怪笑道 还用问 想吃主人的女妖精 一只金屋挤过来 吓得黑玉姬连忙跳开 韩爵回答道 一位道友 我们论到了一番 你可以入洞府了 说完 韩爵便转身回府 韩爵打坐在床榻上开始修炼 同时疑惑行红玄等人 怎么还未回来 大多数时候 韩爵没有关注天之傀儡 除非他们有危险 韩爵点开人机关系查看邮件 你的徒孙方良 宝玉机缘 顿悟上古大神通 你的好友莫复仇 获得魔族气韵 道行大掌 你的好友西玄仙子 误入上古秘境 你的道旅行红玄 误入上古秘境 你的好友九鼎真人 误入上古秘境 你的好友济仙神离开人间 你的好友周凡 遭遇正道修士袭击 X10877 韩爵嘖嘖称奇 方良这小子又遇到机缘 莫非他不会再回来 再回来 说不定已经是仙人 韩爵注意到 莫复仇获得魔族气韵 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之前的魔道皇朝 似乎就牵扯了魔族 莫非魔族贼心不死 还有 祭仙神离开人间 头像还在 是非生了 韩爵想不通 懒得再想 还是抓紧时间修炼 以免朱雀 绝眼道人 下凡追杀他 时间一晃 又是七年过去 韩爵终于 突破至大城镜二层 修行上的精进 让韩爵很高兴 更让他高兴的 是他发现 随着两只金屋的到来 扶桑树催生灵气的速度 更快了 两只小金屋 已经可以口吐人言 灵智也在增长 对于韩爵 他们很敬畏 每次看到韩爵 都不禁哆嗦 导致黑玉姬很好奇 韩爵是不是折磨过他们 众徒子徒孙的修位 也在提升 慕容起 已经成为 玉卿圣宗的第一天骄 自从选择枪道后 他创造出不少枪法 战斗力大幅度提升 这一日 玉卿圣宗一行人 终于回来 九鼎真人 行红玄 西玄仙子 先到仙天洞府 来拜访韩爵 韩长老 诛沙摩地的人是你 九鼎真人 强忍着激动问道 路途遥远 跋山涉水 也要十数年 可回想起当年那道剑气 九鼎真人仍很激动 韩爵道 是我没错 但此事不要传出去 以免不必要的麻烦 如今的玉卿圣宗 还没到天下无敌的地步 九鼎真人 强忍着激动点头 行红玄一脸崇拜 不愧是我夫君 你现在绝对是天下第一大修士 西玄仙子也面露感慨之色 回想当初 他怎会想到 这位让他以前头疼的弟子 竟然在短短几百年间 成为天下第一 韩爵的崛起 也让他意识到一点 天资真的很重要 天资绝伦 便不需要出去闯荡 修为增长速度 依旧独步天下 天资不行 即便经常获得机缘 人无法追上天骄 天下第一不敢当 这时间说 不定还藏着许多大能之辈 不可小觑天下人 韩爵认真说道 九鼎真人调整情绪 道 最近世间出现一位真魔 名为莫复仇 我怀疑是我们玉卿圣宗的弟子 你说该怎么办 要不要下追杀令 倘若真是玉卿圣宗的弟子 那太给玉卿圣宗抹黑 很可能会让世人觉得 玉卿圣宗便是魔道宗门 韩爵问道 他已经展开杀戮 那倒没有 只是传言他是真魔 那就先别管 对于莫复仇 韩爵还是有好感的 但也只是好感 没有必要为了莫复仇 招来麻烦 帝红叶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韩爵看到眼前出现的一行字 脑海里冒出一个问号 帝红叶是谁 韩爵一边跟九鼎真人闲聊 一边点开人际关系 找寻帝红叶 很快 他就找到帝红叶的头像 从头像上来看 这是一名富贵貌美的妇人 帝红叶 修为未知 来自金屋神族 曾魏夫君诞下七位金屋 最小的两只金屋 因资质太差 被驱逐出金屋神族 帝红叶一直牵挂着 算到你收留了 两只小金屋 对你产生好感 若是你诛杀两只小金屋 将得到帝红叶的仇恨 不死不休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哦 原来是金屋的母亲 韩爵暗自庆幸 幸好没有诛杀两只小金屋 否则就死定了 这还是第一次出现 系统无法识别修为的恐怖存在 话又说回来 生七只金屋 是真的能生啊 聊了好一会儿 九鼎真人方才离去 西拳仙子 行红旋也没有九代 悟道剑忍不住好奇问道 主人 您已经是天下最将的修士 通过九鼎真人先前的讲述 他突然明白 多年前韩爵那一只 并非只是给他们掩饰 何谓大成 不可能 那是他们见识短浅 我能感受到 这天下的大成修士 少说有一万之数 不少人比我更强 只是不想被世俗打扰 韩爵摇头道 悟道剑簇眉 他再次感受到压力 还是得努力修炼 不能放松 否则哪天主人丢弃他 他都活不下去 九鼎真人等人回归后 玉卿圣宗开始放出大量宗门任务 不再是仅限于大宴 弟子们可自由出现大宴境内 韩爵终于迎来自己理想的修炼时间 纵然已经算是天下无敌 他也没有放松 大部分时间放在修行上 与以往不同 他会抽出时间来教导身边人 尤其是秦洪璇 长月儿 两女都不是先天气运者 资质也不算上成 想要修行道度洁净 说实话 很难 近乎不可能 除非有脱胎换骨的大纪元 韩爵虽是大成 可没有逆天改命的能耐 否则凡间非生的几率将大幅度提升 倘若秦洪璇二女寿终正寝 在韩爵看来 也是好事 下意识投胎 若是投出一个好天资来 修行也事半功倍 轮回转世 很容易改变一个人的灵魂 主要是经历不同 记忆不同 若是韩爵在他们刚转世时 便帮助他们开启前世记忆 他们就不会变成另一个人 当然 这只是韩爵的预备方案 行洪璇 长月 现在肯定也不想死 韩爵能做的事 尽量帮助他们修行 七年后 行洪璇又忍不住出去寻找机缘 这一次 长月也跟随前去 两女一起 也算有个照顾 自从行洪璇回来后 长月便经常去拜访她 两女的关系大幅度提升 如今跟闺蜜似的 让韩爵难以理解 或许事物道见 西玄仙子 刺激到他们 当行洪璇知道 西玄仙子 长月都有天之魁蕾时 她便明白了 这一日 苏奇和混沌天狗回来了 韩爵差点吓死 她连忙将苏奇 叫入仙天洞府内 至于混沌天狗 懒得搭理 混沌天狗被众人围着 开始嚎啕大哭 她太难了 自从离开苦 修成仙山后 磨难不断 杨天东表面安慰 心里幸灾乐祸 臭狗 活该 寻常安对混沌天狗 以及苏奇很好奇 而慕容奇最近外出 不在山上 来吧 这么多年过去 姐来看看你的能耐 黑玉姬嘚嘖道 来了 终于来了 她做梦都想着侥幸 混沌天狗 混沌天狗不傻 她能感受到 黑玉姬的气息 比她强 她转头 看向扶桑树上的 两只火鸭 好奇问道 那是什么 你的仔 小金屋收敛太阳争火后 没有一点气势 再加上境界远高于 混沌天狗 混沌天狗 看不穿她们的修为 嗯 那是我为你孵化的 弟弟妹妹 黑玉姬淡漠的硬道 提起金屋 她就不自在 两只小金屋 也不知怎么的 喜欢缠着她 这可苦了她 面对金屋 她是真的害怕 混沌天狗炸毛 道 那我跟他们打 你来检验 我的修行成功 说完 她禁止向扶桑树走去 杨天东 黑玉姬 寻常安都没有阻拦 多露出诡异的笑容 另一边 悟道剑又被赶出洞府 她一脸愤慨 女人也就罢了 怎么主人为了 男人赶她出来 先添洞府呢 苏琪一个劲地 给韩绝磕头 与混沌天狗一样 嚎啕大哭 让韩绝很无语 师父 您交代给我的任务 我完成了 多谢您这么多年 来一直在暗中保佑我 苏琪激动得不行 回到这里 她才有重心安的感觉 暗中保护 那是你的霉运 韩绝正则道 从今以后 你就在洞府内陪卫师修炼吧 这番话她说得随意 但却是苏琪长久以来 听过最温暖的一句话 韩绝忽然皱眉 台长隔空拍向苏琪 苏琪被打飞出去 摔在墙壁上 忍不住吐了一口血 她惊恶地抬头 看向韩绝 正要询问 却看到一道魔影 首发 这魔影的轮廓 魔主 苏琪大惊 她先前还纳门魔主去哪了 没想到 魔主竟然藏在她体内 莫非她与女子 闷欢于时 魔主也 苏琪对魔主的仇恨度 瞬间满心 韩绝面无表情地看向魔影 道 道友为何藏在我徒儿体内 魔主戏谑道 原来她一直说的 师父就是你 阁下真是好能耐 既然能察觉到我的存在 想必也是大成竞修士 她是魔主 苏琪今生教道 魔主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四星 韩绝眼前跳出一行字 她不由挑眉 她谨慎地查看魔主的信息 魔主 大成竞七层 分魂状态 魔到万年来最强魔修 尊号魔主 依你是苏琪的师父 对你产生仇恨 以后有机会 定会杀你 当前仇恨度为四星 嗯 分魂状态 韩绝猛地出手 施展六道吸魂 将魔主的分魂 吸入掌心中 快速地打出六道印记 印在魔主分魂上 你想干什么 魔主沉声道 愤怒难耐 韩绝故作犹豫道 你乃魔主 杀你乃是我正道硬做的事情 不过我怕麻烦 我若放过你这道分魂 可否放过我图 魔主一听 心中不屑 原来是耸包 自然可以 好 你走吧 告辞 魔主的分魂迅速溜走 魔主对你的仇恨提升 当前仇恨度为五星 韩绝看到眼前的提示 不由无语 你的路真是越走越窄啊 待魔主离去后 苏奇沉声道 师父 他的话不能信 韩绝平静道 魏师本就不信 只因刚才只是分魂 等魔主分魂回到本尊体内 韩绝会让他 常常进奈何的待遇 听到韩绝的话 苏奇不由想到 魔帝被诛杀的那道剑气 莫非 苏奇面露期待之色 跟魏师讲讲这些年的经历 韩绝微笑道 他的笑容落在苏奇眼中 是那么的和蔼 温暖 苏奇心中莫名地感动 他擦了擦嘴角的血迹 来到韩绝面前坐下 开始讲述 自己数百年来的经历 韩绝一边那气修炼 一边听住 他不用插嘴 只听苏奇讲就好 不得不说 苏奇的经历确实传奇 跌宕起伏 精彩绝伦 完全可以 写成一本仙侠小说 足足讲了十天十夜 苏奇才大概讲完 即便他修为接近容虚净 仍有些口前舌燥 韩绝感慨道 这些年辛苦你了 苏奇回答道 师父一定牵挂着我 我能一直化险位移 定是师父的安排 就如同您朱砂魔地一般 韩绝听得不好意思 但脸上很平静 先修炼十年 之后卫师再传授你神通 韩绝开口道 苏奇点头 他现在也平静下来 随后 师徒俩进入修炼状态 不再说话 正魔大战结束后 伴随着以天仙抚卫手的 诸多圣队联手 魔道节节后退 犹如过街老鼠 妖族更是不敢乱来 天下恢复太平 正道似乎意识到 表面力量不够强 圣地开始为各自门下的 天骄造势 其中 祭仙神名头最大 斩杀魔道五尊之一的 罗球魔 屠戮百万魔修 名头一时无两 祭仙神甚至有天下 第一大修士的架势 只不过 诛杀魔地的神秘修士身份 一直没有显露 导致祭仙神还 无法稳坐第一 时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流逝 又是十年过去 韩爵突破之大城镜三层 十七年突破一层小境界 韩爵觉得有些慢 可若是传出去 必定引起轩然大波 韩爵的目标是 早日达到大城镜圆满 冲击仙人镜 这一日 韩爵带着苏奇来到洞府外 开始传授神通 杨天东被他赶到山脚下 其他人都有仙神的大气运 应该不会被苏奇没死 毕竟混沌天狗都能承受 苏奇的霉运 对于凡坚生灵而言 是灭顶之灾 但放在上界 或许没有那么强 而且苏奇现在也还是凡人 苏奇很激动 终于能从师父手中学到本领 杨天东 寻长安 悟道舰对他感到很好奇 混沌天狗 感觉不会再爱了 同样是出去数百年 为何苏奇这么受到主人的偏爱 他想过主人会骂他 会打他 但没想到主人会无视他 这让他很难受 韩爵花了一个月时间传授神通 在苏奇修炼神通时 他来到扶桑树前坐下 感受扶桑树的磅礴生机 不愧是神朔 如今 扶桑树滋生的灵气 已经超越整座苦修城仙山 不仅如此 灵气太过浓郁 开始散开 负责整个玉卿圣宗 离得近的山岳 最先享福 九鼎真人将周围的山岳 设为福地 只有对宗门有杰出贡献的人 才能将洞府迁过去 这些都不关韩爵的事情 韩爵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朱雀 绝眼道人 他调出人际关系 查看邮件 这么多年不看 也不知好友们的情况如何 你的徒孙方良 遭遇妖兽袭击 X43211 你的徒孙方良 遭遇妖圣袭击 身受重伤 信誉大能路过 死里逃生 你的好友莫复仇 传承魔道神通 道行大掌 你的好友 祭仙神重返人间 感悟天地真意 踏入大城之境 你的好友黄吉浩 遭遇你的好友 莫复仇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道旅轩晴军飞升 得道成仙 气云暴涨 你的徒孙慕容起 偶遇妻缘 肉身蜕变 你的好友周凡 遭遇正道修士袭击 X3892 韩觉看下来 感觉修真戒 确实太平了 他忽然想起魔主 也不知魔主的分魂 是否已经回归 本尊肉身 他开始感应 魔主分魂上的六道印记 很快 韩觉捕捉到魔主的气息 他查看人际关系 发现魔主的分魂状态 已经消失 想必分魂已经回归本尊 既然如此 那就该杀了 韩觉抬起右手 食指指向天边 他闭着眼睛 仔细感受 那道六道印记所在的方向 另一边 天地另一头 一片寂寥的荒漠上 风沙卷天 魔主悬浮在悬崖之上 在他面前有三人 赫然是莫夫仇 莫主以及一名黑袍女子 莫夫仇三人 面露男 以智性之色 如遭雷击 这便是你们莫家的来历 魔族选择了你们 若是你们完成魔族 交给你们的使命 莫家将退凡 成为上界仙家 魔主笑道 他即便再笑 也显得惊悚森然 莫夫仇咬牙 道 我们管不了我们的出生 但我们不想成为 霍乱苍生的魔 魔主激笑道 哦 你杀过的人还少吗 并非我故意而为 很多时候我 都是逼不得已 那你的兄弟周凡呢 你可还记得 你是如何杀害他的 莫夫仇的脸色 瞬间阴沉下来 周凡之死 是他心中最大的一块心病 每每想起周凡 莫夫仇都难受至极 内心深受煎熬 可谓是生不如死 黑袍女子插嘴道 魔族想掌控凡间 仙神如何看待 我们毕竟是人 而非魔 助魔族取代人族 那我等又该如何自立 况且 连魔帝都无法成功 我们得花多少年 才能成功 魔族有没有派遣 强大的帮手 魔主撇向他 横道 纵然没有你们 魔族也会成功 当我们修炼魔道时 我们便不再是人族 魔族本就不是一脉单传 万千凡剑 皆有魔族身影 至于魔族派遣来的 强大帮手 本座便是 他语气充满自信 魔族忍不住问道 你比魔帝强 那是自然 魔帝岂能与本座比 之前本座之所以不出手 只是为了拿魔帝 检测正道的实力罢了 魔主的言语中 充满对魔帝的不屑 就在这时 一股恐怖的威压袭来 惊得魔主 莫副仇三人 下意识想要扭头看去 剑光照耀在他们的脸上 魔主来不及反应 余光瞥剑一道剑气射来 那是 哄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横扫而过 淹没魔主的身形 携来的恐怖 强风将莫副仇三人先飞出去 剑气来得快 小赞得也快 莫副仇三人稳住空中 惊恶地看去 已经看不到魔主的身影 也感受不到他的魔气 魔主 形神俱灭 韩绝追寻到魔主身上的 六道印记时 发现旁边还有一道六道印记 仔细感受 原来是莫主 他立即连接莫主储物 借礼的天之傀儡 听到了魔主的话 魔主果然贼心不死 听到魔主装逼 韩绝便听不下去了 你死不死啊 不用说 直接一指射杀 正好敲打莫副仇三人 告诉他们 魔族是不可能成功的 魔主率先回过神来 咽了咽口水 道 他就这么死了 黑袍女子面露惊恐之色 他便是莫家二代家主 莫幽灵 度洁净五层修位 他修位在三人中最高 所以 他的感受更深 魔主让他感觉强大至极 甚至让他有重置息感 如此强大的存在 被神秘剑修 直接秒杀 出手之人的多强 幸好我们没有直接答应 否则我们可能 也得死 莫副仇苦笑道 邪不胜正 莫副仇定了道心 纵然他已经是真魔 他也要当一位心怀正义的真魔 莫竹连忙朝着各个方向行礼 道 多谢钱被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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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生怕对方再出手 韩绝听到他的话 不由发笑 三人没有逗留 迅速离去 莫副仇看向莫幽灵 问道 接下来我们去哪 莫幽灵深吸一口气 道 找寻分散在天地各处的族人 然后回莫家族地 莫家很大 遗留在你们大雁的 只是一只小分族 随着本家遭遇屠戮 各地分族也不如后尘 但跟你们一样 总有人活下来 莫复仇点头 莫竹欲言又止 他想说 既然莫家不复仇了 那他是不是可以回御清圣宗 但转念一想 莫家族人还需拯救 他这时候 也不能撂挑子 这么多年过去 行鸿玄 常月儿与韩爵的关系 必定更亲近了 我会与韩爵渐行渐远吗 这样一想 莫竹患得患尸 神情也写满失落 诛杀魔主后 韩爵觉得轻松不少 早点杀了也好 免得这次又搞梦额子 影响天下大事 继而影响他修炼 不过话又说回来 魔族有多强 先生为何不出手 倘若韩爵是天庭之主 看到魔族攻打凡间 便能明白 魔族是在发展下限 定要阻止 韩爵觉得 这其中可能有问题 要不然询问一下杖姑星 韩爵觉得可行 于是开始顿悟三清诛事 提高此神通的本质 一个月后 天生异象 令天下人议论纷纷 结合天下风气 大多数修士认为 是某圣地 又诞生一位绝代天骄 韩爵来到剑道长河 越过一道道剑客身影 韩爵陷到了杖姑星 老哥 前辈 好久不见 韩爵微笑道 任平凡间 红尘涌动 沧海桑田 在这剑道长河 李韩爵总能碰见 这位守护剑道的剑仙 杖姑星 已经不再惊奇 他的到来 而是漫不惊心地问道 大成进三层 还不飞升 韩爵笑道 上界有仇敬 不敢飞升 哦 杖姑星没有追问 显然不想掺和 韩爵也没有失望他帮自己 韩爵道 我们凡界遭遇魔族入侵 仙神为何不出手 杖姑星平静道 上界大乱 天庭自顾不暇 哪里管得了凡界 不过要不了多久 天庭就会恢复秩序 上界大乱 韩爵好奇地问道 上界还能乱 发生了什么 妖族出了一位大妖圣 不服天庭管教 大闹天庭 此大妖圣背后 可能有大势力 使得天庭短时间内 无法镇压 但以天庭的底蕴 很快就能解决 耐心等待吧 至于魔族 他们的时代早已结束 魔宫在上界 也只能算二流势力 我们凡人飞升后 是直接加入天庭 想得美 上界有诸多飞升台 连接诸天万千凡界 大多数凡人飞升后 只能加入上界的修仙宗门 极少数天资绝伦者 会被天庭 佛门 神功这样的大势力看重 你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到时候如何选择 以你的资质是 必会遇到这样的抉择 浙江市战队 一旦选择 很难再改变 战孤星 说得意味深长 他眼中流露出期待之色 他很期待 韩绝飞升后 引起的动静 像这样的天骄 上界千年难遇 韩绝问道 前辈 您觉得 我该选择何方势力 战孤星翻了翻白眼 道 别动小心色 无独行诸天 没有势力背景 你是人族 最好选择天庭 神功 从目前的上界诠释 分布来看 神功 天庭 佛门为三大霸主 分庭抗礼 不过上界很大 还有万千种族 例如龙族 凤族 金屋神族 麒麟族 修罗族等等 还有神秘的道门 亘古先宗 水很深 既然你我有缘 那我就给你一句忠告 不达太乙天仙 最好不要出事 韩绝笑道 前辈果然与我是同道中人 实不相瞒 我这一生 就没有离开过我的宗门 苦修对我而言是家常便饭 即便太乙天仙 我也不出事 当真 当真 战孤星掐指一算 胆慨道 你可真是无趣啊 韩绝差点吐血 什么鬼 韩绝转移话题 问道 前辈 您听说过妙真神帝吗 咦 你怎么会知小妙真神帝 那是神宫的盖世战神 陨落已久 曾也是先帝级别中 纵横无敌的存在 您比他如何 远不及眼 妙真神帝与神宫的关系如何 不清楚 据说妙真神帝之所以陨落 与神宫内部的争斗有关 妙真神帝被妖族众多先帝围攻 神宫没有支援 妙真神帝陨落后 神宫也没有为他立神像 韩绝一听 暗道不妙 慕绒起 这是天大的血海深仇啊 神宫 不能去 早点飞升吧 别耽误时间 以你的资质 只要加入大势力 那些仇敌便不会找你麻烦 战孤星白手道 韩绝道 我的仇敌是朱雀 朱雀 那你别飞升了 早日作画吧 战孤星语气古怪道 你怎会惹到朱雀 朱雀族乃气韵神兽 即便是天庭 神宫 佛门都会巴结 朱雀要是找你麻烦 三大势力 估计会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 你的天资再强 你也是从梵界飞升上去的 不可能比他上朱雀 听吾一句劝 散功重修吧 跳入轮回 换一个身份 妈的 转世重修 韩绝彻底不淡定 他又不是行洪玄 常月儿等婆娘 轮回了友人 帮他们恢复前世记忆 他只能靠自己 既然如此 那必须超越朱雀 再考虑飞升 反正扶桑树一直在成长 这可是神术 能吸引上界神兽下凡 韩绝相信 靠着扶桑树 他也能一直修炼下去 前辈 有没有办法不飞升 一直在凡间修炼 韩绝眯眼问道 首发 战孤星回答道 要说没有 必然是假的 天大地大 森罗万象 据无所知 有一种与天道相关的灵石 可避开天道限制 可不渡截 纵然修为远超凡界 也能待在凡界 这样的灵石再上界 也不算携手 经常有仙神 靠着这类灵石下凡 不过天庭严令 仙界生灵不得下凡 一旦被发现 就会按天规处理 韩绝一听 确定避天时 便是那重石头 他彻底放心 接下来可以安心地狗了 呸 安心地苦休 多谢前辈指点 下次再来看您 韩绝行礼 然后越过战孤星 继续前进 战孤星微微摇头 也不再多说 提升三清诸事后 韩绝因此感悟到天地真意 巩固数月 方才停止修炼 他让苏奇在旁边 开辟一座洞府 没有他的命令 不得出府 为了不让苏奇起疑心 韩绝严令其他弟子 不得打扰苏奇 苏奇顿时骄傲了 师父是要重点栽培我了 希望我好好修炼 至此 一直心怀不满的悟道 见忠于可以入韩绝的洞府 韩绝让他入洞府 并非是照顾他的心情 这要是 他能提升洞府灵气 天地草成精了 也是天才地宝 韩绝再次投入漫长的修行中 最近上界混乱 说不定绝眼道人 朱雀什么时候救下凡来 韩绝必须尽可能地变强 一座幽暗的山洞 血魔老祖 白发蘑菇 贪魔罗汉相对打坐 三人的脸色极其阴沉 在他们之间 玄扶着一颗水晶球 水晶球内磨气翻涌 罗球磨死了 一道阴冷的声音传出 血魔老祖深吸一口气 道 被天仙府的天骄所诛杀 不仅是他 此次我等为魔族效力 即使身受重伤 魔帝也陨落了 阴冷声音跟着响起 为何要为魔族效力 你们是要出卖此件 文言 三位魔道之尊沉默 他们哪里是真想为魔族效力 还不是因魔族为他们 提供了不可抗拒的条件 他摩罗汉叹气道 阿弥陀佛 反正我不完了 我打算跟魔菌一样飞升 白发蘑菇点头 他也累了 血魔老祖叹息 他们虽适凡肩顶肩存在 但以他们目前的修为飞升 在飞升之节中 也不会脱胎换骨 自古以来便流传着一个说法 飞升成功后 修为会暴涨 飞升之前的修为越高 飞升后修为暴涨的也越多 这也是他们一直不肯飞升的原因 在凡间 他们是掌控天下苍生生死的大能 飞升后 他们又会变成云云众生之一 大献不到 谁会飞升 哼 先别飞升 最多五百年 我就下凡 到时候灭了天仙府 而等在飞升 我会为你们戒 少上戒宗门 让你们有依靠 至于魔族 不要再打理 天庭很快就会对魔族下手了 阴冷声音再次响起 听得血魔老祖三人眼睛一亮 若能灭了天仙府 那再好不过 说实话 他们心里也憋着一股气 无处发现 血魔老祖立即抱拳行李 道 绝眼前辈 我们就等您下凡 嗯 二十年匆匆过去 韩爵成功突破至大成镜四层 突破之后 他习惯性地 拿出厄运书诅咒绝眼到人 朱雀 这般突破速度 韩爵还挺满意的 最多百年 他就能冲击大成镜之上的境界 他一边诅咒 一边调出邮件查看 你的好友莫复仇 遭遇正道修士袭击 X4897 你的徒孙方良物 入上古境地 获得绝世神剑认主 你的徒孙方良 使用天地神果 修为暴涨 你的好友黄金浩 遭遇妖兽袭击 X78834 你的好友记 空道人得道飞升 气韵暴涨 你的道旅行鸿玄 误入入地仙神的道观 你的好友长院 误入入地仙神的道观 你的徒孙方良 进入天仙府 气韵增长 韩觉仔细数了数 二十年里 方良获得的机缘 达到九个 离谱 天地之子 真的不讲道理 最关键的是 这次竟然还入了天仙府 感觉等着小子回来 他真的可能 已经是大成修为 天地之子 还是适合放养 韩觉还注意到 行鸿玄 长院的机缘 他对陆地仙神产生兴趣 何谓陆地仙神 一个月后 韩觉诅咒结束 收好厄运书 再将注意力 转移到行鸿玄的 天之傀儡身上 事情得一件件做 日常任务绝对不能跳过 通过天之傀儡 韩觉看到了一座 极为壮观的道观 这座道观金碧辉煌 观内空间达到数百丈高 那些支撑道观的石柱 直径达到数丈 彭腹这里是巨人的道观 行鸿玄 长院打坐在一幅壁画前 似乎在领悟什么 时而醋眉 时而大笑 韩觉将神识散开 仔细查看这座道观 很快 韩觉发现了一道残魂 位于道观的一座石像内 这道残魂 是一名老道姑 穿着道袍 蜷缩在石像内 似乎正陷于沉睡中 韩觉不知其修为 不敢打搅 莫非真有陆地仙神 观道友 我已突破之大城 出来切磋一番吧 一道声音 传入韩觉的本体耳中 韩觉不由将一时 回到肉身中 纪仙神 这次突破大城了 韩觉谨慎地 用模拟试炼 先打一场 好险 依旧秒杀 韩觉当即消失在洞府内 纪仙神在数十里外的山林里 等待韩觉 他也很谨慎 虽然突破之大城 可万一达不赢呢 要是兴师动众 他战败的消息 岂不是要传扬出去 韩觉出现在纪仙神背后 纪仙神转身 意气风发道 关羽 我已成就大城 领悟新神通 天仙府长老 被我尽数击败 只要战胜你 我便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 每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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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更新中 请稍后刷新访问 每元此章节正在努力更新印 请稍后刷新访问 手机访问的帅哥美女 先注册个会员好吗 每元注册本站会员 使用书架书签功能 更方便阅读 每元如果此章是作者求票之类废话的 请跳过继续看下一章 每元请先收藏此页 方便等下阅读 不然等下找不到此章节了 每元推荐大神作者 江山宇都市建尊夜悬夜灵 神都猛虎月峰转送门地址 六下化线6159 六下化线6159 内容试读 六下化线61593271238.html 六下化线61593271238.html 内容简介 OH 各位书友要是觉得 建尊夜悬夜灵 还不错的话请 不要忘记向您QQ群和微博里的朋友推荐哦 第一章 谁敢动我妹 秦城 夜家 祖辞 先祖在上 夜悬无才 无得此刻起 霸出夜悬世子之位 由夜郎继承 说话的是一名身着黑袍的老者 老者身后不远处 站住一名少年 少年嘴角挂着淡淡笑容 此人 正是夜郎 而两边 是夜府重长老 为什么 六下化线6159 就在这时 一道有些窃窃的声音 突然在这祠堂内响起 众人闻声看去 门口站着一名小女孩 小女孩大约十二三岁 两只小手紧紧捏着裙脚 脸色带着一丝病态的苍白 看起来有些虚弱 眼中还带着一丝怯色 这小女孩名叫夜灵 正是夜璇的亲妹妹 此次听到家族要罢黜夜璇 她不顾身上的病赶了过来 黑袍老者 眉头皱了起来 夜灵 你做什么 名叫夜灵的小女孩 对着祠堂内众人微微一礼 怯声道 大长老 我哥夜璇是世子 你为何要无端废了他 大长冷冷看了一眼夜灵 这是家族大事 你插什么嘴 下去 夜灵显然有些畏惧 不敢指示大长老 但他却没有离开 而是鼓起勇气走进了祠堂 他再次对着场中 两边长老行了一礼 主委长老 我哥正在南山与李家 争夺那矿山开采拳 他现在在为家族拼命 生死未知 而家族却在此刻以莫须有的借口 废了他的世子之位 这时再是不公平 放肆 大长老突然怒道 废不废他 还问不到你一个小丫头片子说什么 来人了 给我将他拖下去 就在这时 新任世子夜郎突然笑道 应该丈则三十 以井笑游 大长老冷冷道 那就丈则三十 很快 两名夜府侍卫冲了进来 夜灵眼双手紧握 有些愤愤道 不公平 我各位家族出生入死这么多年 就连此刻都在为家族拼命 家族这般对他不公平 其中一名侍卫看了一眼 那新任世子夜郎 他知道 自己表现的机会来了 侍卫冷冷一笑 夜郎少爷继承世子 乃众望所归 你嚷个什么 说住 他抬起一巴掌 扇在了夜灵的脸上 啪 一道清脆耳光声响起 夜灵右脸瞬间红肿了起来 不过 他却没有哭 只是死死捂着自己的脸颊 夜郎打量了一眼那侍卫 笑道 你叫什么 那侍卫连忙一礼 属下张牧 见过世子 夜郎点了点头 你很不错 我成为世子之后 需要实名亲卫 以后 你就做我的亲卫吧 文言 张牧大喜 连忙深深一礼 属下原为世子赴汤蹈火 万死不辞 夜郎微微点头 拖下去吧 此人扰乱祠堂 不要留守 可明白 张牧看了一眼夜郎 看到夜郎眼中的杀意时 他明白了 当下一把抓住了那夜灵的头发 往外脱去 就在这时 张牧不知道看到了什么 突然停了下来 而祖辞内 所有人纷纷转头 看向了祠堂外 祠堂外不远处 一名少年 正朝着祖辞这边来 少年穿着一件紧身长袍 长袍已经破破烂烂 而且到处都是血 来人 正是从南山赶回来的夜玄 看到夜玄 夜郎嘴角泛起了一抹阴猛笑容 而祖辞内 正常老眉头分 分皱了起来 大长老双眼微眉 脸色阴沉得可怕 不知在想什么 远处 当夜玄看到张牧手中的 拖住的夜灵时 他脸色瞬间争鸣了起来 谁给你的狗胆动 我妹的 张牧陷到夜玄 脸色顿时大变 他连忙看向夜郎 正要说话 就在这时 夜玄宛如一只猛虎 突然跃到了他面前 后者还未反应过来 夜玄一拳 便是轰在了他的面门上 碰 张牧脑袋一阵眩晕 整个人踉强跌倒 而夜并未罢首 他再次朝着 张牧冲了过去 就在这时 祖辞内的那夜郎突然怒道 夜玄 他是我的人 你胆敢 夜玄突然一脚 踩在了张牧的胸口上 不 六下化线 六一五九 大长老冷笑了一声 他指着不远处的夜郎 你可知他是何人 不等夜玄回答 他又道 夜郎是天选之人 刚刚觉醒的天选之人 夜玄愣住了 何谓天选之人 所谓天选之人 就是上天选的人 在整个清仓界 有这样的一批人 他们年少或许平平无奇 但是某一天 他们会突然觉醒 觉醒之后 他们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般 不仅修炼速度会倍增 还会有数不清的奇遇 他们 就像是这天地间的宠儿 清仓界分位三大洲 他所在于清州 清州大小国有数百 他现在是在江国 几十年来 这江国天选之人 还不到十人 而这些人 日后无意不适 成为了一方巨拨 夜玄双手缓缓紧握 他知道 夜家是要放弃他了 不仅要放弃他 还可能要杀他 就在这时 夜郎突然笑道 诸位长老 这夜玄荡众杀人 对大长老出手 按照足规 该如何 场中 所有人看向夜郎 夜郎冷冷一笑 按照足规 他应该被杖毙 不是吗 场中长老纷纷点头 表示赞同 夜郎可是天选之人 而且还是大长老的嫡孙 他们此刻 自然不会得罪夜郎 与大长老 大长老冷冷 看了一眼夜玄 来人了 很快 祖辞外出 现了数十名夜府侍卫 就在这时 夜玄突然道 在我夜府 有一个规矩 世子为了服众 不得拒绝夜家 年轻一代任何人的挑战 说着 他指示那夜郎 我向你挑战 夜郎双眼微眯 笑道 挑战 可以 不过 我们的上生死台 你可敢 生死台 场中一片哗然 在夜家内部 一旦自己人 有不可调节的矛盾 就可上生死台解决 一上生死台 生死自负 夜玄冷笑 走 去生死台 夜郎却是摇头 一月后 你我上生死台 那个时候 族长刚好出关 你我绝生死 他刚好做个见证 免得说我们暗害你 夜玄想了想 然后道 可以 说完 他没给友在说什么 抱起夜灵 走出了阻词 看着夜玄兄妹离去 大长老看向夜郎 他常年在外园死拼 战力不俗 你可有把握 夜郎嘴角泛起了一抹争鸣 眼中 杀意犹如实质 我刚刚觉醒 神魂与这具肉身 还未彻底融合 不然 捏死他 就犹如捏死一只蚂蚁那般简单 一月之后 这青城里 有我夜郎的对手 文言 大长老微微点头 笑道 这就好 说完 他看向身旁的一名长老 轻声道 我之前派去南山的人 并未回来 而我看这夜玄脸色苍白 有点不正常 夜苦你去查查 这夜玄在南山发生了什么 长老点了点头 转身离去 夜玄抱着夜灵 回到了自己院落的房间内 他把夜灵轻轻放在了床上 然后揉了揉夜灵 那还有些浮肿的脸颊 柔声道 疼吗 夜灵抹了妈脸颊上的泪水 不 不疼了 哥 他们凭什么 没罢出你柿子之位 你为家族拼死拼活 凭什么那夜郎是天选之人 就要罢出你 这不公平 六 下话线六一五九 夜玄摇头 他轻轻揉了揉夜灵 那还有些红肿的脸颊 有什么公平不公平 这一次 是哥无能 没能保护好你 才让你被打 夜灵摇了摇头 他眼中泪水再次流了出来 是 是我没用 什么都不能帮到哥哥 我 我是哥哥的脱油瓶 夜玄微微一笑 他轻轻刮了刮夜灵的小鼻子 笨蛋 我是你哥 哥保护妹 天经的意 明白吗 夜灵起身 轻轻轻了亲夜玄的额头 认真道 哥 等我病好了 以后我也要修炼 我也要保护你 夜玄笑了笑 他轻轻揉了揉夜灵的脑袋 哥一定会治好你的病的 太晚了 先休息吧 夜灵点了点头 我要听故事 夜玄笑了笑 然后道 从前有座山 山上有座庙 庙里有个 夜灵白了一眼夜玄 哥你这个故事 说了好多年了 不过 我喜欢听 半个时辰后 床上的夜灵睡着了 夜玄踢夜灵盖好被子后 她坐在一旁地上 她轻轻掀开了自己的袍子 腹部位置 有一道长长的疤痕 而里面 还在流血 为了争的那片矿山 她与李家 十二人血战 后面一个大椅 被一个神秘人偷袭 虽然杀了对方 但是对方的刀 也插入了她的丹田 她的丹田 应该是碎了 丹田破碎 夜玄双眼缓 缓闭了起来 这意味着她只能修炼肉身 再也无法达到 六品七变精炼器了 不能修炼 还是其次 夜玄看了一眼床上的夜灵 夜灵脸色依旧苍白 身上盖了三床被子 即使如此 她还是感觉很冷 伤寒之症 夜灵小时被寒气侵袭 身体长年虚弱 如果不是她拼命成为柿子 为夜家立下无数功劳 夜家每月不断给她提供 要善与丹药的话 她早已经不在人世了 夜玄右手缓缓紧握了起来 现在她已经不是狮子 夜家还会每月 为夜灵提供药膳吗 而且 夜灵的病 已经有越来越严重的迹象 如果想要医好她 唯有去江国帝都的仓墓学院 因为那里 有江国最好的医师 而想要进入仓墓学院 需得在18岁之前 达到玉气境 原本她是有机会的 因为她还有6个月 才到19岁 然而现在 丹田破碎 想要达到玉气境 几乎不可能了 想到这 夜旋转头看向了床上 已经陷入梦境的夜灵 不管用什么代价 可一定治好你 片刻之后 似是想到了什么 她从怀里拿出了一枚 漆黑色的戒指 这枚戒指 是她酿青留下的 对于那个女人 她是模糊的 因为对方在她10岁时 就离开了 当年 在夜府后门 那女人紧紧抱着她 眼泪不断地流 而在女人的背后不远处 站着一名身穿黑色长袍的 中年男子 其实 其实 男子不是站住的 是悬浮的 在她的印象中 男子说了一句话 小姐 再不走 若是让足长之 小少爷的存在 足长动怒 此界怕 是要遭受灭顶之灾 少爷也难活命 听到这男子的话 女人轻轻推开她 然后悄悄把这戒指塞 到了她的怀里 雪儿 好好照顾灵儿 好好照顾自己 不要恨酿青 说完这句 女人转身与黑袍男子离去 她呆了呆 然后疯了一般去追 可惜 她并没有追得上 因为黑袍男子 与那女人是用飞的 就那样 她一直追呀追 直到实在追不动了她 才停下来 而那女人 也没有回头 就那样与黑袍男子 消失在了天际尽头 片刻后 叶璇收回思绪 她右手紧紧捏着那枚戒指 她右手本身就有伤 此刻用力 伤口裂开 一滴鲜血 突然滴在了那黑色戒指之上 她手中的戒指 突然颤了颤 叶璇心中一惊 连忙低头 看向手中的戒指 在她低头的那一瞬 戒指突然化作一道 黑光没入了她眉间 首发 一瞬间 叶璇消失在了原地 再次出现时 已经在一片无尽星空之中 而在她面前不远处 悬浮着一座黑色高塔 高塔有十二层 就那么悬浮在那里 高塔四周 有四根柱子般粗的 巨大黑色铁链锁着 而在那塔的顶端 插着三柄键 整座塔 漆黑且阴森 六下化线6159 六下化线6159 内容试读 六下化线61593271238.html 六下化线61593271238.html 季仙神说完 便发现 韩觉脸上露出紧张的神情 她心中得意 看来自己的天赋 还是能震慑到对方 只听韩觉小心翼翼地问道 这一次 我若是赢了 是不是以后 还会来找我切磋 季仙神一听 顿时不爽了 什么意思 你这未免太自负了 断不可能 我季仙神天下无敌 之前只是境界弱于你 如今我必然胜你 季仙神灰秀道 你就用诸沙漠地的那一招 我接着 韩觉无语 年轻人为何非要作死 他犹豫道 没必要吧 季仙神哼道 怎么 你怕输给我 今日你必须应战 韩觉叹气 然后抬起右手 这一次他竖起终止对季仙神 季仙神双臂一阵 周身迸发出金色雷电 缠绕身躯 形成坚固的金塔 韩觉催动六道灵力 开始叙事 准备施展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他很犹豫 该用几成灵力 韩觉将终止内的灵力提升到三成时 可怕的气息让季仙神皱眉 这就是诸沙摩地的剑气 竟然遗址未见 确实了不得 季仙神暗自心惊地想到 当韩觉终止内的灵力提升到五成时 季仙神毛骨悚然 不妙啊 会不会挡不住 会不会死 季仙神脑海里冒出这样的想法 怎么可能 我可是天仙府 有史以来最强天骄 岂会死 韩觉继续提升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的灵力 八成 等等 季仙神忽然叫停 他额头溢出冷汗 韩觉收手 差一问道 怎么了 季仙神不由 松了一口气 他脸颊微红 道 算了 既然你不想我打搅你 那我等你有空再来 告辞 说完 季仙神转身离去 化为一道道残影 迅速消失于山林间 韩觉摇头失笑 这家伙有点可爱嘛 这就是天下第一 韩觉重新回到仙天洞府内 悟到见好奇问道 您刚才去哪了 去会一位朋友 男的女的 嗯 关你何事 看到韩觉皱眉 悟到见慌了 连忙摆手道 我只是担心你 韩觉懒得理他 直接闭目 将一时重新转移到 行红旋的天之傀儡内 他继续检查道观 发现道观里 就那一道残魂 至于静止 危险程度也很低 韩觉不再继续探查 等行红旋醒来 他得提醒一下 让两女不要惊扰到那道残魂 万一很将呢 根据韩觉前世 看修仙小说的经历来看 天地兼隐藏大能 必不可少 凡间说不定也藏着 能倾覆六界的恐怖存在 说不定 散仙多如狗 大成遍地走的时代 随时可能降临 韩觉的意识到 回到洞府内 继续修炼 他必须保持住 这个修行速度 只能更快 不能慢 否则心里不踏实 五年后 玉卿圣宗的客卿长老 度苦前来拜访韩觉 他是来道别的 他准备飞升了 临走之前 他还想拜访一下苏琪 再怎么说 苏琪也是 御妖魔宗的 最后一位弟子 飞升之前 他必须到个别 算是斩断樊臣 韩觉咒没道 我觉得你 还是不要去拜访他 直接飞升吧 度苦跟着咒没道 为何 莫非道友怕我挖墙角 不是 只是为你考虑 我只是道别而已 若是道友阻止 以后我念起此事 恐成心魔 好吧 那你搞快点 嗯 度苦离去 前去找苏琪 韩觉暗骂 老子为你考虑 你还生气 令韩觉更无语的是 这次找到苏琪后 并没有直接道别 而是开始讲述于妖魔 总与自己的过去 苏琪也很无语 因为在他看来 覆灭欲妖魔宗的 便是他师父 他必须隐瞒此事 以免给师父添麻烦 足足五天五夜 度苦才离去 不知为何 韩觉用神识观察他时 总觉得他硬堂发黑 大凶之兆 八年后 正在修炼的韩觉 睁开眼睛 他想起度苦 于是开始查看邮件 你的好友周凡 偶遇机缘 获得太义灵宝 你的好友黄机浩 遭遇妖圣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好友度苦度 劫飞升 遭遇天节突变 险些身死盗销 虽飞升成功 但道横大损 修为部长反退 你的徒孙方良 获得天仙府 先被魂念的认可 习得大神通 你的徒孙慕容器 遭遇妖兽袭击 X75321 你的徒孙慕容器 在杀戮中领悟枪盗 道行大掌 觉醒神格 你的好友莫复仇 遭遇鬼怪袭击 X1762 韩觉不由未度苦莫哀 道友啊 你这是活该啊 不过这老小子 也算气运雄厚 竟然撑过去了 韩觉注意到 周凡竟然获得太义灵宝 这时又要崛起 太义灵宝在凡间 绝对算无敌的神兵 至于方良 机操物精 让韩觉惊喜的是 慕容器竟然觉醒了神格 好徒孙 韩觉之前没想到 最让他期待的 不是徒弟一辈 而是徒孙 方良 慕容器已经超越寻常安 阳天东 江天赋予 气韵展现的淋漓尽致 尤其是慕容器 可以重点培养 或许斩杀朱雀的众人会 由他来完成 韩觉默默想到 他正要继续修炼 主人 您睁眼了 正好 扶桑树又动了 悟道剑开口道 韩觉一听 不由咒眉道 为何 悟道剑摇头道 我也不清楚 但最近一段时间 一到晚上 扶桑树就摇动 您的弟子们 也很担心 韩觉起身走出洞府 一看到韩觉 寻常安 混沌天狗 黑玉寄连盲跪下 韩觉抬眼看去 两只金乌骸 在树上打盾 他们并没有离开扶桑树 扶桑树为何会摇动 别有招来麻烦 主人 我绝对没有离开扶桑树 就算离开 也不会超过一株香时间 黑玉寄连盲宝正道 语气充满惶恐 韩觉没有理会他 而是江神石探入扶桑树内 想看看是不是内部出现异常 扶桑树很健康 生机勃勃 不像是出了问题 韩觉百思不得其解 轰的一声 天地轰鸣 一到晴天霹雳般的爆炸声突然响起 江雾道剑等人吓一跳 就连玉清圣宗的所有弟子也被吓到 扶桑树上的两只金乌 立即竖起脖子 望向同一个方向 他们的眼神充满敌意 什么声音 怎么回事 莫非有人肚结诈了 不知道 好像是从宗门外传来的 酿的 我差点被整出心过来 啊 我在炼气啊 我的宝贝材料全毁了 莫非是嫡媳 玉清圣宗的弟子们惊异连连 长老们也纷纷出关 勘查四面八方的情况 韩爵注意到 两只小金乌的异常 不由顺着他们的目光望去 却看不到任何神兽 或者妖精 玉清圣宗周围的山川也端好 并没有遭遇破坏 很显然 先前的巨像来自很远的地方 韩爵用模拟试炼 检测方圆百里内 并没有发现妖兽 神兽 他没有放松警惕 耐心等待 很快 九鼎真人 李青子到来 询问情况 韩爵摇头道 我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黑玉姬 寻长安 悟道剑等 都很识趣的 没有提及扶桑术的异常 他们只属于韩爵 并非属于玉清圣宗 希望不要又出现大祸 李青子忧心重重道 他最近一直忙于修炼 突破化神之后 修位无法再增长 让他很忧愁 纵然苦修成仙山的灵气充沛 资质限制了他的修行 放心吧 有我在 玉清圣宗不会有事 你们回去管管宗内吧 不能自乱阵脚 韩爵开口道 九鼎真人 李青子点头 不再打扰 他们走后 韩爵重新看向天边 到底是什么东西 天地巨像出现后 扶桑术每晚都会摇动 但它吸引的存在 一直没有出现 就这样 一直持续半年 九鼎真人再次来拜访 半年前的巨像 是妖族传来的动静 一只上古凶兽出世 名为三头骄王 此骄血脉混杂 长着双翼 可遇风换雨 生性凶残 距离我们大雁不算太远 九鼎真人开口道 脸色凝重 三头骄王 韩爵问道 此妖有没有统一妖族 那倒没有 据说妖族也很排斥他 他贪吃 以前喂妖王时 动辄就吃手下的妖怪 妖怪们都不愿为他效力 九鼎真人回答道 韩爵松了一口气 他还以为妖族 也要跟之前的魔道一样 发动天下大战 还好三头骄王不得妖心 那 莫问题来了 扶桑树在窑洞 说明三头骄王出世 便是为了扶桑树 为何三头骄王迟迟不来 是警贴 还是在密谋什么 韩爵想不通 既然想不通 那只能拿恶运书来解决 九鼎真人又说了一些 最近玉卿圣宗的发展 他有意将慕容起 培养为玉卿圣宗大弟子 有号令权宗弟子的权利 除了地位不如长老 实质权利要高于长老 对此 韩爵没有意见 让九鼎真人看住半 慕容起是真的让九鼎真人惊喜 没想到 此子的天资如此恐怖 九鼎真人甚至在想 韩爵手下的其他弟子 会不会也如此厉害 不过他不敢多问 韩爵能让慕容起 为玉卿圣宗效力就不错了 九鼎真人离去后 韩爵直接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三头骄王 大焰北境 点速妖王跪在雪地上瑟瑟发抖 在他前方 漫天飞雪之中 有三双星红的眼睛 眼睛比点速妖王还要大 其本尊必然无比庞大 您说的方向 可能是来自玉卿圣宗 我劝您 还是放弃这个想法 点速妖王颤生道 眼前此妖带给他的恐惧 敢让他想到之前的青莽大圣 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头骄王 一道沙哑的声音跟着响起 玉卿圣宗很强 很强 里面可能住着一位仙人 胡扯 仙人怎能住在凡间 反正很强 如今全天下 玉卿圣宗绝对是最恐怖的地方 我甚至认为天仙府 都没有玉卿圣宗恐怖 文言 三头骄王沉默 三头骄王原本在地底沉睡 吸收着大地灵气 但随着扶桑树不断成长 终于将他从沉睡中唤醒 他冲破地表 想要找寻那冥冥之中 吸引他的宝物 可不知为何 在赶路的过程中 他莫名的胆寒 总觉得此去会死 于是三头骄王不敢轻易前去 他开始放慢速度 一边赶路 一边询问沿途的妖怪 他得到一个统一的答案 倘若大雁有宝物吸引他 那必然是玉卿圣宗内的宝贝 那若是玉卿圣宗 千万别去 之前诸豆生是浩大的飞入大烟 飞往玉卿圣宗 死了 之前青莽大圣 势不可挡地 打上玉卿圣宗 死了 这些事情 在人族 可能已经被淡忘 但在妖族 仍是令妖文风丧胆的恐怖传说 难道玉卿圣宗真不能去 三头骄王默默想到 他可是大成精六层的修位 这天下谁能杀他 可偏偏那骨骨骨骨感 确实存在 点速妖王忐忑不安 生怕三头骄王恼羞成怒 吃了他 最终 三头骄王走了 点速妖王松了一口气 十三载过去 韩爵突破至大成精五层 扶桑树也摇了十三载 韩爵甚至怀疑 扶桑树是故意的 这可能是一种捕食行为 类似食人花 有两只金乌在 凡间的妖物 神兽 估计也不敢来 不过韩爵还是很谨慎 每隔一段时间 便会检测玉卿圣宗 以防妖怪潜入 突破之后 韩爵巩固修位 同时检测玉卿圣宗内 修位最高的存在 三头骄王 大成精六层 真龙后裔 果然来了 韩爵眯眼 真龙后裔 有背景 韩爵先跟三头骄王 来了一波模拟失恋 这次太脆了 直接被他秒 韩爵开始检测 三头骄王的位置 旋即 他就无语 三头骄王 竟然变为一名年轻男弟子 与数名弟子 一起跪在苦修城 仙山的山脚下 想要拜韩爵卫师 自从寻长安 慕容起 方良成功后 苦修城仙山的山脚下 一直有弟子跪拜的身影 他们不敢喧哗 静静地磕头 尤其是随着慕容起崛起 弟子们对战神长老 更加渴望 这是什么路说 韩爵摸着下巴想到 算了 让他继续跪 韩爵闭目 继续修炼 推荐阅读 一年后 三头骄王还在磕头 韩爵觉得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于是让寻长安 去接三头骄王 为防寻长安出世 他让两只精 污落在寻长安的双肩上 保护寻长安 金屋的修卫 乃是大成镜七层 两尊大成七 七层会打不过一尊 大成镜六层 下山途中 寻长安身体僵硬 步伐十分不自然 两只金屋在他肩上 他实在是害怕 万一这两个小家伙 一个不小心点燃太阳真火 他瞬间就无了 路过半山腰 正在修炼的杨天东 好奇问道 师弟 你要去哪儿 师父说山下 有一位可造之才 让我去带上来 寻长安如实回答 杨天东一听 微微皱眉 又要收徒 不行 这次 我也要收徒 慕容其宇方良的资质 让杨天东极为眼馋 他也想要那样的徒弟 我跟你一起去看看吧 嗯 寻长安不傻 猜得明白杨天东的小心思 但他并不在意 老实说 他真不想收徒了 他感觉 自己就是一个空架子 自己的徒弟 也是师父在叫 徒弟们明显 更尊敬他师父 若是哪一日 韩觉让慕容其 方良杀了他 他相信 这两个臭小子 绝对不会犹豫 师兄的一个怀心思 来到山脚下 寻长安打开法阵 将三头焦王叫进来 其他弟子 纷纷向三头焦王投去羡慕 嫉妒的神情 三头焦王 看到寻长安肩上的两只火鸭 心头狂跳 两只小金乌 正死死地盯着他 充满敌意 这是什么鸟 竟然让我感到害怕 三头焦王 心里掀起惊涛骇浪 在这凡间 他还是头一次遇到 能在血脉上 让他胆寒的生灵 最关键的是 杨天东 寻长安那么弱小 是如何得到 这两只神秘火鸭 敢问两位前 被谁是斩神长老 三头焦王 小心翼翼地问道 寻长安面无表情道 斩神长老是我们师父 你学没资格见他们 杨天东笑道 晚辈不要着急 师父让我们带你上去 必定是看好你 两人的态度 可谓是鲜明对比 让三头焦王很疑惑 三头焦王 只能按捺住疑惑 跟着两人上山 两只小金乌 一直盯着他 让他极为不自在 没过多久 他们来到山顶上 三头焦王献到扶桑树 顿时敬畏天人 这绝对 是他要找的东西 三头焦王强忍着激动 他注意到 扶桑树上还有一只黑鸡 树下有一条白犬 这些都是斩神长老的妖虫 从今日起 你先在树下修炼 至于能不能拜师 就得看你的表现 寻长安丢下这番话 便走到悬崖边 望向天边发神 背影极其落魄 像急了一条狗 最近数年 他总是会想到窃 导致他无法全神灌注的修炼 神佛施下的劫难 可不是烦心 能抵挡的 三头焦王 走到扶桑树前坐下 两只小金屋重新上树 仍死死地盯着他 杨天东坐到他身旁 跟他聊了起来 作为前辈 杨天东开始讲述 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 想要让三头焦王崇拜自己 三头焦王虽然很不爽 但也得忍着 他越听越不屑 点速妖王 就是大雁北部的耸包 三头焦王蠢蠢欲动 他想霸占扶桑树 但不清楚 那位斩神长老的修位 所以他很犹豫 理智告诉他 能养那两只神秘的火鸭 这位斩神长老 肯定很将 再等等 三头焦王心中叹气 数年后 仙天洞府内 韩爵眼前出现三行字 检测到你已经七百岁 人生又前进一步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立即出关 闯下天下第一的威名 可获得一件灵宝 二 继续修炼 早日超越大成镜 可获得一块天道灵石 韩爵没有犹豫 直接选择继续修炼 天道灵石不错 可以加强法宝 韩爵拿出天道灵石 开始恶运输 恶运输 是他唯一能远程 祸害上界敌人的法宝 值得无限加强 数日之后 天道灵石融合成功 你的恶运输 从极品太义灵宝 提升为太乙至宝 呃运输乃因果法宝 请谨慎使用 太乙至宝 韩爵挑眉 忽然有些后悔 呃运输会不会反伤到他 韩爵小心翼翼地 开始使用恶运输 诅咒绝眼道人 他不敢用太多灵力 先尝试一下效果 七日后 韩爵放下恶运输 因为他注意到 自己的寿命 竟然减少了数十岁 看来一次性不能超过七日 否则他就要减受 他点开人际关系 开始查看邮件 你的徒孙方良 遭遇妖兽袭击 X97884 你的好友济仙神 遭遇魔修袭击 X170210 你的徒孙慕容奇闯入魔冤 生死未卜 你的好友莫复仇 吸收鬼神魂魄 气韵蜕变 你的好友周凡 遭遇十之宗门追杀 凝炼杀气 你的道旅行鸿玄 领悟到上古呼吸法 你的好友长院领悟 到上古呼吸法 你的囚敌诀 眼道人 因你的诅咒 减受万年 诞生心魔 你的徒孙方良 误入天仙附近地 服用万年圣果 资质飞跃 韩爵看到 绝眼道人的下场 顿时乐了 他感觉 自己可以咒死绝眼道人 他损失几十年寿命 可以让绝眼道人 减受万年 太离谱了 不过 韩爵不想冒险 虽然他有超过 十万年的寿命 但若是 经常这样搞 迟早会害了自己 下次最多诅咒六日 不能过多 慢慢磨死绝眼道人 朱雀 韩爵得意地想到 他将注意力放到洞府外 三头骄王 还在扶桑树下修炼 旁边有杨天东陪着 这些年 三头骄王表现得很老实 韩爵决定跟他摊牌 你出去将新来的小子叫进来 等他出去 你再进来 韩爵开口吩咐道 文言 悟道剑立即起身离去 三头骄王听 道悟道剑的传话后 莫名地忐忑起来 杨天东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道 机缘来了 师父要传授你神通 三头骄王暗自嫌弃 表面上笑呵呵地点头 他小心翼翼地 走入仙天洞府内 哄 洞府石门关上 让三头骄王更加紧张 三头骄王来到韩爵面前跪下 见到韩爵的第一眼 他就被惊艳道 好俊的男子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如此好看的容颜 呸 我在想什么呢 三头骄王觉得自己 被杨天东感染了 心里开始扭曲 这样一想 他更加讨厌杨天东 韩爵面摸表情道 三头骄王 大成精六层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 成为苦修成仙山的守山大将 平日里可在神术下修炼 二 死 三头骄王猛地抬头 惊骇地看向他 他知道我的身份和修为 怎么可能 三头骄王 心里掀起惊涛骇浪 他有本命神通 掩藏修为和本尊 为何还是被斩神长老发现 这说明什么 说明对方远强于他 韩爵说话十无比平静 不像是虚张声势 三头骄王有重直觉 若是自己站起来 绝对会被诛杀 连涛的机会都没有 韩爵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等待他给出答案 只要三头骄王敢说一个不字 或者想逃 那就去死 扶桑术已经暴露 这等神术可不能传扬出去 韩爵也不怕得罪三头骄王背后的真龙 龙本就荒诞好播种 真龙的后裔鬼 知道有多少 三头骄王咬牙问道 前辈到底是何方神圣 韩爵道 我来自六道轮回 不入五行 不堕轮回 三头骄王不明觉厉 他仍有些犹豫 就这样给对方荡看门狗 韩爵问道 你觉得我在吓唬你 要不然 你接我一指 若能活下来 你应该也会死心 不不不 三头骄王连忙摆手 差点吓死 他当即低头 咬牙道 我三头骄王从今以后 便是前辈手下的守山大将 山在妖在 山灭妖王 韩爵起身 来到他面前 抬手摸他的头 悄悄打入六道印记 跟着我混 你不会吃亏的 这将是你今生最大的机缘 韩爵轻声道 三头骄王连忙 感激韩爵 但是 没有产生好感度 很好 后面还是得观察一下你 要是不对劲 直接诛杀 韩爵默默想道 随后 他让三头骄王离开洞府 他传言给两只小金乌 一直盯着三头骄王 小金乌极度渴望吃掉三头骄王 但目前三头骄王并没有做坏事 也没有对韩爵产生仇恨 韩爵觉得可以培养一下 等他超越朱雀在飞升时 肯定得带着苦修成仙山一同飞升 到那时 他的徒子徒孙们可能也达到飞升的门槛 苦修成仙山的势力越强越好 三头骄王回到扶桑树下 杨天东差一问道 这么快 一看到他 三头骄王就心烦 横道 嗯 从现在起 我便是苦修成仙山的守山大将 守山大将 没错 我乃大成精六层的三头骄王 我不装了 你鬼远点吧 什么 杨天东震惊 黑玉姬 雾道剑 寻长安 混沌天狗 纷纷惊讶地看向他 三头骄王的人头 猛地变成三个骄龙头 吓得杨天东翻滚出去 连滚带爬 远离他 看到他这反应 三头骄王快乐了 你说的点速妖王面对本王时 也跟你一样软弱 三头骄王傲然说道 听得杨天东羞愧不已 恨不得找个的缝钻进去 韩爵在洞府内目睹这一切 倒也没有说什么 三头骄王自爆身份 倒是让他很满意 至少说明 三头骄王不在一名声 而且也能让其他人 对他产生警惕 韩爵再次进入修炼状态 一座道观内 檀香弥漫 犹如仙物鸟鸟 一名正在打坐修炼的老道人 忽然吐血 状态跟着萎靡 他睁开双目 擦了擦嘴边的血迹 面容猙獰 咬牙道 该死 到底是谁在诅咒我 多少年了 那股神秘的诅咒之力 越来越强 他都记不清楚 到底被诅咒了多少次 没错 他便是绝眼道人 青蟒大圣的主人 罗球魔的师父 韩某人的仇敌 绝眼道人虽然在骂 但心里更多的是惶恐 对方定是大能之辈 最近的诅咒之力 甚至开始撼动他的道鸡 这还了得 再这样下去 他会不会被咒死 绝眼道人咬牙 从袖中拿出一只玉剑 灵力灌入其中 过了一会儿 一道人影 从玉剑中生疼而起 浑身散发着青光 看不清真容与衣着 何事 前辈 我被人诅咒了 嗯 吴算算 绝眼道人忐忑不安地等待 青光人引经一道 吴竟然算不透 你是不是得对过谁 绝眼道人委屈 自非生后 我一直在闭关 哪里能得罪人 怪哉怪哉 青光人引自言自语 绝眼道人更加惶恐 连这位前辈都算不透 那他岂不是死定了 最近天庭被妖圣袭击 魔族趁此机会扰乱诸多凡剑 你刚飞生数千年 可能与凡剑气运有关 最多千年 等天庭缓过来 天庭便会清理 魔族再凡间的势力 有一些凡间 被魔族腐蚀过身 到时候的清理掉 无会借此机会 让你成为天兵 好好把握 青光人引开口道 他的话让绝 眼道人惊喜 绝眼道人立即道 我所在的凡间 就被魔族入侵 我正打算数百年后下 凡去看看 嗯 提前下凡了解一下 情况也好 到时候 可以为天庭提供情报 青光人引消失不见 绝眼道人 小心翼翼地收回遇见 该死的魔族 竟敢诅咒我 绝眼道人 恨恨地想到 等他下凡 一定要击破魔族的阴谋 春去秋来 十一年匆匆过去 韩爵顺利突破 至大城镜六层 这一日 方良回来了 黑玉姬 混沌天狗 寻长安 慕爵顺利突破 慕爵顺利突破 杨天狗 杨天狗 描住他 方良竟然达到了 容须剑 众人很是震惊 慕容奇卡在 化神镜九层 原以为自己的进展 已经很离谱 没想到方良更夸张 黑玉姬抑郁了 他之前担心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 他现在很可能 打不过方良 慕容奇联手 寻长安也抑郁了 终时被徒弟甩远了 杨天狗的羡慕 变成极度 他也想要这样的徒弟 混沌天狗傻了 丑和尚的徒弟 都比他强 这些年遇到不少机缘 所以才有如今之境界 方良谦虚地笑道 但众人明显感觉到 他变了 变得比以前更加自信 意气风发 三头娇王不屑一顾 区区容须境 就能让他们这么震惊 两只小金屋 忽然落在方良的肩上 轻溺地蹭着他的脸 方良好奇问道 这两个小家伙是 黑玉姬坏笑道 姬爷生的 之前主人给姬爷 抓来一只火鸟 他话还没说完 两只小金屋 扭头看向他 吓得他不敢再说话 师弟 好久不见 不如你我联手站 一下黑玉姓号星号 慕容奇几眉弄脸地笑道 他就看不惯黑玉姬装逼 闻言 方良爽快地笑道 好啊 多年不现 黑玉姬还是这么地见 黑玉姬打了一个哈欠 假装没有听见 众人坐下开始聊天 方良讲述这些年的经历 斗妖斗魔斗鬼 如今 他已经成为天仙府的天骄 在天仙府那名头极大 三头骄王假装不在意 实际上也在偷听 这小子的天赋 这么恐怖 三头骄王暗自心惊 斩神长老手底下 都是天纵之才 似乎除了杨天东 其他人的天资都了不得 与此同时 韩爵眼前跳出一行字 三头骄王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二星 韩爵觉得三头骄王有问题 脑子有问题 好感来得莫名其妙 韩爵没太在意 他也在偷听方良的经历 倘若说苏奇是坎坷的仙侠小说男主 那方良就是暴爽玄幻 这些年 他受重伤的次数屈指可数 大多数都是横行八方 机缘接连送上门来 众人听后 皆是感慨 方良真是厉害 就连慕容起都有些佩服 数个时辰后 方良起身 前去拜访韩爵 入洞府后 方良跪在韩爵面前 他十分激动 甚至有重热泪盈眶的冲动 韩爵露出笑容 这番历练 感觉如何 方良兴奋到 徒孙终于明白师祖的好意 历练确实让我蜕变 我在天仙府成为天骄 自觉能得到的机缘 都已经得到 无需再有机缘 所以 我回来了 徒孙还是想在师祖膝前修炼 苦修大道 达到容虚境后 方良确实不需要机缘 如今的他 功法 神通 法术 法宝等 应有尽有 只需要不断积累修位 祖孙俩聊了许久 方良离去 来到扶桑术前 找位置打坐 悟道剑回到洞府 看向韩爵 问道 主人 您说我要不要去历练一番 方良的经历 令众人心援一马 他们也想获得各种机缘 韩爵问道 你为何要历练 历练可以获得机缘呀 机缘有何用 可以变强 变强是为了什么 保护主人啊 我需要你保护 悟道剑仔戏想了想 好像是这么的道理 他歪着头问道 那我对于主人而言 是什么存在意义 韩爵认真道 陪伴赏心悦目 你只需要脚踏实地的修炼 能跟上大家的步伐就好 悟道剑一听 不由心花怒放 笑容更加美丽 在韩爵看来 悟道剑只要安心修炼 迟早成为仙神 没必要去闯荡 更何况 不是所有人历练 都有方良的效果 方良只有一位 最终 所有人都没有向韩爵提出 要历练的想法 尤其是杨天东 混沌天狗 他们真的怕了 不敢再出去 苦修成仙山上 也不算太枯燥 没事的时候 他们还能聊天论道 甚至斗法 韩爵还允许他们 前往内门城池转忧 这已经很不错 同时徒子徒孙 神宠们心里都有些担忧 担忧韩爵飞胜 以韩爵表现出来的实力 他距离飞升已经不远 等韩爵飞升 他们又该怎么办 在慕容起的号召下 大家决定刻苦修炼 争取与韩爵一同飞升 韩爵对慕容起更有好感 慕容起不仅天赋高 为人豪气 还具有领导能力 不错不错 不愧是曾经的神功战神 战神嘛 肯定不只是个人修位强 必定还统帅大俊 十九年后 韩爵突破至大城镜七层 他古井无波的心 终于出现一丝激动 大城镜七层 人间天花板 近了 最多二十年一层小境界 说不定五十年后 他就超越大城镜 爽啊 韩爵拿出恶运书 开始诅咒朱雀 他实验过 只要诅咒不超过六日 就不会损耗寿命 他调出人际关系 查看邮件 你的好友莫复仇 遭遇正道修士袭击 X54427 你的好友周凡 遭遇魔修袭击 X74200 你的好友寄仙神盾 悟出太乙神通 惊天动地 你的好友黄吉浩 凝炼剑星 剑意通天 你的好友九鼎真人 遭遇魔修袭击 X743 你的神宠黑玉姬 觉醒前世神通 你的仇敌朱雀 因你的诅咒 产生心魔 除了莫复仇 周凡这对难兄难弟 其他人遭遇袭击的次数 都不夸张 韩觉扫了一眼 大多都是 获得机缘的消息 他有些纳闷 最近这些年 这些好友都打鸡血了 不知为何 韩觉莫名 有重强烈的不安感 总觉得不对劲 身为大成静修士 预感能力是真实存在的 这是对天道的感悟 不行 得去问问老哥 韩觉开始领悟建议 他的轮回建议 一直没有得到提升 正好提升 一个月后 天穷再生异象 天下修士倒是很平静 只是凡人们觉得惊奇 数十年对于凡人而言 那是一辈子 一辈子难见一次这样的天象 韩觉再次来到建道长河 他快不来到战姑星面前 战姑星笑问道 这一次 来是要问什么 自从韩觉频繁到来 导致战姑星 平时就会忍不住 想那小子何时来 他甚至怀疑 自己患病了 前辈 最近我们 凡间出现不少大气孕者 而且都在同一段时间 内获得机缘 您觉得这合理吗 韩觉问道 战姑星道 凡间有大气孕者正常 即便是上界 大气孕者也不少 但大气孕者不等于强者 强者也不一定有大气孕 你可能多虑了 韩觉皱眉道 但我心里总有些不安 战姑星犹豫片刻道 确实有一种可能 人有回光返照 天道也有 凡间的天道 可能欲感到麻烦要降临 这是天道的自救行动 凡间有麻烦 韩觉更加不安 战姑星继续道 这样算起来 吴倒是明白了一些 可能与魔族入侵凡间有关 天庭可能要清洗魔族 到时候仙神就会下凡 若是魔族太多 魔道盛行 天庭可能直接毁了这方凡间 天道虽是规则 但永远不要把它想得太简单 毁了凡间 韩觉大惊 这么狠 他连忙问道 天庭这样做 还能算天庭吗 动辄覆灭一方凡间 简直惨无人道 这算如何 万千凡间 灭一凡间 但上界根本先不起波澜 况且 只是凡间被灭 众生还 可投入六道轮回中 转世投胎 况且 凡人灭掉的种族少了吗 凡人思考天庭 就不该以自己为主 战姑星白手道 觉得韩觉的想法 有些可笑 韩觉一听 觉得有几分道理 说白了 还是弱肉强食 谁制定的规则 谁就说了算 韩觉问道 天庭还有多久清理魔族 战姑星回答道 短则数百载 多则上千载 不会太长 妖圣背后的势力 快要与天庭谈好 可惜了那尊妖圣 还被瞒在鼓里 韩觉神情古怪 问道 那妖圣 是不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不是 哦 韩觉还以为自己 来到西游世界 两人又寒暄了机具 韩觉继续前进 意识到本尊体内 韩觉巩固对轮回建议的理解 轮回建议也成功提升至太乙级 他的实力只能说更加全面 在攻击强度上并没有得到提升 还是得提升修 巩固建议后 韩觉拿出恶运书 开始诅咒朱雀 绝眼道人 无论取得怎样的成就 都不能忘记本心 以及敌人们 十二日后 韩觉继续修炼 天庭带来的压力 可谓是巨大的 韩觉已经很久没 有感受到这样的压力 期间 他将方梁照入洞府来 上届天庭准备追杀魔族 我们凡间被魔族入侵 很可能会被天庭 当成魔族的附属势力 落得被清理的下场 整届生灵被屠杀 转入轮回 重新投胎 想要避开此劫 你得通知天仙府 让他们号召修真戒 铲除魔族势力 摆脱嫌疑 此事不得说是我说的 你就说你是被一位 陆地神仙指点的 韩觉言肃道 闻言 方梁瞪大眼睛 正在修炼的悟道剑 也不由睁眼 方梁脸色大变 问道 师祖 此事当真 天庭何时行动 最多千年 记住是最多 最近许多天骄 都获得大纪元 乃是凡间天道的回光返照 想要靠众生的力量自保 徒孙立即传信给天仙府 绝不透露 是师祖所说 方梁火急火燎地离去 悟道剑好奇问道 主人 您是如何知晓上界之事 韩觉道 我在上界有关系 什么关系 不可说 韩觉闭目 不再多说 在悟道剑心里 他的形象再次拔高 两年后 方梁得到回信 说天仙府已经采纳他的意见 开始通知天下各宗 又过去不到三年 九鼎真人前来拜访 韩觉注意到 他的气血有些紊乱 最近这些年外出历练 没少挨打 韩长老 天仙府号 照天下宗门追杀魔道 说因魔族入侵 仙神觉得 我们凡间已成魔族的凡间 恐会遭遇天怒 凡人须得自救 我们欲侵圣宗身为大燕 第一圣地 也得到天仙府的信件 你觉得 我们该怎么做 九鼎真人苦恼道 这叫什么事 在他看来 天仙府就是在扯犊子 韩觉严肃道 此事是真的 欲侵圣宗能出力 便出力吧 面对上界霸主天庭 凡人如何抵挡 只能是尽力与魔族撇清关系 九鼎真人一听 不由动容 连韩觉都这么说 看来是真的 他没有多说 很快便离去 韩觉不由对天仙府产生好感 天仙府竟然真的信了 这要是在某些小说里 必定不信 从而引来大劫 逼得主角不得不靠自己 就是之后 天下众生震惊 圣帝们懊悔 同时更加尊崇主角 嗨嗨 韩觉转念一想 又觉得天真了 或许天仙府也有上界的关系 毕竟天仙府历代非生者 数不胜数 肯定有人念旧 得知消息后 说不定悄悄将消息透露给天仙府 身为圣帝 天仙府不可能平白无故地相信 一名神秘人的威言耸听 不管如何 有天仙府等圣帝接管此事 韩觉就能安心修炼了 修行之余 韩觉会关注墨竹三人 同行的墨家族人越来越多 墨父仇等人 确实没有争锋之心 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但墨父仇的魔气太浓 经常遭遇侠肝义胆的 正到修饰袭击 因为个人私情 韩觉也担心墨竹 墨父仇遭遇不测 不过该劝的 韩觉已经劝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 韩觉不可能将整个墨家 都收治苦修成仙山 只要开了这个口 以后他的徒子徒孙们 就会求他收留更多的人 红尘之中 谁没有感情 谁没有在意之人 幽暗的山洞里 血魔老祖 白发蘑菇 他摩罗汉围坐在一起 他们之间 悬浮着一团魔气 天下正道联手 魔道苦不堪言 照这样下去 要不了数百年 别是复兴魔族 恐怕连魔道 都被亲密的单干净净 血魔老祖苦笑道 魔气之中 传出一道冰冷声音 哼不用怕 很快本座会 派遣一批真魔前来 到时候 血洗天仙府 震慑正道 话音落下 魔气散去 他摩罗汉咒没问道 绝眼前辈 不是说让我们 不要插足魔族之事 白发蘑菇摇头道 不是我们想插足 而是在等下去 绝眼前辈还未下凡 我们恐怕就要死在 祭仙神手下 如今的祭仙神 我们三人连手 都不是其对手 他摩罗汉沉默 血魔老祖叹气道 我等已经成为棋子 什么野心都不值得一提 能活下来就好 我等就算想飞生 如今也没得可杜劫 天仙府定我等太紧了 未经之计 便是求魔族帮忙 曾经威风凛凛的 魔道三尊 皆是苦笑 叹气 飞生是需要时间的 杜劫期间弱 是遭遇袭击 很可能生死盗销 血魔老祖 就被打断了一次 飞生之节 他摩罗汉咬牙道 该死 魔君之所以飞生 莫非是提前得到了 什么情报 他飞生时 天仙府就没有干扰 怎么轮到我们 提起魔君 三尊就很愤慨 你飞生可以 怎么不带上我们 十二代后 韩爵突破至大城近八层 有了压力 就有动力 他的修行速度 比起之前还快了一些 突破之后 韩爵习惯性地 拿出恶运书 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你的好友周凡 遭遇魔修袭击 X4729 你的好友季仙神 遭遇魔修袭击 X110332 你的图孙慕容启 遭遇正道修士袭击 X78 你的好友黄金浩 遭遇魔修袭击 X74110 你的好友九鼎真人 遭遇魔修袭击 X85 你的图孙方良 修行时感悟天道 道行大掌 你的道吕轩秦军 获得神道契运 你的好友 度苦遭遇散仙袭击 命悬一线 通篇下来 全是魔修袭击 但这一次 不再是魔道席卷天下 而是魔道成为过街老鼠 被追杀 韩爵并没有同情 他可不是圣母 正魔两道 本就是不两立 先前魔道席卷正道时 多少宗门被屠宗 多少人惨遭魔修毒手 或许正道中 也有不少败类 但魔道更不可能 是是被鱼灭成魔 至于正魔联手 对抗天庭 太扯淡 根本不可能 天庭本就站在正道这边 相当于正道的顶头上司 如今顶头上司 怀疑下属与敌人勾结 下属为了活下来 就真的和敌人勾结 且不说 正魔两道联手 也挡不住天庭 那样做了 正道还是正道吗 韩爵梅有将希望 完全寄托于正道上 还是得自己变强 到时候 若是天庭执意要灭凡间 他也得有实力自保 大不了 到时候带着苦修成仙山 躲到阴间去 韩爵还可以跳到其他界 毕竟他选择了 轮回剑仙之路 不过前往其他界 只能他独自前往 无法带上其他人 而且 他对其他界完全不了解 也无法自主选择 跳往哪一界 也就是说 一旦施展轮回神通 跳往其他界 是随机落地 不到逼不得已 他不会跳到其他界 要是跳到魔族的世界去 那不就炸了 韩爵默默想到 自己活下去的办法 还是很多的 他暗自祈祷 那位妖圣能多闹一会儿 不要让天庭 在短时间内回过神来 诅咒结束后 韩爵继续修炼 他现在只有一个目标 那便是早日达到 大成进九层大圆满 一年后 一道熟悉的声音 传入韩爵耳中 观道友 出来一句 这一次我不挑战你 季先生 韩爵皱眉 这次怎么又来了 韩爵想了想 还是出去见见他 以免这丝闹事 还是那片树林 数十年不限 季先生的气息 降了一倍不止 这次到处屠露魔修 还能变强 简直没天理 韩爵甚至怀疑他 与黄级好友系统 可以刷怪升级 为何我的系统 就没有这项功能 小说里 人家那些牵到系统 走到哪儿 牵到哪儿 直接变强 我还得自己修炼 韩爵在心中叹气 季先生看向韩爵 目光灼灼道 官道友 我代表天仙府邀 请你加入 担任天仙府长老之位 你可愿意 多谢天仙府好意 不必了 为何 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家的狗窝 嗯 首发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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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先生被韩爵的画 整得一愣 这叫什么画 他继续道 天仙府发现了 魔道设立的结界 以金莲皆未知的天地 恐怕与魔族有关 之前我们便遇到过 魔族开辟的天地 我还杀进去过 你可有兴趣 与我去占魔族 一般那样的天地 都藏有魔族 给魔道的修行资源 说不定有你需要的宝贝 韩爵诧意问道 魔族这么弱 季仙神一听 恼羞成怒 你什么意思 嗨嗨 我不是贬爹 你们天仙府 魔族再怎么 也应该比凡人强吧 不然魔道为何尊重他们 真正的魔族 被困在阴间 只能派遣一些 真魔前来传道 我们遇到过罪将的真魔 差不多是大城镜九层 我就不去了 祝你们一切顺利 韩爵摇头道 说完 他便转身准备离去 季仙神拉住他 问道 对了 方良跟你有关系 我看到苦修成 仙山上有他在 韩爵道 没关系 只是做客罢了 那就好 此子天资强大 甚至被人认为 天资比我还强 我准备收拾他 哦 我想起来了 他是我徒孙 季仙神想骂人 怪不得方良那 那变态 有一说一 活了上千年 除了韩爵 季仙神头 一次感受到压力 不是实力上的压力 而是天资 方良崛起的速度太快了 就连他师父也提醒过他 希望他多提携一下方良 哼 告辞 季仙神灰秀离去 韩爵摇了摇头 重新回到先天洞府内 扶桑树下 三头交往皱眉 其他人感受不到 季仙神的气息 他却是感受到了 很强 如此强大的存在 面对韩爵 竟然如同孩童一般 他更加好奇韩爵的修味 七年后 正在修炼的韩爵 忽然心虚不宁 他睁开眼睛 怎么回事 为何突然这么不安 韩爵紧皱眉头 背面正在修炼的悟道剑 也睁开眼睛 主人 你有没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悟道剑开口问道 韩爵问道 你也有 你感受到了什么 我也说不上来 就是很压抑 悟道剑的回答 让韩爵更加不安 莫非天庭来袭 这么快 就在这时 韩爵眼前浮现出三形子 检测到真魔入侵凡间 凡间迎来大劫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立即出关 诛杀所有真魔 明镇天下 可获得一剑灵宝 一块天道灵石 二 继续修炼 远离是非 可获得一次神通传承 真魔入侵 韩爵眉头一跳 原来是魔族发力了 她的第一反应 就是联系天之傀儡 让行红旋 西旋仙子 长院赶紧回宗 三女第一次听到 韩爵如此迫切地让他们回归 当即放下眼前之事 全都返回御清圣宗 韩爵默默选择第二个选项 能引起大劫 这批真魔必然很强 她可不能冒险 出手可以 最好是在有把握的情况 旋即 韩爵检测御清圣宗百里内 有没有真魔 楼玉雪 大城镜九层 真魔统领 你选择继续修炼 远离是非 获得一次神通传承 恭喜你获得神通 请神术 请神术 传承神通 可传给他人 他人施展请神术 可远程召唤你 一个时辰内 可以利用请神术 重新返回赖处 韩爵无视眼前 突然弹出这三行字 而是看着上面那一行 关于楼玉雪的信息 首发 真魔统领 怎么会来得这么快 是冲着我来的 还是恰好出现在 玉清圣宗周围 韩爵皱眉 更加紧张 他立即使用模拟试炼 与楼玉雪对战 好险 秒杀 不过楼玉雪在战斗中 散发出来的气息 可比季仙神 宣秦军要强得多 韩爵开始检测 楼玉雪的位置 这次距离玉清圣宗不到30里 站在一座山巅上 没有行动 这是一个好机会 正好可以震慑一下 三头焦王 韩爵默默想到 然后传音给三头焦王 山巅之上 一名黑袍人远远地望着天边 他一头白发 面容妖异 尝着一双重铜 嘴唇红地在滴血 在阳光的照耀下 他仍显得颇畏惊悚 楼玉雪 魔族真魔 此次 他带着数十位真魔来到人间 其他真魔先去收集天仙府的情报 他则被魔族 送到凡间气韵最雄厚之地 魔族让他先摧毁此地 这样凡间人族的气韵就会大降 他们之后行事就会更加顺利 楼玉雪 用神石扫了一下 这座宗门并不强 应该不是天仙府 为何是凡间气韵最雄厚之地 他想不通 觉得这其中可能有诈 不敢贸然行动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急驰而来 赫然是三头焦王 大成精六层 楼玉雪皱眉 古修城仙山被寒决的系统结界笼罩 之前他神石扫过时 并没有发现三头焦王 果然有诈 此地只是看似弱小 实际上可能是整个凡间 最为恐怖的地方 三头焦王拿出一把大吉 争灵笑道 你就是真魔 他二话不说 灰己杀向楼玉血 楼玉血动容 对方怎么知道他是真魔 难道魔族的计划早已泄露 楼玉雪来不及多想 很快就与三头焦王大战起来 两尊大成 气势何等可怕 不到五夕时间周遭的山川被一位平地 战斗的轰响惊动欲侵圣宗 长老们纷纷飞出宗门 紧张地看向远方 楼玉雪不愧为真魔统领 确实远强于三头焦王 魔气滔天 遮天蔽日 覆盖方圆十里之地 镇压得三头焦王 无端坠落而下 霸道的魔气 化为一道道长柱 从天而降 逼得三头焦王在废墟中不断躲避 才交战一会儿 三头焦王已燃浑身是血 该死 三头焦王心中又惊又怒 没想到对方这么强 这可是他败入韩爵手下后的第一战 难道就要失利 三头焦王仰天长笑 直接变为本尊 一条长着三头的黑灵蛟龙出现在天地间 身长数百丈 威武霸气 四爪之下踩着龙雁 背后长着一对肉翅 一展千丈 楼玉雪挑眉 按道 真龙血脉 他抬起右手 往下一压 天上的滚滚魔气 化为一只山岳般巨大的黑掌砸下 在这只黑掌前 庞大的三头焦王竟如同一只小蛇 被按在地上 动弹不得 主人 我顶不住了呀 三头焦王连忙开口喊道 灵力差距太大 导致他连很多神通 法术都来不及施展 楼玉雪的魔气 极为诡异 导致三头焦王 在魔气覆盖范围 无法施展藤魔神通 就连速度也慢很多 身上 庞弗背负万丈巨山 三头焦王还从 未遇到过 如此可怕的对手 他明明很强 但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 他毫无抵抗之力 庞弗符笨拙地巨手 而非大成妖王 果然还有其他人 楼玉雪眼神闪烁 暗自想到 哄 一阵强风忽然袭来 冲散漫天的魔气 楼玉雪睁大双目 转头看去 只见一道身影 急迟而来 赫然是韩爵 楼玉雪灵魂站立 感受到极为可怕的危机 他下意识拿出一把黑木剑 朝着韩爵挥去 木剑刚提起 韩爵率先抬指 射出一道剑气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楼玉雪来不及抵挡 肉身直接被剑气湮灭 电光火时间 韩爵台长一吸 将楼玉雪的魂魄射走 这就是他亲自出来的原因 否则他可站在 苦修城仙山上射 杀楼玉雪 楼玉雪陨落 天地间的魔气溃散 压制着三头蛟王的黑掌 跟着消散 他惊恶地看向韩爵 高高在上的韩爵瞥了他一眼 消失在空中 三头蛟王羞愧不已 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再沉睡数万年 回到先天洞府内 韩爵眼前跳出一行字 三头蛟王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位4.5星 韩爵没有在意 坐在床榻上 右手翻开 楼玉雪的魂魄浮现而出 在六道灵力的束缚下 楼玉雪无法逃开 他惊恐地看向韩爵 道 你是仙人 凡人怎会如此强大 韩爵面无表情地问道 你为何出现在附近 楼玉雪咬牙道 我路过而已 并没有要害你们 话音刚落 恐怖的神石冲击 撞上他的魂魄 疼得他差点尖叫 我是被人送过来的 只因此地的气韵是凡间之罪 我也怕死 求求钱 被饶我一命 楼玉雪咬牙道 魂体颤抖不停 韩爵面无表情地问道 谁送你来的 魔 族 魔族有何企图 血洗人间 他就派你们来 魔族有这么弱 楼玉雪敢受到莫大的侮辱 但他不得不低头 他可不想死 他咬牙道 真正的魔族 在很多各纪园前的 天道大劫中落败 被封印于六道轮回之中 我等真魔 乃是魔族费尽千辛万苦 在外找到的 魔族蛊惑奈何桥上的鬼魂 让不想投胎的鬼魂成为魔修 直至修炼成真魔 凡间有天规限制 超过大成境的存在 若是善入 会惊动天规 天庭 神功乃至佛门 必定震怒 魔族只能派遣我们这等 大成境九层的真魔潜入人间 韩爵挑眉 他脑子里冒出一个问号 难道魔族 阴间眉 有必天时 前辈 只要您放过我 我绝对不再来 楼玉雪咬牙道 韩爵的强大让他望尘莫及 他只能一个劲地求饶 该死 果然这个任务不靠谱 楼玉雪 在得到魔族的吩咐时 他第一反应 就是觉得有坑 魔族对凡间所安排的计划 由来可不是千年百年 那得以万年为单位来计算 一直没有成功 果不其然 他刚来凡间就翻车了 楼玉雪恨极了魔族 在阴间带着不舒心吗 非要来凡间惹事 楼玉雪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一心 韩爵眯眼 一心仇恨度 其实也还好 远不及不死不休的局面 韩爵犹豫 要不要放过他 就算放过 也得囚禁其魂魄 其他真魔 可有比你更将的 韩爵问道 楼玉雪口笑道 哪有 最将的便是我 结果初次出手 就遭遇到您 韩爵收手 将楼玉雪的魂魄 囚禁于自己的灵魂深处 或许以后 能用得上这家伙 一直憋着的悟道 坚忍不住问道 主人 魔族来袭 我们该怎么办 韩爵平静道 再看看吧 真要是敌不过 我们再跑路 洞府外 三头焦王灰溜溜地 回到扶桑树下 他低着头 不敢面对其他人 黑玉姬细穴笑道 这就是焦王 我们需要主人出手 你也需要主人相助 你告诉我 我们的差距在哪 三头焦王一听 差点气闸 方良感慨道 刚才那位 真魔雀石墙的离谱 看似焦王被压得 毫无招架之力 实际上是双方实力 差距太大 闻言 三头焦王更加郁闷 寻长安趁此机会 教育方良 道 你可得好好修炼 你与你师兄姜 是我们的希望 以后为师父牌 优解难 还是得靠你们 杨天东 三头焦王 黑玉姬 混沌天狗 都感觉被内涵了 尤其是混沌天狗 他的实力已经垫底 平时谁都呛不过 心里憋屈极了 不行 我要超越他们 两只小金屋趴在扶桑树的树枝上 摇头晃脑地看着这些人 他们互相交流 声音娇滴滴地 跟六七岁的孩童似的 刚才那家伙很僵吗 没感觉有多强 可能是他们太弱了吧 估计是的 一年后 韩爵成功掌握寝神术 寝神术由主神通 分神通 学会分神通 便可召唤掌握主神通的人 学会分神通 便只是掌握召唤而已 韩爵爵定将分神通 传授给自己的徒子徒孙 此神通只能给自己人 不可能传授给整个玉卿圣宗 即便传授给自己人 也得换个说法 韩爵叫尚无道见 一同走出先天洞府 来到扶桑树下 他将苏琪也叫出来 慕容琪已经回来 之前还想再出去 结果被韩爵叫住 就是为了传承请神术 众人之中 除了黑玉姬 混沌天狗 其他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苏琪 方良 慕容琪 对这位神秘的二师伯 很感兴趣 魔修 方良轻声嘀咕道 苏琪淡然一笑 他心里很激动 这些师兄弟和后辈的天资 都很不错呀 尤其是方良 慕容琪 三代弟子的修位 都快追上他这位二代弟子 韩爵开口道 之前苏琪 被我派往前去前赴魔宗 不得已转位魔修 当初正魔大战 死在他手里的魔修可不少 闻言 众人对苏琪肃然起敬 韩爵手下的徒子徒孙中 可没有第二人 被韩爵交代任务 推荐阅读 再次看向苏琪宝金沧桑的脸 他们心中愧疚 韩爵如此庇护他们 他们还经常 想着要出去 韩爵将众人的神色捕捉到 没有多说 此次叫上苏琪 他是想试探一下 看看苦修成仙山的气韵 能否镇压苏琪的霉运 之前楼玉写都说 这里的气韵 是人间之罪 至于杜苦 他与韩爵非亲非故 又不是大气韵者 敢跟苏琪独处五日 遭殃也很正常 我传授你们一招神通 此神通只能在性命 攸关时使用 一旦使用此神通 你们将获得极其强大的力量 但代价也是难以想象的 你们将面 对你们最害怕的恶吗 韩爵郑重说道 听得众人面面相去 方兰好奇问道 噩梦是幻想 还是害怕的事情 具象成真 韩爵高深莫测道 只有你们自己清楚 你们害怕成真 还是害怕 一切都是虚幻 总而言之 不到万不得已 绝不要施展此神通 但若是生死关头 该用还是用 我希望你们都能活着 陪着我一同共赴大道 享受永生 这番话听得众人热血澎湃 共赴大道 享受永生 慕容起握紧双拳 道 独孙一定好好修炼 他日为师祖 斩尽大道之上 所有拦路者 其他人也纷纷保证 一向咸鱼的寻长安 眼中也流露出期待之色 金屋 三头 你们也过来 一起学 韩爵看向旁边微笑道 一直在偷听的三头交王一听 连忙爬过来 两只小金屋也飞过来 落在方凉的肩上 不知为何 他们特别喜欢方凉 经常蹭方凉 三头交王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位5.5星 韩爵开始传授寝神术的分神通 足足交了两个月 寝神术的分神通 还是很复杂的 不过方凉 慕容起 苏琪只用了数日便掌握 学得最慢的是杨天东 黑玉姬 他们差点抑郁 混沌天狗终于找到自信 乐坏了 韩爵带着物道剑 回到先天洞府 苏琪也没有多代 迅速回到自己的洞府 安心修炼 韩爵用天之傀儡 查看行鸿玄三女的情况 他们还在归途中 暂时梅有遭遇真魔 按照楼玉学所说 真魔们的目标是天仙府 也不知天仙府能否挡得住 八年后 韩爵距离大城境九层已经进了 他正想一口气继续修炼下去 检测到先天气运者 是否查看其来历 韩爵挑眉 好久没有遇到新的大气运者 上一个还是纪仙神 妄想天下第一的自负狂 韩爵立即选择查看 他眼前跳出该气运者的介绍 看得韩爵瞪大眼睛 这 有点东西啊 图灵儿 容须近九层 远古大巫转世 蛮荒纪元 巫族与妖族争夺天道霸权 双双陨落 失去种族大气运 巫族被灭 少数大巫躲入六道轮回中 图灵儿历经万事轮回 终喜去巫族夜里 但其魂魄依旧是大巫之魂魄 成就先帝 可蜕变为大巫 通天彻地 图灵儿乃天仙府之事 奉师父之命前来找寻方梁 远古大巫 达到先帝才能蜕变为大巫 那得多强 韩爵暗自心惊 此女不简单啊 不过他注意到 图灵儿是奉天仙府之命前来 估计是来者不善 他处于谨慎 跟图灵儿来了一场模拟试炼 一秒后 他自嘲一笑 图灵儿只是有大巫的背景 并非真正的大巫 实力也就能匹敌一些合体静修士 远不及他 韩爵检测到图灵儿已经来道苦 修成仙山的山脚下 方梁感受到他的气息 亲自下山去献他 前辈 您怎么来了 方梁抱拳问道 神情有些尴尬 他差点忘了自己 也是天仙府弟子 图灵儿身穿一系黄衫青衣 头发盘于玉簪之下 面容娇吼 虽不是角色 戴配上气质 依旧令人惊艳 图灵儿看向苦修成仙山 问道 方梁 此山是何来历 为何灵气如此浓郁 这已经赶上天仙府的修行圣地 大雁这样的弹丸之地 竟然藏着宝地 方梁尴尬道 这是我的第一个师门 您来找我 所谓何事 我不是跟天仙府说了吗 以后不再回去 除非天仙府有难 天仙府不是单纯的宗门 除了自己亲自培养的弟子 还会教导来自 其他宗门的弟子 广结善缘 你这样的天资 可比祭仙神 你认为天仙府舍得放弃你 此次找你 是因天仙府遇到大难 树十尊真摩席 积天仙府 天仙府陷入敖战中 我师父让我来找你 希望能请动你信中 所说的那位陆地仙神出手 他可就在山上 图灵儿漫不经心地问道 他的目光盯着山顶上的扶桑树 那棵树不简单 是何来立 方梁摇头道 我遇到的那位陆地仙神 只是萍水相逢 早已离去 玉清圣宗内 可没有能驻天仙府的大能 图灵儿笑盈盈地问道 你们玉清圣宗 还缺长老吗 我想在此山修炼 你帮我问问 啊 怎么 天仙府不是有难吗 前辈 您不着急 正是有难 才不能回去 你不也说天仙府若有难 你会回去 那你回去吗 方梁无言以对 他想了想 你在这里等候 我去问问我师祖 图灵儿点头 跟着打坐在山门石碑前 方梁迅速上山 拜访韩绝 韩绝让他入府一聊 方梁将图灵儿的来意 说了一遍 然后道 师祖 图灵儿的资质 在天仙府可排前时 不过此女 是出了名的狡诈 如今借着任务未由 远离天仙府 说明他 也不是什么善来 很明显 他不喜欢图灵儿 只是碍于天仙府的辈分 不得不给面子 韩绝问道 他有没有背负血海深仇 方梁想了想 道 倒是没有 他从小在天仙府长大 不过他常年苦修 很少与人结交 拒绝他吧 好 方梁高兴地离去 虽然图灵儿灵魂背景牛批 但他目前已经成长起来 不方便洗脑 而且 他是天仙府的弟子 韩绝不想惹麻烦 旋即 韩绝开始查看邮件 这么多年过去 真魔也没有 闹出太大的动静 有楼欲血的领导 他们连天仙府都无法攻占 倒是让韩绝感到意外 天仙府有点东西 你的好友纪仙神 遭遇真魔袭击X145 你的好友纪仙神身受重伤 命悬一现 你的好友纪冷禅 遭遇真魔袭击X4 你的好友周凡获得机缘 肉身蜕变 你的好友黄吉浩 遭遇真魔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道吕轩秦军 领悟大道真义 道行大掌 你的好友莫复仇 遭遇魔族蛊惑 产生心魔 你的好友纪仙神顿悟圣法 元神蜕变 韩爵挑眉 连纪仙神都身受重伤 看来天仙府确实危在旦夕 韩爵犹豫 要不要去帮忙 旋即 他摇了摇头 他已经解决真魔统领 倘若天仙府连 其他真魔都解决不了 那以后 怎么面对魔族 韩爵可不想他离开之后 欲卿圣宗被偷家 另外 纪仙神顿悟圣法 明显是主角母版 或许此战会成为 纪仙神亦非冲天之战 就在韩爵思索之时 方良又回来了 师祖 他不肯走 他说他 可以拜您卫尸 方良苦笑道 他不是图灵的对手 所以也不能强行驱逐 韩爵面膜表情道 想拜我卫尸也可以 磕十年头 方良一听 有些迟疑 但还是下山传话 悟道间好奇问道 您真的要收他 韩爵笑道 先看他愿不愿意低头 山脚下 听完方良的话 图灵直接跪拜在石碑前 开始磕头 方良皱眉问道 这又是何必呢 就算你是想躲开天仙府之劫 未必要如此 图灵一边磕头 一边笑道 能让你舍弃天仙府的后代 能培养出这般宝山 此山的主人 必然就是你信中的陆地仙神 方良沉默 图灵还有一件事没有说 其实并非天仙府要求方良回去 对于天仙府如今的劫难 方良能起到多大作用 是他主动提起 要找方良 美其名曰聚集天仙府在外的力量 十数年前 图灵修行石总是容易入梦 梦中 他经常看到一座山 山上有一道神秘身影 起初梦境模糊 到后来越发地清晰 知道他梦见 曾与他有过交际的方良 未败在那道神秘身影前 他便明白 对方必然与方良有关 图灵很相信自己的梦 从小到大 他在梦中还领悟过神通 这也是他成为天仙府天交的最大原因 当听到韩爵让他磕十年头十 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 而是心里松了一口气 对方口气如此之大 定然是大能 果然 梦境又指引他走向机缘 方良献他执意如此 也不再劝说 转身离去 准备回府继续修炼 图灵的到来 并没有让韩爵过多的关注 他继续修炼 争取早日达到大乘境九层 时光荏苒 天下风云变幻 而对于苦修之事而言 时间彷復是停滞的 行红悬 长院 西悬仙子 已经回归 不过听闻韩爵在闭关 他们都没有打扰 七年迅速过去 韩爵终于突破之大乘境九层 人间巅峰 突破之后 韩爵体内的灵力暴涨 首发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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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停下来 而是继续修炼 将灵力提升到 无法再增长的状态 三年后 韩爵让无道见 去领图灵上山 先到扶桑树下修炼 拜师之事日后再说 图灵尔进入苦修成仙山后 发现里面的灵气 比他在山下感受到的 还要浓郁 此山莫非有强大 而无形的结界 图灵尔暗自心惊 对韩爵更加好奇 来到扶桑树下 杨天东 寻长安 慕容起 混沌天狗 黑玉姬 两只小金屋 三头焦王纷纷看向他 图灵尔的目光 落在扶桑树上 这是 图灵尔整个人恍惚了 一看到扶桑树 他莫名地走神 悟道见开口道 你先在这里修炼吧 平日里不得大声喧哗 图灵尔回过神来 连忙点头 其他人也没有跟他交流 继续修炼 图灵尔虽然心怀诸多疑惑 但还是憋在心里 老老实实地开始打坐修炼 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 这些人都不简单 让他不由想到 天仙府里的那些天骄 半年后 韩绝终于将修炼 提升至大成境九层大圆满 你的修炼已经达到人间巅峰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立即飞升 蜕变魏仙人 可获得一次神通传承 一箭灵宝 二 暂步飞升 继续待在人间 可获得一箭质宝 韩绝毫不犹豫 直接选择第二个选项 你选择暂步飞升 获得一箭质宝 恭喜你获得太乙质宝 九五之尊气韵袍 九五之尊气韵袍 太乙防御质宝 帝皇气韵炼制而成的质宝 防御力极强 穿上后将获得帝皇气势 太乙防御质宝 防御 韩绝惊喜 这也太爽了吧 系统深得我心 韩绝拿出九五之尊气韵袍 这是一件龙纹金袍 威武霸气 金光闪耀在洞府内 悟到剑睁眼一瞧 面露惊讶之色 这也太高调了吧 韩绝皱眉 可转念一想 他天天躲在洞府内 也不怕高调 他立即开始让 九五之尊气韵袍 认主于自己 两日后 这件太乙质宝才认主于他 不愧是质宝 韩绝穿上九五之尊气韵袍 安全感暴涨 他本想将九五之尊气韵袍 套在金蝉玄神衣上 但穿上后级漆别扭 他便只能脱下金蝉玄神衣 主人 这件衣服能给我吗 悟道剑指着桌上的金蝉玄神衣问道 十分眼热 韩绝道 你又不出去 不需要穿领宝衣 可主人你也不出去啊 我若死了 你也难逃一死 所以我可以穿 悟道剑撇嘴 有些委屈 韩绝本想将金蝉玄神衣 送给行红旋 可转念一想 金蝉玄神衣 同样也高调 若是行红旋穿着出去 可能会引来更大的麻烦 罢了 给你吧 穿上后你就出去 我要突破 怕震死你 韩绝摆手道 悟道剑惊喜过望 连忙败谢韩绝 然后穿上金蝉玄神衣 韩绝无语 这丫头竟然当着他的面脱衣服 虽然他已经瞧见过 但这也太冒舍吧 韩绝皱眉道 你以后可不能当着其他人的面脱衣 悟道剑美滋滋地打量着自己身上的金蝉玄神衣 回答道 男女有别 我自然明白 我只会当着主人的面换衣 说完 他便迅速溜出去 找杨天东 寻长安等人炫耀 韩绝摇头失笑 然后抖擞精神 准备突破 他抬手将墙脚的碧天石 息致掌心 他将碧天石放在腿边 难难道 就看你了 倘若韩绝能超越凡间修位 并且留在凡间 那就完美了 韩绝开始修炼六道轮回宫 将凡间修行篇融会贯通 便可领悟到 更高境界的修行心法 扶桑树下 悟到剑一出来 树下的气氛就变得热闹 打坐修行的方良 睁眼瞥向图灵 问道 你以后还回天仙府吗 图灵而言也不争 回答道 回去做圣 这里挺好的 与世隔绝 可以安心修炼 我可不想回去遭罪 方良无语 天仙府养了一条白眼狼 他还好说 毕竟他本身 不是天仙府的弟子 也曾为天仙府执行过人物 可图灵而乃是天仙府 重点培养的天骄 从小到大 只需要修炼 不用外出 也就是说 他还未为天仙府建功 他任你修为大成 不会继续背叛我师祖吧 方良警惕地问道 其他人也纷纷看向图灵而 图灵而终于睁开眼睛 没好气道 什么叫背叛 我虽离开天仙府 但我又不与天仙府为敌 算什么背叛 况且 这里不是苦修成仙山吗 认真苦修 不就是对师父老人家 最大的安慰 现在 就算天仙府的长老青刺钱 来逼他回去 他也不会回去 扶桑树下的灵气时 暂时太浓郁 图灵儿已经舍不得离开 轰隆隆 天边传来雷鸣声 众人扭头看去 滚滚阴云席卷而来 没有妖气 也没有魔气 似乎是暴雨即将来临 图灵儿醋眉 喃喃道 那家伙终于成功了 方良好奇问道 谁成功了 祭仙神 天仙府第一天骄 此人你 先前没有见过 但他的天资 绝对是当时第一 图灵儿的眼中 流露出复杂之色 与祭仙神同辈 是他们这些天骄的悲哀 方良一听 眼中流露出战意 他也听说过祭仙神 终有一日 他会向天下人证明 谁才是当时第一天骄 他要为师祖争光 慕容起 寻常安等人 也听说过祭仙神 听到方良二人的对话 不由对祭仙神更加好奇 不必为天仙府担忧了 天仙府 此劫必定能化解 图灵儿闭目笑道 方良诧异问道 就因为祭仙神 他一人就能化解 天仙府的劫难 嗯 这人间恐怕没有人 是他的对手 他就不可能 是我师祖的对手 你师祖不是陆地仙神吗 不算凡人 先天洞府呢 韩爵将六道轮回宫的凡间修行篇荣会关通后 终于误得更高层次的修行功法 轮回六境 散仙 地仙 天仙 真仙 宣仙 金仙 韩爵新潮澎湃 开始冲击散仙境 绝眼道人也是散仙 等他达到散仙之境 岂能不秒杀绝眼道人 还有朱雀 也才地仙 韩爵忽然觉得 这两个敌人并不强 至少超越他们的希望 已经能看到 韩爵不再多想 专心突破 以他的资质 突破并不会花费太长时间 幽暗的洞府内 血魔老祖 白发蘑菇 贪魔罗汉 再次聚集在一起 贪魔罗汉握紧双拳 沉声骂道 绝眼道人 何时才砍下来 魔独真魔 攻打天仙府十年 都没攻下来 据说祭仙神学会了天仙府最强圣法 此圣法 已经万年没有人习得 他 已经天下无敌 等待着我们的是一条死路 血魔老祖 脸色阴沉 白发蘑菇咬牙道 我不管了 我要飞升 贪魔罗汉跟着点头 他也不想等了 可是现在飞升 会不会遭遇症到袭击 血魔老祖犹豫到 贪魔罗汉骂道 血魔老祖 你是不是糊涂 真魔袭几天仙府 他们哪有空管我们 你不飞升算了 小心以后后悔 说完 他与白发蘑菇起身离去 血魔老祖的脸色 阴情变换 待他摩罗汉 白发蘑菇的气息远去后 血魔老祖方才拿出一块水晶球 他轻声问道 前辈 您还有多久 他没有得到回复 继续等待 许久 一道虚弱的声音 从水晶球内传出 别急 嗨嗨 快了 血魔老祖心里咯噔一下 问道 您受伤了 没有 修行出了一些岔子 我在等一位天庭的前辈 你就放心吧 只要你听话 飞升之后 有我照顾你 不会让你颠沛流离 血魔老祖强忍着惊喜 道 魔族派遣真魔来袭 确敌不过天仙府 我是怕 天仙府废物 你继续怂恿魔族 派遣更多真魔前来 记住 你不要参与 你只需要劝说 若是你 也身陷其中 到时候我 可保不了你 晚辈明白 晚辈明白 嗯 那前辈能不能透露一个时间 我怕我顶不住 最多百年 行了吧 百年 我尽量快点 哼 多谢前辈 两年后 仙天洞府剧烈摇颤 导致整座苦修城仙山都跟着摇动 扶桑树下 方梁 寻长安等人 纷纷扭头看去 正在修炼的李青子 西玄仙子 行红玄 长月儿也被惊动 纷纷走出洞府 他们跟着来到山顶之上 与众人聚集在一起 怎么回事 是师父的洞府 师父在突破 以前都不会这样 这还是第一次吧 师祖如今是什么境界 若是突破境界 那得渡劫呀 怎么一直在洞府内 众人议论纷纷 李青子开口道 韩长老也会渡劫 之前我还领过他去渡劫 此次 想必是顿悟了某众神通吧 行红玄得意笑道 我夫君就是这般厉害 夫君 图灵不由看向他 这位就是师母 悟道剑 长月儿瞥向行红玄 眼神意味深长 与此同时 洞府内 韩爵突破成功 体内的六道灵力 转变为法力 源源不断 不断催生 恭喜你成就轮回散仙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立即飞升 享受天道洗礼 可获得一件质宝 一块天道灵石 二 暂不飞升 留在凡间 可获得一件质宝 韩爵眼前跳出三行字 他直接选择第二个选项 既然没有天节 也没有被天道驱逐 那他飞升什么 除了天庭真的要灭身 否则我就呆 在这苦修成仙山了 韩爵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 要么不飞升 乱飞升了 就不怕猪犬 你选择暂不飞升 获得一件质宝 恭喜你获得太乙质宝 太息凤吃官 太息凤吃官 太以防御质宝 以太息之气 凤凰与翅淬炼而成的投官 防御力极强 防御质宝 可以的 韩爵心情更加愉悦 他继续巩固修位 体内的法力顺着六道 轮回宫心法运转 快速增长 冥冥之中 韩爵感觉少了很多束缚 这天地 彭腹再也挡不住他 他纵身一跃 便能跳出凡间 这种感觉太美妙了 肉身巩固修位 韩爵原神出窍 迅速跳出洞府 来到苦修成仙山之上 他低头看去 看到徒子徒孙们 头顶上都有虚影 方梁头顶上是一团气 寻长安头顶是一株人村 慕容起头顶上 悬浮着一尊神影 身披铠甲 威武霸气 黑玉姬头顶上 悬浮着一只黑凤凰 与他的姬身形象截然不同 甚至可以说天差地别 韩爵的目光 落在图灵儿身上 大巫 图灵儿长得娇好 算得上美人 但大巫显得极为猙獰 人身瘦手 形象凶恶 这么可怕 当韩爵盯着图灵儿 头顶上的大巫之魂时 大巫之魂忽然抬头 那双犹如蛇目般的眼睛 看向韩爵 四目相对 韩爵感觉很不舒服 不行 这次有点危险啊 得送走 大巫之魂对住韩爵张口 没有声音 但韩爵却能看清楚 他在说什么 救我 韩爵心中疑惑 为何要救他 他没有多想 先抓住档前突破的感觉 韩爵继续升空 大地山川在他眼中急速缩小 眨眼间 他就来到天顶 再往上便是无尽星海 这一次 韩爵感觉自己可以轻松 跳过璀璨星河 飞至上见 但他没有 他怕朱雀再蹲自己 于是乎 韩爵的元神朝着大地冲去 他眼神一鸣 直接跳出凡间 来到阴间 熟悉的昏暗 熟悉的轮回之气 好在附近没有黄泉 没有奈何桥 韩爵将神石散开 方圆万里内都没有生灵 他的元神 开始享受轮回之气的洗礼 在这个过程中 他的元神强度迅速提升 你 又来了 一道沙哑声音传来 韩爵大惊 这不是先前天之傀儡 遇到的那道声音 他下意识就想跑 等等 我不会害你 韩爵一听 不由冷静下来 仔细想想 先前好像是他反应过激 对方确实没有要杀他的意思 凡间竟有你这等天纵之才 不到八百岁 便超越凡间众生 不渡劫 入散仙 可自由来往阴阳两界 或许 你便是我要等的那个人 韩爵听着对方的话 心里琢磨 什么意思 想招揽他 想收他为徒 想夺舍他 夺舍 韩爵心里慌得一批 他长得这么帅 资质又如此高 换作仙神 估计都眼缠 这一片已经被我的法力隔绝 没有谁能探查到 你我的存在 我们可放心交谈 沙哑声音再次响起 韩爵谨慎问道 不知前辈身份 沙哑声音回答道 我来自奈何桥 奈何桥 那不是一座桥吗 奈何桥画形 等等 孟婆 韩爵心中震惊 孟婆想干什么 招他荡打下手的 你新收的徒弟 你知晓他的跟脚 对吧 韩爵疑惑问道 他有什么跟脚 天仙府天骄 莫非天仙府有您的支持 散仙就能看透大巫的跟脚 这要是传出去 必定惹人忌惮 真不知晓 你的那些徒子徒孙 可都不是泛泛之辈 沙哑声音戏谑笑道 韩爵沉默 沙哑声音继续道 我就开门直说吧 徒林儿乃是我巫族大巫转世 他能找到你 必定是 你能让他变强 每一位大巫 都有与生俱来的特殊能力 徒林儿的特殊能力 便是通过孟静玉 感对自己最有利的机缘 这也是他 能从巫妖大劫中 活下来的原因 之前你来过阴间 我记得你的气息 所以当徒林儿找到你时 我特意查过你 你没有业力 也没有大背景 可你却走到这一步 你或许会成为巫族的希望 巫族的希望 孟婆是巫族 韩绝心中快速思索 只要你带领徒林儿 成就先帝 你便是巫族的贵人 韩绝好奇问道 先帝是什么境界 惊仙 惊仙之上 便是先帝 实不相瞒 天庭可能要清理 我所在的凡间 你能帮忙说话吗 不行 天庭掌管地府 我无权插手 那我帮巫族 我能得到什么 倘若你生死 我可以收留你 韩绝无语 她觉得自己被戏耍了 她转而问道 那你能帮我在阴间 画一块我可以居住的地方 不受打扰 这没问题 韩绝松了一口气 这还差不多 所以 你算是答应吗 沙哑声音问道 韩绝回答道 我对图林儿 也挺有演员的 更何况 她已经拜我为师 对方都摊牌了 韩绝要是拒绝 恐怕就走不了 孟婆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韩绝立即以原神为中心 开启模拟试炼 她找到孟婆 直接开战 一秒后 她被秒半 韩绝并不惊奇 她只是想拷贝数据 以后拿孟婆当母版 在孟婆眼中 韩绝只是闭目一秒 彷復在思考什么 韩绝抱拳道 晚辈还得继续突破 就不跟前辈多说了 嗯 孟婆的声音传来 韩绝不再多想 专心吸收轮回之气 增强原神 苦修成仙山恢复平静 行红玄 李青子等人也相继离去 继续修炼 徒子徒孙们也没 有议论太久 三年后 先天洞府内 韩绝的原神回归肉身 他整个人的状态蜕变 一身的灵宝 致宝闪耀着光芒 犹如仙神 他彻底成为轮回散现 一身实力与突破之前相比 强大百倍不止 韩绝掉出自己的属性列表 姓名 韩绝 寿命 七七九 一二九 四千 种族 仙人 修为 轮回散先进初期 功法 六道轮回宫 可传承 法术 绝止神剑 七重幻步 三清觉引剑 绝世 九龙除魔印 大千雷暴 封神术 还相述 神通 六道西魂 天诛鬼神剑 法天相帝 金斗云 万剑神宗 如来咒 六道绝印 玄黄剑气 太乙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太乙 袖中乾坤 轮回之门 请神术 法器 小乾坤腰带 麒麟剑 腹腰绳 焚煞中 六品灵宝 韩君琉璃关 四品灵宝 厄运说 太乙至宝 土皇玉灵精 三品灵宝 护心天仙炼 三品灵宝 静心蒲团 太乙六品灵宝 真天灵灼 绝品灵宝 紫金软内甲 太乙八品灵宝 九重灯天靴 太乙六品灵宝 聚灵护腕 太乙五品灵宝 黄龙气韵教 太乙二品灵宝 九五至尊气韵袍 太乙至宝 自创神通 三清诸事 太乙吉 剑道 轮回剑意 太乙吉 半生法宝 鸿蒙叛定剑 灵根资质 六道灵体 蕴含顶吉风 火 水 土 木 雷灵根 增加一定气韵 先天气韵如下 绝世无双 仙姿 魅力顶级 天命剑痴 剑道资质顶级 剑道悟性顶级 身法绝尘 身法资质顶级 先帝后裔 获得一部绝世修仙功法 129万年寿命 还有谁 韩爵顿时膨胀 寿命上线的暴涨 是韩爵最喜欢看到的 韩爵强忍着激动 调出人际关系 查看孟婆的修为 孟婆 太乙真仙初期 因见鬼神 祖乌所创造 潜伏在地府之中 担任生死轮回之重责 一心想要壮大乌族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太乙真仙 怪不得打不过 韩爵暗自庆幸 幸好自己没有脑瘫 拒绝孟婆 否则就得死在阴间 这样也好 以后他再一个人作画后 他可以跟孟婆打招呼 让孟婆 不要给他们喂孟婆汤 不过话又说回来 魔族 乌族 都躲在阴间 莫非阴间是战败 在种族的收容所 韩爵拿出太习凤之官 开始让其认主 数个时辰后 他带上太习凤之官 他决定将韩军流离官 送给行红旋 韩爵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朱雀 至于绝眼道人 已经不足未居 韩爵决定 等着他上门送快递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从邮件上来看 修真戒似乎很太平 也就季仙神遭遇 真魔袭击数十次 之后便没有真魔的消息 莫非季仙神将 真魔们团灭了 乖乖 这次有点猛啊 没有显赫的前世背景 却从众多大气韵者之中 杀出重围 成就天下第一天骄之名 韩爵查看季仙神的头像 发现这次的修位 已经达到大成近四层 这突破速度很凶 请赐予我 韩爵传音给吴道剑 表示他可以进来 吴道剑一听 立即欢喜起身 冲向先天洞府 其他人见此便明白 韩爵已经闭关结束 慕容启则则称其道 师祖如今的多强 他还是第一次闭关这么久 韩爵虽然一直在苦修 但平日里随时可以拜访他 不像这一次 数年不得打扰 就连雾道剑也被赶出来 不清楚 恐怕已经是 大成近五层以上的修位 方梁摇头道 大成近五层 三头交往暗自不限 你们师祖 恐怕已经达到大成近九层 三头交往很好奇 韩爵明明是苦修之事 修位达到人间顶点 为何不飞升 莫非想体验天下无敌 可韩爵也不出门啊 图灵儿也很好奇 韩爵的修位到底有多高 另一边 先天洞府内 悟道剑坐在自己的蒲团上 好奇地看向韩爵 问道 主人 您突破的是境界 还是神通 韩爵闭目修炼 回答道 境界 他惊喜地发现 扶桑树散发出来的 不只是天地灵气 还有一种根位高级的灵气 这种灵气比寻常的灵气 要强大得多 莫非这是仙界的仙气 很有可能 扶桑树能吸引上界金屋下凡 说明扶桑树具有能帮助 上界生灵修行的灵气 韩爵彻底放心 纵然已经踏入轮回散仙境 他也能再凡间修炼 他有一点很困惑 轮回散仙境 是否等于散仙境 轮回六境 分为散仙 地仙 天仙 真仙 玄仙 金仙 轮回帝仙是否等于太乙帝仙 还得询问老哥 好好修炼吧 我得继续领悟神通 韩爵打断滔滔不绝的悟道剑 然后开始参悟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悟道剑按纳住兴奋 也开始修炼 数日后 韩爵进入剑道长河 这一次 他没有引起天地意向 因为他已经超越众生 天道管不了他 他快不来到战孤星身前 战孤星笑道 你这小子又来了 你 散仙静 你飞升啊 他前面还很淡定 后半句话音调猛地跋高 韩爵笑问道 前辈 我想请问你 散仙之上是帝仙 还是太乙帝仙 战孤星平静下来 回答道 自然是太乙帝仙 网上是太乙天仙 太乙真仙 太乙玄仙 以及太乙精仙 太乙是道果 由道门所创造 道门鼎盛时 开辟修行体系 太乙道果 深入天道规则之下 韩爵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他还以为轮回六境之上 才是太乙境 那样的话太吓人了 也对 他是轮回剑仙 走的不是常规体系 韩爵继续问道 太乙之上是大罗 神话小说里 都是这样的体系 在道教文献里 也提过 太乙 大罗是并列的 只是不同的体系 战孤星回答道 蛮荒纪元时 太乙之上确实是大罗 可在漫长的岁月里 涌现出无数强者 他们以自身道横 生生拔高境界之实力 代代传承 改变了修行等级 如今 太乙与大罗之间 还隔着地境 神境 成就先帝 可跳出六界 自由穿梭出天万界 不受天道规则限制 不再有寿命大限 先帝乃是上界顶尖存在 先帝纵然生死 其魂魄一息尚存 便可从轮回之中 重新杀回来 不被轮回湮灭岛星 提起先帝 战孤星与其中充满羡慕 韩爵不由想到慕容起 这次前世 是被一群先帝围攻而死 莫非他达到更高的神境 韩爵问道 神境呢 何谓神境 战孤星回答道 神境是享受气韵 人间相火而成 气韵不灭 纵使魂飞魄散 依旧能复生 比先帝更加难缠 在法力强度上 也比地境强横 往往达到神境的大能 都创造了一方 属于自己的天地 至于大罗金仙 那便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传说大罗金仙 凌驾于三千规则之下 可纵横历史长河 时空因果 韩爵听得不明觉厉 定个小目标 大罗金仙 战孤星雨风一转 好奇道 你还不到千岁 便成就散仙 以你的资质 若是渡过非生之劫 说不定能直接达到太乙地仙 你没有非生 韩爵点头 之前不是说了吗 朱雀在上界蹲我 我不想去送死 更不想山号重来 山号重来 就是投胎重来 哦 两人陷入沉默中 过了一会儿 韩爵再次问道 天庭清理人间 是如何清理的 直接毁灭凡间 还是屠戮众生 战孤星回答道 屠戮众生 一方凡间天地的形成 需要无数年 摧毁的代价太高 一般只是派遣天兵天将 杀尽众生 再从其他凡间带来生灵 重新繁衍 对于凡间天道而言 众生便是天道 众生灭 天道灭 那天庭派来的天兵天将 有多强 大部分是太乙地仙带队 一些极端的情况下 会派出太乙天仙 韩爵感觉到压力 他又问了一些问题 战孤星置无不言 韩爵告辞 继续前进 成就轮回散仙后 他倒要看看自己 能走多远 战孤星看向韩爵的背影 暗自期待 这小子能走多远 韩爵眼前跟着 跳出一行字 战孤星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3.5星 韩爵悄悄一笑 果然 实力才是最好的交际手段 回到先天洞府内 韩爵的天地玄黄 破戒剑指蜕变 远超从前 巩固感悟后 韩爵立即进行模拟试炼 与孟婆一战 刮杀 再被孟婆秒杀 韩爵又跟宣秦军来了一场 秒杀 不带劲 韩爵迫切地想要遇到一位散仙 试试自己的实力 糟糕 道心不稳了 我不应该远离危险吗 韩爵暗自警惕 觉得自己的思想很危险 天道又蛊惑我 韩爵平复心情 什么也不想 什么也不做 待他心如止水后 他方才起身离去 走出先天洞府 扶桑树下的众人纷纷起身 师父 师祖 图里儿一听 跟着睁眼看向韩爵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韩爵 好俊的男子 图里儿被惊艳到 即便天仙府也没有这般英俊的男子 图里儿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四星 这就四星好感 韩爵暗自叹气 没有理会徒子徒孙们 朝着行红旋的洞府走去 来到行红旋的洞府内 韩爵得到行红旋热情的招待 韩爵本想先跟他聊聊 没想到他很急切 他不得不用法力笼罩这座洞府 避免有动静传出去 一个月后 两人衣衫整洁 相断坐 韩爵将韩君琉璃关拿出来 赠予行红旋 行红旋美自知的收下 也不再讲客套话 他拿出自己偶然获得的丹药 想要送给韩爵 但被韩爵拒绝 凡间的东西 我已经不需要 以后你就顾好自己吧 韩爵笑道 虽然他有不少红颜知己 但他最喜欢的还是行红旋 喜欢很廉价 付出很难 喜欢上一个人 可能是因他长得好看 可能是他说了一句 你很赞同的话 也可能是他在你低谷之时 对你展露笑容 但只有付出 才能证明 这个人在你心目中的地位 以往 行红旋每次出去历练 回来之后 都会给韩爵赠宝 韩爵虽然没有感谢 但一直记在心里 韩爵让行红旋 拿出天之傀儡 一边跟他聊天 一边替他更换天之傀儡的灵力 散先尽实力的天之傀儡 以后行红旋再出去 想死都难 行红旋一直面带笑容 他发现 韩爵对自己更好了 话也比以前多了 他现在已经不奢求独占韩爵 只希望自己能成为 他心目中最重要的那个人 韩爵能感觉到他的一些心机 但这并不重要 他能想尽一切办法讨他欢心 他能计较什么 通过行红旋 韩爵也了解到 修真界的近况 天仙府遭遇魔族袭击 差点被覆灭 好在其他圣地出手相助 最终 季仙神以异己之力 震杀所有真魔 名震天下 如今的季仙神 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 什么天下第一 我看我夫君才是天下第一 不过我夫君低调 这才是真正的修行者 行红旋哼道 韩爵美好气道 等你成为天下第一 那我才真正满足 好吗 我会努力的 平日里我也是刻苦修炼 可没有浪费时间 保持下去 数日后 天之傀儡更换成散仙法力 韩爵让行红旋 收入储物界内 之后 他带着行红旋走出洞府 将西旋仙子 长院 李清子 苏琪全都叫到扶桑树下 韩爵故意让混沌天狗 方良 慕容起包围苏琪 镇压苏琪的霉运 开始为众人讲道 成为轮回散仙后 韩爵对大道的理解更深 他的一言一语 便能让众人感悟颇深 他的声音 更是能短暂地提升众人的悟性 融入声音中 令他们共舞 这场讲道持续一年 韩爵停止讲道 众人醒悟过来 涂铃对你的好感度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五星 不只是涂铃 其他人也的好感度 也或多或少地提升 韩爵起身 笑道 到此位置 我也该继续修炼 他转身走回仙天洞府 悟到剑连忙跟上 李清子感慨道 韩长老真是越发地厉害 感觉已经成仙 西旋仙子疑惑问道 若是成仙 怎能留在凡间 其他人也在好奇韩爵的境界 苏奇率先离去 马不停蹄地赶回自己的洞府 继续参悟大道 成就轮回散仙后 韩爵仍没有松懈 继续刻苦修炼 只要御清圣宗无哉无恙 他可不管修真戒 洪水滔天 五载光景过去 季仙神又来了 关羽何在 出来斗法 这一次 季仙神不再是传音给韩爵 而是高声喊道 响彻整个御清圣宗 令所有人听得清清楚楚 扶桑树下 图灵睁眼 面露诧异之色 季仙神怎么来了 慕容起疑或问道 关羽是谁 杨天东笑道 是你们师祖 他老人家还有其他名字 曹操 赵云 洞府内 韩爵皱眉 这次这一次 有点嚣张啊 看来成为天下第一后 让他有些膨胀 韩爵立即进行模拟试炼 秒杀 就这 韩爵摇头失笑 觉得季仙神太膨胀了 他立即消失在洞府内 数十里外 还是那片树林 韩爵出现在季仙神面前 如今的季仙神 换上一身金袍 不过 比起韩爵身上的 九五至尊气韵袍 还是差了档次 季仙神瞥见韩爵 暗自妒忌 既然穿得比我还化 季仙神傲然道 关羽 我已经诛杀 数十位大成镜的魔头 实力今非昔比 你可敢与我一战 韩爵面无表情道 你之前不是说过不会 再来打扰我 我 只是想跟你切磋 没完没了 干脆你我生死对决吧 这么嚣张 季仙神听到 韩爵语气这么冲 心里也窝火 可转面一想 万一打不过 韩爵怎么办 他犹豫了 他咬牙道 这一次 我要是再输了 我直接飞胜 绝不再来打扰你 你说的 嗯 止斗法 不论生死 韩爵忽然往前一步 两人相距不到半米 韩爵抬手 按住季仙神的肩膀 法力爆发 镇压季仙神 哄 季仙神扛不住 双腿发软 单膝跪下 震得树林剧烈摇曳 他脸色瞬间苍白 怎么可能 这股灵力 季仙神想要挣脱 根本做不到 他体内的灵力 无法冲出体表 韩爵的法力形成枷锁 禁锢住他 两久 季仙神低下头颅 咬牙道 我败了 他岂止是败了 简直是败得一塌徒弟 韩爵收手 道 好好修炼 以你的天赋 迟早超越我 至于飞升 再等等吧 凡间需要你庇护 这死可不能飞升 马上天庭就要来了 季仙神深吸一口气 他也是有尊严的 以后绝不再来 季仙神起身离去 韩爵闪身回到洞府内 继续修炼 扶桑树下 图林 方良还处于震惊中 其他人不识季仙神 他们认识 虽隔着数十里 但以他们的修位 看得清清楚楚 季仙神被韩爵按在地上 动弹不得 这修位差距得多大 果然来对了地方 图林暗自想到 不过韩爵到目前位置 也没有正式开口说 要说他为徒 莫非还不放心他 是因为他之前的身份 图林儿陷入苦恼中 他该如何讨好韩爵 一想到韩爵那张 绝世无双的容颜 他的脸颊不由微红 呸 我等修真者 岂能想那些苟且之事 要不然送宝贝 击败季仙神 并没有让韩爵太高兴 季仙神能抽空来挑战他 说明真魔之劫已经结束 韩爵明白了一个道理 天下离开谁 照样能继续转 照这样看 魔族溃败 魔道被压制 天庭应该用不着清理人间吧 韩爵默默想道 不行 必须有万全之策 韩爵立即元神出窍 跳入阴间 从阳间跳入阴间 比他赶往天涯海角还快 成就轮回散现后 韩爵能清楚地感应到 阴间与仙界的存在 往上是仙界 往下是阴间 至于其他天地 他暂时捕捉不到 孟婆前辈 韩爵开口喊道 四面八方都是鬼物 天地昏暗 没有日月 犹如深渊最深处 何事 孟婆的声音传来 韩爵问道 若是我想 将一些人带往阴间来 可否允许 活人不得入阴间 你可以杀了他们 到时候 我把他们的魂魄 送到你面前 韩爵微笑问道 前辈 您是认真的吗 孟婆无奈道 我也只是鬼差 做不了地府的主 他日落巫族崛起 倒是能帮你这些忙 那前辈现在能帮我什么 您让我收徒铃儿 我便收 但您却无法为我做事 您想白 空手套白狼 闻言 孟婆沉默 韩爵也沉默 孟婆不会恼羞成怒 要杀她吧 倘若如此 那此人不能深究 韩爵有点慌 过了一会儿 孟婆叹气道 我给你两个鬼差名额如何 韩爵无奈道 那还不是得让人死 我再送你一株彼岸花 可增长灵气 能结出起死回生的果子 彼岸花还能结果 韩爵尝见识了 行吧 我如何得彼岸花 韩爵问道 夜深人静时 我会让黑白无常 送到你的洞府来 好 图灵就交给你照顾了 没问题 韩爵朝着虚空抱拳行礼 然后离去 深夜 韩爵耐心等待 黑白无常到来 说起来 他还未见过鬼差 欲卿圣宗 也很少有鬼魂存在 毕竟是正道宗门 气韵庇护 弟子死后 灵魂直接被轮回吸入地府 不会沦落为孤魂野鬼 午夜 一阵寒风吹入先天洞府内 只见两道鬼魂穿过石门 一黑一白 他们长得就像黑白无常 穿着长长的鬼袍 面容猙獰 舌头落在嘴外 长级胸口 猙獰可怕 两鬼的长相也一模一样 唯一的区别是 一黑一白 吊死鬼 韩爵暗自吐槽 悟道剑还在修炼 明显感受不到 黑白无常的到来 黑无常来到韩爵面前 恭敬地说道 孟婆让吴二人 将赐宝带给您 他右手一挥 一株花草出现在桌面上 彼岸花 花叶呈红色 花瓣窄细 好似万千红线炸开 诡异而凄美 韩爵立即用模拟试炼检测 黑白无常 散先进五层 阴间鬼差 才散先进五层 韩爵还以为黑白无常很将 他好奇问道 地府只有您二位黑白无常 白无常笑道 那倒不止 我们二人只负责这片凡间的阴阳鬼市 一方凡间一对黑白无常 告辞 黑无常拱手笑道 与白无常一同转身离去 还未走到石门 他们便凭空消失 韩爵起身拿起彼岸花 悟道剑好奇问道 您刚才在跟谁说话 文言 韩爵随口回答道 两位鬼差 鬼差 悟道剑毛骨悚然 他怎么没有看见 韩爵仔细打量彼岸花 能感受到此花蕴含庞大的灵气 还有轮回之气 不愧是阴间的花 韩爵也不好评判彼岸花的价值 他将彼岸花种在洞府的角落 以后此花你来看管 韩爵朝悟道剑吩咐道 悟道剑连忙点头 然后盯着韩爵将彼岸花种在角落 韩爵重新回到床榻上 开始修炼 轮回散仙境 不按九层小境界划分 而是分位初期 中期 后期 圆满 分位四层后 韩爵每突破一层小境界 所需的时间 势必比以往更久 越是如此 韩爵越要花更多精力修炼 不能懈怠 层层云海之上 蔚蓝的天穷 出现一丝黑缝 雷电不断一出 犹如雷蛇摇动 黑缝之中 缓缓踏出一道身影 正是绝眼道人 绝眼道人张开双臂 呼吸着凡间的灵气 他感慨道 还是凡间好 他身后的黑缝之中 又踏出一道人影 这是一名黑衣女子 黑衣女子容颜冷俊 秀发盘成发际 姿态端庄 只是眉眼透着一股阴冷 凡间之事 我不会插手 除非遇到超越凡间的存在 黑衣女子开口道 绝眼道人 连忙转身看向她 弯腰行礼 道 多谢前辈此次跟随 黑衣女子冷哼道 也不知你跟她是何关系 既然她亲自开口 那我便前来助你 你去吧 我顺便在人间逛逛 绝眼道人一脸陪笑 点头哈腰 黑衣女子消失在原处 绝眼道人长出一口气 她面露笑容 天仙佛 还有诛杀我妖宠的家伙 你们一个也别想逃 种下彼岸花后 时间飞逝 十年过去 正在修炼的韩觉睁开眼 微微皱起眉头 不知为何 她最近心绪不宁 这种感觉越发的强烈 上一次还是真魔来袭 莫非魔族又要搞事 韩觉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朱雀发现 她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人际关系 这么多年过去 她的好友们都有所进步 最慢的 还是玉清圣宗原来的那些长老 包括李清子 资质太过平庸 如今的玉清圣宗 已经算是圣地 西娜的弟子 不仅是来自大燕 还来自周边各州 资质都远超以前的弟子 随着玉清圣宗越来越强 长老们也在不断更替 大多数人都是自己辞退的 他们也顶不住压力 当和新弟子的平均修位 达到圆英时 圆英镜的长老 确实显得很尴尬 不行 修位短时间无法提升 我得增强神通 毕竟天庭随时可能杀来 韩觉默默想到 六日后 她开始参悟三清诛事 一个月后 她继续参悟金斗云 不能只想着秒杀 还得全面发展 推荐阅读 一年后 韩觉将自身的神通 剑意全都参悟到极限 她松了一口气 心中的不安终于削减 果然 安全感 还是得靠自身的实力 经过一年的参悟 韩觉觉得自身实力飞跃 她开始进行模拟试炼 对战黑白无常 一次对战俩 黑白无常 都是散仙境五层的存在 战斗一开始 韩觉直接施展三清诛事 数百万剑影爆发 杀的黑白无常 无处遁形 强势秒杀 韩觉是轮回剑仙 阴阳两界生灵 她都可以直接碾杀 还不错 只要能秒杀就好 就是不知遇到 散仙境八层的绝眼道人 能否秒杀 想起绝眼道人 韩觉突然觉得自己松懈了 或许不安并非来自天庭 而是绝眼道人 很有可能 韩觉立即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绝眼道人 诅咒六日后 她还是不放心 要不然牺牲点寿命 把绝眼道人咒死算了 反正 她有百万年寿命 这个念头一出 韩觉顿时心动 不行 有了第一次 就有第二次 就有无数次 这就跟现代社会的各种悲一样 这是圈套 这是陷阱 韩觉摇头失笑 然后开始查看邮件 也不知最近的修真界如何 你的好友莫复仇偶遇机缘 神兽眷顾 气运大涨 你的好友纪仙神 遭遇你的仇敌绝眼道人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好友纪冷禅 遭遇你的仇敌绝眼道人袭击 身死盗消 你的好友黄祭浩 遭遇魔修袭击 X76544 你的图孙方良 在修行中梦入天道 道横大掌 你的道理宣秦军 遭遇妖怪袭击 X10223 绝眼道人 这个逼竟然下凡了 韩觉被吓到 季仙神身受重伤 季冷禅直接被杀 莫非天仙府被绝眼道人端了 不行 得咒死这家伙 韩觉再次拿出恶运书 继续诅咒绝眼道人 他虽然能秒杀黑白无常 但不代表能秒杀绝眼道人 甚至可能不一定击败 毕竟黑白无常与绝眼道人 差了三层小境界 群山连绵 万里晴空 天穷是那么的唯美 一座数千丈高的飓风之上 一座座宫殿被摧毁 硝烟鸟鸟 绝眼道人坐在一座残破的大殿内 他的脸色苍白 彭腐身受重伤 大殿角落 天仙府的一众高层 被困在一个个光圈内 其中包括季仙神 他怎么了 受伤了 你们谁伤到他了 可能是走火入魔吧 他本就是魔修 可能心怀魔物 正在与魔物抗争 哎 他到底要拿我们作甚 为何不杀了我等 季仙神脸色阴沉 没有参与其他人的窃窃私语 他死死地盯着绝眼道人 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 面对绝眼道人 他败得一塌糊涂 甚至比面对寒绝还惨 寒绝对他至少是留守了 但绝眼道人可不会 绝眼道人不仅击败了他 还践踏了他的尊严 季仙神一直在等机会 他不知道绝眼道人 为何不将他们诛杀殆尽 但他明白这就是机会 就在这时 噗 绝眼道人喷出一口血 血洒一地 他整个人的气息跟着维靡 他捂住胸口 睁开眼睛 面目猙獰 喃喃道 该死 到底是谁 他慌了 他又一次遭受诅咒 而这一次的诅咒 比以往都要强烈 他的法力迅速消融 寿命更是疯狂减少 照这样下去 他很可能会死 绝眼道人连忙施法 呼唤黑衣女子 没过多久 他面前出现一个黑色漩涡 黑衣女子跟着踏出 何事 这么惊慌 黑衣女子不耐烦地问道 他的目光跟着落在绝眼道人身上 脸色微变 绝眼道人 开始蹊跷流血 无比凄惨 他咬牙道 我先前说过的诅咒又开始了 比以往更强烈 黑衣女子抬起右手 掐指推算 然而 他根本算不到 那股诅咒之力来自何方 他不得不来自绝眼道人身后 双掌落在他背上 用自身灵力帮其疗伤 不到午期时间 黑衣女子也开始蹊跷流血 他不得不收手 不行 这股诅咒之力太降了 黑衣女子沉声道 绝眼道人绝望 连忙喊道 能不能求助前辈 快点 我快要顶不住了 黑衣女子由于片刻 还是拿出一块令牌 将神石探入其中 天仙府一众人看得一愣 诅咒之力 有人在诅咒绝眼道人 他们心中狂喜 绝眼道人可是非生过的大能修士 能将他诅咒成重伤 必然是仙神出手 黑衣女子盯着绝眼道人 开口道 必须找一个气韵最为雄厚的地方 镇压诅咒之力 否则你等不到他前来 绝眼道人点头 两人立即起身 消失在原地 至于天仙府众人 在绝眼道人看来 根本跑不了 凡间便是最大的囚牢 你的仇敌绝眼道人 在你的诅咒之下 减受五十万年 身受重伤 看到这条邮件 韩诀立即停下 他擦了擦满脸的血迹 满意点头 这一波 他损耗了近百年寿命 虽然相比他一百多万的寿命 无足轻重 但他还是很心疼 只此一次 绝无下力 韩诀默默想到 然后开始疗伤 数日后 他的伤势恢复 他继续修炼 他的伤不算重伤 但绝眼道人 有数十年 很难恢复 数十年时间 足够韩诀突破 至轮回散先进中期 扶桑树散发出来的仙气 比他的灵气还要充沛 韩诀每日 都能感受到法力的增长 好景不长 一个月后 绝眼道人 黑衣女子到来 他们站在云端上 眺望远处的苦修成仙山 面露惊讶之色 此山竟然蕴含仙气 是何来头 绝眼道人震惊 他飞升之前 曾游历天下 未曾看到过这样的宝山 黑衣女子的目光 落在苦修成仙山的山顶上 他看到了扶桑树 扶桑树上的两只火鸭 好像是 他瞪大眼睛 心里掀起滔天骇浪 怎么可能 两只小金屋 莫非 此山是金屋神族的栖息地 他深吸一口气 带着绝眼道人 小心翼翼的前进 目前只有此地 能帮绝眼道人 镇压诅咒之力 来到苦修成仙山前 黑衣女子不敢强行破阵 而是抱拳行李道 我等二人冒昧打扰 不知前辈大名 扶桑树下的慕容启 方凉 寻长安等人 纷纷睁眼看去 他们愕然发现自己 看不脱这两人的修为 两只小金屋如灵大敌 纷纷张开双翅 顶级气韵 悄悄修炼千年最新章节地址 顶级气韵 悄悄修炼千年全文阅读地址 read166750 顶级气韵 悄悄修炼千年 text下载地址 顶级气韵 悄悄修炼千年手机阅读 read166750 为了方便下次阅读 你可以点击下方的收藏 记录本次 第158章神秘诅咒 强敌来袭 阅读记录 下次打开书架即可看到 喜欢顶级气韵 悄悄修炼千年 请向你的朋友 QQ 博客 微信等方式 推荐本书 谢谢您的支持 绝眼道人 散仙境八层 仙界散修 杨彦君 散仙境九层 仙界与龙仙岛弟子 看到眼前这两行字 韩爵沉默 他心里很慌 他没有回答 名为杨彦君的黑衣女子 而是开始使用模拟试炼 面对绝眼道人 秒杀 面对杨彦君 无法秒杀 这次竟然有神秘法宝 能挡下韩爵的攻击 好在数秒后 韩爵还是凭借强横的实力 将其诛杀 韩爵试了一下 以一对二 实习后 他才睁开眼睛 不行啊 不能秒杀 以这两人的能耐 很可能会获及欲卿圣踪 该怎么办 韩爵紧皱眉头 悟道剑开口问道 主人 您为何皱眉 外面来的是敌人 韩爵轻声道 你就待在洞府内 哪儿也别去 韩爵起身走出洞府 对方已经来了 他想夺也不行 苦修成仙山前 绝眼道人 杨彦君还在等待 真是金屋神族 绝眼道人震惊地问道 杨彦君点头道 确实是金屋 不过只有大成静修位 在金屋神族中算是资质一般 不过能收留资质一般的金屋 此人也绝非凡人 我们还是谨慎面对 绝眼道人点头 眼中流露出西迹之色 不知两位道友有何事 韩爵的声音飘出来 绝眼道人一听 莫名觉得熟悉 他眯眼看去 看到了从洞府里走出的韩爵 是他 绝眼道人的面容瞬间争鸣 青莽大圣临死前的记忆 通过特殊神通传到了绝眼道人眼中 这也是绝眼道人对韩爵产生仇恨的原因 沙纳间 绝眼道人想到了很多重可能 诅咒他的人很可能就是韩爵 绝眼道人立即传言给杨彦君 将自己邀宠的那段仇恨讲述 闻言 杨彦君并没有动容 他朝着韩爵笑道 能否让我二人在山上待一段时间 我这位道友身受重伤 需要找地方养伤 他看不穿韩爵的修位 料定对方也是来自上街 另外 此人长得真够俊的 绝眼道人努力克制情绪 没有插话 这小子不知我的存在 我可以找机会偷袭 绝眼道人默默想到 韩爵的声音飘来 这样不好吧 山上位置不够 容不下两位道友 杨彦君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四星 这就四星 韩爵暗骂 这婆娘看起来很有礼貌 没想到这么小气 杨彦君叹气道 道友怎如此狠心 见死不救 我们只是暂住一段时间 绝不打扰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九鼎真人与一众长老赶来 对方一来就要 祝苦修成仙山 明显不是等闲之辈 两位道友来自河门河派 九鼎真人抱拳笑问道 他很聪明 没有凑上去 与杨彦君 绝眼道人保持距离 杨彦君瞥了他一眼 重新看向韩爵 道 道友 当真不行 他虽然看不透韩爵的修为 但没有从韩爵身上感到危险 韩爵的态度也不强硬 看来并非有大背景 杨彦君下凡之前也打听过 此凡间并没有出名的仙神潜伏 想罢 杨彦君抬起右手 一把飞刀出现在手中 韩爵眯眼道 道友在威胁我 他当即闪身腾魔出苦修成仙山 来到护山大阵外 杨彦君眯眼笑道 我们走投无路 必须在你这座山待一段时间 望道友不要太过 绝情二字还未说出来 韩爵猛地挥秀 手中不知何时出现 鸿蒙判定剑 刹那间 无数剑影 顺着鸿蒙判定剑的剑刃射出 杨彦君脸色大变 没想到韩爵出手如此果断 几乎是瞬间 杨彦君制出飞刀 飞刀化为一道 长达百丈的巨刀 竖在身前 抵挡韩爵的剑影 轰隆隆 散仙之战 威压撼动天地 连天穷都被撕裂 一道道天雷浮现 九鼎真人与长老们 吓得暴退 扶桑树下 众人也紧张地观战 好可怕的气息 他们到底是什么境界 慕容起额头一出冷汗 他原以为自己已经算得上强者 可面对韩爵 杨彦君的威压 他才意识到 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其他人也被震撼到 图灵看向韩爵的目光 都在冒光 绝眼道人心里惊骇 没想到韩爵如此强大 就在这时 韩爵忽然抬起左手 食指指向绝眼道人 天地玄黄 破戒剑指 咻 剑气射出 横掠天穷 杨彦君瞪大美目 喝道 你敢 韩爵跟他大战 竟还敢袭杀绝眼道人 完全不怕得罪死他们 身受重伤的绝眼道人 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根本来不及反应 直接被剑气诛灭 神死倒消 魂飞魄散 韩爵跟着向杨彦君逼近 他右手收剑 提剑指向天穷 剑一冲天起 蔚蓝天穷迅速出现一片 剑气汪洋 伪暗壮观 长宽不知有几百里 你死定了 杨彦君大怒 他的任务就是保护绝眼道人 没想到绝眼道人死在他眼前 他如何向自己的师兄交代 必须诛杀此人 顺便占据七宝山 杨彦君双手施法 巨大飞刀直杀向韩爵 他要打断韩爵施展神通 哪只韩爵根本不理会他的飞刀 继续施展三清诛事 无数剑影从剑气汪洋之中凝聚 多达数百万 横沉长空 震撼天地 欲清圣宗所有修士抬头看去 无不是瞠目结舌 从他们的视野看去 整个苍穹都挂满了剑影 这等场景 他们今生还是头一次遇见 哄 巨大飞刀撞上韩爵 韩爵身上迸发出强光 竟将飞刀强行挡下来 太义至宝 杨彦施声叫道 这次怎么可能有太义至宝 韩爵回答他的方式是进攻 数百万剑影猛地俯冲而下 犹如天崩 欲清圣宗所有修士 只感觉一股强风从天而降 压得他们纷纷趴倒在地 群山摇颤 大地崩裂 杨彦快速施法 法力在周身闪耀强光 好似一颗巨大的光球 轰 轰 轰 无数剑影疯狂落下 轰得巨大光球剧烈颤动 杨彦军的肉身也在颤动 他不是散仙 杨彦军惊恐地想道 不好 挡不住 韩爵死死地盯着杨彦军 看到杨彦军没有逃 他心中狂喜 既然你胆子大 那你就别想走了 韩爵再次挥剑 苍穹上的剑气汪洋 又一次凝聚无数剑影 以天崩之势杀向杨彦军 势不可挡 杨彦军大惊失色 立即腾挪 可在那一刹那 法力一消散 他就被含决的剑气阵伤 他腾挪至数十里外 刚现身 气急攻心 一口溺血冲上喉咙 扑 杨彦军抬手一招 飞刀划破长空 再次落在他手中 该死 若非天归 我岂能如此狼狈 杨彦军怒声骂道 他将飞刀丢至头顶 双手快速施法 轰隆隆 天地聚颤 大地灵气向他的飞刀聚集而起 形成肉眼可见的气浪 极为壮观 他没有要逃的意思 他还要战 韩绝彻底将他激怒 咻 一道破空声射来 赫然是天地玄黄 破戒剑指 杨彦军早有心理准备 立即躲避 他刚转身 韩绝便出现在他身后 韩绝去年以金斗云味基础 创造出太乙级身法 一个跟斗 就能跳到敌人身后 无比精准 杨彦军的余光 瞥见韩绝 他的瞳孔不由放大 怎么可能 一道黑色剑气突然爆发 冲天起 好似毛笔往天穷一挥 黑色剑气旋带高空 杨彦军的肉身 直接被韩绝的剑气诛灭 只剩下元神 还留在韩绝面前 我可是羽龙仙岛的弟子 我师兄乃是天庭天疆 杨彦军惊声叫道 话音刚落 他立即转身 元神飞顿离去 韩绝提剑一挥 百万剑影从天地八方杀来 直接绞杀杨彦军 终于死了 天将很了不起 老子还是先帝后裔呢 韩绝暗自不屑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 放过杨彦军 也不可能了结这桩因果 韩绝抬起左手 隔空一吸 将一枚储物剑 一把飞刀 吸入掌心中 他朝着苦修成仙山飞去 沿途 他没有找到 绝眼道人的储物剑 估计被天地玄黄 破戒剑指给毁了 回到扶桑树下 众人立即围上来 就连行红悬 西悬仙子 长院 李清子也在 师父 情况怎么样 刚才那两人适合来练 师祖太厉害了 还用温 肯定死了 这天底下 有谁能从我们师父 手里活下来 众人很兴奋 以前韩绝 几乎都是秒杀敌人 很少像这样 大开大合的战斗 他们忘不了 刚才的漫天剑影 还有那令他们 灵魂战里的威亚 三头交亡最为震惊 大成精六层的他 刚才也被威亚亚地 跪在地上 这说明什么 说明 韩绝 杨燕君 绝对超越大成精 是仙人至精 韩绝微笑道 没事 而等继续修炼吧 说完 他便回到仙天洞府内 有些事没必要 跟其他人说 说了 只会制造恐慌 九鼎真人 现战斗结束 连忙让长老们 去安抚宗内弟子 今日一战 让斩神长老之名 再次轰动 玉卿圣宗 这么多年过去 许多弟子 都快遗忘 斩神长老 最为兴奋的是新弟子 没想到玉卿圣宗的 斩神长老 如此恐怖 先天洞府内 韩绝开始 清点杨燕君的 储物界 悟到见好奇地凑过来 杨燕君 不愧是上界之人 真的是父 法宝 法术秘卷 神通卷轴等等 应有尽有 还有许多能帮助 散仙修炼的丹药 这一波转了 杨散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六星 周青真人 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三星 韩绝眼前出现两行字 他没有感到意外 快言仇总结起来 就是两个字 套娃 杀完小的 就会来老的 何谓人 何谓江湖 江湖便是人脉 若是有人杀了 韩绝的徒子徒孙 韩绝也一定会出手报复 况且 上界之人定然有神通 能推算到 是谁杀了他们在意的人 只有两人对韩绝产生仇恨 韩绝还觉得少了 看来杨燕君 此女人缘不好 韩绝调出人际关系 开始查看这两人的信息 杨散 太乙帝先后妻 天庭八品天疆 因你诛杀了他心爱的 师妹杨燕君 以及准备扶持的 手下绝眼道人 对你产生仇恨 不死不休 当前仇恨度为六星 单亲真人 太乙帝先中妻 羽龙先倒七真人之一 因你诛杀了他的爱徒 杨燕君 对你产生仇恨 若是相遇 定会诛杀你 当前仇恨度为三星 太乙帝先后妻 太乙帝先中妻 很好 都很强 韩爵强颜欢笑 心里有些慌 不过他注意到 单亲真人的信息中写的是 若是相遇 也就是说 单亲真人不会下凡 还有杨散 天庭天江 等天庭清理魔族 这司必定亲自带队 不行 必须诅咒 韩爵没有立即诅咒 过段时间在诅咒 以免被对方发现 一旦杨散 单亲真人发现 是韩爵在诅咒他们 必定会尽早地 解决掉韩爵这个祸害 一座明亮的大殿 殿内的石柱 装饰物全都在咬颤 一名身形神武的男子 坐在手座上 他穿着宽松的道袍 面容英俊 此刻脸上写满愤怒 眼中的杀意 近乎宁未实质 师妹 杨散咬牙切齿 双拳紧握 他的眼中满是血丝 眼珠子快要变成血珠 都怪我 就不该让师妹去 倘若再等等 等天庭受了天规 他太以地先出气地修位 怎会被限制在散仙境 又怎会死 杨散痛苦地自语住 他怎料凡间竟然藏着散仙 都怪绝眼道人 这撕一个劲的催 非要下凡 结果连累他师妹一起死 那家伙好狠的心 连女子也舍得杀 他师妹最后都自报身份了 竟然不给面子 杨散恨极了韩绝 恨不得将其千刀万剐 碎石万断 等他抓住韩绝 他要让韩绝尝到最痛苦的天法 不行 此事得上报给先官 杨散立即起身 化为一阵清风 冲出大殿 诛杀杨艳君 绝眼道人后 韩绝将杨艳君的飞刀 除去灵魂印记 再赠予苏奇 苏奇正好缺一件强大法宝 韩绝拿出杨艳君的丹药 继续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至轮回伞 先进中期 以他的实力 很难战胜太乙帝先后期 一年后 韩绝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杨散 今后 朱雀可以延后诅咒 杨散是首要目标 他刚开始诅咒 眼前忽然出现一行字 赤云仙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四星 赤云仙 谁 韩绝愣住 立马调出人际关系 查看头像 赤云仙长得一看就像是凡人 一头赤红的头发 面容不算英俊 但也不丑 瞳孔成绿色 很难看出 他是什么种族化形 赤云仙 太乙天仙初期 天庭六品仙官 掌控凡间天道 因杨散将你诛杀杨艳君之誓状 告给天庭天地 对杨散极为不满 同时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太乙天仙初期 有点猛 韩绝暗自惊喜 修行境界分为散仙 太乙地仙 太乙天仙 太乙真仙 太乙玄仙 太乙惊仙 也就是说 赤云仙比杨散强 他掌控凡间天道 莫非就是韩绝所处凡间的天神 倘若如此 那韩绝能理解了 杨散相当于在搞赤云仙的底盘 赤云仙能忍 不过这也只是韩绝的猜测 若是天庭真想清理这片凡间 赤云仙一位六品 仙观敢反驳 韩绝不再多想 继续诅咒阳散 六日后 韩绝结束诅咒 开始修炼 不管怎样 他得抓紧时间变强 三年后 检测到你已经八百岁 人生又迈进一步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立即飞升 成为仙神 可获得一箭至宝 二 暂不飞升 留在凡间修炼 可获得一次神通传承 韩绝望着眼前出现的三行字 没有立即做出选择 不知不觉 他已经八百岁 他不由惆怅起来 人生真是过得快 韩绝默默选择第二个选项 你选择暂不飞升 获得一次神通传承 恭喜你获得神通 三头六臂 三头六臂 施展出三头六臂的法身 可同时使用六剑法宝 肉身强度大幅度增强 韩绝立即开始传承三头六臂 数日后 他彻底掌握三头六臂神通 当他变成三头六臂时 把悟到剑下了一跳 得知这是神通 悟到剑表示他也想学 韩绝打量他 道 你长得这么好看 学他的话会影响形象 悟到剑被拒绝并不难过 反而有些高兴 我很好看 下一秒 他又想到一个问题 他的形象是 莫非上一位先神主人 韩绝是喜欢他 还是喜欢他上一位先神主人 这样一想 悟到剑又抑郁了 韩绝没有在意他的变脸 继续修炼 随着悟到剑越发的成熟 他也有了人的七情六欲 有自己的情绪变化也正常 常言道 女人心 还抵真 韩绝一边修炼 一边点开人际关系查看 他都八百岁了 西玄仙子必然已经上千岁 也不知大县何时到来 目前 西玄仙子已经突破至化神境五层 进展还算不错 得益于苦修成仙山的灵器 以及自身遇到的机缘 行红玄 长院还在原音 但距离化神已经近了 莫主已然是化神境存在 莫家有点东西 李清子卡在化神境二层 迟迟无法进展 资质这玩意是真的硬伤 苏琪已经跨入容须境 飞玉姬也在容须境内 距离合体境还远 杨天东 寻长安 混沌天狗还在化神境 距离容须境已经近了 放凉 慕绒起相继跨入容须境 三代弟子的天资恐怖如斯 图灵儿自从来到苦修成仙山 一直未突破至合体境 但也快了 两只小金屋达到大成境八层 三头交往在修位上没有进展 韩绝再看了看邮件 修真界又迎来太平 纪仙神 黄极浩 周凡 莫复仇一直在竞争 遭袭击次数排行榜前三 魔族似乎消停了 也对 倘若韩绝是魔族 估计也放弃了 十年后 韩绝终于突破至轮回散先进中期 从初期到中期 他总共用了三十一年 对于散戏而言 这速度绝对算快 但韩绝还是觉得有些慢 苦修成仙山的仙气 已经很浓郁 再加上没有人跟他争抢仙气 他独享仙气 除了扶桑树 地仙葫芦藤也开始催生仙气 再加上彼岸花 随着时间的推移 苦修成仙山的仙气 还会不断增长 毕竟扶桑树 地仙葫芦藤 彼岸花还远眉 有达到成熟状态 等悟道见 寻长安突破至散先进 说不定也会助长苦修成仙山的仙气增长 首发 突破之后 韩爵第一件事就是模拟试炼 以一对二 韩爵秒杀绝眼道人 杨彦君 他顿时心满意足 他查看了一下好友们的情况 没人死 行红悬四女也没有遇到危险 他便继续修炼 数月后 图灵前来拜访 这十年里 他外出肚结 成功突破至合体境 韩爵犹豫片刻 还是放他入洞府 他虽然不喜欢图灵儿 对天仙府的态度 但图灵儿背后有人 他也不能表现得太过排斥 毕竟孟婆也是送过钱的 图灵儿来到韩爵面前行礼 道 前辈 图儿已经突破至合体境 回来的路上 获得一桩机缘 特来献于您老人家 他拿出一块巴掌大小的鳞片 韩爵瞥了一眼 问道 这是什么 他现在对凡间的宝贝 已经看不上 我也不清楚 正因我不清楚 才觉得可能很有价值 还得您老人家长眼瞧瞧 图灵儿的姿态摆得很低 韩爵接过鳞片 将神识探入其中 他面露惊疑之色 灵片之中 竟然藏着一条龙魂 而且不是凡魂 散发着法力波动 也就是说 至少是散仙 不过这条龙魂很虚弱 对韩爵而言 不足畏惧 韩爵暂且收下 看向图灵儿道 你有心了 前辈 您喜欢就好 图灵儿高兴道 韩爵犹豫道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四弟子 大弟子杨天东 二弟子苏琪 三弟子寻长安 图灵儿道 我可以不给您当徒弟 当婢女也行 我可以与三头交往一样 守候此山 守护您 韩爵皱眉 这婆娘是 缠她身子 图灵儿对她的好感度 已经达到五星 她只要开口 她就能现身 韩爵却不想跟她 牵扯出更复杂的关系 毕竟这婆娘 乃是大巫转世 以巫族的过往 以及当下处境 以后必然麻烦不断 我意已决 你出去吧 韩爵白手道 图灵儿只能作罢 心有不甘 离开洞府后 她眼神坚定 我不会放弃的 至此 杨天东三人 又多了一位小师妹 一位比他们都将的小师妹 图灵儿离去后 韩爵开始观察 灵片中的那条龙魂 她用神识 将龙魂唤醒 你是 谁 龙魂虚弱地问道 韩爵用神识与她交流 询问她的身份 为何沦落至此 龙魂也没有隐瞒 她已经走投无路 能有人发现她 已经很不容易 此龙魂来自上界真龙族 数十万年前 此方凡间刚开辟 她下凡游历 结果遭遇争斗 生死盗销 只剩下一缕残魂狗活 龙魂未防 被敌人发现 便躲在一块蛇灵里 想要依附在妖兽身上 吸取妖兽的灵力 滋养残魂 可惜数十万年过去 这块灵片 大多数时候 都被埋在土里 为了减少魂魄的消耗 它只能陷入沉睡中 你若是救我 我一定会报答你 龙魂继续说道 韩爵一口答应道 好 我会想办法救你的 每日将你的仙力滋养 我的灵魂 持之以恒 便可救我 好 多谢 没事 韩爵表面上硬合着 心里很不满 我都答应要救你 你为何对我没有产生好感 韩爵试 这用仙力滋养龙魂 过了一个时辰 这个逼 还是没有对他产生好感 韩爵直接切断仙力 你怎么停了 龙魂在灵片内经叫道 冤皇龙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二行 狗娘养的 这就二行仇恨度 韩爵很想骂他 但还是谨慎地查看冤皇龙的信息 冤皇龙 太乙帝仙中期 来自真龙族 性情间炸小气 曾得罪赤云仙 被赤云仙诛杀 因不满你中断滋养他残魂 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二行 韩爵见此 原来杀他的是赤云仙 那他就不必担心 得罪真龙族了 韩爵立即将神石探入灵片内 将龙魂的意识抹去 只剩下一缕无意识的残魂 吞噬残魂 可增强魂魄 这也是夺舍那么流行的原因之一 有的大能之所以能发家 是年少时遭遇大能夺舍 结果被其反噬 继承大能的记忆传承 灵魂蜕变 方才亦非冲天 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 韩爵没有吞噬龙魂 而是留着 等三头交王表现好了 赠予三头交王 他查看人际关系 发现渊魂龙的头像没了 说明真的死绝了 韩爵彻底放心 然后开始修炼 悟道见困惑 在他的视角里 韩爵拿着那片灵片 一直变脸 情绪多变 古怪至极 不过他没有询问 韩爵也不是第一次这样 四年后 方良 慕容起外出历练 其他人仍在扶桑树下修炼 这一日 深夜 正在修炼的韩爵 忽然感觉到 一股强大神石袭来 他下意识睁眼 发现自己的意识 竟然来到一片浩瀚星海之中 宇宙黑暗 被亿万星辰点缀 显得无比唯美 在韩爵前方 有一道身影 周身盘旋着赤色云雾 韩爵一眼便认出他来 赤云仙 赤云仙笑盈盈地打量着韩爵 问道 你不害怕 韩爵道 前辈若是想杀我 我害怕也没用 不愧是敢得罪天江的人 你已经成就散仙 为何不飞生 我得罪了朱雀 怕他蹲我 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悄悄将你送入天庭 当天兵 你得罪的那只朱雀 应该是朱斗的父亲 当年朱雀下凡 就不给我面子 我也不爽他 我可以保你 赤云仙笑盈 他的态度 让韩爵有些意外 在韩爵看来 仙神们说话 应该不会太直白 都充满城府 不轻易撕破脸皮 入天庭当天兵 韩爵有些抗拒 当兵 岂能狗修 况且 天庭还会遭遇妖圣袭击 麻烦太多 韩爵问道 敢问前辈身份 赤云仙抚须笑道 你所在的凡间 由我赤云仙掌管 我主要是掌管天道 避免天规出现差错 不能干预凡间之事 但提拔你进入天庭 小事一桩 韩爵继续问道 听说天庭要清理凡间 此事可是真的 闻言 赤云仙脸色一沉 你听谁说的 实不相瞒 我有一位前辈 再见到长河认识的 见到长河 难道是那位 没想到 你还是见到天才 我这片凡间 果然气欲雄厚 怪不得魔族 一直搞阴谋诡计 赤云仙对你的好感提升 档前好感度为三点五星 韩爵暗自得意 老哥还挺有排面的 赤云仙正色道 实不相瞒 天庭确实已经将你所在的凡间 列入重点考核的名单中 此界很可能会被清理 到时候众生阴灭 此界天道不复存在 我也会被调离仙位 担任其他仙官 所以我才特来找你 无论如何 你也算是我手下闯出来的凡人 我愿意扶持你一把 韩爵昧梅道 那我能带上我的弟子们吗 赤云仙摇头道 恐怕不行 他们修为弱小 去了天庭 也承受不住天庭的仙气重压 况且 凡人入天庭 本就是违反天规 我只能带你入天庭 离开了天庭 朱雀找你麻烦 我也管不了 韩爵的眉头皱得更深 赤云仙叹气道 魔族入侵的太身 再加上阳散座位天将 一直上书 虽然我先为高于他 但在天庭 天地眼中 文不如武 也怪我 常年闭关修炼 疏忽了对凡间的管辖 韩爵问道 这凡间还有魔族 有 有不少魔族后裔 甚至潜伏在正道宗门 世家内 他们没有魔性 只是流着魔族的血 若是全杀光 天下恐怕会大乱 我身为天道宪官 不得亲自 给我手下的天道生灵出手 否则会遭到天道反射 只能由天兵天将来执行 赤云仙的话 让韩爵想到墨家 没想到 像墨家这样的家族 还有不少 魔族的后手 真够多的啊 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 赤云仙忽然笑道 韩爵问道 何办法 杀光来袭的天兵天将 赤云仙忽不惊人死不休 韩爵诧异地看向他 这思该不会是 狼人 赤云仙道 这里是我的神是天地 没有人能洞察到你我的对话 其实 天庭虽是掌握诸天万界的仙神之地 但敌人也数不胜数 若是你将天兵天将全部诛杀 证明你的潜力 天庭或许会招安你 随着神功 佛门的崛起 天庭太渴望强大的天骄 尤其是从凡间杀上来的天骄 没有强大的背景 却能徒仙侍神 这样的资质足以令天庭疯狂 百万年前 天庭大神将便是这样杀出来的 还未飞升 途径下凡的所有仙神 令天庭震惊 如今 更是天将之中最强大的存在 也是整个天庭战功最显赫的仙神 杀天兵天将 在等着天庭招揽 韩爵神情古怪地看着赤云仙 那眼神彷復在说你认真的吗 紧接着 他忽然想到一个故事 孙悟空的故事 孙悟空有大背景 他可没有 此事太过危险 不能干 赤云仙笑道 若是你不敢 又想活命 那就只能跟我入天庭 韩爵问道 真的别无他法 没有 你想救你的徒子徒孙 只能如此 天庭何时清理人间 短则数百年 多则千年 我想想吧 嗯 赤云仙挥秀 周围的宇宙星海 瞬间破碎 韩爵的意识 跟着回到肉身内 韩爵睁开眼 摸着下巴思索 此事还得询问一下老哥 韩爵立即参悟剑道 时数日后 他进入剑道长河 就跟回家一样 熟车熟路 他找到战孤星 询问大神将的事迹 至于赤云仙 他没有将赤云仙卖出来 赤云仙能跟他说那么多 以惊人至意景 他要是把赤云仙说出来 还是人吗 这样也可能得罪赤云仙 战孤星沉映道 你想效仿天庭大神将 天帝确实有这样的臭毛病 势强凌弱 天庭有不少天将 都曾是天庭的敌人 天帝献他们资质不错 既往不救 甚至还大赏 你想走这条路也是可以的 若是能进入天帝眼中 那朱雀就不敢奈何你 天庭虽然忌惮朱雀一族 但更在意天骄 天帝曾为大神将得罪过佛门 差点掀起仙界大战 想要走这条路很难 而且你的时间没那么多 韩爵叹气道 我只能试试 实在是不行 那我就只能跑路 打不过 他就跳到阴间 若是天庭让地府追杀他 他就跳到其他世界 总有地方可以躲 泽泽 你若是真能成功 那就前途光明 天庭虽然最近麻烦不断 但好歹 也是上界底蕴最为雄厚的势力 代表着天道 战孤星笑道 心里则在好奇 是谁将此事告诉韩爵 此人真是大胆 韩爵感慨道 凡间大多数生零合作之友 就要面对被屠戮的下场 天兵天将为天庭出死入生 在资质面前 又都变成蝼蚁 这看似神圣的强大 也存在着许多诟病 那些信奉仙神的人 岂会知小仙神旨 不过是强大的人罢了 所谓仙神 本就是一个谎言 战孤星摇头道 韩爵没有多说 得知此法可行后 便离去 战孔爵离开 见到长河 一道紫色身影 出现在战孤星身旁 这便是你看中的那位凡人 紫色身影问道 战孤星回答道 嗯 此子才八百岁 紫色身影戏谑道 他可不是凡人 嗯 他身上有先帝气云 估计是某位先帝的子孙 或者得到过先帝青睐 先帝 原来如此 那他的 未来就更值得期待 你期待什么 想让他代替你 等他撑过此劫再说 不说他了 神公让我来邀请你 是否愿意回去 你的本尊还在神公养着呢 神公从未真正放弃过你 神公水深 我不想再回去 在这里挺好的 无忧无虑 参无剑道 也不用考虑其他 若是永恒的人生都是如此 那我也心满意足 回到先天洞府内 韩爵拱顾刚领悟的剑道 数日后 他才重新开始修炼 轮回散先进中期可不够 荡寒爵在闭关修炼时 修真界风起云涌 天仙府遭遇绝眼到人的屠戮 死伤过半 此事已经过去多年 其他圣地察觉到希望 纷纷趁机发展 魔道更是集结力量 继续为攻天仙府 天仙府虽苦不堪言 但放眼全天下的修真界 大多处于和平中 与以往的修真岁月没有区别 九鼎真人又开始外出 到处为玉卿圣宗 招揽克卿 灵根资质卓越的新弟子 一黄眼 七年后 李清子熬不住了 大献已到 他前来拜访韩绝 韩长老 我可能撑不了今年 楼门内的天才地宝 已经无法为我增售 我准备出去闯荡今年 很可能与我师父一样 死在外面 李清子笑道 他并没有悲伤 反而有重视怀 韩绝问道 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 李清子的笑容消失 正则道 在你飞升前 保护好玉卿圣宗 保护好我师妹 西玄仙子 韩绝点头 李清子开始跟他聊起过去 将自己的人生讲述出来 韩绝认真听住 悟道剑也听得入神 李清子的人生 或许不算传奇 从被太上长老内定 到魏宗门奔波 他讲述得很平静 娓娓道来 韩绝没有悲伤 只是有些感慨 死了也好 来是投个好胎 再追大抱 李清子除了长生 大多数人想要追求的名利 权利 女人 他都得到过 此生无憾 一直到第二天 他才离去 韩绝起身送他出府 李清子之前 以惊拜访过西玄仙子 九鼎真人等顾骄 韩绝被他放在最后 这一生对 他影响最大的人 或许不是韩绝 但李清子觉得 自己最该感谢的 便是他 望着李清子飞向天边 韩绝站在悬崖边 静静地看着 神情平静 黑玉姬难得没有开玩笑 而是来到韩绝身旁 问道 主人 从今以后 我们是不是都不用跑路 虽然韩绝一直说跑路 但黑玉姬从 有记忆起 便一直待在这里 那可不一定 韩绝应道 李清子的离去 并没有在玉清圣宗掀起波澜 这么多年过去 已经有很多人遗忘他 若来是能相遇 我会赐你机缘 韩绝轻声笑道 说罢 他便低头转身回去 人有生离死别 很正常 况且 李清子也并非含恨而死 四年后 韩绝看到一条邮件 你的好友李清子 寿命迎来大限 生死魂去 堕入轮回 韩绝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 便继续修行 经历了李清子的逝去 韩绝的心境得到提升 二十三年后 韩绝便突破至轮回散仙境后期 他停止修炼 拿出恶运书 开始诅咒杨伞 朱雀 周青真人 这一日 天穷巨变 一道无法目 及多长的黑色裂缝出 陷在云海之上 欲清圣宗的修士们 目睹这一幕 全都惊慌起来 这是 天崩 那是什么 天裂开了 莫非是魔道来袭 大家小心 不对劲 并没有魔气或者妖气 这条裂缝的多长啊 玉清圣宗的弟子们 仰望着天穷裂缝 惊异连连 正在洞府内修炼的韩绝 也察觉到外面的异常 他将神识探出去 便看到了天上壮观 而惊悚的异象 韩绝立即检测 玉清圣宗内的修士 按修位从高到低排列 并没有发现敌人 他起身走出洞府 悟道见景随其后 寻常安 杨天东等人 纷纷凑过来 师父 这天像是何来猎 嫡席 杨天东问道 韩绝仰头望着天穷 眯眼看去 他什么也没有看到 没过多久 天上的裂缝又消失了 天穷恢复正常 唯美壮阔 彷彿先前的异象 只是幻象 既然不是嫡席 那韩绝就放心了 他还真怕天庭这时候杀来 以他现在的修位 哪里能挡得住天兵天将 那位妖圣 你可得再坚持坚持 韩绝默默想到 随即 他走到扶桑树下 开始大量扶桑 树与地仙葫芦藤的发育情况 还不错 如今的扶桑树 已经快有百丈高 地仙葫芦藤 好似一条蛇 盘绕在主树干上 两只金乌 也得自住好窝 安静地修炼着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没有以往那般亲密 总是挤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 或许是因为黑玉姬的影响 两只金乌也变得毒蛇 经常嘲讽其他人 尤其是混沌天狗 三头骄王 师父 我想回天仙府看看 很快就回来 扶林儿走到韩绝身旁 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师父会不会以为他要跑路 韩绝应道 去吧 对于扶林儿 他压根不担心 跑了就跑了 扶林儿一听 顿时松了一口气 道 师父放心 我一定尽快回来 那倒不用 扶林儿以为师父 是不想自己劳累 也没多想 他离去后 韩绝调出人际关系 查看邮件 这么多年过去 也不知修真界是否太平 你的好友莫复仇 遭遇正道修士袭击 X2993 你的好友周凡加入武仙山 败露帝仙神卫师 气运大掌 你的好友黄吉浩 遭遇魔修袭击 X84333 你的好友黄吉浩 身受重伤 命悬一线 幸得大能相救 你的徒孙方良 离开人间 你的徒孙慕容起 觉醒前世神通 道行大掌 你的好友寄仙神恋 就苍雷圣体 撕裂苍穹 惊天的气鬼神 周凡 黄吉浩 方良 慕容起 寄仙神 各有大造化 堪称五大主角 韩绝查看了一下 方良的头像 还在 说明并非去世 只是离开了这片凡间 在韩绝修行的数十年里 他们都有各自的精彩 各自的机遇 韩绝看了一会儿 便回先天洞府 继续修炼 数月后 一名故人前来拜访 西渊州九龙宗宗主魏元 他的真实身份 是缩一圣 教教主黄尊天 若非韩绝给黄尊天机会 黄尊天早死了 更不可能夺舍魏元 成为比缩一圣教 更强大的九龙宗宗主 黄尊天找到九鼎真人 直接说明来意 他投了 九鼎真人被吓到 欲卿圣宗也没有针对过九龙宗 这位宗主 怎么就投了 莫非是遇到麻烦 之前的血炎天门 便是打不过吴湘宗 所以才加入欲卿圣宗 一番交流后 九鼎真人终于信了 九龙宗是真的要加入他们 处于谨慎 九鼎真人 说要先与长老商量 让黄尊天做客一段时间 黄尊天没有意见 然后前去拜访韩绝 韩绝让他入府一聚 进入苦修成仙山后 黄尊天震惊了 这里的灵气未免 看到杨天东 寻长安等人 黄尊天心里勇 现出一个强烈的冲动 他想给韩绝当牛做马 再次见到韩绝 黄尊天很激动 如今的他是 容须进二层的修位 比起数百年前 才突破一层 韩绝笑问道 这些年过得如何 当初黄尊天还就过阳天东 混沌天狗 还因此重伤 此情他一直记得 黄尊天看到他的笑容 顿时不紧张 开始讲述这些年的经历 悟道剑在一旁静静地听住 听了半天 韩绝也算明白 黄尊天的来意 黄尊天扛不住九龙宗的压力 不想再当宗主 想专心修炼 你若是想搬到我身旁来 就得建宫 等九龙宗并入玉卿圣宗 你多为玉卿圣宗建宫 等你成为玉卿圣宗内领 弟子们敬仰的前辈 我就允许你搬进来 韩绝沉印道 黄尊天一听 喜出望外 立马答应下来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黄尊天才离去 韩绝则陷入思索中 随着苦修成仙山的灵气 越发的浓郁 日后还会吸引更多的人来 他必须把控好尺度 以免苦修成仙山人满未患 反而削弱了灵气 若是吸引到更多的大气韵者 倒是不错 届时我就不再亲自教导 让弟子们来 韩绝默默想到 他没有通天的人脉 但他可以创立通天的人脉 强大的孙猴子 踏上西天之路 还不是得靠自己在天庭的那些人脉 才能一路过关斩将 当然 这一切都得在不影响 韩绝修行的情况下 云海之上 无数天雷劈向同一处 那是一个人 纪仙神 纪仙神打坐在空中 周身缠绕着雷霆 他满头黑发油 如群蛇肆意扭动 此刻的他 犹如仙神附体 散发着不可一世的气势 远处 石树道身影站 在一片云雾上 他们都是天仙府的高层 难以置信 他真的练就了苍雷圣体 他算是 超越了天仙府历代所有天骄 前无古人 好可怕的气势 恐怕大成修士 也扛不住他一招 天下第一大修士 也不知他会选择何时非生 当天仙府高层们 还在一轮时 纪仙神头顶上的雷云中 出现一只巨大的眼睛 俯瞰纪仙神 与此同时 在另一片天上 滚滚云海形成地面 两根雄伟的石柱处理 石柱上各缠绕着两条白龙 下方有两排 身穿银甲的天兵战力 威武不凡 两根石柱顶端弦 接着金玉排扁 刻着三个大字 东天门 一道天雷动穿云海 射向东天门排扁 一名天兵 立即挥动手中的长枪 击散那道天雷 突如其来的天雷江 一众天兵吓到 他们还以为是嫡媳 立即禀报天江 然后开始勘测 天雷来自何处 很快 一名身穿厚重银甲 头戴凤士相珠关的天江 提着一把大刀赶来 这位天江面像威严 双目如炬 不怒自威 刚才的天雷来自哪里 天江沉声问道 一名天兵回答道 来自义楚凡间 凡间 天江来了兴趣 他向前几步 拿出一面镜子 朝着下方照去 左手在镜子背面施法 镜面迸发出光芒 射入云海之中 没过多久 光芒消失 天江抬起镜子一瞧 镜面内浮现出 季仙神杜节的场景 咦 凡间又出了这等天骄 能引得天规震动 真是了不得 天江喃喃自语 眼睛都在放光 刺刺 他定要收下 三十年后 韩爵顺利突破至轮回 散仙境圆满 这般突破速度 比起散仙境之前 也慢不了多少 甚至可以说差不多 以前一百年左右 就能突破一个大境界 如今也差不多 突破至轮回散仙境圆满后 韩爵拿出厄运书 开始刷日常任务 每隔十年 他便会诅咒一遍 以防敌人们过得太书性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你的徒弟徒灵儿 遭遇妖兽袭击 X 你的徒弟徒灵儿 遭遇妖王袭击 身受重伤 危急关头 触发大巫魂力 你的徒孙方良 重返人间 气韵暴涨 你的好友 继仙神的仙神托梦 气韵暴涨 你的好友 周凡领悟上古神通 道行大掌 你的好友柳不灭 遭遇邪魔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徒孙方良 因拯救化行为余的妖族圣女 得妖族圣女现身 修为大掌 这就是天道的回光返照吗 恐怖如斯 韩爵暗自吐槽 好多人获得机缘 韩爵注意到 柳不灭遭遇妖魔袭击 如今的柳不灭 可是欲清圣宗的执法长老 身份特殊 他查看柳不灭的头像 还在 就说明没事 韩爵继续诅咒 半个月后 他开始修炼六道轮回弓 准备突破置地仙境 他将避天识别在腰间 避天识离他近点 他越有安全感 也不知避天识 能让他再凡间待多久 苦修成仙山的仙气禁术 向他涌来 洞府内形成旋风 使得悟到剑无法 安心修炼 韩爵便让无道剑出去带着 这一次 他定要突破置地仙境 蓝天之下 汪洋辽阔 沙滩上 方良坐在礁石上望向天边 静静地出神 他不再是当初那位少年 如今变得成熟 肩膀也宽阔不少 一名恶娜多姿的黑衣女子 从他身后的树林里走出 他面容娇好 头上还尝着一对兽耳 他走到方良身旁坐下 柔声道 良 你接下来有何打算 方良回过神来 道 我想回去献我尸祖 为何 不是说好 要去找我父王提亲吗 此事的经过我尸祖的同意 嗯 你是你尸祖带大的 道不是 但若没有我尸祖 就没有今日的我 我陪你去 你先回去吧 等我尸祖同意 我立马去提亲 若是你尸祖不同意呢 不会的 放心吧 我尸祖不爱管我们的私事 我只是觉得此事要先通知他 这是尊重 好吧 黑衣女子醋眉 但还是同意了方良 方良跟着起身 道 就这样吧 下次再见 黑衣女子应了一声 然后目送 这方良离去 哼 这便是你看上的小子 资质虽不错 但这么大了 还听师祖的话 莫非他师祖是大成 一道粗犷而威严的声音 在黑衣女子耳边响起 黑衣女子娇称道 这不挺好的吗 重情重义 人与妖的情 世人很难理解 若是他师祖反对 不会的 良不可能放弃我 那就看吧 两年后 韩爵终于突破成功 姓名 韩爵 寿命 一二零零 种族 仙人 修为 轮回地仙境初期 望着自己的属性面板 韩爵那叫一个机动 五百七十万年寿命 这就是长盛 韩爵的法力继续暴涨 神识也在增强 踏入地仙境后 他的所有感官都得到蜕变 天地在他眼中变得不同 不能骄傲 这个修为根本不够看 韩爵默默想到 突破之后 他还是得抓紧时间修炼 半年后 韩爵彻底巩固地仙境的法力 为了庆祝此事 他拿出厄运书 开始刷日常任务 诅咒完后 他将悟道剑叫进来 然后自己继续修炼 悟道剑好奇问道 主人 您又突破了 他也在变强 但韩爵在他眼中 却是越发的高深莫测 嗯 韩爵随口应了一声 悟道剑继续道 寻长安想找你 但又不敢 闻言 韩爵睁开眼 问道 何事 他想去找倩儿姑娘的转世 这段时间 他都没有修炼 坐在扶桑树下 跟丢了魂一样 悟道剑提起此事 不由摇头 他无法理解寻长安的状态 用得住这样牵挂一个人 韩爵沉默 神佛的诅咒 这么可怕 绝情非剑 也不能让寻长安彻底忘情 罢了 让奇尔陪他师父吧 正好磨练一下他 韩爵开口道 慕容奇已经回来 就在扶桑树下修炼 悟道剑立即起身去传话 原本魂不守事的寻长安一听 顿时兴奋地爬起来 朝着仙天洞府磕头 慕容奇撇嘴 道 我守护师父 寻长安瞪了他一眼 没好气道 怎么 你不认我这位师父 没有 只是觉得您老人家闲得慌 天下女子多的是 非要追求一个 哼 你不懂 这世间最真挚 最纯粹 最神圣的便是爱 爱无法击破相貌上的阻碍吗 不远处的杨天东 看得一阵羡慕 这丑和尚的运气真好啊 还有如此强大的徒弟陪伴 他要是有这么厉害的徒弟 何仇不能成为一方妖王 全是滔天 正好 他要是离去 这段时间 若是师父想收心弟子 我可以接下 杨天东美滋滋地想到 他实在是太禅慕容奇与方良 这两人的天赋 简直离谱 慕容奇陪伴着寻长安离去后 杨天东找到韩绝 他表明自己的来意 韩绝哭笑不得 竟然还有人抢着收徒 你该不会是想收徒 给自己当打手 争夺妖族地盘吧 韩绝似笑非笑地问道 杨天东被看穿 顿时窘迫 连忙白首 道 怎么可能 韩绝哼道 日后再看吧 现在也没有好苗子 给你当徒弟 我收门人 必须看资质 你最好别给我到处收 一些歪瓜裂藻回来 嘿嘿 那是自然 徒儿也怕麻烦 滚吧 容虚静都还没达到 你怕是 要成为我门下最弱的弟子 好的 杨天东辉溜溜的离去 他的修为 确实已经垫底 好在寻长安还在陪着他 悟道剑忽然说道 主人 什么时候 也给我安排一位弟子呗 带徒弟 似乎很好玩 你要男徒弟 还是女徒弟 韩绝微笑问道 悟道剑细笑道 当然是女徒弟 您手下男弟子太多了 我都见惯了 倒是女弟子少 林儿平时专心修炼 也不爱跟我聊天 好好修炼 聊什么天 不是 我不是说我喜欢 好了 此事等你到大城再说 悟道剑撇嘴 有些委屈 韩绝就喜欢看他委屈的这个小模样 一张高冷女神的脸 确露出小女人的委屈 别说 还怪可爱的 下一位女弟子 就让你来带 多谢主人 悟道剑顿时笑叶如花 韩绝有重在逗小孩的感觉 唉 心太老了呀 不知为何 韩绝觉得 自己的心肠眉 有以前应了 必须拱固到心 韩绝立马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 三年后 方良回来 他火急火燎地拜访韩绝 来到韩绝面前跪下 他先是行李 然后开门见山地说出 自己与妖族圣女的故事 一次偶然 他目睹一条鱼在河边翻腾 他走过去 将鱼放入河中 没想到 因此获得妖族圣女的青睐 这位妖族圣女 被敌人中创 只能变成一条鱼躲藏 方良献那条鱼 一直跟着自己 觉得有灵性 就用竹篓装起来 后发现 这条鱼不同凡响 而且受了伤 方良便用灵力为其治疗 韩绝听得津津有味 方良忐忑不安地问道 师祖 我能娶她吗 韩绝道 若是你真心喜欢 自然没有问题 不过不能因为女人 耽误了你的修行 你的目标是成仙 而非过凡人一样的世俗生活 方良心里松了一口气 道 徒儿明白 其实他有些迷茫 奈何 他第一次遇到爱情 对方扑得太生猛 导致他一直牵着鼻子走 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娶妻生子 不是自己应该有的生活 他的目标是韩绝 他要活成师祖这样 方良离去后 韩绝没有多想 在他看来 这是方良必经的一截 若不能看破红尘 如何能看透大道 韩绝也曾陷入过爱情的苦 不过那是上辈子 男人女人各顶一片天 搅在一起则破天 进入轮回帝仙境后 韩绝继续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至天仙境 按照丈孤星所说 清理凡间的天将可能会出现天仙 韩绝只是帝仙修位 还不够保险 当韩绝陷入单机时 天下修真界依旧热闹 英雄辈出 天仙斧季仙神开始四处屠入魔修 同时挑战圣地的高手 未尝败祭 掀起一股无敌之风 某位大能感慨道 天骄荡如季仙神 这句话引得其他 天骄纷纷效仿 一时间 天下各宗都开始遭遇天骄们的挑战 就连玉卿圣宗也是如此 好在玉卿圣宗能自己应付 逍遥凭借着强大实力 镇压数位天骄 这位老瞎子 无愧于五千年前天仙府第一天骄 时间飞逝 七年后 季仙神又来了 官道友 出来一句 这次不是斗法 是叙旧 我有机缘赐予你 季仙神的语气有些欢快 明显心情很不错 韩爵由于片刻 还是起身 前去献他 还是那片熟悉的小树林 再次见到韩爵 季仙神医就看不穿他 这家伙 到底有多强 季仙神暗骂 他都已经大成进八层 练就苍雷圣体 竟然还无法看透韩爵的羞位 幸好这一次没有膨胀 否则又要丢人 何事 韩爵问道 机缘 莫非是要送礼 想拜他为师 韩爵觉得 季仙神越看越顺眼 只要给他送礼 都是好人 季仙神甲壳一声 我得到仙神托梦 来自上界天庭 是一位天将 愿意收我 届时我若是非生 便是天庭的一分子 就这 韩爵皱眉 心里有些不满 原来是跟我炫耀 你的实力很不错 我可以戴上你 到时候 你我双剑合璧 成为天庭最降大的两位战神 如何 季仙神目光灼灼地问道 打不过他 就邀请他 韩爵皱眉道 你这是给天庭当狗吧 季仙神一听 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沉声道 你什么意思 他好心好意 结果被骂 若非打不过 他就要抱起出手了 你不知 天庭可能要清理凡间 你身为天仙府添娇 能容忍自己的家乡被屠戮 韩爵直言不会道 闻言 季仙神皱眉 天仙府也得到过上界前辈的透露 那是之前飞升的天仙府大能 让他们能飞升地赶紧飞升 季仙神也得知了此事 所以在得到天将的邀请后 十分高兴 那我能怎么办 我又改变不了天庭的决定 季仙神强忍着怒火道 韩爵灭魔表情道 若天要灭我人族 我被修饰 就当推翻天 你若连这样的骨气都没有 到了天庭 天庭会怎么看你 那些仙神得知你的故乡被图 而你无动于衷 他们又如何看你 季仙神的心被深深地刺痛 他天生有一颗无敌之心 韩爵的话激起了他的傲气 我可是要当罪将的仙神 现在就低头 以后呢 一直低头 季仙神握紧双拳 咬牙道 你我二人能推翻天庭 韩爵平静道 无法推翻 但来多少 我们杀多少 我们可以展现自己的强大 让天庭为了我们 放弃清理人间 这番话听得季仙神热血澎湃 他之前怎么没想过这一点 莫非这就是韩爵比他强的原因 朱邪天王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二星 文曲星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三星 聚灵武神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一星 神眼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一星 天风仙人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二星 大神将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一星 武德神君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一星 地太白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一星 风雨仙观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一星 赤雷天君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一星 寒绝脑海里冒出一个巨大的问号 比天还大 比地还大 什么鬼 寒绝差点吓死 身体都僵硬住 眼前一下子跳出数十个提示 这还是头一次 这拍面太大了 寒绝已经想象到 漫天仙神盯着他们的场景 太惊悚了吧 仙界能窥探凡间 转念一想 这也正常 毕竟是仙神 首发at at at 我现在该怎么办 认怂 还是硬撑着 寒绝神握紧双拳 兴奋道 好 我就陪关道有角 踏个天翻地覆 此言一出 寒绝眼前又出现一大片提示 寒绝点头道 回去好好修炼吧 嗯 寒绝神转身离去 背影比来时更加意气风发 他的格局变了 不再是争夺天下第一 他要与天斗 寒绝重新回到苦修城仙山 那重被窥探的感觉终于消失 他忐忑不安 不知天庭会不会立即派兵下来 回到先天洞府内 寒绝在心中询问 系统结界能不能格 绝仙神的窥探 他眼前跳出一个字 能 寒绝不安的心顿时平静了一些 九天之上 一座巍峨的宫殿立于云端之上 大门之上挂着牌匾 灵霄宝殿 殿内宽敞大气 一根根银白支柱 缠绕着龙凤 两排威武绝伦的仙神站住 全都面向正殿之上的一座伟岸身影 天帝 天帝坐在龙椅之上 身高近百丈 身后金光闪耀 星辰点点 显得他神圣而伟岸 殿上的仙神们都远不如天帝高大 面容威严的天帝头戴连珠地关 目光犀利地扫视着下方 刚才那凡人的话 你们有何敢想 天帝开口道 声音雄厚 伴随着雷鸣 一名鹤发童颜的道袍老者站出来 拱手行礼 道 凡人如此狂妄 有损天威 天帝可派遣天将前去诛杀 话音刚落 一名妖蝉蛟龙 身形如铁塔的天将跟着站出来 道 陛下 如今天帝正是用人之计 倘若此人真有天赋 确实可以收下 天帝虽天规森然 但也得展现出大气 才能吸引珠天天骄加入 其他仙神纷纷站出来发表意见 那妖圣还不肯扶珠 如今凡人也敢跳起来咬天帝一口 我等仙神的面子 往哪里搁 面子重要 还是天庭的未来重要 佛门 神宫 妖庭 道门等等 都在想方设法地拉拢凡界 就连魔族也是如此 我们天庭若是执意清理人间 岂不是与大事相为 天庭乃仙神之地 岂能用争权夺利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哼 你们这些文仙 怎么不去绞杀妖上 文仙 天将形成两个阵营 天将大多欣赏韩绝 文仙则看不惯他 灵霄宝殿内 喧哗如极势 天帝皱眉 两久 众仙神都停下来 天帝面无表情地盯着他们 吓得他们纷纷低头 回到自己的站位 等处理完妖圣之事 派遣天兵天将 下凡清理凡间 若是这两位凡人 能阻拦天兵天将 那朕就可以如他所愿 若是他们挡不住 那就随同凡间 一同入轮回 天帝开口道 与气不容置疑 众仙神齐齐行礼 关于佛门的条件 而等怎么看 天帝问道 灵霄宝殿内的气氛 瞬间变得沉闷 自从知晓仙神们 在窥探自己 含绝便躲入洞府内 不再出去 他先是专心修炼 六道轮回宫 六道印记 六道西魂 轮回之门 阴阳穿梭等神通 越发的娴熟强大 一晃眼 又是近十年过去 检测到你已经九百岁 人生又迈进一步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立即飞升 成为仙神 可获得一箭至宝 二 暂不飞升 留在凡间 可获得随机天才地宝 含绝也不思考 直接选择不飞升 你选择暂不飞升 获得随机天才地宝 恭喜你获得九天银河水 九天银河水 天水之一 能催生仙气 可吸收天地灵气 不断滋生九天银河水 喝一口便可治愈肉身伤势 喝一碗 可治愈原神伤势 嗯 看起来很厉害 能疗伤 还能催生仙气 韩绝立即取出 一团拳头大的银水 悬浮在他掌心之中 就这么点 还不够一碗呢 韩绝 看向洞府角落 该放在哪里呢 他起身走到角落 抛了一个小坑 将九天银河水 放入其中 九天银河水并没有 又进入泥土中 韩绝放心了 悟道剑好奇问道 这是什么水 灵气好浓 韩绝道 我的宝贝饮水 你不准偷喝 我怎么可能偷喝 悟道剑鼓起脸颊 哼道 韩绝笑了笑 然后坐回床榻上 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他发现 最近妖族越发地活跃 这可不是好征兆 莫非妖族想趁着人族内斗 趁虚而入 倒不是不可能 韩绝暗自想到 他并不打算插手 人族有寄仙神在 妖族很难翻天 他之前用过模拟试炼 在试炼中 他没有率先出手 而是等着寄仙神进攻 寄仙神的实力 已经堪比散仙境一层 这等实力在凡间 确定是大boss般的存在 韩绝又想到天庭 这么多年过去 天庭也没有动静 莫非妖圣之事还未解决 为何天庭不能派出一只天兵天将来解决他 莫非关闭天规 需要一定的代价 倘若韩绝是仙神 肯定第一时间按死他 不过站在仙神的角度 也能理解 实力差距太过宣说 若是现在有一位 欲卿圣宗的炼气敬天 才扬言要阻拦韩绝清理外门 韩绝也只是一笑过 并不会直接出手捏死对方 不管怎样 韩绝至少还有时间 他得抓紧时间 尽可能地变强 一个月后 韩绝开始参悟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准备提升自己的剑道神通 再次来到剑道长河 韩绝见到杖星河 杖星河笑道 你 嗯 地仙境 怎么可能 他的语气变得惊悚 听到杖姑星的话 韩绝暗爽 他故意没有隐藏修位 就是晾给杖姑星看 人不能一直低调 总得装逼发泄一下 韩绝就喜欢看杖姑星震惊 说不定还能长好感度 杖姑星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四星 四星了 可以发展成道 嗨嗨 倒有 韩绝觉得自己的思想歪了 或者说他变得闷骚了 杖姑星感慨道 你小子突破得真快 凡间也有仙气 正常情况来说 凡间可没有仙气 这也是仙神们不愿下凡的原因 那些下凡的仙神 大多是因为好奇 或者躲避仇家 韩绝笑道 嗯 我这修行速度如何 能不能吸引天庭 杖姑星回答道 岂只是吸引天庭 恐怕佛门 神功都会眼馋 韩绝心中更加得意 这可是九百年的苦秀 你真打算对抗天兵天将 杖姑星问道 韩绝无奈道 不然的话 还有什么办法 我无依无靠 又想保住身边人 只能咬牙上 即便咬碎牙齿 也得咽进肚子里 杖姑星沉默 韩绝也没有多说 绕过杖姑星 继续前进 杖姑星转身看向韩绝 不知在想什么 往后一年 为了提升三清诛事 轮回剑意 玄黄剑气 韩绝又来了三次 每次韩绝都只是向杖姑星点头 也没有客套 先天洞府内 韩绝坐在床榻上 暗想 这老哥真没有大背景 我这天赋 你还不拉拢 韩绝摇了摇头 不再多想 继续修炼 三年后 九鼎真人来访 他已经很久没有来拜访韩绝 说明这段时间 欲卿胜宗过得很太平 好久不见 韩长老最近修行如何 九鼎真人笑问道 韩绝莫名怀念李青子 李青子可不会跟他客套 韩绝笑道 还行吧 最近出什么事了吗 九鼎真人点头道 确实出事了 还是大事 妖族正在集结 为何集结 集结作甚 妖族崛起了一位妖帝 扬言要带领妖族走向强盛 这位妖帝 据说得到了上界妖族先帝的支持 正魔大战后 人族示弱 倘若让妖族集结成功 人族可能真的挡不住 所以呢 欲卿圣宗需要做什么 我就是想询问此事 人族圣帝们已经开始商量对策 但两族分布交错纵横 一旦开战 势必会很混乱 甚至比正魔两道大战还要混乱 不用怕 欲卿圣宗有我在 不会出事 至于天下 有天仙府的寄仙神在 更不会出事 也就是说 我们什么都不用做 嗯 韩绝语众心长道 摆正我们的位置 虽然吞下了九龙宗 但我们还不是十周九朝最强宗们 九鼎真人深吸一口气 他也意识到 自己最近有些浮躁 随着欲卿圣宗越发的强大 一些长老弟子的野心也开始膨胀 希望九鼎真人能带领 欲卿圣宗继续扩张 权力这条路一旦踏上 就很难自己放下 九鼎真人离去后 韩绝也没多想 无论欲卿圣宗如何闹 有他在 宗门就不会被覆灭 韩绝点开邮件查看 你的图孙方梁 遭遇妖王袭击X12 你的好友季仙神 遭遇魔修袭击X173 你的道旅行红旋偶遇机缘 灵魂得到提升 你的图孙方梁在战斗中顿悟神通 你的徒弟图灵儿 遭遇妖兽袭击X54928 你的徒弟图灵儿血脉 开始朝着大巫蜕变 你的图孙慕绒起 遭遇妖兽袭击X204211 你的徒弟寻长安 遭遇妖兽袭击X9842 你的好友大神将遭遇先帝袭击 修真界又不太平了 韩绝注意到大神将的动态 则则 先帝 韩绝之前的狂言 拉拢一大波仇恨以及好感 应听说过大神将的传说 所以 他给大神将安排了特别关注 没想到这才几年 大神将就遭遇先帝袭击 看来给天庭当差 尤其是天将危险至极 也劳累至极 值得一提的是 系统并没有显示出大神将的修位 与帝红叶一样 为之修位 韩绝还注意到寻长安 慕绒起师徒遭受大量妖兽袭击 这遭遇袭击次数太夸张了 也就是说 这些年有20万妖兽对慕绒起发起进攻 这还不算那些 被慕绒起主动诛杀的妖兽 果然 寻长安就是低配版唐僧 被妖的吸引力极大 韩绝也不担心他被吃掉 毕竟有慕绒起在 慕绒起已经是容须尽 相当于凡间妖圣 寻长妖王想杀他 难若登天 韩绝继续查看那些 没有被设为特别关注的好友 尤其是天庭的仙神 清一色的被妖怪袭击 次数最高突破30万 离谱 太离谱了 韩绝忽然觉得 加入天庭也不是好事 天庭并非最强势力 但名头上最响亮 肯定被无数强者盯着 这般看来 即便飞升 找一个影视宗门最为妥当 天庭太张扬 不适合我 韩绝默默想到 看了好一会儿 韩绝方才继续修炼 两年后 图灵儿回来 他首先拜访韩绝 图灵儿跪在韩绝面前 神情激动 道 师父 回来的路上我遭遇妖兽袭击 意外觉醒了神秘力量 您帮图儿看看身子 看看我是不是藏着什么 强大血脉 看看身子 韩绝皱眉 悟道剑 狐疑地看向图灵儿 图灵儿自觉失言 连忙解释道 之前在天仙府 我的资质虽然卓越 但并没有被检测出强大血脉 如今 我的肉身力量 正在快速增长 实在是古怪 韩绝平静道 你的前世不简单 此事最好不要传扬出去 否则会引来杀身之祸 到时候 连我都保不住你 文言 图灵儿大惊 小心翼翼地问道 您早就知道了 卫师洞悉三界 灵魂天眼可叹轮回 多谢师父提醒 图灵儿一脸后怕 看向韩绝的目光 更加敬畏 他右手一翻 一只灵芝出现在手中 师父 这是我在天仙府 花掉所有临时 对话而来的天才地宝 此宝在天仙府的藏宝阁内 价值可排前三 图灵儿嬉笑道 韩绝皱眉道 你拜世于我 此事已经让天仙府知晓 图灵儿回答道 临走之前我接了大量任务 算是还恩 我前任师父也同意了 现如今的天仙府 都围着祭仙神转 各自资源都优先给祭仙神 我的离去 他们一点都不排斥 反而好像松了一口气 能理解 你们这些天骄在祭仙神面前 根本算不得什么 韩绝平静地说道 听得图灵儿郁闷 回到天仙府 他听到最多的名字 便是祭仙神 祭仙神的强势崛起 让天仙府很多天骄 都感到压迫感 天仙府疯了一样 将一切最优的修行资源 送给祭仙神 不留余力地培养祭仙神 使得其他天骄的待遇 大幅度下降 图灵儿虽是在天仙府长大 但与师父的关系很淡 更没有交心的朋友 所以他的离去 并没有得到天仙府的阻拦 少一个人 少一张嘴 韩绝看图灵儿神情委屈 笑道 好好修炼吧 祭仙神如今忙得很 这就是你超越他的机会 你体内的力量 可不是祭仙神能比的 图灵儿顿时眉开眼笑 黑狐妖帝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四行 韩绝眼前冒出一行字 他立即查看黑狐妖帝的信息 黑狐妖帝 大成径八层 妖族帝皇 被妖族大气韵 以统一凡间大半妖族 因听你徒儿方良提起你 称你才是天下第一 对你产生仇恨 御徒击败你 在击溃人族 当前仇恨度为四行 大成径八层也敢挑战我 找死啊 韩绝心中不屑 懒得搭理黑狐妖帝 至于方良 他也不担心 天地之子不可能死 就算死 也是死在其他世界 韩绝跟他聊了一会儿 便下竹克令 离开先天洞府后 图灵儿有些遗憾 是我长得不好看 图灵儿走到扶桑树下 拿出一面镜子 照个不停 杨天东瞥了他一眼 不感兴趣 毕竟他修炼过绝情非剑 三头娇王倒是笑呵呵地问道 图姑娘莫非是有心上人了 黑玉姬接话笑道 是啊 可能就在山上 有太多女人 想吃他的心上人 混沌天狗好奇问道 谁 两只小金屋 也睁开眼睛 图灵儿脸颊一红 瞪了黑玉姬一眼 骂道 这么多年没有切磋 来斗法 黑玉姬哼道 阿大 你跟他斗法 阿大便是两只金屋中较大的那只 另一只被他称为小二 图灵儿白了黑玉姬一眼 骂道 耸鸡 鸡爷是凤凰 凤凰会自称鸡眼 你 韩爵不理事事 专心修炼 春秋轮回 人间浮沉 有人历经疾苦 有人沉沦幸福 有人飞升 亦有人下九泉 韩爵的不少徒子徒孙 好友们同样在红尘中 历经人士百态 而他 枯作静心蒲团之上 参悟大道 增强修位 时间被他遗忘 三十载过去 韩爵终于突破至轮回地 先进中期 随着彼岸花 九天银河水的加入 洞府内的仙气 一直在增长 不过韩爵还是觉得 自己的修行速度慢了 韩爵拿出厄运书 开始刷日常任务 一人六日 不能过多 他顺便查看邮件 修真界越来越乱 不仅是修真界 天庭也是如此 天庭要是乱 那对韩爵而言 就是好事 天庭一日不得安宁 就一日不会下凡 看仙神们被袭击的次数 估计这场混乱 还要持续很多年 韩爵对那位神秘的妖圣 更加感兴趣 能让天庭 啃了数百年都啃不动 比西游记里的齐天大圣 还要强大 韩爵足足诅咒了半年时间 除了朱雀 杨散 周青真人 他还将对自己 有仇恨的仙神 也诅咒了一遍 把所有敌人都诅咒一遍后 韩爵方才神清气爽 让你们恨我 韩爵继续修炼 大概过去两年多 苏奇忽然拜访他 自从回来后 苏奇一直在闭关修炼 修位已经达到合体境 神格觉醒后 他的资质也得到蜕变 入洞府后 苏奇跪拜在韩爵面前行礼 韩爵也没让悟到剑出去 只要两人不打交道 就不会被染上霉玉 师父 徒儿闭关这么多年 总觉得道行不够 想要外出历练 不知是否可有任务安排 苏奇期待地问道 韩爵没有直接拒绝 苏奇憋这么久 也该出去赚优 他不可能约束苏奇一辈子 韩爵忽然想到 三十年前 对自己产生仇恨的黑狐妖帝 你去找黑狐妖帝吧 争取留在他身边 取得他的信任 不要轻举妄动 韩爵笑道 苏奇一听 顿时眼睛一亮 他立即应下来 他也不问黑狐妖帝是谁 相信自己能打听到 韩爵挥手 示意他可以离去 每一位徒弟 徒孙都掌握了请神术 韩爵也不怕苏奇出事 苏奇可是比方良命格 还要硬的存在 苏奇离去后 悟到剑问道 黑狐妖帝是谁 你也想去 主人让我去 我才去 算了吧 你这么弱 别被黑狐妖帝抓去当切 哼 那我就待在主人身旁 一直修炼 迟早有一日 我会比黑狐妖帝强 到时候将他扒皮 给主人做一件衣裳 杀心重 难堪大用 啊 韩爵闭目修炼 悟到剑撇嘴 神情虽委屈 但眼中透着笑意 一座宫殿内 身穿银甲的杨散 正在打坐修炼 他的脸色殷勤变换 他猛地睁眼 咬牙骂道 不行 我忍不住了 他站起身来 目光看向殿外的天穷 将军 您忍不住什么 旁边油灯里 冒出一缕青烟 凝聚出一名 貌美女子的身形 悬浮在空中 温柔地盯着杨散 杨散握紧双拳 沉声道 天庭与那妖圣的争斗 还在持续 没完美了 如今我每日修炼 都能想到十美惨死 另外 还有一股诅咒之力缠着我 十有八九 与凡间的小子有关 我现在就要下凡杀他 青烟女子猝没到 有天归在 你的修炼会被压制在散仙境 很危险的 杨散眼神闪烁 道 我可以找仙神 讨要一块天道石 不客 这是违反天规 我动作快点就可以 杀了他 我便回来 可是 放心吧 我可是太乙帝先境后期的修炼 怎么 可能不是散仙的对手 这才多少年 难道他也突破这帝先境 你觉得可能 是不可能 但违反天规 总是不好的 天帝对此事 可是很敏感的 我意已决 苏琪离开后 时间又过去实在 韩爵一直潜心修炼 修为稳步提升 这一日 他睁开眼 拿出厄运书开始诅咒 同时点开邮件查看 你的好友周凡 重新练就霸体 前世今生融合 道横大掌 你的好友墨竹 在修行中 感悟天地真意 悟性提升 你的好友 纪仙神 遭遇妖兽袭击 X-E-58-907 你的图孙方良 遭遇你的仇敌 黑狐妖帝袭击 你的图孙方良 置之死地而后生 凝炼杀心 你的好友大神 将被困凶煞大阵 生死不明 你的徒弟苏琪 遭遇妖兽袭击 X-24-113 还是那么的乱 或许对于有些人而言 并非是乱 而是精彩 韩爵虽已经无敌于凡间 但仍没有 想要闯荡天下的兴趣 以后多的是机会 不能因现在耽误时间 导致未来遇到 不可立敌的强敌 韩爵真的不想再死了 当韩爵正在感慨时 悟道剑见他睁眼 开口道 主人 地仙葫芦藤 好像开始发芽了 韩爵一听 道 真的 那挺好 过半年 我就出去看看 悟道剑疑惑问道 为何要半年 韩爵捧着厄运输 认真道 做事不能乱 修行也得有节奏 我先尽心 悟道剑不明觉力 花了半年时间 将自己的所有敌人诅咒一遍后 韩爵才起身 走出先天洞府 来到扶桑树前 杨天东 图里儿 三头交王 纷纷起身行礼 黑玉姬 混沌天狗 也看向韩爵 韩爵盯着扶桑树上的 地仙葫芦藤 若有所思 其中一条葫芦藤上 确实开始发芽 不知是不是某种规律 刚好发了七个芽 红荒里的先天葫芦 有七个 动漫里的葫芦娃 也有七个 冥冥之中 七或许代表着某种规律 看来扶桑树 地仙葫芦藤 九天银河水 比岸花 太古灵餐能相互影响 加快彼此的成长进程 韩爵默默想到 他很期待的 鲜葫芦藤 接出葫芦 这些葫芦 可以炼制成法宝 也可以化作生灵 韩爵对法宝的渴求并不高 倒是期待葫芦能化形 修行是枯燥孤独的 这么些年 若非有黑玉姬 悟到剑等人的陪伴 韩爵的性格 恐怕也会变 另外 葫芦精化形 日后也能成为 他的一大战力 或许我该为我这一脉 取个名字 韩爵忽然产生一个想法 迟早有一日 他会飞升至上界 欲卿圣宗很难跟他一生 况且在欲卿圣宗内 也分为许多脉 十八丰 主丰 各个长老一脉 虽是宗门 传承却是五花八门 韩爵没有多想 目前 他还不适合单独承载一脉失承 等他的弟子们 彻底成长起来再说 驻足了一会儿 韩爵方才回到先天洞府内 与此同时 天穷之上浩瀚星空之中 出现一条裂缝 一道身影缓缓踏出 走向凡间 正是杨散 杨散身穿厚重银甲 身形雄伟 头戴蛟龙银冠 手中提着一把 枪头燃着烈焰的长枪 他面露争鸣笑容 你的噩梦到了 杨散心中充满激动 他终于要为师妹复仇 他与杨燕君从小一起长大 可谓是青梅竹马 甚至还有夫妻之事 只是怕被师父发现 一直没有公开 杨燕君受他的嘱托下凡 身死到削 死仇就像梦魇 一直缠着杨散的心 他若不复仇 恐怕到心会受损 杨燕君一边下凡 一边掐指推算 很快 他就算到师妹死在何处 他立即朝着那个方向飞去 他不想耽搁 以免节外生枝 他要以最快的速度 袭杀韩绝 抽其魂魄 带回天庭 天天折磨他 一想到韩绝向自己求饶的场景 杨散便兴奋地不能控制自己 欲清圣宗 苦修成仙山 韩绝刚回洞府没多久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关道友 快来 我在老地方等你 又是纪仙神 韩绝无语 这厮室缠上自己了 怎么隔三差五就来找他 韩绝叹气 无奈起身 树林里的纪仙神面带微笑地等待着韩绝 他要告诉韩绝一个好消息 就在这时 他忽然心悸 猛地抬头看去 只见一尊闪耀着强光的神俊男子 踏空走向苦修成仙山 手中提着一把极为炫目的烈焰长枪 纪仙神皱眉 这是谁 他立即冲上去 拦在杨散面前 沉声道 你是谁 纪仙神看对方这架势 明显是要找欲清圣宗的麻烦 如今的他 可是天下第一 有义务庇护凡间正道 正好让韩绝倩 自己一个人情 杨散冷冷地盯着他 吐出一个字 滚 纪仙神一听 怒火蹭蹭地上涨 骂道 黄望 他抬起双手 肉身迸发出雷电 杨散二话不说 猛地挥枪 法力爆发 直接将纪仙神轰飞出去 扑 纪仙神吐血 血洒长空 杨散继续前进 看着远方的欲清圣宗十八风 他单手提枪 猛地挥枪杀出 刹那间 滚滚烈焰化为一条巨大的烈焰长龙 席卷而去 沿途的山川破碎 云雾被热浪搅散 一路摧枯拉朽 势不可挡 你找死 纪仙神怒吼道 天地跟着暗下来 无数天雷交织在寄仙神身上 他的双目迸发出雷光 衣袍被肌肉撑得鼓掌 整个人犹如雷神下凡 不可一世 杨散诧异地看向他 此人竟然能调动天雷 寄仙神一掌打出 无数天雷从四面八方杀向杨散 画面震撼眼球 杨散挥动长枪 轻松挡下天雷袭击 他注意到 自己打出的烈焰长龙 竟然消散了 远处的欲清圣宗十八风 仍安然无恙 在苦修成仙山前方的空中 立着一道人影 寒绝 此刻 寒绝正皱着眉头 好强大的法裂 这可比杨散军 绝眼道人 还强大得多 扶桑树下 黑玉姬 两只金乌 混沌天狗 悟道剑 三头骄王 图灵 杨天东紧张地看向天边 在他们眼中 天边雷霆万军 犹如漠视 战斗威压 已经笼罩整个玉清圣宗 惊得所有修士 纷纷出关 飞至空中 被彻底激怒的季仙神 已经顾不得猜测杨散的身份 他双掌不断拍出 以无穷无尽的天雷 轰击杨散 杨散 太乙帝先后期 天庭八品天将 寒绝看到眼前的信息 不由皱眉 太乙帝先后期 太乙道与轮回道的境界划分 大抵相同 小境界都是按初期 中期 后期以及圆满划分 之前的散仙境 之所以划分为九层 是因为散仙并非太乙体系 寒绝的散仙境 则是轮回散仙 所以不按九层划分 杨散来到凡间 竟然还是太乙帝先后期 这说明什么 这死守里有弊天使 送快递了 寒绝立即朝着杨散飞去 他没有使用模拟试炼 怕在自己闭幕时 遭到杨散的袭击 很明显 纪仙神绝非杨散的对手 杨散注意到寒绝的到来 他的眼睛瞬间通红 就是此人 就是此人 杀了他最心爱的师妹 杨散怒声长笑 右手握枪一挥 滔天烈焰席卷出 如散无数天雷 纪仙神再次吐血到飞 怎么可能 纪仙神咬牙切齿 拼尽全力稳住身形 但还是被阵飞出去 十数里远 他抬眼看去 看到杨散爆发出 强大的气势 惊天动地 滔滔烈焰 盘绕杨散周身 好似龙卷风 衔接天与地 大地剧烈阵战 天穹撕裂出 一条条裂缝 正在前进的韩爵 明显感觉到 周围的空间 被一股神秘力量附着 犹如无形的囚牢 禁锢天地 他现在就算想逃 也很难一瞬间逃脱 这次是真的想杀他 韩爵不得不拿出 鸿蒙判定剑 一身的灵宝 注入法力 迸发出耀眼光芒 杨散也不废话 直接杀向韩爵 他周身的烈焰 凝聚成九条猙獰火龙 高达近千丈 朝着韩爵不断嘶吼 龙音声响彻天地间 玉清圣宗的修士们 远远地望着这一幕 皆是被吓到 我的天 那人是谁 莫非是仙神下凡 人间竟有如此大呢 斩神长老能顶得住吗 那是大成 大成也没有这么强啊 九鼎真人 逍遥 柳不灭等人也在观战 紧张极了 面对杨散的威压 他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惧 何等的修为 才能有如此气势 面对来势汹汹的杨散 韩爵立即挥剑 施展三青猪士 刹那间 以他为中心 周围浮现出一片剑气汪洋 一把把剑影凝聚而出 数不胜数 杨散一枪刺来 气势如虹 九条火龙跟着朝韩爵喷烈焰 韩爵眼神一凝 周围的数百万剑影 立即杀向杨散 哄 几乎是一瞬间 数百万剑影 齐齐撞上杨散与他的九条火龙 恐怖剑气爆炸 挪平地貌 搅散云海 剑气之中 剑光照耀在杨散的脸上 他面露惊恐之色 这剑气 地仙 怎么可能 他不是凡人吗 为何他会有地仙境修为 难道他身上也有天道石 变光火时间 杨散脑海里闪过诸多杂念 他调动全身法力抵挡 但三青猪士太过霸道 压得他不断后退 倘若他能掌握三青猪士这等神通 也不会只是一名八品天将 韩爵再次挥剑 越来越多的剑影杀出 不到两夕时间 杨散的肉身被诛灭 韩爵有些不满 同位帝仙境 竟然无法秒杀 看来他松懈了 远处 祭仙神悬浮在空中 整个人都看傻了 如此强大的杨散 竟然被韩爵碾杀 完全没有抵抗之力 韩爵到底有多强 剑光之中 韩爵迅速来到杨散的原神前 肉身灭掉后 只剩下一枚储物剑和一块石头 悬浮在空中 就连杨散手里的长枪都已经化为飞灰 杨散的原神惊骇地看向韩爵 颤身问道 你到底是谁 凡人不可能这么强 这次绝对是上界下凡来的 韩爵平静道 我来自大卫神界 真实身份是曹操 说吧 他抬起鸿蒙判定剑 准备将杨散行神拘灭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传来 小友 得饶人触且饶人 放过我徒儿吧 以后此事就算结果 周青真人对你的仇恨提升 当前仇恨度为五星 周青真人 韩爵看向周围 并没有看到其他人影 他用模拟试炼检测 也没有检测到丹青真人 莫非对方还在上界 只是传音罢了 很有可能 以周青真人的仇恨度来说 若能杀韩爵 岂能留守 杨散听到师父的声音 顿时松了一口气 他没有对韩爵放狠话 当务之急是活下来 韩爵由于片刻 直接诛灭杨散的元神 然后将避天时 储物界全都收入袖中 周青真人对你的仇恨提升 当前仇恨度为六星 很好 曹操 既然如此 你我之仇算是不死不休 我倒要看看你们 大魏神剑 有何底气 走着瞧 周青真人的声音 跟着响起 韩爵没有回话 朝着寄仙神飞去 周青真人的声音 只有韩爵能听到 玉清圣东的修士 感受不到杨散的气息后 皆是松了一口气 斩神长老 亦如既往的强大 无论何等强势的敌人 面对他 都只有死路一条 韩爵和季仙神 来到一片山林里 季仙神坐在树下 运功疗伤 他看向韩爵的眼神 无比复杂 他咬牙问道 你到底是关羽 还是曹操 大魏神剑来自上剑 韩爵没有回答 以防周青真人还在偷听 他问道 今日之事 多谢了 你找我何事 杨散明显是冲着韩爵来的 季仙神能站出来 让韩爵对他产生了一丝好感 闻言 季仙神尴尬 本想着让韩爵欠自己一个人情 结果差点被诛杀 此人来自天庭 是仙神 你打不过他也正常 韩爵安慰道 仙神 你如何得罪的仙神 季仙神诧意问道 韩爵也不隐瞒 将青蟒大圣 罗求魔 绝眼道人 杨彦君等人的关系说出来 他知道 季仙神与天庭某位仙神有联系 正好将此事传上去 以免惹来误会 季仙神听后 不由暴怒 道 也就是说 魔道 魔族圣行的背后 有天将在唆使 如今天庭又要以此理由 侵略我们凡间 其人太甚 等我回去 一定要问问那位仙神 凭什么 他对天庭的印象更差了 果然 仙神都是虚伪的 季仙神愤怒了一会儿 方才开始说正事 我来找你 是想问你 想不想一起闯荡妖界 非狐妖帝之所以能崛起 得到了妖界的相助 妖界也是凡界 不过妖族未主 你我二人联手 定能血洗妖界 到时候 整个妖界的资源都归你我 这也是给我托梦的 仙神希望的 天庭与妖族 也势不两立 季仙神沉声道 在知晓杨散 绝眼道人之事后 季仙神对天庭产生质疑 韩绝摇头道 你去吧 我太将了 我若是出手 就没你什么事 季仙神 他感觉被侮辱了 不过想到先前的大战 他又不得不承认 两人的实力差距 确实巨大 韩绝提醒道 小心点 上界也有妖族势力 你能得到天庭仙神的指示 妖界未必没有上 界妖族的安排 你当棋子 可不能大意 棋子二字 深深地刺痛了 季仙神的心 但冷静下来后 季仙神也开始怀疑 他曾在梦里 向那位仙神求助 让天庭不要清理 他们的凡间 但仙神说 天地已经有了决断 他无法干预 现在看来 莫非他被戏耍了 季仙神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除了此事 还有吗 韩绝问道 季仙神道 我们府主邀请你 担任副府主 你愿意吗 韩绝摇头 季仙神失望 一炷香时间后 季仙神离去 韩绝也回到苦修成仙山 欲卿圣宗还处于喧华中 刚才的大战太过刺激 令人难以平静 韩绝无视了杨天东等人 回到仙天洞府内 他开始思索 轮回帝仙境中期的他 竟然没有秒杀 太乙帝仙后期的杨伞 问题很大 除了剑道 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提升法力强度 韩绝一边修炼 一边琢磨 七载光景迅速过去 正在修炼的韩绝眼前 跳出一行字 剧灵武神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四星 韩绝愣住 之前不是好感吗 怎么突然变成仇恨 韩绝立即查看 剧灵武神的信息 剧灵武神 太乙天仙境圆满 四品天将 因你诛杀他的手下扬散 对你产生仇恨 认为你太过狂妄 待天庭清理凡间 一定会好好教训你 当前仇恨度为四星 原来如此 太乙天仙境圆满 这有点顶啊 韩绝感受到压力 为此 他立即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剧灵武神 时间继续流逝 一晃眼 而是二十年时间过去 韩绝距离轮回地仙境后期 已经很接近 这一日 他眼前跳出一行字 检测到仙天气韵者 是否查看其来历 嗯 这么多年过去 终于又遇到一位先天气韵者 韩绝心中好奇 立即选择查看 楚世人 炼气近八层 先借世尊佛祖转世 世尊佛祖 未了体验人间几苦 转世下凡 因佛祖气韵雄厚 楚世人天资绝伦 气韵不亚于天地之子 因从小在道观长大 他心怀慈悲 嫉恶如仇 不追求道衡 希望以肉体凡胎 度化世人 受梦中佛陀指引 他来到育卿圣宗 他本心 希望在修真宗门内 弘扬大善道法 世尊佛祖转世 韩绝被吓到 他注意到一点 楚世人之所以来 欲卿圣宗 是受到梦中佛陀指引 这是何意 先借佛门 注意到韩绝 故意派来卧底 还是说 佛门是为太古灵参转世的 寻常二来 韩绝很谨慎 死子不能受 就当没看见 韩绝闭目 继续修炼 推荐阅读 欲卿圣宗 天雷锋 一座大殿内 正皱眉望着殿上的一名男子 这名男子 正是世尊佛祖转世的楚世人 楚世人穿着道袍 长相年轻英俊 脸上挂着乐观开朗的笑容 执教长老无奈道 你入宗门已经五年了 还未住击 以你的天资不应该如此 你平时都在做什么 如今的欲卿圣宗 达到金丹镜 才有资格入内门 他破格招楚世人入宗 已经引起天雷锋弟子非议 当初是执教长老 林楚世人踏入修行 七日就从灵修位修炼到炼器进四层 这等天赋 简直闻所未闻 正因如此 执教长老才破格收楚世人 为清传弟子 他原本想给宗门一个惊喜 没想到 却成为自己的噩梦 这位弟子竟然不喜欢修炼 对 不喜欢 酿的 不喜欢 你当初为何要拜我为师 执教长老很头疼 忘记当年 是他执意要收楚世人为徒 楚世人笑道 师父 你知我的志向 我认为灵修是阻碍世人 走向太平的最大因素 所以我是不可能修炼的 不可能修炼 执教长老差点气死 真该把你送到苦修成仙山 让斩神长老改改你的性子 执教长老哼道 楚世人来御清圣宗也有一段时间 自然听说过苦修成仙山的传说 他好奇问道 师父 斩神长老是怎样一个人 他对斩神长老充满好奇 作为全宗罪将的修士 斩神长老很少抛头露面 不沾全力 不惹麻烦 不要女人 只有御清圣宗 面临灭顶之灾时才出手 在他看来 这就是圣人 他觉得了解斩神长老 有助于巩固他想要的大道 众生太平 我怎么知道 我入宗这么久 还未见过他老人家 执教长老哼道 这是实话 他才入宗数百年 楚世人问道 为何世人非要追求长生 长生真的好吗 以世人的劣根性 若是人人长生 那天地如何能承受 听到他的询问 执教长老就头疼 没好气到 可不是所有人都能长生 长生只是传说 人修行便是未了与天斗 天亏待世人了吗 滚 师父 徒儿奉劝你一句 还是不要修炼了 你我师徒一起弘扬 再不管 我把你逐出宗吧 好吧 楚世人叹息一声 失落地起身离去 执教长老是真羡慕他的天赋 否则也不会这般灌注他 奈何楚世人的思想有问题 要不然将他送到苦修城仙山一段时间 执教长老脑海里冒出这样一个念头 韩觉知晓是尊佛祖转世来到玉清圣宗后 时间又过去十年 他的修位也已经在数年前突破至轮回地先进后期 他全心全意地修炼 目标冲刺轮回地先进圆满 这一日 九鼎真人找来 韩觉让他入洞府 两人客套了一番 九鼎真人有些不好意思 可是 直说吧 韩觉笑道 九鼎真人甲壳一声 道 是这样的 长老们觉得此山很大 也很辽阔 是不是可以让十八峰各挑选一位卓越的弟子来此山修炼 绝不会打扰你修炼 不知此事 不行 韩觉平静地说道 不等九鼎真人继续说下去 韩觉意味深长道 虽然宗门经常给苦修成仙山送资源 但此山的灵气主要是来自洞外的树 此树的来历我不方便透露 今日若是开了这个口子 以后就会有更多的人来 对我而言 这可不是好事 九鼎真人皱眉 韩觉救过玉清圣宗多少次 玉清圣宗能有今日 没有人的功劳比他大 玉清圣宗欠他的更多 倘若韩觉想造反 以皇尊天为首的九龙宗 柳不灭为首的血炎天门 立即就会改投韩觉 谁都清楚 玉清圣宗最大的支柱是谁 九鼎真人心里也很清楚 叹气道 其实我也很清楚 只是那些长老经常来说 我听得烦了 下次他们再提起 我直接严厉拒绝 韩觉点头 道 长教 别把心思全部放在宗门上 你也得花时间修炼 玉清圣宗能走多远 还是得看你的修备 九鼎真人笑着点头 韩觉想了想 右手一挥 一本本功法 法术卷轴出现在桌上 这些都是他之前 从敌人储物界里 缴获的道法资源 并非全部 属于较差的一批道法 拿去给宗门吧 韩觉开口道 九鼎真人愣了愣 连忙开始翻阅 很快 他便震惊了 这些功法 他转身看向韩觉 兴奋道 多谢韩长老 以后 我绝不会让人来打扰你 韩觉笑着点头 九鼎真人离去后 韩觉继续修炼 很快 欲清圣宗的弟子们发现 功法楼出现不少 标价恐怖的功法 甚至有成仙之法 全宗轰动 之后 再有长老打苦修成仙山的主意 都被九鼎真人骂回去 三年后 韩觉停止修炼 拿出厄运书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你的徒孙方良 被你的仇敌黑狐妖帝 送往妖界 你的好友 祭仙神 遭遇妖兽袭击 X189221 你的好友 莫复仇 遭遇妖兽袭击 莫复仇纪远 莫得上古大能传承 你的道旅行红旋 遭遇妖兽袭击 X8653 你的徒孙慕容起 遭遇妖兽袭击 X147880 你的徒孙慕容起 遭遇妖兽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徒孙慕容起 觉醒本命神通 道横大涨 血脉开始蜕变 一路看下来 韩觉满目惊险 修真剑 可真是危险啊 他不担心自己的徒弟们 至于行红旋 西旋仙子 韩觉很好奇 以祭仙神的实力 找到黑狐妖帝 黑狐妖帝绝对难逃一死 为何黑狐妖帝还活着 韩觉想不通 也懒得在想 这是凡间的磨难 不管他的事 难不成要他亲自出手 降妖族 魔修全都斩尽杀绝 半年后 韩觉正要继续修炼 他忽然想起楚世人 也不知此子最近如何 毕竟是世尊佛祖转世 身份比慕容起还要夸张 韩觉不可能遗忘 他查看楚世人的信息 发现楚世人的修位 还停留在练气井八层 这么多年 修位没有半点增长 就这还天资绝伦 韩觉暗自疑惑 他懒得在想 大概过去五年 苦修成仙山前 楚世人来到石碑前 加入跪拜队伍中 这么多年过去 苦修成仙山的山脚下 仍一直有弟子跪拜 心就交替 总有人奢望 用诚心打动韩觉 楚世人默默跪拜在其他人 开始磕头 希望斩神长老 能赞同我的大善道法 一起放弃修炼 感化全宗弟子 楚世人心中畅想 一座巨大石殿内 黑狐妖帝 坐在白骨制成的宝座上 他化形为人 面容妖异冷立 满头白发 身后有六条庞大的黑毛虎尾 肆意摇动 掀起阵阵风浪 黑狐妖帝细血地 打量着殿上的一名男子 正是苏琪 苏琪半跪在殿上 低着头 你为何要投靠本地 黑狐妖帝问道 苏琪如今乃是合体进修位 这样一名强大修士的投靠 黑狐妖帝自然要亲自见见 苏琪抬眼回答道 我恨人族 我自小父母双亡 在人族闯荡多年 总是遭遇袭击 我不想惹人 人重要惹我 人族修士的贪心太重 为了夺宝 他们甚至可以抛弃 他们所谓的道义 文言 黑狐妖帝 一副深得我新的神情 他恨恨道 人族总是宣扬妖怪识人 妖怪罪不可赦 妖怪都是邪恶的 可实际上呢 被人族屠杀的妖怪数量远超 被妖怪吃掉的人 黑狐妖帝看苏琪越发顺眼 但还未完全放下戒备 你投奔本帝 想要得到什么 又能为本帝做什么 黑狐妖帝眯眼问道 苏琪回答道 我不需要什么 我只需要一个 能安心修炼的场所 我就在妖帝附近修炼 不被打扰就好 若是妖帝遇险 我定当竭尽全力 出手相救 黑狐妖帝摇头失笑 他真要是遇到打不过的敌人 区区合体静修饰能帮上忙 好歹也是合体静修饰 留着也方便统一人族 黑狐妖帝眼神闪烁 默默想到 他的野心很大 不只是要统一妖族 他还要统一人族 成为凡间之主 数年后 正在修炼的韩诀 眼前突然跳出四行字 检测到你已经满一千岁 人生又迈进一步 以你保持本心 一直低调修炼 你有以下选择 1.抽取随机体制 2.随机开启系统新功能 3.获得一箭质宝 韩诀挑眉 一直低调修炼 果然有好处 不过该如何选择呢 韩诀的灵根资质 16到0体 在修行速度上 帮助确实大 但他总觉得不够 看记仙神 周凡 他们的体质听起来就霸道 系统新功能 也值得期待 按照之前的功能来看 系统功能 不能直接让韩诀变强 也不能保命 都是辅助功能 至于第三个选项 韩诀直接忽略 由于许久 韩诀最终选择第二个选项 系统新功能 你选择开启系统新功能 恭喜你开启道场功能 道场 选择一个地方为道场 道场具有防御 屏蔽神石 灵气增幅等功能 各项能力的上限 皆以道场之主的 修位为基础 道场之主的修位越高 道场越强 道场 加强版的结界 不止 还有灵气增幅效果 有点顶啊 韩诀狂喜 直接选择苦修成仙山 开启道场 他日若是飞升 他肯定是要带着苦修成仙山 一起飞升的 韩诀眼前跟着 浮现出一行行字 你成功开启道场 道场当前可防御 太乙天仙以下的所有攻击 可屏蔽神境之下的神石窥探 可屏蔽天道 灵气增幅五倍 仙气增幅两倍 韩诀瞪大眼睛 这么牛批 这不要起飞了 屏蔽天道是什么意思 相当于避天石的效果 屏蔽天道 可不受天道规则影响 包括强制飞升 这样的话 韩诀完全将弟子们 全部培养成仙 到时候一起飞升 倘若徒子徒孙们 全都达到前世的巅峰状态 那得多强 韩诀强忍着激动 暗自猜测 莫非坚持到心 持之以恒 就会不断得到系统奖励 与此同时 扶桑树下 图林睁眼 好奇问道 你们有没有感觉 灵气在增多 黑玉姬哼道 很稀奇吗 葫芦腾都接走了 图林儿一听 觉得也对 杨天东不由看向先天洞府 他有种预感 必定是师父所谓 接下来一段时间 他们惊喜地发现 灵气增长速度越来越快 不到一个月 灵气浓郁程度 至少是先前的五倍 山上的所有人都很激动 包括韩诀在内 两倍仙气 韩诀的修行速度 也将翻倍增长 一谎言 又是十五年过去 韩诀顺利突破至轮回地 仙境圆满 爽 突破之后 韩诀心情激动 接下来便是轮回天仙境了 到时候 即便是巨灵武神亲自下凡 韩诀也不虚火 韩诀拿出厄运书 开始庆祝 与此同时 苦修成仙山的山脚下 有一名中年男子 颤颤巍巍地磕着头 正是楚世人 贵了二十年 楚世人已经濒临崩溃 但他性子就是这么执拗 韩诀越是不收他 他越要跪下去 他相信一点 心承则灵 这期间 他的师父 天雷锋执教长老 来看过他多次 若非如此 楚世人早就跪死了 楚世人的经历 也在欲清圣宗内广未流传 从青年跪到中年 这般意志令人瞠目结舌 为了一直跪下去 楚世人不得不修炼 苦修成仙山的山脚下 灵气也很充沛 导致楚世人的修位 已经达到筑基静一层 突破至筑基静后 他便不再修炼 这是他的原则 能不修炼 绝不修炼 他也吸引到杨天东 图灵 三头交王的注意力 这小子真够拼的 三头交王 嘖嘖称其道 图灵二摇头道 不只是够拼 先前他从炼气静八层 突破至筑基静 只用了一个月 这般天赋 简直离谱 他在天仙府 都未曾听闻过这般天赋 有这等天赋 为何师父不收他呢 杨天东眼睛一亮 他终于等到了 比方亮 慕容起 还要厉害的天资 杨天东立即起身 前去拜访韩爵 入洞府后 他跪在韩爵面前 说起处世人 韩爵表情古怪 练气静八层道住基静 只花了一个月时间 有点顶啊 韩爵陷入犹豫中 他忌惮是尊佛祖的身份 可若佛门真是盯上他 他一直这样拒绝 恐怕也会得罪佛门 堂堂佛祖跪拜他二十年 够有诚意 我在怕什么 连神功战神 妖族妖圣 金屋都敢收 还怕多佛门失礼 韩爵默默想道 倘若佛门针对他 他应该会收到仇恨度的提示 那你就收下他吧 韩爵漫不经心地说道 杨天东惊喜 连忙败谢韩爵 然后迅速离去 悟道剑撇嘴道 什么时候轮到我啊 山下也有女弟子在跪拜 他看到杨天东收图 他也想了 韩爵平静道 收图要看资质 好吧 希望我的宝贝徒儿早点出现 悟道剑一脸憧憬 韩爵摇头失笑 他忽然想到一点 神秘笑道 或许你的徒弟早就出现 悟道剑瞪大美目 急忙问道 在哪 在扶桑树上 金屋 你配 那是谁 黑玉姬 混沌天狗 他们会同意吗 也是 地仙葫芦藤的子 悟道剑愣了愣 旋即恍然大悟 他本体是天地草 他都能化形 为何跟脚更高的地仙葫芦子不行 山路上 杨天东扶着楚世人上山 跪了二十年 楚世人走路时 双腿都在颤抖 楚世人强颜欢笑 杨天东则很兴奋 他终于收徒了 他已经开始期待 楚世人独占方凉 慕容起的场景 以后你便是我的第一位徒弟 好好修炼 别让我失望 杨天东笑道 楚世人皱眉道 修炼 不可能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修炼 我想拜斩神长老 想劝斩神长老放弃修炼 一同追求大善道法 杨天东一听 差点摔根头 什么鬼 不可能修炼 杨天东很想将楚世人丢下山去 不过转念一想 苦修成仙山的灵气如此充沛 这小子之后 肯定忍不住修炼 他不修炼 在山上能干什么 我何时能献斩神 师祖 楚世人期待地问道 若是斩神长老 带头放弃修炼 那欲卿圣宗必定跟随 看你表现吧 杨天东敷衍道 心里很不满 这位徒弟 对他一点也不热情 昏暗天地中 大地之上遍布妖兽尸体 血气成雾 弥漫天地间 方良手持一把剑 跪在一座尸山之上 他大口喘气 满脸血迹 他艰难地抬头望去 空中有一道伟岸身影 赫然是季仙神 季仙神也在看他 四目相对 两人的眼神颇畏相似 你叫什么名字 来自河门河畔 季仙神居高临下地问道 语气细血 方良深吸一口气 道 季仙神 我认识你 天仙府第一天骄 文言 季仙神嘴角扬得更高 哦 既然你听说过我 那就说明 跟我来自同一间 拜我为师吧 你的资质很不错 我能让你成为天下第二 季仙神傲然道 刚才就是献方良 天资不错 他才出手相助 方良擦了擦脸上的血迹 艰难笑道 你是天下第一 你认真的吗 季仙神皱眉 心里有些慌 他输给韩绝之事 可没有传开 此人怎会知晓 我来自御清圣宗 你找我师祖数次 你忘了吗 方良笑问道 季仙神动容 无尽地尴尬 羞怒 占据他的心里 你是官 曹操的徒孙 季仙神惊恶问道 没错 先前你找我师祖 我便在苦修成仙山看到 你 季仙神这一刻 突然有种想要杀人灭口的冲动 可方良乃是寒绝的徒孙 他可不能下手 举世望去 也就曹操是他的好友 至有 两人可是约定过要 一同对抗天庭 有这般交情在 方良也算是他的后辈 原来如此 曹道友的徒孙果然不简单 既然我与你师祖是至交 不如你我一起纵横妖界吧 要是你死在这里 曹道友也会难过的 季仙神大笑道 跟着落在方良身后 用自身灵力 为其疗伤 方良道 其实我也曾是天仙府弟子 名为方良 你听说过吗 季仙神回答道 没有 我在天仙府 从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也不关心其他弟子 好他那样的装逼呀 方良心中吐槽 不过他对季仙神 还是很好奇的 明面上的天下第一 五年后 韩爵强势突破 至轮回天仙境初期 法力暴涨 灵魂蜕变 总结一个字 爽 整座苦修成仙山 都在摇颤 悟道剑在一年前 就被赶出先天洞府 他正与其他人讨论此事 楚人又突破了 三头交往惊恶地问道 杨天东感慨万分 师父不只是苦修 他的天赋 也是我等望尘莫及的 楚世人听得痛心疾首 竟然又突破了 不行 他一定要奉劝师祖 他猛地起身 朝着先天洞府走去 结果他刚靠近洞府大门 就被一股恐怖力量 震得吐血到飞 杨天东连忙接住他 飞玉姬细蟹笑道 杨天东 你得好好管你的徒弟 要是他的想法 被主人知道 会死得很惨的 谁不知道 韩爵平生就一点兴趣 那就是修炼 去劝韩爵别修炼 绝对是找死 杨天东苦笑 看向已经晕死过去的楚世人 颇为头疼 五年了 整整五年 这次真的没有修炼 难以想象 世间怎会有如此之人 天赋绝伦 却不想修炼 简直又为天道 若非楚世人资质难得 杨天东都想一掌拍死他 等他大见将至 他就知道要修炼了 悟道渐言嘴笑道 看到楚世人的态度 他心里平衡了 幸好他没有抢着收辞子为徒 金蛙大忽然开口道 他虽然不修炼 但他的灵魂很强 蕴含着一股让我们兄妹 都心悸的气息 小二点头 此言一出 其他人不由好奇地 看向楚世人 苦修成仙山上 除了韩诀 没有人比两只金屋更强 楚世人到底是何来历 姓名 韩诀 寿命 10201400 4399 种族 仙人 修为 轮回天先进初期 功法 六道轮回宫 可传承 法术 绝指神剑 七重换部 三清绝影剑 绝世 九龙除魔印 大千雷暴 封神术 还像术 神通 六道西魂 天诛鬼神剑 法天相帝 金斗云 太乙级 万剑神宗 如来昼 六道绝印 玄黄剑气 太乙级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太乙级 袖中乾坤 轮回之门 请神术 三头六臂 法器 小乾坤腰带 麒麟剑 腹腰绳 焚煞中 六品领宝 厄运书 太乙至宝 土黄玉灵精 三品领宝 护心天仙炼 三品领宝 静心仆团 太乙六品领宝 真天灵灼 绝品领宝 紫金软内甲 太乙八品领宝 九重登天靴 太乙六品领宝 巨灵护腕 太乙五品领宝 黄龙气韵教 太乙二品领宝 九五至尊 气韵袍 太乙至宝 太乙凤翅官 太乙至宝 一千四百万年寿命 还有谁 韩觉真的要膨胀了 千年天仙境 举世无双 不过他不能骄傲 两只小金乌刚出生 就有大成静修位 这般天资 在金乌神族垫底 很难想象 金乌神族的第一天 交得多离谱 韩觉强忍着激动 巩固修位 道场防御等级 提升至太乙真仙 可抵御太乙真仙以下的 所有进攻 恭喜你突破至轮回天仙境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立即飞升 成为仙神 可获得一块天道灵石 二 暂不飞升 继续修炼 可获得一瓶道门金丹 韩觉没有犹豫 直接选择第二个选项 他眼前跟着浮现出 道门金丹的信息 道门金丹 道门独创金丹 可增强道横 具有起死回生 重聚肉身 增兽万年的效果 不错不错 可以留着保命 韩觉虽自信 但也不自大 万一哪一日 肉身被人诛灭 怎么办 不过 灵魂也能服用丹药 道门有点东西 韩觉继续巩固修炼 一年后 他的修炼彻底稳定 在轮回天仙境初期 他将悟道剑叫进来后 他开始参悟三清诸事 不到一炷香时间 他便踏入剑道长河 比起以前 可谓是翻天覆地的蜕变 许久不见战孤星 韩觉还颇为想念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装逼 韩觉走到战孤星面前 二话不说 直接亮出自己的修味 战孤星感受到他的气势 满一点头 笑道 不错吗 都达到太乙天仙 等等 你怎么做到的 你被先帝夺舍了 战孤星的语气 充斥惊恐 这小子 修炼得太快了吧 不合理啊 韩觉微笑道 没有夺赦 日日苦修 拼尽全力 才有这般修味 战孤星语气古怪道 天庭要吃亏了 战孤星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五星 韩觉满意一笑 老哥果然好这一口 剑神帝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剑神帝 韩觉暗自好奇 连忙点开人际关系查看 很快 他就找到剑神帝的头像 剑神帝看起来颇为沧桑 但眼神很犀利 剑神帝 太已经先进圆满 神功百万年最强大的剑道天骄 也是战孤星的师弟 因知晓你的天资 对你产生浓厚兴趣 有意想要将你招入神功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神功的人 太已经先进圆满 只差一步就达到先帝境 韩觉暗自心惊 战孤星既然有如此厉害的师弟 那他不该这么弱啊 要不然去神功吧 我可以帮你引荐一下 神功虽不是仙神正统 但其势力也在不断壮大 天庭也得给面子 战孤星开口道 韩觉诧意问道 你是神功的人 他都忍不住给自己的演技点赞 战孤星看到他这般惊讶 心里竟有一丝得意 嗯 以前曾是 现在孤家寡人 只是有一些关系 你若愿意去神功 定不会亏待你 战孤星轻声道 韩觉犹豫 慕容其宇神功可是有仇 他怎么能去 如今道场也开了 仙气得到增幅 他根本不需要依靠神功 首发 韩觉笑道 我再想想吧 战孤星道 你舍不得你的身边人 修行这条路 很难脱家带口 纵然是神功大帝 也很难保全身边所有人 不可能所有人都修炼到先帝之境 永生不死 纵然是你这样的天教 想要修炼到先帝 也得靠机缘 韩觉不信邪 但他不敢直接反驳战孤星 毕竟战孤星是好意 他笑道 若真是走投无路 再送我去神功吧 我现在也不是想保全身边人 我只是不想飞升 上界敌人有点多 真不能飞升 自从有了到场 韩觉的野心就开始膨胀 独自飞升 危险重重 他要带着徒子徒孙一起飞升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韩觉绕过战孤星 继续前进 这一次 他要尽全力 看看自己能将三清诛事 参悟到何种地步 战孤星转身看向他的背影 心中感慨万分 没想到 当初在他看来貌似的矛头小子 如今已是天仙 这才多少年 对于战孤星而言 千年如一场梦 过去得很快 这也是 为何有天上一日 地上一年的俗话 或许 他会在六界 掀起属于他的风云 战孤星默默想到 竟有些期待 韩觉一步步前进 超越一鸣鸣在剑道长河中 前行的剑修 前方的剑道长河 逐渐变成紫色 好似一条绚丽的万花筒通道 到了这里 前行的剑修身影 已经大幅度减少 韩觉回头看去 已然看不到战孤星 他深吸一口气 继续前进 虽然他已经感觉到压力 但还未到无法前进的程度 他倒要看看 自己的剑道悟性极限 良久 韩觉的意识 开始有些眩晕 身上如副剧月 每一步都很艰难 他看到前方有一道黑色身影 一直走在自己前面 步伐很坚定 未曾有丝毫的迟疑 不疾不许 他是何方神圣 韩觉不由想到 不知为何 韩觉晋升出 我不如他的想法 韩觉甩了甩头 继续前进 大概又前进二十步 他举步维艰 无法再前进 只能望着 那道黑色身影远去 他叹息一声 然后退出剑道长河 回到洞府内 韩觉开始巩固 获得的感悟 之后一年 他将天地玄黄 破戒剑指 玄黄剑气 轮回剑意 全都提升到 自己能达到的极限 不过神通等级 仍是太义 韩觉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自己的敌人们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你的好友周凡 获得佛门灵珠 血脉蜕变 你的徒孙慕容起 在杀戮中突破 踏入合体境 你的徒孙方良 遭遇妖兽袭击 X230045 你的好友 祭仙神 遭遇妖兽袭击 X343211 你的好友 黄极号偶遇机缘 得见仙传城 你的好友 莫附仇魔宫大成 踏入合体境 你的好友 大神将诛杀先帝 气运大涨 好多机缘 天到绝壁在开后门 韩觉默默想到 他注意到 大神将竟然诛杀先帝 不愧是天庭功勋 最大的仙神 按照丈孤星所说 先帝那可是 不死不灭的存在 也不知 大神将是将先帝 完全诛杀 还是知识灭了其肉身 毕竟没有生死 倒消这四个字 真是精彩啊 韩觉感叹一声 然后开始关注天之傀儡 莫竹还在闭关修炼 西玄仙子 行红旋 长月儿 暂无危险 一切都很顺利 韩觉很满意 一般到这个节骨眼 女人们就该拖后腿了 好在她的备胎道理们 都很谨慎 从不给她惹事 都能自己解决 这也是韩觉能 一直关心她们的原因 讨喜 诅咒半年后 韩觉继续修炼 轮回天仙还不够 她要继续突破 越降越好 妖剑 季仙神站在山巅之上 望着远处 正在与数位妖王大战的方梁 感慨万分 慈子的天赋确实了不得 都快赶上我 季仙神暗自想到 她其实早就听说过方梁之名 当初还特意去找过韩觉 询问方梁 不过面对方梁 她必须表现出满不在乎 毕竟她可是天下第一 怎能与一名小辈计较 然而 一起闯荡这么多年 季仙神发现 方梁的天资远超她的设想 这次的气运太降了 总是能遇到机缘 甚至还能在战斗中突破 违背常理 季仙神感觉到了危机感 觉得自己不能仗着 当下的修为放纵 还得花时间修炼 争取早日超越大城 成就先人 只是她担心自己会被强迫飞升 曹操是如何做到 留在凡间呢 季仙神暗自疑惑 她决定之后再去找找韩觉 轰隆隆 这时 天穷上的滚滚阴云 爆发出万军雷霆 一股可怕的威压 弥漫天地间 季仙神动容 这股威压 她忽然想到阳散 难道又有上界存在下凡 方良也察觉到不对劲 连忙退开 妖王们抬头望去 只见雷云之中 出现一只星红眼睛 森然惊悚 占据大半天穷 俯视着方良 让方良感受到 前所未有的压力 哼 敢吐我妖族 找死 一道冷哼声跟着响起 季仙神看向雷云之中 那只星红眼睛 心跳加快 她心里有一个声音 再叫她快跑 方良也被吓到 满头冷汗 妖王们一听 如是重负 原来是妖族的前辈 前辈 这两人大肆吐露我妖族 您可得为我们撑妖啊 死在他们手里的妖怪术 也数不清 前辈 快杀了他们 就是 数位妖王齐声喊道 星红巨眼忽然瞥向他们 紧接着 一股狂风卷地而起 数位妖王直接被卷上天 他们奋力挣扎 但无济于事 很快就被吸入星红巨眼中 方良和季仙神愣住 这是怎么回事啊 那星红巨眼跟着闭目 方良立即转身逃跑 季仙神紧随其后 两人飞得极快 眨眼间就消失于天地尽头 天穹上的阴云覆盖极远 彭腐整个妖界都被阴云覆盖 那股可怕的威压 弥漫在天地间 你不是说妖界罪将也才大成吗 你怎么跑了 方良气愤道 说好的保我呢 季仙神脸色阴沉 咬牙道 对方来自上界 我只是凡间无敌 天上来敌 我怎么打 方良沉默 只能埋头往前飞 你们想往哪逃 先前的冰冷声音从身后传来 方良 季仙神二人脸色巨变 一阵强风猛地袭来 方良下意识扭头看去 直接被强风轰得吐血跌飞出去 坠入下方的荒原上 一路掀起滚滚尘土 季仙神转身 双手抬起 雷霆乍起 轰彻天地 他明白自己逃不了 那就一战 哼 曹操能诛上界仙神 我为何不能 季仙神咬牙 定睛看去 只见一尊狐手人身的魁梧妖魔脚踏妖云袭来 这尊妖魔的双爪似猴 尾巴似牛 背声羽赤 极其怪异 季仙神皱眉 暗道 是刚才那几个妖王的柔和铁 他不由觉得恶心 这位妖族的前辈 对自己的同族这般残忍 先前还说的 好像是要为妖族出头 现在看来 对方就是冲着他们二人而来 黑狐妖帝背后 果然有上界的支持 阁下不报上明来 季仙神高声喝道 魁梧妖魔冷哼道 凡人也配知晓本圣之名 他一掌拍向季仙神 恐怖法力 化为无数血剑杀剧 季仙神周身缠绕雷电 想要抵挡 结果眨眼间 就被无数血剑洞穿 化为一尊血人 毫无抵抗之力 躺在荒原大坑上的方梁 瞪大眼睛 面露难以置信之色 虽然季仙神很装逼 但方梁是真的佩服他的强大 几乎没有妖王 能在季仙神手里撑过一招 看到季仙神被秒杀 方梁慌了 怎么办 方梁用剑撑起身子 抬头望去 魁梧妖魔低头看向方梁 眼神闪烁 暗道 此子竟有天道契运 莫非是那方凡界的天地之子 他非向方梁 并没有出手 就在这时 滚滚天雷化为红流席卷来 魁梧妖魔挥手 将天雷红流震散 只见已经化为血人的季仙神 向魁梧妖魔冲来 魁梧妖魔不懈冷哼 右手一挥 哄 一道血气凝聚而成的巨剑 从天而降 洞穿雷云 直接镇压季仙神 剑刃落在荒原上 掀起数百丈高的尘土 季仙神更是生死不明 方梁咬牙 眼睛都红了 他忽然想到 师祖之前传授的神秘神通 不到危急关头 绝不可使用 现在便是危急关头 方梁半跪在地上 双手开始施法 魁梧妖魔注意到他的动作 并没有在意 而是开口道 想活命的话 就像本圣磕头 方梁一听 感觉到莫大的侮辱 浑身都在颤抖 远处的巨大雪剑 跟着化位血气消散 随着方梁施法 在方梁背后 出现一条黑色裂缝 在半空中开始旋转 形成漩涡 魁梧妖魔眯眼 这是召唤术 他暗自好笑 这凡人能召唤来什么 他继续朝着方梁走去 方梁仅存的灵力 全都消耗殆尽 他不知背后的情况 还以为此神通失效 怎么回事 为什么梅 有获得强大神通 方梁彻底慌了 难道师祖骗他 不可能 必是他先前没有修炼好 方梁想起当初 学习此神通时 他炼得最快 心中不由充满悔意 原来不是他修炼得最快 而是他压根没有炼成 看到魁梧妖魔越来越近 方梁绝望 他握紧手中的剑 准备赴死 一道熟悉的声音 从背后传来 你不得害怕除我之外的任何人 闻言 方梁如遭雷击 他下意识扭头看去 瞪大眼睛 只见韩觉从黑色漩涡中 缓缓踏出 神情淡漠 九五至尊气韵袍 随风飘动 一身法宝迸发出光芒 犹如仙神下凡 韩觉瞥了季仙神一眼 还有一丝气息 没有死透 他在看向魁梧妖魔 太乙帝仙 怪不得季仙神挡不住 魁梧妖魔看向韩觉 心中诧异 好低的羞味 不对 他隐藏了羞味 魁梧妖魔开口道 本圣乃是 韩觉猛地抬起右手食指 一道剑气射出 天地玄黄 破戒剑指 哄 剑气化为一道长虹 从方梁头顶掠过 这一刻 方梁的灵魂都停止颤抖 神情呆滞 他还未来得及扭头看去 魁梧妖魔直接被诛杀 剑气一路掠去 在荒原上画出一条深深的沟壑 犹如峡谷 延绵至天地尽头 你是谁 魁梧妖魔的声音响起 语气充满惊恐 刚才的肉身并非他的本体 韩觉平静道 天庭 闻取星 不可能 天庭怎么可能管此事 休要冒充闻取星 韩觉懒得接话 抬手一指 剑气破天 阴云被洞穿 笼罩着天地的那股浩瀚威压 跟着消散 二来妖圣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未五星 韩觉眼前跳出这行字 闻取星 你给本圣等着 真以为天庭可以肆意忘卫 哼 本圣定会让天庭覆灭 对方声嘶力竭地咆哮 韩觉皱眉 好大的口气 莫非有大来头 他连忙查看 扼来妖圣的信息 扼来妖圣 太以天先进中期 先借一方妖圣 因你阻止他抓拿天地之子 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未五星 韩觉脑子里冒出两个字 就这 感受到扼来妖圣的气息 彻底消散后 韩觉方才来到方良面前 为其疗伤 方良既惊喜 有羞愧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师祖 您怎么来了 韩觉回答道 交给你们的神通 便是为了召唤我 此事不要告诉其他人 包括你师父 方良恍然大悟 对韩觉的敬佩之情 犹如滔滔不绝的江水 难以言说 韩觉抬手 将远处的寄仙神吸过来 在他天仙法力的治疗下 两人的伤势迅速恢复 好在没有伤及元神 恶来妖圣 似乎不想杀他们 韩觉懒得去想 恶来妖圣的阴谋 季仙神神情复杂地看向韩觉 问道 你已经是仙人 为何能留在凡间 韩觉戏谑笑道 拜我卫尸 我便教你 哼 季仙神扭过头去 他心里不由琢磨 韩觉确实比他师父厉害得多 只是感情上 他不能接受 他一直拿韩觉当兄弟 当竞争对手 早日回去吧 这妖界没 那么好欺负 韩觉起身道 然后走入黑色裂缝中 返回先天洞府 此裂缝只能由他踏入 若是季仙神 方梁跟上 没有请神术的联系 他们会迷失在虚空之中 韩觉离去后 方梁 季仙神陷入沉默中 方梁戏谑笑道 谁才是天下第一 哼 回去吧 免得那家伙 又来找我们麻烦 嗯 两人立即起身离去 一路上 他们都在讨论 韩觉到底有多强 回到先天洞府内 韩觉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 扼来妖圣 安排 他一天仙 便可在上界称妖圣 看来妖圣未必很强 韩觉默默想道 悟道剑好奇问道 主人 您刚才去哪了 为何身上有小梁子的气息 韩觉回答道 去救了他一下 这小子与季仙神一起 差点被人打死 看吧 外面很危险 你可别出去 悟道剑醋眉 方梁已经很强 季仙神更是天下第一 这两人联手 竟然还差点被打死 看来这外界确实不能去 悟道剑抖授精神 继续修炼 韩觉一边诅咒 一边观察扶桑树下的处世人 这次上山后 竟然没有修炼 神经病 不修炼 来拜师做甚 说来也奇怪 佛祖转世 竟然修道 怕是狼人吧 佛门想给道门 来一手釜底抽心 韩觉对处世人 一直处于观察态度 不敢轻易培养 要不然 找老哥打听一下 世尊佛祖 韩觉觉得可行 下次再去吧 反正处世人不想修炼 等他快要老死的时候 必然着急 想着处世人 韩觉又想到 寻长安这个丑和尚 这么多年了 怎么还不回来 可怜我慕容起徒孙 天天造罪 自从跟着寻长安出去 慕容起遭遇多少次袭击 还重伤过 比起寻长安 韩觉更心疼慕容起 慕容起多好 开朗豪气 还敬爱他 寻长安动不动就自闭 动不动就想气 韩觉都想 将他逐出师门 不过 念在这是神佛的诅咒 他只能隐忍 也不知要多久 寻长安才能摆脱此劫 靠他自己肯定是不行 还得看韩觉 何时达到神佛的境界 在亲手破解诅咒 想到这儿 韩觉摇头失笑 十三年后 扶桑树下 楚世人已经老了 他白发苍苍 身形消瘦 靠着树干望向天边 眼神茫然 杨天东睁开眼睛看向他 不由皱眉 赤小子 喂喂 楚小子 你还能活几年 你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吗 飞玉姬笑问道 他只是开玩笑 楚世人好歹也是 助激进修世 活个近两百年不难 只是他没有服用助言丹 所以才老了 三头娇王戏学笑道 他的心愿 怕是很难实现 想要天下放弃修炼 我都怀疑 他是妖族派来的奸险 楚世人一听 猛地回头 沉声道 只有世人放弃修炼 轮回秩序才能正常 至于妖族 到时候 天道不会纵容他们 我们能管的只有自己 图灵问道 那你为什么修炼到助激进 我 我是为了大善道法 虚伪 你 楚世人快要气炸了 自从上了苦修成仙山 他的好脾气都被磨光了 这些人太贱了 不赞同他也就罢了 还总是嘲讽他 就在这时 先天洞府的大门打开 韩觉和悟道剑走出来 一看到韩觉 众人纷纷起身行礼 楚世人愣了愣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韩觉 好俊的面相 他还以为斩神长老 是老人形象 韩觉走到扶桑树前 抬头看向两只金屋 道 你们是不是可以突破了 阿大点头道 是的 不过我们怕被天道驱逐 所以不敢突破 韩觉丢出两块碧天石 其中一块是杨块地缘送的 拿着这两块石头 可以让你们不用杜劫 以后只要不离开此山 就不会被天道驱逐 文言 两只金屋大喜 连忙咬着碧天石开始修炼 其他人一听 顿时明白了一点 韩觉早已超越凡间 他是靠着那两块石头 才留在凡间 韩觉看向三头骄王 右手一挥 将冤黄龙的龙魂递给他 道 此乃真龙魂魄 一时已经被我抹去 你吞噬后 血脉应该能得到蜕变 不用担心被夺舍 三头骄王惊喜 连忙扣谢韩觉 处世人看得一愣一愣的 韩觉故意刺激他 你想劝我放弃修炼 我当着你的面 帮其他人变强 杨天东 图里儿 黑玉姬 混沌天狗 期待地看向韩觉 韩觉没好气道 你们修为这么差 看我坐身 等你们接近凡间顶点时再说吧 悟到剑跟着狐假虎味道 就是就是 一个个不好好修炼 韩觉转身回洞府 处世人连忙跑过来 跪在韩觉身后 高声喊道 请师祖带头放弃修炼 杨天东一听 差点吓尿 冲过来将他一脚踹翻在地 胡说什么 杨天东怒斥道 气得浑身颤抖 这小子胆子真大啊 还真敢劝韩觉 韩觉扭头 用余光看向处世人 道 这世上 谁都可以劝他人放弃修炼 就是你不行 处世人爬起来 擦了他嘴边的血迹 问道 为何 他毫无畏惧地盯着韩觉 你没有修行 如何知晓 修为是天下太平最大的阻碍 韩觉转身盯着处世人问道 处世人道 强权代表着不公 凡人最大的强权是黄权 天下最大的强权是修真 若天下人都是凡人 不用追逐修行 人人何等 何来强弱之分 韩觉问道 倘若天下人都是凡人 有的人生来没有手脚 体验不到常人的欢乐 那这天下真的公平吗 你追求的是没有争斗的麻木事件 还是人人欢声笑语的极乐事件 极乐事件 处世人被震倒 他下意识回答道 当然是人人欢笑的极乐事件 总有人想长生 若无法长生 就不能欢笑 这类人 你要如何改变 韩觉继续追问道 其他人认真地听着 他们听出了韩觉的道心 处世人道 我带领他们追寻其他欢乐 凭什么 什么凭什么 凭什么你能改变别人的志向 你有什么资格 倘若你有 那些想要欺压你的人 那些喜欢行恶的人 你凭什么就说他们 就没有这个资格 因为他们是错的 凭什么他们是错的 你认为错就错 还是天道亲口告诉你 他们是错的 说到底 你只是想要让全天下听你的 想要让天地变成你想要的天地 我没有 其实你并没有错 韩觉雨风一转 诡异笑道 处世人愣住 还以为韩觉要骂自己 这个弯转得太快了 韩觉道 你的修位若是最强 那你不就可以创造你想要的天下 处世人沉默 你明明有绝佳的天赋 是修行容易 还是说服全天下人容易 你就只有不到两百载寿命 活到至今 你劝通了多少人 韩觉的话 犹如一把刀刺入处世人的心中 他劝了很多修行者 没有一人被他说服 韩觉忽然问道 你信佛 还是信道 这片凡间的修真戒 以道门为主 佛门的修行之法罕见 甚至可以说是绝技 但佛在凡人之中倒是很流行 许多王朝都信佛 处世人回答道 自然是信道 我信仰的是大善道法 天下皆善 韩觉意味深长道 也不知你能否坚持本心 必不会改 否则挫骨扬灰 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超生 处世人保证道 神情坚定 韩觉也不知佛门的用意 也不多说 踏不回洞府去 悟到剑井随其后 杨天东将处世人拉到一旁 开始教训 处世人恍惚 还在想韩觉的话 他想要的 真的就是对的吗 若是想要世人放弃修行 就得自己先修行 达到罪将 再改变世人 这又算什么 又当又利 处世人彻底迷茫了 接下来十年 两只金乌 接连突破之散仙境 韩觉严令他们 不得离开苦修城仙山 否则会被天道驱逐 其他人很好奇 苦修城仙山 为何有抗拒天道的能力 在这十年里 处世人仍没有修炼 每日枯坐在树下 不知在想什么 韩觉在专心修炼 但距离轮回天仙境中期 还差得远 累积也有二十多年 天仙境的修行 比地仙境难多了 甚至可以说 差距极大 怪不得丈姑兴说 最好达到太乙天仙 再出来闯荡 太乙天仙接蝼蚁 当然 天仙只不过是较大的蝼蚁 韩觉看到先帝被大神将诛杀 导致他认为 即便成就先帝 也不能肆意妄卫 再说大神将 虽然牛逼轰轰 可他也会被敌人困住 或许只有达到 虚无缥缈的大罗之境 才能真正超脱 韩觉睁眼 拿出厄运书 开始放松 他这一生一直在修炼 总得需要点娱乐活动 首先诅咒的是 恶来妖圣 得给这丝搞点事 数月后 行红旋回来了 回来的第一件事 便是找韩觉 韩觉很懂事地 将悟道剑赶出洞府 导致草精丫头十分不满 我师姐呢 韩觉问道 要是长院回来了 肯定也会吵着来献他 行红旋回答道 我们回大宴后就分开了 他说要回老家一趟 他还有老家 谁知道呢 不管他呢 夫君 你看 这是什么宝贝 行红旋右手翻开 一块奇怪的红色石头 出现在手中 韩觉接过一看 这块红石除了颜色 看起来就是一块普通石头 他用自己的神石探查 发现红石内部 有一团古怪的气 即便是轮回天仙境的他 也无法将其洞察 又是宝贝 韩觉暗自心惊 这丫头的运气太好了吧 他谨慎地问道 这块石头 你从哪里捡来的 行红旋回答道 天上掉下来的 差点砸中我 我一瞧 能从天上掉下来的石头 岂会那么简单 又是天上掉下来的 之前的碧天石 也是天上掉下来的 韩觉可不幸是巧合 定然有原因 冥冥之中 有一双眼睛在窥探他 别想了 这么久不见 我想死你了 行红旋嬉笑道 开始主动帮韩觉脱衣 韩觉无奈道 这么急 当然急啊 我可是日日想着你 我的天之傀儡还好吗 呸 我只是拿他说说话 又没做什么 我们玩点新花样吧 什么新花样 你听我指挥 一个月后 行红旋心满意足地离去 悟道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不由咬牙 他身上充斥着主人的气味 太浓郁了 悟道剑有些怀疑人生 自己天天陪伴着主人 为何都不能跟主人这么亲近 行红旋嬉回来 就可以 洞府内 韩觉正把玩着红石 左手拿着避天石 进行参照 看了半天 他也没有瞧出明白来 他不再继续观察 重新开始修炼 或许等他修位提升到某个阶段 就能看透红石 三年后 韩觉还在修炼 他忽然感受到一股力量 想要将他的意识拽走 虽然不怎么强 但他记得这股力量 赤云仙 韩觉放松 任凭赤云仙将自己的意识 带到一片浩瀚星空中 赤云仙才太一天 先进初期的修位 韩觉已经追上来 论真实实力 韩觉必然比他强 再次见到赤云仙 韩觉感慨万分 当初 他觉得赤云仙很强 高高在上 如今觉得不过如此 赤云仙率先开口道 妖圣背后的势力 快要妥协了 一旦天庭将妖圣扶珠 很快就要清理凡间 不少仙神已经注意到你 在系统的隐藏功能帮助下 赤云仙不知 韩觉的修位已经追上自己 韩觉点头道 多谢提醒 之前一大波仙神 对他产生好感 仇恨 说明仙神也同意了 他想证明自己天赋的方案 按照战孤星所说 下凡的天骄 最降不超过太乙天仙境 韩觉的压力自然不会大 你似乎得对了聚灵武神 清理此方凡间的带队天将 便是他 赤云仙继续说道 韩觉并没有稀奇 聚灵武神的修位 在太乙天仙境圆满 并非不可立敌 韩觉皱眉道 我不认识聚灵武神 之前倒是有一位 天将下凡找我麻烦 名为杨散 赤云仙恍然大悟 道 原来如此 杨散乃是聚灵武神的人 职位不高 但深得聚灵武神喜欢 不过话又说回来 杨散私自下凡 有为天归 此事 我必然要蹭他一本 韩觉笑了笑 也没有多说什么 赤云仙目前只是给他通风报信而已 说到底 他也不怎么应急 否则怎会允许自己的凡间被清理 对了 你可听说过世尊佛祖 韩觉忽然问道 世尊佛祖 听说过 佛门有五大佛祖 世尊佛祖的名气极大 主要是因他背弃了佛门 他竟然劝佛门放弃修炼 可笑至极 赤云仙回答道 提起此事 他就想笑 韩觉诧异问道 为何 谁知道呢 我总觉得 佛门有大阴谋 韩觉陷入思索中 倘若赤云仙说的是真的 那处世人可能并非是佛门安插的手段 真是理念不合 换作他手下有这样的弟子 肯定要将处世人送往敌方室里 或许这就是处世人习道的原因 等妖圣之事结束 我就会被调离 到时候就帮不了你 若是你后悔了 现在还来得见 我能帮你引荐入天庭 赤云仙盯着韩觉认真道 韩觉摇头道 我还未后悔 多谢前辈好意 两人没有聊很久 韩觉的意识到 回到肉身内 他拿出恶运书 开始诅咒聚灵武神 毕竟这丝是太乙天仙圆满 能伤一点是一点 自从苦修成仙山成为道场后 灵气增幅五倍 山上所有人的修行速度 都开始提高 三头骄王服下冤黄龙魂魄后 血脉开始朝着真龙蜕变 但还未完全变成真龙 他倒是多尝出了两个龙头 变成五头骄王 不仅如此 他的修位也已经达到大成近八层 其他人的修位也在稳步提升 最弱的杨天东 也开始角逐容须静 行红旋 西旋仙子回来后 发现山上的灵气增多 也不再出去闯荡 也跟着闭关 当灵气达到一定程度时 再弱的资质也能成仙 当然 苦修成仙山 还未达到那种程度 大概又过去十年 方良回来了 他先拜访韩绝 再回到扶桑树下开始修炼 韩绝注意到他有些落寞 也没有提及那位妖族圣女 看来这次经历了情商 韩绝也不在意 既然方良不愿说 他又何必多问 他点开人际关系 查看邮件 你的好友莫夫仇离开人间 你的道理宣秦军 踏入太乙道果 成就太乙帝先 你的徒弟苏奇传播霉运 你的仇敌黑狐妖帝 气运衰减 减受三千年 你的徒孙慕绒起 遭遇妖兽袭击 X178930 你的好友周凡 遭遇你的徒孙慕绒起袭击 身受重伤 幸得大能相救 你的徒弟寻长安 获得天地负责 气运大涨 莫夫仇离开人间 韩绝皱眉 莫不是魔族在搞鬼 等会儿问问莫竹 韩绝注意到 周凡被慕绒起袭击 这又是怎回事 周凡也太惨了吧 韩绝忽然有些心疼 虽然周凡自大 又苦大仇深 但对他的好感 一直没有降低 死了数次 如今打不过慕绒起也正常 也不知他们二人 是因何事起了冲突 韩绝看了一会儿 便将神识 连通莫竹的天之傀儡 莫竹在一处祠堂内 打坐修炼 没有其他人陪伴 莫副仇去哪儿了 韩绝的声音响起 莫竹立即睁眼 韩绝也不是第一次 通过天之傀儡联系他 所以他也不震惊 只有欢喜 他连忙拿出天之傀儡 回答道 数年前 他说自己感受到了机缘 要单独外出 具体去哪儿了 我们也不知晓 莫副仇 莫幽灵 莫竹三人在数百年里 找到了不少莫家子弟 重新聚集后 远离世俗 莫家子弟已经过千 算是重新崛起 不过全天下都在追杀摩修 所以莫竹也不敢回去找韩绝 最近修行如何 韩绝问道 莫竹回答道 我快要突破容须禁了 他的语气有些得意 传承莫家魔宫后 他的修行速度确实有些快 两人聊了一会儿 韩绝便切断了 与天之傀儡的联系 莫竹心情愉悦 这么多年过去 他还在意他 我一定要好好修炼 以后跟着他一起飞升 陪伴他在修行路上 一直走下去 莫竹坚定地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 他应该已经达到大乘境 他们的距离还差得远 十二年后 韩绝终于达到 轮回天仙境中期 他终于觉得 修行速度有些慢 毕竟他又不只是 先帝后裔一个气韵 还有六道灵体 见到顶级天赋 顶级悟性等 扶桑树 地仙葫芦 彼岸花 天地草 九天银河水都 还在成长过程中 苦修成仙山的仙气 不可能与上界相比 韩绝默默想到 还是得飞升啊 等度过天庭一劫 他就该考虑飞升了 只要天庭肯放过这片凡间 韩绝就算了无牵挂 他不能加入天庭或者神功 这两方大势力肯定是多 当然 若是在飞升前 他还能通过系统 获得一些滋生仙气的 天才地宝 也不是非得飞升 韩绝一边想 一边巩固修位 这一日 大雁迎来数百年南线的大雪 比当初点宿妖王苏醒时的 暴雪还要大 连天上太阳 都被飞雪遮蔽 不只是大雁 其他州 王朝也是如此 韩绝莫名不安 恐怕是大劫将至 身为轮回天仙 他的欲感自然超凡 扶桑树下 方梁抬头望向天穷 白茫茫一片 飞雪漫天 图林狄咕道 这雪不对劲 因为苦修成仙山已是道场 飞雪无法落入苦修成仙山内 使得苦修成仙山 成为附近山川中 唯一没有被积雪覆盖的山 三头交王好奇问道 哪里不对劲 这雪蕴含灵气 阿大接话道 两只金乌也在歪着头望向天穷 杨天东 楚世人 黑玉姬 混沌天狗都在张望 这时 韩绝 悟道剑走出洞府 来到扶桑树下 天庭可能要来 韩绝坐下后 轻声说道 天庭 众人动容 在神话里 天庭就是仙神的代表 方梁之前也得知 天庭要清理凡间 所以脸色大变 什么意思啊 图林不解 方梁立即为众人解惑 待他说完 所有人脸色大变 仙神要清理凡间 这不是灭顶之灾 又是什么 韩绝平静道 我准备阻拦仙神 此言一出 众人都震惊地看向他 他们都知道 韩绝很将 但已经强盗 可以抵挡天庭 天庭不可能清朝而出 只会派遣部分天兵天将 若是我能挡下 让天庭看到我的实力 我再以加入天庭卫条件 换取人世间太平 韩绝轻笑道 他说得云淡风轻 但徒子徒孙们都能感受到那份压力 黑玉姬忍不住道 主人 您已经可以飞升了 要不然带着我们跑吧 他真觉得 韩绝没必要死磕 韩绝笑道 试试吧 若是挡不住 我们只能跑路 徒林促没道 师父能跑 我们怎么办 放心吧 我可以带着此山一起飞升 这句话是真的 苦修成仙山已经变成道场 可隔绝天道 飞升之后 他们只要不离开苦修成仙山 就不会被仙界的仙气压死 三头交往不由大骂 这就是仙神 因为猜忌 就要清理整片凡间 为何不直接攻打魔族 我不信 天庭做不到 感觉这就是表面功夫 清理一下凡间的魔道 我们就是牺牲品 这样的把戏 他之前也玩过 与其他妖王争力 对方妥协 将利益让给他 但他必须服众 所以 对方就会推出一些妖怪来背锅 无论怎么想 直接清理凡间 听起来就不对劲 毕竟这片凡间 仍是正道未主 其他人也觉得 天庭太过阴暗 混沌天狗看向楚世人 嘲讽道 要是我们放弃修炼 那就死定了 等着天庭收拾我们 楚世人的眉头皱得很紧 他的心情也很难受 确实如混沌天狗所说 倘若放弃修炼 别说妄想天下太平 整个天下都没了 师祖 那要不要将师父 师兄叫回来 方良问道 韩觉回答道 我已经叫了 他通过六道印记 已经通知寻长安 慕容起 好好修炼吧 争取早日 也能为我分忧 韩觉笑道 众人羞愧 至此 所有人都开始发愤图强 拼命修炼 楚世人庞扶下的决心 也开始修炼 他的天资 令所有人瞠目结舌 就连韩觉也被吓到 短短一年 他便练就金丹 这特么是开挂 韩觉不由好奇 世尊佛祖到底有多强 佛门五大佛祖 必然是比大神将还要厉害的存在 一谎言 又是十四年过去 寻长安 慕容起回来 慕容起庞扶变了一个人 气势十足 已经超越合体近五层 不愧是神功战神转世 寻长安还是那么丧 无药可救 值得一提的是 楚世人对寻长安莫名的很亲近 总是跟他聊天 寻长安倒是很喜欢楚世人 失职失职地叫 比较自己徒儿还亲近 没办法 这么多年过去 慕容起对他的耐心早就磨没了 对他一点也不尊重 甚至经常吼他 韩觉看到他们相处 觉得怪怪的 寻长安前世 只是佛门养的天才地宝 而楚世人可是佛祖 如今 寻长安变成佛祖的师叔 关系乱了 自从楚世人开始修炼后 杨天东便趾高气昂 楚世人已经达到原音境 十四载便成就原音境 什么方良 什么慕容起都不如他 方良 慕容起也被吓到 更加刻苦修炼 洞府内 韩觉一边修炼 一边为悟道剑解惑 悟道剑的资质也很强 毕竟得到过先神的论道感悟 虽不能跟楚世人比 但比杨天东 非玉姬之流 还是降得多 天地欲派遣 妻子夏凡对付你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立即飞升 不与天庭死磕 可获得随机天才地宝 二 暂不飞升 等待天庭夏凡 可获得一次神通传承 一块天道灵石 韩觉眼前忽然跳出三行字 他看得愣住 天地之子 那就是杀不得了 杀天兵天将还好 他能代替 可杀天地之子 他还能给天地盗 韩觉紧皱眉头 要不然立即飞升算了 不可 飞升后 丹青真人 朱雀 一大堆仙神 说不定在蹲他 况且 苦修这么多年 也该显现威风 在无人问津的地方悄悄修炼 在万众瞩目的场景 横空出世 打不过再逃 韩觉有了决断 选择不飞升 恭喜你获得神通 命运剑气大轮 命运剑气大轮 见到神通 因果神通 可以剑气创造出因果轮盘 万物被吸入其中 将被斩断命数 形神俱灭 恭喜你获得一块天道零食 一座幽暗的大殿 大门忽然打开 一阵刺目金光 驱逐殿内的黑暗 伪暗的天地飞入大殿 神威浩荡 正殿上正在修炼的 一名银甲男子 睁开眼睛 他立即起身 跪拜天地 在天地面前 他显得那么的渺小 但他眉宇间 透着一股傲气 整个人的气质 充满自信 天地俯视着他 道 善儿 妖圣之士已经落下帷幕 等天罚结束后 朕要你下凡 清理一方人间 此方人间出了一位天骄 恐怕已达天仙 你需得全力出手 这名银甲男子 名为龙扇 天地之子 母亲来自真龙族 一直在天庭修炼 龙扇诧意问道 这般修为为何不飞生 曾有先帝朝凡间 丢了一块天道石 被他得到 或许此子与那位先帝有关 你且全力一战 不必留守 可杀 可杀 龙扇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一星 刚传承完神通的韩诀 看到眼前跳出这行字 他跟着查看龙扇的信息 龙扇 太义天仙境圆满 天地之子 真龙血脉 被天龙大地传承 万古南出的天骄 具有越境杀敌的强横实力 因天帝要求他挑战你 对你产生兴趣 当前仇恨度为一星 天地之子 真龙血脉 天龙大地传承 万古南出的天骄 这算是四个先天气域吗 韩诀暗骂 这逼开挂 太义天仙圆满 还能越境杀敌 又是一个主角母版 韩诀有了危机感 他继续修炼 命运剑气大轮 将此神通炼成之后 韩诀开始提升 其他剑道神通 短时间内 修位无法提升 先把实力提升上去 再次来到剑气长河 撞见战孤星 还未等韩诀打招呼 战孤星率先开口道 大闹天庭的妖圣 已经被抓 即将遭受天罚 很快天庭就要 恢复太平 到时候 韩诀点头道 我已经知晓 那位妖圣被抓了 他不是背后有势力吗 战孤星平静道 他只是一枚棋子 一枚佛门 与天庭博弈的棋子 天庭将仙界西域之地 全部都划分给佛门 天庭要面子 那妖圣必须死 韩诀越听 越像孙猴子的故事 虽然西游记眉 有写的这么的阴暗 但经过现代社会 冲浪者们的各种阴谋论 西游就演变成了 佛门的阴谋 那妖圣是猴子吗 韩诀问道 战孤星答道 我怎么会知晓 毕竟我一直待在这里 若非为了你 我才懒得打听这些 韩诀一听 顿时上路子 笑道 多谢老哥好意 战孤星哼道 什么老哥 不叫前辈 都这么熟了 叫前辈多生分啊 行吧 你真的考虑好了吗 虽然有大神将的潜力在 但天地老谋深算 喜怒无常 眼光极高 或许你很难入他的法眼 若是不行 那我也只能放弃 我即便打不过 逃还是能行的 我就觉得 你小子不对劲 修得 似乎不是太以道过 你的道统 更像是阴间六道 我也不清楚 我又不是大能转世 有机缘便抓住 也对 随后 韩诀向战孤星 打听世尊佛祖 战孤星确实对世尊佛祖 有过了解 五大佛祖中 世尊佛祖最没功利心 但深受开辟六道轮回的那位影响 觉得生死轮回 才是这高知道 才是真正的天道 他甚至 在与佛门弟子讲道时 屡次劝说放弃修炼 把其他四大佛祖气坏了 其中一佛祖说 你这么信奉生死轮回 为何你不如轮回 于是 世尊佛祖便真的投入轮回之中 冷无音讯 战孤星感慨道 韩诀听后 才彻底确信 这并非佛门的阴谋 是世尊佛祖真的有问题 战孤星忽然戏谑笑道 你这么关心世尊佛祖 是不是已经接触到他 他已经转世上千次 佛门也没有接他的意思 你不用担心 佛门巴布的世尊佛祖 永舵轮回 韩诀露出笑容 老哥吻啊 这都能算到 他又询问龙善 没听说过 战孤星的回答让韩诀无奈 也对 天地之子不可能救一位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韩诀便继续前进 人世间的暴雪 持续很多年 雪中蕴含灵气 使得修真者都收益 但对于凡人而言 这便是大灾 越来越多的凡灵 死在雪灾之中 大帝 山川 被飞雪冻为冰川 再也不见绿色 韩诀莫名想到冰河世纪 莫非地球之前 也是面临大劫 所以才迎来冰河世纪 是地球在自保 很有可能 不过那都是前世之事 韩诀首要的目标是 努力变强 天庭随时会来 韩诀开始焦虑了 他每日都在等 导致他修炼时 总是很难进行 苏琪已经回来了 也是韩诀叫回来的 他说 黑狐妖帝修行时 走火入魔 所以他离开得很顺利 没有任何阻碍 韩诀听后 不由想笑 扫把星 还是扫把星 苏琪回来后 发现灵气被掌 大卫惊喜 直接开始闭关 距离与战孤星聊天 大概过去七年 韩诀按捺不住烦躁 便起身走出先天洞府 西玄仙子 长院 行鸿玄都在洞府内修炼 没有再出去 韩诀找到西玄仙子 西玄仙子听到他的声音 便让他入府 算起来 韩诀已经很久没有 跟他论道 再次见到西玄仙子 依旧有种仙子的 高高在上气质 你怎会舍得出关来看我 西玄仙子笑问道 他看向韩诀的目光 充满深意 他不傻 明白韩诀对自己的心意 整个欲亲圣宗 有机人能入苦修城 仙山修炼 韩诀笑问道 天庭要来之事 你可曾听说过 此事在苦修城仙山 并非秘密 行鸿玄已经知晓 以他和长院的关系 肯定告诉长院了 长院又是西玄仙子的弟子 必然也已经知晓 西玄仙子道 我已知晓 其实你不用为了欲亲圣宗 为了天下人而留下来 你已经可以飞升 早点飞升吧 没必要与仙神死客 至于我们 还有欲亲圣宗 这都是命 没必要让自己设险 认识你也有千年了 我对你的性格 还是很了解的 你最开始想要的 只是修仙 你要的是长生不死 没必要被感情牵绊脚步 活了这么久 说实话 我已经活够了 纵然明日就得死 我也没有不甘心 唯一觉得愧疚的是你的情 你对我的好 我恐怕是无以回报 他很少这样一次性说 这么多话 韩绝笑道 放心吧 我定然有万全之策 若是打不过 我带着苦修成仙山一起飞升 只是 你愿意跟我走吗 西玄仙子摇头失笑 我若是说不愿 便是不实抬举 虚伪 随后 他岔开话题 开始跟韩绝聊起过往 韩绝焦躁的心 也跟着平静下来 与西玄仙子聊了数日后 他又找到长院 同样聊了数日 心境彻底恢复平静 回忆过去 也是有用的 能记起初心 重新回到先天洞府内 韩绝正要修炼 眼前忽然浮现出一行字 检测到此方凡间 天归备收 天地大劫即将到来 天归备收 天地大劫将至 韩绝深吸一口气 终于要来了 也不知天庭会派遣多少天兵 天将前来 龙扇必然要来 聚灵武神也可能会来 为了谨慎 韩绝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龙扇 聚灵武神 他可不在乎 什么圣之不武 对方还以多七少 势强凌弱 天庭 灵霄宝殿 天地坐在宝座上 威严浩荡 背后神光闪耀 殿上仙神 各个英明神武 气势强大 一身赢甲的龙扇 站在天将一众内 面无表情 等待着天地的安排 妖圣已经扶珠 魂魄堕入轮回 接下来 该清理凡间的魔族余孽 一共多少方凡间被染指 天地缓缓开口道 一名鹤发童颜的 白袍老者抱拳道 回禀陛下 魔族入侵四十三方凡间 其中有十一方凡间 值得清理 这么多 天地皱眉 眼中闪过一丝不悦 仙神们也不禁怯怯思语 白袍老者苦笑道 妖圣耽误我们太久 给了魔族可乘之机 这场妖圣浩劫 持续了近千载 确实有些长 天地开口道 该清理的清理 朕就不追问 而等自己处理 不过有一处凡间 他右手一挥 一道神光从袖中飞出 悬浮在殿内的半空中 幻化成一面巨大的镜子 镜中浮现出 苦修成仙山的场景 白雪哀哀 漫天飞雪之中 苦修成仙山 彷復被一层 无形的光膜保护 隔绝暴雪 有种高处 不胜寒的缥缈苍茫感 天地开口道 数百年前 而等看过那两位凡人的狂言 朕发现 此界的气韵远超其他凡界 除了一些大能转世 主要是来自此山 此次清理凡间 此界必须最大力度 善儿也得参与 仙神们不由看向龙扇 怪不得慈子出现在殿上 一尊魁梧天将开口道 末将院带领部下清理此剑 他身高十丈 绑大腰圆 脸庞方正 虎目浓眉 散发着极将的霸气 众仙神哗然 没想到聚灵武神 竟然要亲自清理凡间 再加上龙扇 这牌面已经超越 清理凡界的力度 此界的天骄真有那么厉害 此界之战 届时众仙神务必于此殿观看 天帝继续说道 这番话令仙神们 不由看向同一个方向 大神将 大神将身形雄伟 面容英俊冷立 身上的铠甲燃烧着烈焰 头关上插着一对凤翅 不断摇动 可谓是风神俊义 霸气非凡 当年大神将在凡间挑战仙神 天帝也是让众仙神观看 目睹大神将的风采与天资后 无人敢反对 让大神将入天庭 之后 大神将在天庭的培养下 迅速崛起 成为天庭如今最锋利的一台枪 大神将神情淡漠 没有吭声 众仙神不由期待 接下来的凡间之战 会如何的精彩 不会有下一位大神将出现 龙扇忽然开口道 吸引了仙神们的注意力 只见他目光灼灼地 看向大神将 道 凡间只有一位大神将 不会再有第二位 但天庭不会只有一位大神将 他的话很冲 但大神将没有生气 反而低头一笑 仙神们皆是露出笑容 指引龙扇是大神将的崇拜者 曾跟随大神将修炼过一段时间 八年后 韩觉年满一千一百岁 但没有出现奖励选项 看来过了一千岁后 就不会再出现百年一奖励 这让韩觉有些失望 这些年里 凡间的暴雪终于退去 阳光普照 春意盎然 凡人们欢呼 修真戒却是一片惨淡 天仙府已经将天庭 即将清理凡间的消息传开 全天下都陷入惶恐中 魔修们也被吓到 他们虽然我行我素 但也不希望苍生被仙神涂露 一时间正魔两道 都开始疯狂抓捕魔族余孽 许多像墨家一样的家族被屠杀 至于墨家早就躲起来 远离世俗 不受影响 这一日 一道红中巨像震撤天地 全天下众生都能听到 紧接着 一道威严声音响起 此人间受魔族同化 恐成万界之灾祸 按照天条 荡面 众天兵天将听令 清理凡间 哼 全天下炸锅 聚灵武神的声音来得太突然 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无边无际的雷云 遮蔽凡间天穹 众生抬头望去 层层雷云之上 出现一道道恐怖身影 高高在上 伟岸如山 苦修成仙山 寒诀 悟道剑走出洞府 同样望见天穹上的仙神 漫天仙神 神威压世 虽然数量不算恐怖 但每一尊身影都很巨大 俯瞰人间 给人间带来绝望 恐惧 天威降临 笼罩天下 那就是仙神 三头骄王惊呼道 其他人都紧张地抬头望去 苏其 西玄仙子 行红玄 长月二 纷纷赶来 同样抬头望去 每一个人 都脸上都写满震撼 他们都是凡人 都是第一次目睹仙神之姿 面对雷云上的神影 他们只觉得自己就是蚂蚁 无比渺小 玉卿圣宗也乱了 无数弟子在议论 长老们纷纷开启护宗大阵 但他们都明白 他们的阵法面对仙神 如同虚设 扶桑树下 黑玉姬 混沌天狗 两只金乌 杨天东 寻长安 苏其 图里儿 三头交亡 方良 慕容起 楚世人等等 所有人齐齐看向韩觉 面对这般恐怖的仙神 韩觉还要战 如何战 虽然韩觉之前表现出来的实力很强 可与天上的仙神相比 气势天差地别 雷云上最爱的神影 少说也有千丈高 黑玉姬颤声道 主人 我们跑路吧 这怎么打 压根没得打 韩觉没有理会他 而是仰着头望向天穷 双目眯起 他看到了一人 那站在最顶端 也是最伟岸的恐怖神影 聚灵武神 聚灵武神站在九天之上 俯视着人间 神情冷漠 犹如在看地上的虫子 韩觉能感觉到 聚灵武神在盯着自己 想要向天庭证明自己天资的凡人 来吧 一个时辰后 若无人能证明自己的天资 天乏降临 清理人世间 聚灵武神的声音无比洪亮 震撼人心 明明说得很平静 却旁腐在咆哮 在嘶吼 聚灵武神的话令全天下疯狂 仙神要灭世 绝境之下 没有人敢跳出来挑战仙神 他们心中都有一丝侥幸 万一仙神是开玩笑的呢 韩觉在犹豫 是主动出击 还是在苦修城仙山 等着仙神打上门来 我被修士面对生死 岂能畏惧 一道沧桑声音响起 准确地说响彻十周九朝 韩觉没有听过这声音 但他能感受到 一股气息在远处生腾而起 大成修士 不只是他一人 还有其他大成朝着天穷飞去 隐藏在天地各处的大成修士 纷纷出动 天下新亡 他们不得不出手 祭仙神也出手了 携着万军雷霆 祭仙神义无反顾地冲上云霄 身后是天仙府的大能们 仙神又如何 人定胜天 祭仙神意气风发地大笑道 豪情万丈 他等今日 已经等了很久 远处 阵阵黑色妖物冲向漫天仙神 妖物之中赫然是黑狐妖帝 这是天下苍生的新亡之事 而非人族之事 黑狐妖帝自然也得出手 这也是祭仙神不杀黑狐妖帝的原因 黑狐妖帝虽团结妖族 但也承诺过 若是仙神袭击人间 他必定出手 数十位人间大能杀上天穷 层层雷云之上 一尊尊神影 举起手中的神兵 朝着凡间挥斩而去 毁天灭地 耀眼光芒充斥天地间 晃得韩爵都不禁眯眼 不行 这些人根本挡不住仙神 还是得他出手 韩爵丢下一句话便离去 你们不要离开此善 当强光散去时 所有人定睛看去 不由睁大眼睛 空中出现一尊万丈巨人 正是韩爵 神通 法天降地 韩爵一步步踏天而去 彭扶空中有一条无形的阶梯 一身金袍四翼鼓动 他抬手 用自身法力为大雁挡下天兵们 挥下的浩瀚法力 避免大雁遭遇摧毁 沙那间 漫天仙神起起转身 全都看向韩爵 就是他 好强大的法力 凡间竟有如此修为 莫非他身上有天道石 据说杨散就是死在他手下 仙神的声音很大 响彻整个凡间 天下众生不由愣住 这些话的意思是 凡间有堪比仙神的大能 天的另一边 季仙神稳住半空中 脸色苍白 天兵们的进攻让他招架不住 不过听到天兵们的话 他不由露出笑容 无论如何 有曹道有顶着 哼 一道冷哼声响起 是聚灵武神的声音 只见站在最顶端的聚灵武神 忽然俯身 苍生大惊 有种天崩的惊悚感 聚灵武神实在是太巨大 太伟岸 韩爵看清了聚灵武神的面容 纵然他已经万丈高 面对聚灵武神的脸 仍显得渺小 太以天仙 怪不得你敢这般狂妄 聚灵武神哼道 语气充满杀意 灵霄宝殿 殿上仙神皆是哗然 太以天仙 凡间怎会出现这等妖念 莫非是仙界有人下凡 不清楚 可不管怎样 对于天庭而言 确实是好瞄子 毕竟他出现在我们所掌管的凡界 他多少岁 算不到 他身上应该有至宝 可屏蔽因果推算 天地面无表情 无视众仙神的议论 目光紧紧盯着光镜中的韩爵 面对高高在上的聚灵武神 韩爵没有畏惧 神情坦荡 他抬起右手 食指指天 整个大雁 所有人都能看到韩爵的万丈身躯 韩爵面对漫天仙神指天的画面 深深地震撼到他们 接下来一幕 更是令他们终生难忘 哄 天地玄黄 破戒剑指 剑气顺着韩爵的右手 食指射出 扶摇而上 剑光闪耀天地 天兵们来不及反应 聚灵武神下意识台掌抵挡 恐怖剑气爆开 震散天穷雷云 杀 伴随着聚灵武神惊怒的咆哮 恕不清的天兵 从云海之上俯冲而下 犹如万千剑与倾下 韩爵手中出现一把剑 鸿蒙判定剑 他单手执剑 继续踏步登天 快速挥剑 剑气横荡 势不可荡 一尊尊天兵被韩爵诛灭 生死到消 天兵们的实力都在散仙境 哪里是轮回天仙境的韩爵对手 韩爵也没有留守 倘若他让这些天兵一命 天庭岂会不知他怕了 苦修城仙山上 寻长安 杨天东等人目睹韩爵的战斗风姿 无不是兴奋地颤抖 师祖好强 慕容起激动地说道 原来师祖是真的有底气 其他人的眼神中也写满震撼 崇拜之色 西玄仙子望着韩爵的背影 心中感慨万分 想当初韩爵拜他为师 他何曾想到过此子 会强盗与仙神战斗 韩爵一往无前 沿途轻松诛杀一名名天兵 但他的目光锁定着巨灵武神 太以天仙圆满 不得不说 巨灵武神的气息确实恐怖 即便已经达到轮回天仙境中期 韩爵仍感受到压力 想要秒杀巨灵武神 很难 但韩爵仍充满信心 同境界 他就是无敌的 一道红光从天而降 犹如天外陨石降临 猛地撞上韩爵 正是巨灵武神 巨灵武神同样施展法天向地神通 身高万丈 与韩爵在高空中大战 两尊天仙各失神通 直接震得天穷撕裂 空间扭动 数不清的天雷 交织在天地间 凡间承受不住 天下各地灾祸并起 无论是凡人 还是妖兽 大多都在逃窜 哀鸿遍野 韩爵可顾不得凡间的情况 他全神贯注地战斗 虽然他一直在苦修 但有模拟试炼在 他的战斗经验 还是很丰富的 玄黄剑气 接连落在巨灵武神身上 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这次的铠甲非同寻常 巨灵武神想要伤到韩爵 更不容易 韩爵不断腾磨 让他的大刀根本劈不到 韩爵猛地挥剑 剑气浩荡 化为一片无边无际的剑气汪洋 数不清的剑影凝聚呈现 密密麻麻 犹如宇宙里的星辰 数不胜数 三清诛事 巨灵武神动容 这是什么神通 刹那间 无数剑影从四面八方杀向他 浩浩荡荡荡 壮观至极 掀起的狂风呼啸八方 将大地上的山林吹得摇动不停 甚至连根拔起 神仙打架 烦人造样 三清诛事一出 强大的巨灵武神迅速落入下风 即便他法力无穷 身上铠甲防御力强大 仍挡不住源源不断的剑影 他不断挥刀 咬牙坚持 韩爵站在天边 接连挥剑 剑气汪洋不停地凝聚出剑影 射杀向巨灵武神 其他天兵下得不敢靠近 只能远远观望 怎么可能 巨神打不过他 巨灵武神可是太乙天仙圆满 他不可能是凡人 绝对是仙界之人下凡 糟糕 我们又要当炮灰 怪不得要清理这片凡间 竟然藏着如此强者 天兵们惶恐不安 在天庭 他们地位最低 但他们也惜命 不想死 大多数仙人成为天兵 并非是为了情怀 也都是为了利益 韩爵抬起左手 时不时射出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洞穿巨灵武神的铠甲 巨灵武神恼怒 灵霄宝殿内众仙神都看着 他可不想败下阵来 他忽然化为一条雷电消失 几乎是同时 韩爵挥剑转身 枪 刀剑相击 声音清脆刺耳 让天下凡灵短暂性失聪 韩爵面露轻蔑笑容 道 就这 巨灵武神被激怒 面目扭曲 失去理智 他怒吼一声 凭借着霸道力量 将韩爵先飞出去 可他还未继续行动 千万剑影 再次席卷来 剑影化为声势浩大的洪流 撞上巨灵武神的胸膛 巨灵武神被压得坠下 鲜血不断 从嘴中一出 这是仙神之血 飞溅在云海之中 直接让云海消散 可恶 巨灵武神咬牙切齿 拼尽全力 想要停下来 但有源源不断的剑影射来 轰得他下坠之速越来越快 万丈身躯从天而降 何等的恐怖 何等的壮观 犹如巨月 掀起蔑视狂风 下方山川被压得炸开 一味平地 大地崩裂 无数裂缝出现 尘土飞扬 一座座城池被强风摧毁 不知有多少凡人 家畜 妖兽被卷向天边 巨灵武神落地 砸得方圆千里之地崩塌 在仙神面前 凡间的一切都显得脆弱不堪 无数剑影从天而降 疯狂地落在巨灵武神身上 轰的一声 巨灵武神的铠甲被震碎 肉身承受着三清诛世的摧残 让他忍不住咆哮 好似一尊荒谷凶兽在嘶吼 惊天地 气鬼神 韩爵居高临下的俯视巨灵武神 心中犹豫 要不要杀巨灵武神 巨灵武神可不是天兵 继续呀 先灭其肉身 韩爵眼中闪过一丝狠色 伴随着巨灵武神嘶吼连连 他的肉身很快被三清诛世诛灭 只剩下魂魄 还在承受着三清诛世的压制 无法腾挪 韩爵抬头望天 道 天庭荡真要不顾一切的清理凡间 他的声音响彻整个人间 在灵霄宝殿内回荡 天地面无表情 仙神们窃窃私语 焦头接耳 巨灵武神 或许不是天庭的一流天江 但也是中流砥柱 大多数指战都是他率领 一名魁梧如铁塔的天江站出来 沉声道 陛下 此子太狂妄 我认为 该请动天法 直接灭了此剑 其他文仙纷纷附和 但也有一部分仙神不以为然 大神将漫不经心道 陛下之前已经说过 若是他能展现天资 可以放弃清理人间 他估计才千岁 便达到天仙之境 这等天资儿等有吗 此言一出 所有仙神安静下来 大神将的面子 谁敢不给 魁梧天江冷哼一声 也没有继续劝说 天地无视仙神 继续盯着光镜看 看到韩觉强势镇压仙神 欲卿圣宗的修士们 欢呼连连 九鼎真人也面露狂热之色 他知道韩觉很将 但没想到 强大到连仙神都完全不是其对手 他心里满是庆幸 幸好自己听从李清子的意见 没有得罪韩觉 扶桑树下 苏其望着天边的宏伟场景 神情恍惚 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这一幕很熟悉 似曾相识 彭扶曾经梦见过 慕容起 图灵儿看得热血沸腾 恨不得立即参与其中 其他人也很激动 难以保持平静 哼 当真以为我天庭无人 一道冷哼声响起 犹如闷雷乍响 韩觉扭头看去 只见一阵浩瀚荧荧光 从天而降 普照天地 耀眼光芒之中有一道身影 正朝着韩觉走来 龙扇 龙扇身上的银甲 迸发着神光 手中提着一把三叉戟 披风四翼鼓动 散发着不可一世的绝强气势 他比聚灵武神强 这是韩觉的第一感受 他转身看向龙扇 镇压着聚灵武神的三清诛事 跟着消散 韩觉变回本尊 法天相帝会持续消耗法力 他打算全力对付龙扇 这可是天地之子 真龙血脉 天龙大地传承 万古天骄 不能大意 龙扇目光灼灼地看向韩觉 问道 你多少岁 韩觉平静道 刚满一千一 闻言 龙扇皱眉 走向韩觉的步伐加快 灵霄宝殿内 一片哗然 一千一百岁的天仙 怎么可能 大神将猜对了 这比龙扇这位天地之子 还要夸张 赤云仙立即从仙神中站出来 抱拳道 陛下 死子必须收啊 不然是天庭的一大损失 他激动坏了 没想到 韩觉还真能挡住天兵天将 而且强势镇压 比他还降得聚灵武神 赤云仙心中骄傲 这可是他管辖的凡剑 其他天将纷纷附和 这等天骄 确实很难遇到 若是培养 必成为下一位大神将 没错 望陛下三思 倘若天庭有两位大神将 那我们 岂能被佛门欺压 听着仲仙神的话 天地面不改色 开口道 再看看吧 而等觉的事与他 谁能赢 此言一出 所有仙神沉默 这还真不好猜 龙扇的天赋恐怖绝伦 战斗力难以估量 但韩觉对付聚灵武神 也显得无比轻松 他们不敢妄加猜测 无论猜谁 都可能得罪人 看天地这态度 韩觉很大可能会成为 他们中的一份子 一名白发老仙悠悠开口道 龙扇殿下的大地传承 他的优势 从来不是修行速度 而是斗战 有人带头 仙神纷纷跟着支持龙扇 顺便拍天地马屁 月底了 求月票 我压QAQ 韩觉不知灵霄宝店内的情况 他现在只有一个目标 击败龙扇 龙扇明显比聚灵武神要强 不过韩觉并没有感到危险 再强也是太义天仙 两人越走越近 气势不断增强 周遭的天空被压得扭曲 请已诛杀我的决心与我一战 因为我不会手下留情 龙扇盯着韩觉 语气淡漠地说道 韩觉暗骂 有你天地老子 你当然有恃无恐 可我呢 韩觉对龙扇的印象增添三星仇恨度 几乎是同时 韩觉与龙扇同时冲向彼此 哄 强光迸现 闪耀天静 韩觉快速挥舞鸿蒙判定剑 与龙扇对决 龙扇双手挥舞手中的三叉戟 轻松挡下韩觉的每一剑 两人都在试探彼此 并没有拼尽全力 但试探只持续了数息时间 龙扇的攻势猛地提高 一挤将韩觉机飞出去 他跟着持挤朝前刺去 长枪如龙 法力化为一条五爪金龙 好似山脉 呼啸长空 势不可挡地杀向韩觉 雷云剧烈翻涌 天象快速变化 彭扶天弓在变脸 韩觉摸清楚龙扇的法力强度后 立即施展三青诛事 此神通杀伤范围大 杀伤力更是恐怖 一直是韩觉杀敌的绝学 剑气汪洋一出 树不清的剑影迅速凝聚 再杀向龙扇 龙扇丝毫不慌 先前韩觉与剧灵武神的战斗 他可是亲眼目睹 他挥动三叉戟 法力化为九条金龙 快速盘绕周身 诸灭四面八方 袭来的所有剑影 龙扇一边防御 一边冲向韩觉 他面露眷狂笑容 韩觉确实很强 但是没有他强 韩觉施展天地玄黄 破戒剑指 但被龙扇躲开 眼看着龙扇就要杀到跟前来 韩觉直见画原 剑气跟着泄出 在面前凝聚出一个巨大的剑气轮盘 高速旋转 剑气在大轮中高速盘旋 掀起恐怖飓风 命运剑气大轮 因果神通 龙扇本能地感受到危险 脸色微变 立即腾挪至韩觉后方 韩觉转身挥剑 无数剑影斩出 声势浩大 撞上龙扇 龙扇靠着周身的九条金龙 挡下剑影洪流 但他仍被压得向后飞去 好强大的剑气 他的法力挥霍不尽 韩觉的难缠 那命运剑气大轮 让他觉得十分危险 不能靠近 可若是保持远距离 他只能被动地承受三清诛事 韩觉眼神一宁 觉得不能再耽误下去 越快击败龙扇 越能证明自己的天赋 他肩膀一抖 猛地长出两颗头颅 四条手臂 神通 三头六臂 麒麟剑跟着出现在一只手上 双手朝着龙扇挥剑 剑气 剑影不断杀出 剩下四只手伸出食指 跟着朝龙扇指去 天地玄黄 破戒剑指 韩觉的攻势暴涨 剑影 剑气之术远超之前 在这般狂暴的攻势下 龙扇的九条金龙 接连被诛散 不好 龙扇脸色大变 连忙躲避 华 灵霄宝殿内一片哗然 看到韩觉强势压制龙扇 他们都一副活剑鬼的神情 三头六臂 盗门神通 此子是盗门的人 没有 他身上并没有盗门的因果 可能只是机缘吧 不得了 他的体质似乎不简单 竟然可以这般挥霍法力 殿下要败了 仙神们惊异连连 天地脸色平静 静静观战 凡间 天兵天将们远远地观战 他们都瞠目结舌 聚灵武神被诛灭肉身 连天地之子也打不过韩觉 现在的凡人都这么凶 同时施展三头六臂 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三清诛士 玄黄剑气 韩觉强势压制龙扇 彭腐有三位韩觉 再战龙扇 龙扇不敢靠近 怕被命运剑气大轮伤到 只能不断躲避 但众仙神都在天上看着 他再躲 也不敢直接逃走 这可是关乎颜面之战 他之前已经吹过牛 龙扇咬牙 眼中充斥着狠色 他的银甲迸发出神光 化为一道银色长红 冲破无数剑影 剑气 势不可挡地杀向韩觉 韩觉眼神一凝 台长拍去 六道绝业 六道法力 凝聚成一个好似蚊子一样的 巨大黑印状上迎面杀来的龙扇 生生将其挡下来 韩觉跟着腾挪 来到龙扇身后 命运剑气大轮 正好对着龙扇 恐怖的犀利 将龙扇 拉入命运剑气大轮中 不好 龙扇脸色巨变 奋力逃脱 但这股犀利 实在是恐怖 周遭的空间 都被吸得剧烈扭曲 他周身的金龙跟着嘶吼 彭腐被逼入绝境 龙扇也没有慌乱 双手迅速掐动法绝 沙那间 他的法力凝聚出一尊银色光影 呈现于他头顶 这尊银色光影 身形霸气 虽看不清面容 却散发着有我无敌的气势 大跌 杀敌 龙扇怒声喝道 头顶上的银色光影 抬起右手 朝着命运剑气大轮拍去 哄 命运剑气大轮 直接被拍散 韩觉皱眉 几乎是同时 他的手臂没有停手 疯狂施法 进攻龙扇 他甚至还张嘴 口吐剑气 龙扇猝不及防 被无数剑气压得坠向大地 千万剑影跟着倾下 犹如天崩 疯狂落在龙扇身上 龙扇落得先前 聚灵武神的被动下场 糟糕 龙扇终于慌了 韩觉的神通施展速度 实在是太快 他根本跟不上 他身上的银色光影 承受上千万剑影 剑气的袭击后 终于破散 这下子 龙扇只能用肉身承受这一切 哄 龙扇坠地 砸穿地表 大地裂开 仍有树不清的剑影 剑气从天而降 乍一看 好似一条黑柱 连接着天与地 韩觉面无表情 不停地施展神通 六臂齐动 三头皆是神情冷峻 犹如洪荒战神 狂暴霸气 下方 龙扇承受着韩觉的剑气 剑影 肉身如沙包一样 无法躲避 再这样下去 我必败无疑 龙扇愤地想到 他闭关之后的第一战 竟然败得一塌糊涂 他甚至没有伤到韩觉 灵霄宝殿的仙神们 以及他父亲 如何看他 想到这儿 龙扇的双目通红 他不能败 他绝对不能败 顶级气韵 悄悄修炼千年正文 卷地186章 三清诸事 九仲天 我乃天地之子 真龙族的天之骄子 更是得到大地传承 我凭什么说 凭什么 龙扇在心中怒吼 血脉深处蕴含的神秘力量 被激发 轰的一声 他爆发出恐怖气势 犹如火山爆发 冲破剑气 剑影 周围的土地 全都碾为灰烬 高空中的韩觉 目睹一股银色光柱 冲天气 直接震散三清诸事的 剑气汪洋 韩觉不由挑眉 这死暴中了 这不是主角母版 是什么 不过 五号镇压主角 韩觉立即催动六道法力 再次挥斩出剑气汪洋 一层叠一层 足足九层剑气汪洋 这是韩觉之前领悟的 无法让三清诸事的强度提升 不如就提升数量 九层剑气汪洋 相当于九个三清诸事 这一招对韩觉的法力消耗极大 若飞六道轮回宫乃先帝功法 他不可能这般挥霍法力 三清诸事 九中天 九重剑气汪洋 迅速凝聚出剑影 数不胜数 看得天下凡人瞠目结舌 大多数凡人看不清 是韩觉在施展神通 还以为是仙神 准备开启天法 毁天灭地 我的老天 谁来救救我们 为什么 为什么仙神要杀我们 我们做错了什么 天道不公啊 仙神不忍 仙神不忍 天下各地的生灵都在哀吼 随着韩觉与龙扇的大战 还在继续 天地很难承受天仙之战 各种天灾不断出现 灵霄宝殿内 仙神们也被这一招惊艳道 慈子的法力无穷无尽 他对剑道的领悟极深 不对啊 殿下可是得大地传承 莫非慈子也是 他的功法不简单 或许他也有先帝传承 不一定 要真正开始了 龙扇来到高空中 看到九重见起汪洋 他不由瞪大眼睛 他心里第一次生起无力感 对方到底是何方神圣 真的是天仙 不行 我不可能败给同境界之人 龙扇用愤怒压制内心的不安 他高举右手 三叉戟重新飞回他手中 他摇身一变 变成一条千丈长的白龙 面目猙獰 嘴中獠牙尖锐如刀 他的龙目充血 好似两颗巨大的血珠 他嘶吼着冲向韩觉 三头六臂的韩觉面无表情 轻轻挥剑 九重剑气汪洋凝聚而出的 亿万剑影直接落下 这一刻 韩觉旁扶手持天线 操纵天伐的战神 这三青猪是九重天 便是天伐 画龙的龙扇 已经顾不得那么多 失去理智的他 全速冲向韩觉 亿万剑影落下 在众生眼里 天塌了 轰 轰 轰 无数剑影落在白龙身上 白龙嘶吼着继续前进 他的眼里只有韩觉 当他距离韩 绝不到千米时 他还是被三青猪是 压得坠向大地 不计其数的剑影 如暴雨倾盆般落下 而韩觉在这场暴雨中 高高在上 冷漠俯视 白龙哀嚎着 再次被压在大地上 忍受着三青猪是 带来的痛苦 整个人间大地都在摇动 很快 白龙浑身是血 已经能看到森森白骨 韩觉面无表情 心里则有些慌 天地还不开口 再这样下去 龙扇就真被他杀了 那样的话 他与天庭算是不死不休 他倒是不怕 大不了头 但这片人间 就彻底没了 他再这样 也不可能与整个天庭抗衡 与此同时 灵霄宝殿内的仙神们 也急了 陛下 还不结束吗 殿下快撑不住了呀 此子明显是在等天庭的态度 否则殿下已经死了 没错 之前的聚灵武神 也没有彻底陨落 我觉得可以烧 连文仙们也开始倒戈 韩觉展现出来的天赋 实在是太惊艳 这样的天骄杀了可惜 放走更是大患 天地眼神闪烁 没有回答 大神将气定神闲地站着 也不开口劝说天地 韩觉目睹着龙扇的肉身被诛灭 只剩下元神 龙扇对他 只有一心仇恨度 到这个地步 仇恨度还未增长 有点骨气 加入天庭吧 一道仓盲霸道的声音 传入韩觉的耳中 传音术 韩觉顿时懂了 检测到天地邀请你加入天庭 你有以下选择 一 同意 获得天地的好感 可获得一块天道零食 二 拒绝 获得天地的仇恨 以及天庭无休止的追杀 可获得一次神通传承 一箭至宝 韩觉眼前 跳出三行字 看到第二个选项 他不经无语 韩觉在心中问道 凡间呢 不再清理 天兵天将马上撤退 可以 但能不能再等等 我不想现在飞升 嗯 好 我同意加入天庭 韩觉跟着停手 三清诛事九中天 跟着消失 龙扇的魂魄 躺在巨坑中 奄奄一息 天兵们皆是松了一口气 倘若龙扇死在他们面前 他们都得陪葬 这时 天地的声音响彻天地 此凡间被魔族渗透 本该抹除 然 有人站出来 以自身资质 换取人间太平 望众生记得他的功劳 天兵天将撤退 重启天规 天地寂静 所有的天灾全都停下 彷彿有一股神秘力量 在抚平一切 韩觉松了一口气 天地果然信守承诺 天地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三行 你选择加入天庭 获得一块天道灵石 天兵天将 立即带着巨灵武神 与龙扇的魂魄离去 韩觉跟着查看人际关系 天地的头像一看就很霸气 这丝长得很符合 韩觉心中天地模样 在韩觉看来 天地应该是高高在上 霸道绝伦 如同秦始皇那般 而非西游记 略显懦弱的玉帝 天地 修为未知 天庭之主 无量大地 掌控所有仙神 性情难以捉摸 因你的天资 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三行 无量大地是什么 韩觉暗自好奇 他转身飞回苦修成仙山 玉卿圣宗都在欢呼 因为他们都看到韩觉出山 拯救世人 得到天庭认可的人 是他们的斩神长老 来到扶桑树下 徒子徒孙们都很惊喜 黑玉姬兴奋道 我们不用跑路了 韩觉笑着点头 道 没错 其他人围上来 一个比一个激动 方良兴奋问道 师祖 您会加入天庭吗 韩觉笑道 不急 虽然度过此劫 但他可不想立即加入天庭 以免麻烦是多 这一战 他肯定得罪了不少仙神 仙神撤退 凡间太平 一时间 人间充满欢笑 欲卿圣宗 甚至欢腾不断 热闹非凡 韩觉与徒子徒孙们聊了一会儿 便回到仙天洞府内 此战让他受益匪浅 大神将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文曲星对你的仇恨降低 当前仇恨度为一星 地太白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二星 雷神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二星 舒经星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一星 神鹏元帅对你产生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一星 韩觉眼前 跳出一行行提示 大多数都是好感 仙神们不傻 韩觉的表现 足以成为下一位大神将 自然都想拉拢 当然 也有一些仙神暗自嫉妒 只是他们想不到 韩觉能接收到他们的好感 仇恨 韩觉稳定心境 今日一战 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 之前他跨境界都是秒杀 现在还需战斗一段时间 虽然龙扇也很不简单 乃是天庭的天之骄子 但依旧让韩觉感到不安 不行 他得提升自身的实力 境界越往上 同境界的差距必然越小 韩觉可不想 以后连同境界的敌人 都无法击败 想到这里 韩觉抖揍精神 还得再努力 时间仍然 天兵天将撤离后 过去十年 人间恢复太平 摩修近乎绝技 先前魔族引得天庭清理人间 导致正道与妖族 皆痛恨魔道 魔道也怕仙神 摩修接连迷途之反 欲清圣宗之小对抗仙神的是韩觉 导致此事传遍天下 关于韩觉的画像与神像遍布全天下 当然 画得并不准 神像跟韩觉的形象差距也大 十年里 仙神没有在下凡 韩觉也安心修炼了十年 这一日 季仙神前来拜访 两人相约小树林 你要飞升 韩觉诧意道 季仙神点头道 仙神之节已经过去 我没有必要再留在凡间 况且 我跟你不一样 我没有留在凡间的手段 我可不想拜你为师 韩觉沉默 季仙神问道 你何时飞升 韩觉回答道 再看吧 一入天庭 那就是兵 多麻烦 季仙神哼道 那我先去天庭混 以后照着你 说完 他就后悔了 如今的韩觉 已经不知强到哪里去 即便他飞升 也未必能超越韩觉 不行 我不能这么想 我迟早超越他 我生来就是要做罪将的存在 季仙神眼神坚定 韩觉笑道 那祝你虔诚似锦 季仙神心情好转 问道 方梁何时飞升 再看吧 嗯 两人陷入沉默 最终 季仙神离去 韩觉刚准备转身离去 结果迎面撞上一人 天帝 韩觉吓得连忙后退 天帝的头像 他一直记得 毕竟是大佬 天帝看起来与他一样高 穿着一身白袍 没有头像上那么霸气 更有种儒雅气质 韩觉深吸一口气 要淡定 天帝对他 可是有三星好感度 应该不会害他 天帝微笑道 韩觉 正让善儿对付你时 让他全力以赴 抱着杀你的决心 与你斗 韩觉沉默 静静地看着他 朕病非是要他真的杀你 只是想看看你的潜力 你并没有辜负朕的期待 天帝的笑容很和蔼 并没有压迫感 韩觉诧意问道 您期待我 天帝双手赋于背后 笑道 你很不简单 你修的不是太义道 却能吸引不少大气运者 就连我天庭的 扫把星都拜你为师 或许你有着 朕也看不透的命数 韩觉暗自心惊 转念一想 也正常 天帝是何等存在 怎会看不透苏奇的根角 你是不是怕麻烦 不想入天庭 所以故意拖延 怎么会 朕关你一生的因果 少之又少 与你有交际的人数 比凡人一生交际的人还少 朕好奇 于是推算你的前半生 没想到你竟是 从小便苦修的怪胎 怪胎 韩觉感觉自己 被羞辱了 天帝笑道 你若是不想入天庭 卷入麻烦中 也可以 韩觉愣住 天帝要放过他 朕让你顶替赤云仙 当这片凡间的仙观 如何 至于赤云仙 朕知你们关系不错 他也会升品级 平时不会有仙神打扰你 待遇上 朕让你享受 善儿一般的修行资源 带你强大起来 可成为天庭的第二位大神将 顶替赤云仙 韩觉心动了 天帝继续道 平日里 你不用上灵霄宝殿面圣 朕会找人与你见面 若是有任何需求 可找他相助 毕竟正是天帝 不可能一直围着你转 韩觉听出了弦外之意 小心翼翼地问道 您相当于要将我藏起来 这待遇开得太厚 很合韩觉之意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相当于剥夺了 韩觉在权与名上的增长 天帝平静道 天庭水深 势力错综复杂 朕想要你成为朕的人 而非天庭的人 你答应吗 韩觉不傻 这就是战队问题 他若是拒绝 那就死定了 况且 天帝很有诚意 也不拐弯抹角 很合韩觉的胃口 跟着天帝混 应该不会差 韩觉道 自然愿意 说实话 我不敢飞升 就是因为在上界没有靠山 我还有不少仇敌 天帝似笑非笑道 你杀了他们留在凡间的后手 对吧 从今以后 朕便是你最大的靠山 朱雀一族 羽龙仙岛 都不会再刁难你 当然 你也不能给朕惹是生非 除非别人招惹你 另外 朕与你的对话 不要传扬出去 也不能跟赤云线说 堂堂天庭之主还要保密 这天庭的水是真的深啊 韩觉点头 道 放心吧 我的人品 你应该已经 从我的前半生观测到 天帝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四星 天帝抬起右手 掌心之中 浮现出一个卷轴 此乃天庭的剑道传承 你应该会喜欢 韩觉接住卷轴 刚想说话 抬眼一看 天帝已然不见 不愧是无量大帝 当真是来无影去无踪 韩觉打开卷轴 率先看到四个字 通天剑道 回到先天洞府 韩觉拿出通天剑道 开始参悟 能让天帝拿出来的绝学 定然不是大陆货色 悟道剑好奇问道 这是什么 韩觉回答道 一种剑道 文言 悟道剑眼睛一亮 问道 我能学吗 韩觉抬眼看向他 亨道 等我先学会后 再教你吧 悟道剑若是能变强 韩觉自然高兴 总不能一直当花瓶 更何况 韩觉相信自己 还能获得更加的神通 不怕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以悟道剑 对自己的感情 不可能叛变 就算叛变 韩觉也早就打下六道印记 有的是办法解决 这样做 或许对悟道剑不公平 但防人之心不可无 即便是自己最亲近的女人 韩觉也不能完全信任 长生才是第一目标 不能被感情蒙蔽双眼 韩觉不再多想 专心参悟 他越看越心惊 这通天剑道 有点东西啊 可以 绝对能帮他提升实力 灵霄宝殿 天帝坐在宝座上 再次恢复高高在上 霸气绝伦的冷漠姿态 殿上只有一人 一名白胡子老仙 此先名为帝太白 在天庭的地位 相当于文仙之首 帝太白好奇问道 陛下 您真的将通天剑道赏赐给了那人 天帝道 嗯 以他的资质 不到千年 应该能完全掌握 帝太白感慨道 天庭获得如此天骄 大兴是迟早的事 朕不打算让他位列先班 至少在他踏入太乙经先前 不会考虑此事 这样也好 以免被神功 佛门 妖庭针对 以后你全权负责韩觉 韩觉有任何需求 只要不过限 你尽力满足 若是有人危害他 你也得帮忙出头 明白了吗 明白 善儿情况如何 殿下已经恢复肉身 道心也稳固 并没有记恨韩觉 也没有记恨您 反倒觉得 是自己不够强 不够努力 嗯 比他的兄弟姐妹们 有志气 天帝露出笑容 目光看向灵霄宝殿外 地态白由于片刻 道 神功的那位先帝转世 已经觉醒地道 佛门与神功似乎 天帝哼道 似乎勾搭上了 对吧 天庭乃道祖认可的 仙神正统 如今道祖闭关无数载 他们都想推翻天庭的统治 不碍事 天庭也有自己的人脉关系 他不了 地态白笑着点头 天帝似乎想到什么 意味深长道 地府那位似乎与韩觉 也建立了某种约定 倘若妖圣之魂 转入韩觉的凡间 你就帮忙隐瞒此事 当然 不能让地府那位知晓 是真的意思 地态白愣了愣 连忙硬下 五年后 韩觉将通天剑道完全学会 他不由感叹 这剑道真是高深莫测啊 顶级剑道资质 顶级剑道悟性的他 竟然花了五年时间 才完全学会 换做其他人 恐怕一辈子都学不会 通天剑道 分为四层 第一层 一剑通天 第二层 斩因果 第三层 剑开洪荒 第四层 诸仙剑阵阵 韩觉初见诸仙剑阵时 不由想起风神演义里的 诸仙剑阵 非四圣不可破之 待他学会诸仙剑阵 他才明白 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无敌 通天剑道里的诸仙剑阵 能发挥多强的威力 还取决于剑有多强 韩觉立即进行模拟试炼 吃钱与龙扇 巨灵武神战斗时 他已经让系统 拷贝了他们的实力 靠着通天剑道 韩觉直接秒杀龙扇 他只使用了第一层剑道 一剑通天 打巨灵武神 也是秒杀 韩觉开始单挑他们两个 以一对二 仍是秒杀 这通天剑道很将啊 韩觉美滋滋地想到 他抬手一指 将通天剑道第一层传授给悟道剑 一道光束 钻入悟道剑的额头中 他浑身一抖 紧接着便进入一种 玄妙的参悟状态 韩觉继续修炼 争取早日达到轮回天仙境后期 虽然天地成为了他的靠山 但他可不会完全寄托于天地 万事还是得靠自己 时光荏苒 二十年一晃而过 数十年前的天庭之节 已经彻底过去 世人已经不再提起当年之节 修真戒也恢复往日 有人争斗 有人飞升 亦有人讲道天下 欲清圣宗因韩觉的功劳 受益匪浅 已经成为十周九朝的圣地 有源源不断的散修 凡人前来拜宗 韩觉一直没有被打扰 安心修炼 也成功突破至轮回天仙境后期 这一日 苦修成仙山迎来一名客人 正是地太白 他直接踏入苦修成仙山 无视护山大镇 连道场的防御阵法 也如同虚设 杨天东 楚世人 方良等人被吓到 全都站起来 还以为敌人来袭 地太白笑道 悟荒悟荒 我乃天庭仙神 此次前来 是为韩觉献上仙位 此言一出 众人面面相去 地太白 披了扶桑树一眼 暗自心惊 竟然是扶桑树 怪不得此子能在凡间修炼 地太白走向仙天洞府 韩觉将洞口打开 并将悟到剑杆出来 入府后 地太白和韩觉客套了一番 韩觉也得知了他的身份 地太白 太以惊仙境圆满 天庭二品闻仙 闻仙之首 乃天帝左膀右臂之一 深受信赖 以你的资质 以及天帝对你的看重 对你很有好感 当前好感度为三星 之前是二星好感度 如今又长了一颗星 值得一提的是 系统能检测到 太已经先进圆满 而地红叶 大神将 天帝的修位无法检测 这说明 这三人至少也是先帝 地太白从袖中 掏出一块金色令牌 道 此乃天道令 可让掌管此方凡间的天道 也能通过此令与我联系 以后有任何需求 麻烦 皆可找寻我 在天道令上 打入灵魂印记便可使用 韩爵笑着接下此令 地太白也没有立即离开 开始和韩爵客套 拉近关系 陛下赐给你的通天剑道 可不简单 你若是能在千年内学会 日后成就先帝 应该不难 地太白笑道 千年 需要这么久 韩爵一脸狐疑 地太白感慨道 是不是觉得夸张 天庭有一位剑仙 用了万年 才学会通天剑道 曾一剑斩断命运长河 为一阵诛天 导致各方大势力 不得不出手修复命运长河 斩断命运长河 这么厉害 韩爵虽然掌握通天剑道 但还没强到那种地步 这也正常 再降的神通 也得看自身修为 韩爵好奇问道 何谓命运长河 何见到长河一样 并非存在于表象 而是在更深层次的空间 地太白回答道 没错 命运长河 关系所有人的命运 若是命运长河断了 众生命运术也就断了 所以这是禁忌 各方势力都得维系 韩爵若有所思 这修行之道 比他想象中还要复杂 等你吸得通天剑道 记得告诉我 我得把此事告诉陛下 让陛下高兴高兴 地太白斧虚笑道 韩爵犹豫 要不要说呢 他的天赋若是太夸张 会不会引来天地忌惮 可转念一想 天地是谁 会忌惮一位后辈 真若是如此 他与当年的大神 将岂能活下来 没必要隐藏 韩爵道 实不相瞒 我已经掌握了通天剑道 地太白笑道 不错不错 学的 什么 掌握了 你别吹牛啊 这位文仙之手 无法保持淡定 怎么可能 那可是通天剑道 韩爵无奈道 总不能对你老人家 出手试试吧 况且 凡间也难以承受 若您不幸 我们可以离开凡间 前往虚空试试 凡间之上是星空 星空之上并非仙剑 而是一片虚空 什么都没有的虚空 地太白立即道 我们走 他右手一挥 韩爵一晃眼 便来到一片昏暗的空间 没有光芒 但两人都是仙人 肉身散发着淡淡的神光 全力对我施展通天剑道 地太白开口道 韩爵也不留守 一炷香时间后 虚空又恢复平静 地太白神情复杂地看向韩爵 韩爵同样如此 这丝竟然是剑修 等等 莫非地太白之前 吹的剑仙就是他自己 糟糕 这样的话 我岂不是打脸了 实非我愿啊 韩爵只想获利变强 不想打脸结仇 好在地太白并非小心眼之人 否则之前 也不会从一星仇恨度 转变为三星好感度 地太白感慨道 我低估了你 陛下也低估了你 地太白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四星 韩爵犹豫道 此事 地太白笑道 放心吧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还有陛下知 不会再有第四人知晓 韩爵彻底放心 面露笑容 此事我会立即前去告诉陛下 天庭之幸 天庭之大幸 地太白笑道 然后送韩爵回洞府 之后 他立即返回天庭 韩爵也不多想 继续修炼 悟道剑回到洞府内 鼓着脸颊问道 那老头是谁啊 韩爵回答道 关你什么事 我 传你的剑道 学得如何 好难 还得参悟 那还不努力 整日想些有的没的 第一层剑道 我只用了小半年 你呢 这都过去二十年了 我错了 悟道剑惭愧 觉得自己的资质太差 愧对韩爵 韩爵亨道 百年之内 你必须掌握 否则以后 我就不传你剑道 好的 悟道剑被激起斗志 眼睛都在放光 虽然通天剑道博大精深 但自从修炼此道后 他的修行速度与实力 都在稳步增长 最关键的是 此剑道韩爵眉 有传授给其他人 悟道剑感受到了特别对待 心情自然美妙 灵霄宝殿 天地动容 道 这才25年 他便已经掌握通天剑道 帝太白强忍着激动 道 没错 我已经试探过 确实是通天剑道 他甚至连诸仙剑阵 都能施展出来 天地恍惚 殿内陷入寂静中 帝太白不敢打搅天地思索 保持沉默 殿内只有他们两人 梁九 天地感慨道 朕真是低估他了 帝太白跟着笑道 还是陛下慧眼如炬 留了他一命 不然数十年前他便死了 天地笑了笑 古修城仙山上有扶桑树 送一些助长扶桑树成长的鲜水 至于道法 暂时不用 这小子的功法很不简单 估计是得过某位先帝的传承 天地开口道 帝太白差一道 先帝传承 那我们这样会不会 天地挥秀道 哼 哪位先帝能比朕 况且 韩爵的因果太少 估计那位先帝也没把他放在眼里 万载后 纵然韩爵让那位先帝动心 韩爵是听他的 还是听朕呢 不要总想着潜在危险 先付出再说 像韩爵 大神将这样的天骄 必定不会干据于人下 待韩爵成就先帝 岂会把先帝放在眼里 帝太白一脸钦佩 连忙行李硬下 他似乎想到什么 道 有一位叫寄仙神的凡人非生 他与韩爵有因果关系 之前还一同约定 对抗天兵天将 天地道 安排天将职位吧 带于七品 让他不要透露韩爵的半点消息 明白 一黄眼 又是七年过去 帝太白期间 来送过一趟鲜水 一共七瓶 可祝福桑树加速成长 十年一瓶 韩爵很高兴 对天地的好感大幅度提升 他亲自为扶桑树浇鲜水 这一日 韩爵想到天道令 他如今也算仙神 还未让天道令认主 有些不称职 用灵魂印记认主的过程 不算繁琐 不到一个时辰 韩爵便掌握天道令 同时 他感受到了凡间的天道 正是天穷之上的宇宙星空 犹如画卷包裹凡间 韩爵通过天道令能俯瞰整个人间 甚至能看到每一位凡灵 他试着去看周凡 很快就捕捉到周凡 周凡在一处圣地修炼 他又看了看其他好友 都能轻松捕捉到 这就是仙神的感觉 真爽啊 韩爵的神石在天道令内 捕捉到一块石碑 立于黑暗之中 当神石探入石碑后 一大股信息 钻入韩爵的意识中 竟然是诸天万界的排名 韩爵的凡界名为赤云界 估计是赤云先取的 排在第四九三两名 名次不算高 也不算落后 一共有九千多凡界 凡界还有排名 有意思 韩爵也没有多想 懒得帮赤云界攀升 就这样挺好 中间阶段 不引人瞩目 也不知这排名 是按什么来算的 找机会得问问地太白 韩爵降天道令 放入小乾坤腰带中 他拿出厄运书和天道零食 开始帮助厄运书升级 虽然现在看似太平 又有靠山 但他可不会松懈 强如天庭 先前也被佛门要挟 在先见 天庭绝非罪将的势力 两九 韩爵眼前浮现出一行字 厄运书升级为极品 太义至宝 法宝等级 分为法器 灵宝 绝品灵宝 太义灵宝 极品太义灵宝 太义至宝 极品太义至宝 提升之后 韩爵开始尝试 先诅咒单亲真人 诅咒五日便开始减受 韩爵记住了这个时间长度 诅咒同一人 绝不能超过五日 韩爵继续挨个诅咒 包括天庭内对自己有仇恨的仙神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上一次看邮件 还是在十年前 你的好友寄仙神 遭遇天兵袭击X16 你的好友莫复仇重返人间 你的徒孙方良 修行时梦入太古 道横大掌 你的道旅行红旋 遭遇妖兽袭X124 你的道旅行红旋 偶遇机缘 修位增长 你的好友龙扇遭遇妖怪袭 以及X230584 你的好友周梵得龙骨 肉身蜕变 修真界又开始风起云涌 不过获得机缘的人还是多 韩爵注意到龙扇的消息 这被袭击次数有点夸张 莫非是被天帝丢入腰狱了 龙扇以前对韩爵有一心仇恨度 后来不知怎的 变成二心好感度 估计天帝做了不少思想工作 韩爵看了一会儿 便专心诅咒 现在他已然是仙神 自然不能干涉凡间之事 纵然人间沧海桑田 他也得继续修炼 韩爵的下一个目标是真仙境 早日突破至轮回真仙境 春去秋来 25年过去 韩爵还未突破至轮回天仙境圆满 这一日 他走出洞府 来到扶桑树前 扶桑树下 除了黑玉姬 两只金乌 三头蛟王 图灵 处世人外 其他人又出去历练了 自从成就仙神后 韩爵便不再约束其他人 反正在他的凡间 也不可能给他闯出祸端来 经过天亭鲜水的灌溉 扶桑树已经有三百丈高 极为壮观 已经算是 玉清圣宗最壮观的场景 地仙葫芦藤的七个葫芦子 也在不断长大 也不知何时 才能孕育出生灵来 师父 最近我修行上有所疑惑 能否指点我一下 图灵儿凑不来笑问道 终于让他逮到机会 韩爵问道 你说 图灵儿确实有修行上的困惑 不过韩爵为他解惑后 他没有就此罢休 而是跟韩爵聊起天 他的那点心思 韩爵还是懂的 不过他没有在意 他看向楚世人 道 你看你失职 修位快追上你了 楚世人的修位 已经达到容须近八层 距离合体近已经接近了 图灵儿还在合体近 距离肚结近 还有一段距离 文言 图灵儿顿时尴尬 逃也是得离去 专心修炼 楚世人站起身来 来到韩爵面前 行礼之后 他欲言又止 韩爵笑问道 怎么 还想劝我放弃修炼 楚世人深吸一口气 道 没错 师祖您已经是仙神 完全可以让天下苍生 放弃修行 最近几年 他几乎没有修炼 就是因为心里怀揣着 这样的念头 韩爵笑呵呵道 我的志向 又不是让天下苍生 放弃修行 世人 你活着是为自己而活 还是为别人而活 楚世人愣了愣 道 自然是为自己而活 我只是想让我的人生有意义 按照你的观点 人族养家畜 是不是也该放弃 家畜也是生灵 没错 众生平等 那人吃什么 吃粮食啊 你认为那些稻草 就不算生灵 这 你信奉生死轮回 可知投胎为何有三六九等之分 正是因为有等级之分 坏人作孽 下辈子就不会投好胎 好人此生疾苦 来世却能大富大贵 这才是真正的平衡 你走入了误区 楚世人皱眉 欲言又止 他很想反驳 又觉得自己没有底气 韩爵看向楚世人 道 世人 想要让人放弃某种东西 你就得走到这种东西的尽头 看看它到底是什么 倘若真是荒芜一片 你才有坚定的道心去说服他人 倘若你不曾闻过花香 又岂能说花无常处 楚世人被说服了 师祖说得对 楚世人叹气道 楚世人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四星 这番话 若是其他人跟楚世人说 楚世人必定比 但从韩爵嘴里说出来 那就不同 毕竟韩爵可是放弃飞升的机会 宁愿得罪天庭 也要保下天下苍生 这份正气是楚世人向往的 楚世人也想像韩爵这样 能真正为天下苍生出力 韩爵正要说话 眼前浮现出一行字 检测到先天气运者 是否查看其来历 韩爵挑眉 立即选择查看 周明月 金丹晋二层 上界妖族平天大圣转世 其师父 乃是佛门五大佛祖之一的菩提佛祖 应不服天庭管教 被天庭追杀 后打上天庭 被天地以无上神通镇压 肉身被天罚摧毁 魂魄转入轮回 听闻欲清圣宗有仙神 周明月特意前来拜师 平天大圣 菩提佛祖 还说不是孙悟空 之前大闹天庭的这丝 怎么来到他所在的凡间 韩爵本能的抗拒 得到天道令后 他才知晓凡间那么多 怎么可能那么多大能转世到他面前来 不行 得去问问孟婆 毕竟孟婆是掌管奈何桥的 投胎肯定有他处理 韩爵应付了处世人一句 便回到仙天洞府内 他立即原神出鞘 跳入阴间 修为大掌后 韩爵迅速捕捉到孟婆的气息 来到奈何桥前 奈何桥前魂魄排成一条长龙 末端被阴间鬼物遮蔽 怎么这么多魂魄 韩爵皱眉 上次来奈何桥 可没有这么多魂魄 天庭的天骄 你舍得来看老婆子了 孟婆的声音传入韩爵的耳中 与气充满调侃意味 这段时间又有一处凡间 被天庭清理 一整届的苍生都得投胎 老婆子有的忙了 清理人间 韩爵皱眉 除了赤云界 还有其他人间也是如此 他传音问道 这些年清理了多少人间 孟婆回答道 这已经是第十处人间 韩爵沉默 十届生灵啊 天地真够狠的 韩爵惊醒 他差点因天地对他的好 对气充满好感 现在看来 天地只是对他好而已 那十剑梅有出韩爵这样的天骄 全都灰飞烟灭 真是可怕 我很好奇 为何一定要清理人间 韩爵传音问道 孟婆也没有犹豫 很快便回答了 倘若人间需要靠魔道 来提升整体气域 那这样的人间 迟早会成为魔界 魔族虽然早就退出 天地主角的舞台 但一只贼心不死 百万年前便曾发动过一起大劫 奈何天庭无法完全诛灭魔族 只能限制魔族发展 你来找我就为此事 韩爵回过神来 传音道 自然不是 我只是很好奇 为何赤云界有这么多大能转世 孟婆笑道 你想多了 上界大能多如牛毛 每日不知有多少大能陨落 也不知有多少大能 从轮回杀回去 赤云界吸纳的大气运者 其实已经算的了 到目前为止 赤云界只有数位先帝转世 超越先帝的大能只有一位 三百年前 其他凡间还遇到大罗转世 整界气运飞腾 众生皆享受大罗带来的红韵 超越先帝的大能 估计就是处世人 韩爵意识到自己的误区 他以凡界的目光去揣测仙界 可能仙界比所有凡界加起来还要大 当真是惊仙多如狗 真仙满地走 韩爵暗自吐槽 图灵儿若是达到大成境 不要让他加入天庭 孟婆传音给韩爵 韩爵问道 不加入天庭 就是不飞升 嗯 以他的资质 必定会被天庭选中 除非资质差 才会被仙界的修仙宗门选走 行 韩爵爽快地答应下来 地府虽然归天庭馆 孟婆明显有私心 只要不让韩爵与天地为敌就好 韩爵只想好好地修炼 韩爵继续看向奈何桥前的鬼魂队伍 不再打扰孟婆 这场景真是壮观 他的目光忽然落在一名鬼魂身上 轮回天仙之修位 一眼便看穿其前世过往 此人有点眼熟 前辈 这位鬼魂麻烦让他投个好胎 韩爵传音给孟婆 并将该鬼魂的气息传给孟婆 嗯 孟婆直接应下来 韩爵看了一会儿 摇头一笑 那鬼魂在六世以前名为杨罗 曾是欲亲圣宗的外门直视 也是他带韩爵入的内门 千年过去 杨罗早已不是杨罗 韩爵当初忘了帮他要助鸡丹 今日便还他一个人情 助他来是能助鸡 练酒鸡丹 原因 快活一世 回到先天洞府 韩爵检测到周明月的位置 这小子就在山脚下跪着 仙神大劫过去后 山脚下跪拜的队伍比以往更多 周明月穿着欲亲圣宗内门弟子的衣袍 面容偏女儿像 唇红齿白 容颜好看 很像女扮男装 但她确实是一个男人 要不然收呢 韩爵犹豫 仔细一想 平天大圣转世到赤云界 不可能是机缘巧合 得罪过天帝的存在 岂能随便投胎 莫非是天帝安排的 不管了 收吧 多培养一些高手 若是天帝问起来 她就假装不知道 没有人知晓她有系统 韩爵决定让处世人 去收徒周明月 佛祖抢徒弟 到时候菩提佛祖追究起来 也是找世尊佛祖的麻烦 韩爵想好后便闭目修炼 先考验周明月几十年 若非拜师之心不够坚定 就算天帝转世 老子也不收 二十年后 韩爵终于突破至 轮回天仙境圆满 她不由感慨 天仙境的突破 真够慢的呀 往后的真仙 惊仙 地道又得多漫长 她没有多想 继续巩固修位 大概也过去四年 韩爵开始突破 悟道剑被她逐出洞府 主人又突破了 黑玉姬更大鸡眼问道 若没有人拜访 韩爵是不会赶悟道剑出来的 悟道剑哼道 最近我修炼了一种剑道 我们来切磋一下吧 来啊 姬爷我叛逆 黑玉姬应战 打不过方良 慕容起 还打不过你一根草 然后 黑玉姬败了 两只金乌不由嘲笑她 三头胶 王则感到危机感 连这草精的天赋 都如此厉害 再这样下去 她迟早被超越 楚世人盯着悟道剑 若有所思 不知为何 悟道剑施展的剑道 让她莫名恍惚 半年后 韩爵成功突破至 轮回真仙境初期 法力暴涨 灵魂蜕变 韩爵差点忍不住 要长笑一声 太爽了 她立即查看 自己的属性面板 三千多万年寿命 接近四千万年 什么叫安全感 这便是安全感 韩爵得意一笑 她的人生 才过去三千分之一的阶段 当真使人生路漫漫 韩爵见此 二话不说 选择第二个选项 才真心 就讲明阳仙剑 作死 先帝都会陨落 不 连大罗都会转世 韩爵可不敢去仙剑浪 还不错 韩爵也没有太惊喜 她暂时不想穿越诛天万界 她继续巩固修位 半年后 她拿出厄运书 开始庆祝 把所有敌人诅咒一遍后 她才心满意足地起身 走出洞府 周明月还在山脚下跪着 韩爵让楚世人去接周明月 其他人一听 韩爵又要收徒 相处这么久 他们都发现 能入韩爵发言的人 都有了不得的天资 这一次莫非 悟道剑激动了 祈祷是女弟子 顶级气韵 悄悄修炼千年证文 卷第192章 强大神功 悟是人非 当楚世人 将周明月领上山后 悟道剑失望了 虽然这丝长得像女子 但气息却是男儿 周明月很激动 终于得到先神的认可 她可是跪了二十多年啊 人生有几个二十多年 黑玉姬 图灵 三头娇王等人 纷纷围住周明月 仔细打量 能被韩爵收入门下 绝非凡人 韩爵站在树下 没有关注周明月 楚世人带着周明月 前来跪拜韩爵 从今日起 她便是你的徒弟 由你来教 韩爵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文言 楚世人愣了愣 周明月也愣住 连忙道 我要拜您老人家卫尸 不想拜凡夫卫尸 楚世人皱眉 黑玉姬笑道 这位凡夫 已经是荣须静大修士 你确定你不败 周明月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向楚世人 荣须静对于金丹静而言 可谓是极其遥远 她怎么没想到白发苍苍 看起来如同山野老翁的楚世人 竟是这般强者 等等 楚世人都这么强 那么 周明月看向韩爵 眼神更加炙热 韩爵开口道 你若不愿 那便下山 周明月被吓到 连忙答应下来 至此 苦修成仙山的第一位四代弟子出现 韩爵不再搭理周明月 开始观察扶桑树 楚世人将周明月拉到远处 开始行拜师礼 对于周明月 楚世人还是很期待 毕竟是她的第一位弟子 韩爵为扶桑树浇完仙水后 便回到仙天洞府内继续修炼 她先将自己的剑道神通提升 许久不来见到长河 韩爵还怪想念战孤星的 她没有展现修位 把修位伪装在天仙境 长河星疑似与神宫有关系 神宫与天庭又不对付 现在 韩爵可不能向她随意展现修位 万一被被刺了呢 再次见到长河星 韩爵笑着打招呼 长河星问道 你加入天庭了 这么直接 韩爵道 算加入 也不算加入 我还未入天庭 依旧待在凡间 什么意思啊 你不打算飞升 天帝既然没有清理凡间 那便说明已经认可你 你为何要措施机会 我只是觉得 天庭水深 尚就危险 想就待在凡间修炼 远离是非 一味地躲避 你不可能成就先帝 靠苦修 或许能成就经线 但想要成就先帝 须得历经红尘 争夺气韵 方才为先帝 一息尚存 轮回不灭 战孤星说得很认真 韩爵笑道 那就等我修炼到经线再说 他的资质可是顶级 又修炼了先帝功法 真没必要到处惹是生非 万一成为某些主角的踏脚石 那不得前功尽弃 仆作他人嫁衣 光是赤云界 都有这么多逆天人物 更别说其他数千凡界 上界更是恐怖到难以想象 强弱天帝 在天庭都不敢肆意妄为 韩爵自认为自己聪明 但绝非算无一策 谋略胜过卧龙凤雏 与其去天庭斗智斗勇 不如安心在凡间修炼 不威胁任何人 战孤星摇头失笑 他忽然想到什么 啊 之前妖圣大闹天庭之事 虽已结束 但可能生变 妖圣乃是妖族大圣 带领百万妖兵浴血奋战 结果到头来得利的是佛门 这让妖族以及妖庭很不满 上界可能要发生大变 这事还没完 韩爵调侃道 莫非佛门计划西行之路 准备让妖庭 天庭的人参与 并在沿途布下重重难关 通过西行者斩妖除魔 弘扬佛门的伟大 战孤星惊一道 你真的是凡人出身 没有显赫的前世 韩爵愣住 莫非他猜对了 嗯 西游记并非是杜传的 很久以前 佛门确实策划过这样的大计 也成功了 所以 佛门才有今日之强盛 道门也因此隐退 不过后来 佛门五大佛祖出现分歧 甚至出现争斗 导致佛门一落千丈 也给了神功崛起的机会 神功算是上界大势力中 崛起最快的势力 也是当今上界中 先帝数量最多的势力 战孤星的话让韩爵心中一惊 先帝数量最多的势力 糟糕 我是不是站错阵营了 这样看来 神功更有前途啊 奈何慕容起跟神功有仇 而且他就算去了神功 未必能获得天帝对他这样的后代 不能这样想 要珍惜眼前 韩爵调整心态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韩爵告辞离去 接下来一年 韩爵数次来到剑道长河 就跟回家似的 七年后 九鼎真人前来拜访韩爵 仙神大劫过去数十年 虽然世人不再热议 但人人都还记得这件事 尤其是在修真界 玉清圣宗因韩爵而被神化 这些年 玉清圣宗迅速壮大 九鼎真人柳不灭 黄尊天等宗门高层 忙得焦头烂额 何事 韩爵笑问道 九鼎真人已经是合体进修士 不过面对韩爵 他显得很紧张 眼前这位 可是连仙神都敌不过的恐怖大能 说句不好听的 韩爵如今 就是玉清圣宗的祖宗 让玉清圣宗修士 在他们二人中进行二选一 没人会选他 韩爵在玉清圣宗修士们心中 已经是信仰 还记得周凡 莫复仇吗 九鼎真人问道 韩爵点头 九鼎真人继续道 这两人又碰头了 还跟诸多圣地干起来 得罪的人越来越多 甚至有人邀请玉清圣宗 一同围剿他们二人 您觉得 周凡 莫复仇 是韩爵少数好友之一 九鼎真人是知道的 所以特来询问韩爵 韩爵回答道 你看着办吧 这么多年过去 他们已经不算是 玉清圣宗弟子 不要总觉得 他们与我有关系 倘若他们肆意忘卫 真是恶人 该除便除 千年过去 早已物是人非 人心隔数年就会变 何况是千年 纵然两人对韩爵的 好感度没有下降 但韩爵并不欠他们什么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 韩爵不想管太多 除非欠下因果 我明白了 九鼎真人应道 然后跟韩爵说了一下 玉清圣宗的近况 韩爵不想管事 也没有给出意见 待他离去后 韩爵拿出天道令 想看看 最近周凡二人在搞什么鬼 很快 韩爵忽然动容 这两人 黄昏落日 残阳如血 荒原遍布裂缝 峡谷 一处陡峭的悬崖之上 坐着两道身影 赫然是周凡 莫复仇 两人并肩打坐 似乎在修炼某种功法 在两人的头顶上 悬浮着一团黑气 韩爵感知到一股真仙的气息 太乙真仙 赤云界怎么 可能有第二位太乙真仙 韩爵顿时感觉到 自己被挖了墙角 他二话不说 直接腾膜至周凡 莫复仇二人身后 挥袖一卷 将那团黑气卷走 紧接着 韩爵来到天地另一边 无人之处 他抬起右手 掌心中浮现出先前的黑气 倒有 我可没有破坏你的凡剑 黑气之中 传出一道冰冷声音 被韩爵抓住 他丝毫不慌 不死大帝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三星 不死大帝 听起来很唬然 韩爵立即通过人际关系 查看他的信息 不死大帝 太乙经先进中期 上界先帝 遭遇神功众先帝围攻 生死盗销 经过百万年 方才重修至太乙经先 不死大帝 以神通分化万千混念 在诸天万界 寻找自己的传承者 想要创立神功一样的大势力 因你干扰他的计划 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三星 先帝 韩爵被吓到 仔细一看 魂念而已 他怕什么 光是魂念 就能有真仙修为 不死大帝有点东西 韩爵哼道 入侵天庭繁戒 违反天规 我这就找帝太白前辈 不死大帝一听 连忙叫道 道友 有事好商量 怎么商量 你选中的两人是我的童子 你说你过不过分 不死大帝暗骂 怪不得这两臭小子命那么硬 原来有仙人在背后撑腰 不死大帝陷入沉默中 韩爵也在犹豫 要不要跟不死大帝撕破脸皮 不死大帝开口道 道友 此事算我的错 以后再也不来了 放过我这道魂念 韩爵想了想 就算捏散这道魂念 也无法将对方诛杀 何必深化仇恨 那你走吧 韩爵放开黑气 悄悄往里面打入六道印记 黑气迅速逃离赤云界 确定他的气息消失后 韩爵才重新回到苦修城仙山 而这一切周凡莫复仇 都没有察觉到 许多年后 他们才意识到 当初想要收他们 为徒的大能真的消失了 回到仙天洞府后 韩爵拿出厄运书 开始刷日常任务 数月后 他才最后诅咒不死大帝 这样的话 不死大帝应该怀疑不到他头上 毕竟不死大帝的魂念成千上万 仇敌数不胜数 诅咒完之后 韩爵拿出天道令 将不死大帝之事告诉地太白 以免不死大帝 贼心不死 不死大帝 这家伙竟然还活着 天道令内传出地太白的声音 韩爵问道 他会不会再来 此事我会禀报陛下 毕竟不死大帝是先帝 你放心吧 他不会再出现 得到地太白的保证 韩爵方才安心 悟道剑好奇问道 不死大帝是谁 韩爵也不隐瞒 将大乘境之上的境界 告诉悟道剑 他已经先吓得悟道剑 脸色惨白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我们人很弱 不能大义 主人我的敌人可不少 需要你努力变强 关键时候 还能救我一命 韩爵严肃道 悟道剑严肃的点头 心中充满危机感 他继续修炼通天剑道 韩爵满意点头 他开始修炼六道轮回弓 突破至轮回真先进后 六道轮回弓往上的心法 就变得高深莫测 韩爵修炼起来 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掌握 不过他寿命长 他丝毫不及 十七年后 韩爵终于降六道轮回弓的真先篇 彻底学会 修行速度大涨 同时领悟了新神通 轮回神通 可看透生灵的前世今生 杀敌之后 可吸收敌人前世今生累积的气域 无比霸道 此神通的用途极大 只是韩爵暂时不想到处去吸收气域 韩爵继续修炼 增强修位 争取早日达到轮回真先进中期 达到真先进后 突破速度明显慢下来 他的那气速度远超从前 只是真先进突破所需要的仙气 太过庞大 韩爵一边修炼 一边调出邮件查看 你的好友寄仙神在天河旁 感悟天道真意 道横大掌 你的好友大神将离开仙剑 你的徒孙慕容起 误入上古秘境 练就万古神通 你的好友黄吉浩 遭遇妖兽袭击X 你的好友莫复仇 遭遇魔族蛊惑 产生心魔 你的徒孙方亮 在梦中得到仙神指点 你的好友龙扇顿悟太乙神通 道横大掌 也没有太大的变故 只是韩爵注意到 方亮被仙神指点 怎么回事 天庭也有人想挖他墙角 韩爵皱眉 等方亮回来 他得好好问问 韩爵看了一会儿 便专心修炼 半年后 西玄仙子回来 主动找韩爵 韩爵让悟道剑离开洞府 与西玄仙子单独相处 我在一处秘境中 获得一封书信 可凭借此信 加入上界的一支修仙宗门 你要去吗 西玄仙子坐下后说道 韩爵与天庭的关系 并没有公开 世人只知 天庭不再针对凡间 韩爵接过书信查看 是一支名为天康岛的宗门 成立数十万年 底蕴雄厚 天康岛之主 便是从赤云界飞升的 一直挂念着故乡 韩爵道 你想去吗 我暂时不想飞升 西玄仙子摇头道 我这修为飞升了 也是送死 那就留着吧 以后若是想飞升 可去找天康岛 韩爵笑道 将书信还给西玄仙子 随着苦修成仙山的灵气 越发浓郁 西玄仙子也顺利突破 至荣虚境 大线问题不再是顾虑 长院长年闭关 距离荣虚境也近了 西玄仙子好奇问道 你打算一直在凡间 韩爵点头 西玄仙子欲言又止 他本想劝韩爵 但转念一想 韩爵的资质 绝非韩爵能想象的 他何必操心 两人聊了一会儿 西玄仙子离去 韩爵正要叫悟道见进来 一道声音传入韩爵的耳中 韩爵 我已经突破太乙真仙境 可敢来虚空与我一战 这声音有些耳熟 嗯 不是天地之子龙扇吗 韩爵皱眉 这小子怎么来了 龙扇的声音再次飘来 放心 只是切磋 无论输赢 我都不会为难你 韩爵叹了一口气 送走了季仙神 又来了龙扇 这就是命吗 韩爵想了想 还是起身前去赴约 修炼数十载 偶尔出去斗斗法也不错 龙扇对他有好感 应该不至于因他 估计是真想斗法 韩爵之前 是靠踩着龙扇上位的 这一次自然不能留守 倘若他输给龙扇 就说明他的天赋不如龙扇 天地会怎么看他 韩爵还指望在天地的保护下 安心修炼呢 虚空 虚无缥缈 没有光 韩爵现身在龙扇面前 两人身上都散发出淡淡的光芒 那是先例 能让他们在虚空生存 龙扇依旧身穿一身银甲 意气风发 嘴角都快翘到天上 非常自信 不 自负 这是韩爵看到龙扇第一眼的感受 龙扇目光灼灼地问道 韩爵 你的修位如何 韩爵的修位在系统的隐藏下 还保持着轮回天仙境中期 韩爵道 我也突破真仙了 闻言 龙扇的笑容顿时凝固 他瞪大眼睛 心里掀起惊涛骇浪 怎么可能 他可是吃了多少苦 才突破至真仙境 韩爵躲在凡戒酒 当真 龙扇咬牙问道 韩爵摊手道 我从不说谎 龙扇沉默 韩爵也不急着出手 良久 龙扇深吸一口气 呃 带我成就惊仙 再来挑战你 我定然比你先一步 踏入惊仙境 说吧 龙扇便消失在原处 韩爵乐了 还挺识时务的 这样也好 不用遭受更严重的打击 他刚才已经用模拟试炼 拷贝了龙扇的修位 回去以后可以虐一下 青山绿水 蓝天白云 一条瀑布之下 周凡 莫富仇 站在河边 望着河面 如今的他们 早已不是当年的义气少年 都变得很成熟 莫富仇身上 更是有一种沧桑感 周凡则变得邪气 眉宇间有一股杀气 无法隐藏 当真要如此 周凡皱眉问道 莫富仇平静道 继仙神已经飞升 韩兄弟已经成为仙神 这凡尖眉 有谁再是你我二人的对手 何必闯下天下第一的威名 争夺器养 周凡犹豫 他死了数次 不得不谨慎 以前都是莫富仇跟着他 替他遮风挡雨 他一直觉得 亏欠莫富仇 所以 这一世以莫富仇为主 只是他没想到重逢后 莫富仇变得无比疯狂 野心极大 你要是怕了 那就找个地方躲起来修炼 或许有希望跟韩兄弟一样 莫富仇瞥了周凡一眼 轻声道 这句话顿时刺激到周凡 周凡一直拿含决当目标 认为当初闯荡 再是真正的修行 没想到被越甩越远 他不可能效仿韩爵的道 永不可能 你若想闯 那我便陪你闯 周凡哼道 比不过韩爵 还比不过天下人 莫富仇露出笑容 道 很好 先从天仙府开始 他们不是 想追杀我们吗 我们直接毁了他们 好 周凡也露出期待之色 这时 树林里走出一道倩影 正是宣秦君的师妹寻师师 他常年保护着周凡 宣师师望着两人的背影 紧促秀眉 该死 这两小子又想干什么 宣师师是真的心累 跟着周凡这么多年 他是真的累了 他突然很想跟师姐一样飞升 再跟下去 他会死的 周凡招惹的敌人 已经比他强 他甚至还可能成为周凡的脱油瓶 要不然离开吧 宣师师犹豫 之前宣秦君让他跟着周凡 是为了魔族 如今魔族很难再卷土重来 他再继续跟下去 也没有意义 想到这里 宣师师又默默退回树林里 周凡似乎感觉到什么 回头看去 眼底闪过一抹失落 他明白了什么 但他有自己的道 不会再为女人奋不顾身 放下一切 一晃眼 三十载过去 韩觉距离轮回真仙境中期 已经进了 但他已经花了超过五十年时间 比以往突破的时间都要长 这一日 苏琪前来拜访韩觉 他已经突破至度捷径 修位进展很快 毕竟一直在苦修 师父 我想飞升了 最近总感觉上界有什么东西 在召唤我 苏琪跪拜在韩觉面前 认真说道 韩觉皱眉 他心里却是松了一口气 随着苏琪越来越强 他的眉运也在增强 阳天东之前回来了一趟 还拜访苏琪 结果遭遇心魔 不得不出去散散心 韩觉故作为难道 上界很危险的 卫师可能保护不了你 苏琪笑道 放心吧师父 我又不会惹是生非 韩觉道 既然如此 飞升之后 不如你去加入羽龙仙岛 羽龙仙岛的丹青真人 是大能之辈 手下弟子数不胜数 这是一位仙神告诉我的 当然 你拜丹青真人为师 可不要说来自赤云界 更不要说你是我的徒弟 苏琪默默记下 道 多谢师父指点 正好 我飞升之后 也得修炼一段时间 韩觉道 去吧 若真是遇到不可化解的麻烦 可以去找天庭相助 苏琪暗自感动 师父还是担忧我的 他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便起身离去 与其他同门道别后 苏琪当日便离开苦修成仙山 韩觉莫名有种 徒弟出师的感觉 不过苏琪可是天庭扫把星 命硬 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韩觉叹息一声 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丹青真人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你的好友地红叶 进入黑暗禁区 你的好友大神 将诛杀你的仇敌 不死大地 你的徒孙慕容起 顿悟太以神通 气运暴涨 你的道旅 宣秦军偶德仙果 修为大长 你的仇敌朱雀 以你的诅咒 道横大将 境界跌至散仙境 你的道旅 行鸿玄得上古大能传承 灵魂蜕变 你的好友黄吉浩 遭遇妖兽袭击X120083 韩觉注意到 不死大地被大神将诛杀 天庭的办事效率这么高 他立即查看 不死大地的头像 还在一息尚存 信息提示他 只剩下残魂 真的惨 韩觉对此很满意 感受到了天地的态度 确实袒护他 韩觉注意到 行鸿玄得到上古大能传承 灵魂还得到蜕变 他不由将注意力 转移到行鸿玄身上 行鸿玄还在当初 偶然撞见的道观中 之前有长月儿陪伴 如今只有他一人 长月儿没有他那么敢冒险 偶尔出去一次还好 韩觉之前在神像里 发现一道残魂 那道残魂竟已经苏醒 这是一名穿着道袍的老妇人 与以往的形象 看起来有所不同 他悬浮在行鸿玄的头顶上 念着经文 韩觉悄悄听着 越听越不对劲 怎么是佛经 道观里讲佛 什么路说 韩觉查看人际关系里的 行鸿玄头像 确定行鸿玄没有被夺射 好感度也没有下降 他才放心 他用神识打探这道残魂 太以天仙修为 不过只是境界 实力或许连散仙都不如 已经是风中残竹 韩觉继续观察 许久 行鸿玄睁开眼睛 开口道 师父 这观音今真能呈现 老妇人道 那是自然 佛门讲究众生平等 任何资质 皆可成佛成菩萨 只要有一颗坚定的佛心 这是你唯一的办法 你的资质确实平庸 凡间功法无法助你 卫尸已经十日不多 连魂魄都给你 别忘了你答应卫尸的 随着话音落下 老妇人的残魂逐渐消散 如云烟散去 行鸿玄并没有悲伤 反而很平静 韩觉忽然现身在他面前 夫君 行鸿玄惊喜地叫道 连忙起身 如今的赤云界 韩觉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因为他是天道仙神 刚才那位是 韩觉问道 行鸿玄回答道 上界佛修 在很久以前下凡 生死盗销 只剩下一缕残魂 他将自身功法传承于我 希望我飞升之后 能帮他把仇怨告诉给佛门 让佛祖为他做主 韩觉疑惑问道 何仇怨 行鸿玄也没有隐瞒 如是回答道 很久以前 诛天大劫 波及凡界 他与天庭仙神结队来到凡界 想要清理魔族 结果遭到仙神背叛 事关天庭 韩觉也没有多想 等行鸿玄赶到佛门 鬼知道是几千年后 说不定是数万年后 你怎么样 韩觉问道 他抓住行鸿玄的手腕 查看他的身体 灵力稳定 体内没有任何潜在危险 行鸿玄笑道 没事 这观音经确实厉害 夫君 您要吗 以后可以给你的女弟子们修炼 韩觉犹豫道 这样不好吧 难道他没有告诉你 不准将功法传出去吗 说了 但他已经没了 况且 我的任何东西都是夫君的 我也会按照约定 将他的仇恨告诉佛门 那行吧 让我检查一下 这功法有没有危险 韩觉印道 在各种仙侠小说里 佛门是被黑得最惨的 没有之一 彭扶所有佛都是虚伪的 佛祖都会洗脑 行鸿玄立即将观音经 传授给韩觉 此功法没有书籍记载 全凭口传 韩觉听后开始梳理 观音经确实了不得 竟然可以直接修炼到 太乙真仙境界 大成可修炼出观音法相 神通盖世 韩觉反复疏离 也没有发现缺点 你继续修炼吧 韩觉睁眼说道 然后离去 行鸿玄已经习惯 韩觉不拖泥带水的性格 他重新打坐 继续修炼 回到先天洞府内 韩觉露出笑容 行鸿玄也有了自己的机缘 估计不会老死 这样也好 能让韩觉省心 如今 他身边的人 除非常年在外 只要肯一直待在 苦修成仙山修炼 就不会有大限将至的问题 自从扶桑树浇灌鲜水后 苦修成仙山的灵气暴涨 韩觉继续修炼 又过去十一年 他终于突破至 太乙真仙境中期 法力再次暴涨 韩觉心情愉悦 他就喜欢这种突破的感觉 他越发庆幸 当初花十几年摇气运 和灵根滋质 憋屈十几年 换来一生舒爽 韩觉抖授谨慎 继续修炼 目标真仙境后期 大概又过去三年 地太白亲自找来 韩觉邀请 踏入洞府 不得不说 天庭高官就是了不得 随随便便下凡 换做其他仙神 那可是违反天条 悟道剑被赶出去后 地太白躲在桌前 笑道 听说 你已经是真仙 显然 龙扇被吓退的事情 已经传入天地耳中 嗯 侥幸 韩觉谦虚道 地太白抚须笑道 不愧是陛下 亲自看上了天骄 你不用再担心不死大地 大神江已经将其诛杀 虽然没有生死到消 但至少百万年内 很难在兴风作浪 百万年 足够韩觉崛起 韩觉道 多谢天庭 多谢天地陛下 多谢大神江 万年一次的盘陶大会 即将开启 还有百年 你想去吗 若是想 我给你一张请帖 地太白问道 韩觉想了想 道 还是算了吧 我怕麻烦 地太白笑道 天庭的盘陶大会 有什么麻烦呢 放心 你的身份不会公开 天地陛下也不会提你 你只是进去享受盘陶 顺便陷见天庭的威风 韩觉犹豫片刻 问道 是天地陛下的想法 嗯 一颗盘陶胜过千年苦修 你舍得不去 那好吧 我去 既然是天地的意思 那他不去 就是不给面子 况且 天地让大神 将除掉不死大地 确实是很大的人情 到目前为止 一直是天庭在为他贡献 他还会付出过什么 地太白露出笑容 道 神宫有一位先帝转世 觉醒地道 太乙真仙实展太乙精仙 如今已经是太乙精仙 威风凛凛 被神宫封为 年轻一代罪将天骄 你可得好好修炼 以后你肯定是要面对他的 你也会跟他一样 代表着天庭 韩觉一听 不由皱眉 这么牛批 他刚想说什么 地太白便消失在原地 桌上出现一块红令 上面刻着盘桃二字 百年后的盘桃大会吗 韩觉默默想到 也不知盘桃香不香 旋即 韩觉拿出天道令 神识进入令中 查看天道碑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赤云界的排名 竟然长了数百名 这可不是好事啊 韩觉喃喃自语 他不希望赤云界太强 以免隐神瞩目 最好一直处于中间阶段 没有存在感 目前还好 只是长了几百名 要是持续增长 那就有问题了 韩觉觉得 以后有必要经常 关注一下天道碑 他都没做什么 为何赤云界还在变强 成为仙神后 韩觉的气韵 便不与赤云界挂钩 莫非是苦修成仙山的影响 韩觉想不通 便懒得再想 欲卿圣宗 主风 亦是大殿内 九鼎真人坐在宝座上 神情忧愁 殿上的长老们脸上 也同样愁云密布 柳不灭开口道 此事绕不过去 慕容奇乃是斩神长老的徒孙 虽然这层关系没有传出去 但若是慕容奇出世 斩神长老必定震怒 其他人长老跟着出言赞同 九鼎真人头疼 无奈道 现在不是慕容奇出世 是他要挑事 他要灭圣地 你们谁能劝阻 莫非 你们要我去找斩神长老 他可是说过 不插手世俗之事 包括徒子徒孙的恩怨 说是不管 但慕容奇若是死了 必定心里有疙瘩 我叫你们来 就是希望你们能想出万全之策 沉默 大殿再次安静下来 想要劝慕容奇 太难了 如今的慕容奇 已经算是御清圣宗的顶级强者 不再是大弟子那么简单 对了 慕容奇与方良关系好 方良性情温良 不如让方良去劝 有人提议道 方良和慕容奇 被御清圣宗奉为双交 都已经是横行天下的强者 九鼎真人眼睛一亮 啊 方良不在御清圣宗 谁去找他 柳不灭应道 我去吧 也能代表御清圣宗的意思 九鼎真人瞥了他眼 微微点头 此事便这般定下 一黄眼 又是七年过去 这一日 一位故人前来拜访韩绝 正是真武教的黄吉浩 之前曾是大雁朱雀剑宗的长老 曾挑战过韩绝 差点被秒杀 此人拥有先天气韵 天生见星 也曾去过剑道长河 韩绝对他一直有印象 因为这次是战斗狂魔 能与季仙神分庭抗礼 长年战据被袭击次数绑前三 韩绝想了想 还是陷他 黄吉浩进入苦修城仙山 他顿时震惊了 好浓郁的灵气 即便形变天下 他也未曾感受过如此灵气 等他来到山顶上 看到三头骄王 两只金屋 他更是毛骨悚然 三腰的气息 让他本能地感觉到危险 徒鲤儿瞥了他一眼 没有理会 继续修炼 黑玉姬则好奇地看向他 似曾相识 楚世人还在修炼 周明月则睁眼打亮黄吉浩 进来吧 韩绝的声音从洞府内飘出 洞府大门打开 悟到剑撇着嘴走出来 一脸不爽 黄吉浩看向他 暗自心惊 此女的修为也好高 虽然不如他 但放在修真界 绝对是大能修士 数百年过去 韩绝首底下 怎么涌现出这么多强者 黄吉浩心里莫名有些后悔 他调整心态 走入仙天洞府内 周明月好奇问道 此人是谁 感觉不如你们厉害 为何能入师祖府内 楚世人言也不争 道 好好修炼 你连被师祖召见的资格都没有 文言 周明月尴尬 她的修行速度已经很快 只是在扶桑树下 显得不突出 她经常在想 这些人都是什么怪胎啊 在外界 原因都能算大能 在这里 树上趴着两只太阳 说出去 谁敢信 周明月叹息一声 继续修炼 先天洞府内 再次见到韩绝 黄吉浩一阵恍惚 她还是那么的好看 令人惊艳 纵然是女子 也未曾有人能再容貌让她惊艳 韩绝受不了她的眼神 问道 找我何事 黄吉浩回过神来 道 慕绒岂是你徒孙 没错 怎么了 此子太狂了 自称天下第一 还行吧 她若是天下第一 那你呢 她完全没有 把你这位师祖放在眼里 我不属于天下 我属于天上 黄吉浩被噎住 韩绝皱眉道 你来找我 就是说这是 闲得蛋疼 黄吉浩道 慕绒岂惹惹到我的人 我不能不出头 我得占她 不过她是你的徒孙 我可以不杀她 没问题 韩绝硬道 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黄吉浩犹豫 问道 您现在多强 这个您子很从心 韩绝道 说了你也不懂 莫非你想再找我切磋 黄吉浩连忙摇头 开玩笑 韩绝已经是对抗过 仙神的存在 他哪里敢打 当年他师父上官求见 来挑战韩绝 直接就自闭了 至今境界也没有太大的增长 您何时非生 黄吉浩小心翼翼地问道 韩绝微笑道 飞声 绝不可能 我就一直待在凡间 黄吉浩脸色大变 一炷香时间后 黄吉浩走出先天洞府 他神情恍惚 庞福失了魂一样 黑玉吉调侃道 我想起来了 他以前好像来挑战过主人 还带上他师父来 周明月好奇问道 结果呢 结果呀 当然是秒败 他师父差点吓死 师祖真厉害 一人一击 庞福在捧根 听得黄吉浩皱眉 黄吉浩虽然心里不舒服 但没有爆发 迅速离去 韩绝则拿出天道令 开始观测慕绒起 这些年 慕绒起在干什么 慕绒起正在一座孤峰顶上修炼 迎风打坐 一跑鼓动 颇有室外高人的风范 韩绝见他在修炼 便没了兴趣 不得不说 慕绒起的修行速度确实快 前不久刚突破至渡截境 韩绝不由想到 神功的那位先帝转世 莫非大能转世后 修行速度能超越以前 只要这样下去 数百年后 慕绒起就能达到人间巅峰 甚至可能更快 方良也不慢 已经是合体进八层修位 就在韩绝思索时 他眼前跳出三行字 你的徒弟苏气飞声 将霉运带往仙界 引得仙界气韵巨变 你有以下选择 一 立即飞升 阻止苏奇 可获得一箭至宝 二 继续修炼 不干预天庭密谋 可获得随机强大血脉 霉运降至仙界 天庭密谋 韩绝看得愣住 这天庭密谋 指的是他的安排 还是苏奇下凡 本身就是一桩密谋 韩绝默默选择第二个选项 他怎么可能去阻止苏奇 谁敢招惹苏奇 那是自找麻烦 你选择继续修炼 不干预天庭密谋 获得随机强大血脉 恭喜你获得星辰鸿蒙体 星辰鸿蒙体 诞生于鸿蒙出辟的强大血脉 气血强大 可吸收日月精华 可在战斗中借助星辰之力 嗯 这血脉看起来很牛批啊 韩绝立即接受该血脉 刹那间 他体内涌现出一股奇异的力量 前所未有的痛苦 令他面目扭曲 你先出去 韩绝连忙开口道 但还是老老实实地走出洞府 没过多久 整座苦修成仙山开始摇动 逐渐波及欲侵圣踪 不知的 还以为地震来了 三头交往感慨道 主人又突破了 太夸张了 境界越往上 不是越难突破吗 怎么感觉对于韩绝而言 突破如河水 周明月好奇问道 师祖现在是何境界 处世人摇头 他也不清楚 别问 你根本想象不到 黑玉姬嘚瑟道 周明月皱眉道 你这么得意干什么 又不是你突破 我主人突破 就是鸡爷突破 撤 你太弱了 要不然多久 我都能击败你 年轻人 你太膨胀了 黑玉姬眯眼说道 心里却是充满危机感 周明月并非吹牛 这小子的天资 确实离谱 有种第二个慕容起的架势 黑玉姬忽然有些怀疑人生 他真的是凤凰转世吗 一座幽暗的洞府内 一名披头散发的老者 正在打坐修炼 他猛地睁眼 眼中迸发出金光 闪耀洞府 这股气息 有人觉醒了鸿蒙体质 老者喃喃自语 语气凝重 他掐指推算 脸色微变 天庭 好一个天庭 好天 看来你藏得很深 老者喃喃自语 他立即起身走出洞府 不只是他 仙界各方大势力 都推算到了此事 天庭 一座阁楼内 天地打坐在葡团上修炼 周围香烟鸟鸟 他忽然感应到什么 睁开眼睛 他皱起眉头 掐指推算 咦 天庭的气韵 为何突然暴涨 天地无法推算到 是韩绝传成了 星辰鸿蒙体 天庭的气韵暴涨 让他很警惕 怕有人搞鬼 天地很快推算到 气韵之所以暴涨 是来自赤云界 准确地说是来自韩绝 只是他算不得韩绝 为何能让天庭气韵暴涨 这小子 天地有些震惊 当年大神将都 没有引起这般动静 他没有动身前往赤云界 而是将神使笼罩整个天庭 隐藏着不少大能 甚至不逊色于天地 天地怕别人算到 针对韩绝 天庭气韵的暴涨 只有少数大能察觉到 大部分仙神都没有感觉到异常 还在各行其事 足足过去一个月后 韩绝终于成就星辰鸿蒙体 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变了 他能感受到星辰之力 能感受到万物的勃勃生机 这种感觉 太爽了 韩绝赞叹道 他的六道法力 直接暴涨数倍 灵魂神石更是飞跃 用脱胎换骨来形容 丝毫不畏过 他之前的天资已经够强 还能蜕变 他都有些期待 自己接下来的修行速度 血脉蜕变后 他浑身都是汗泥 不得不施法 清洗身子 清洗干净后 他开始那气修行 很快 他发现自己的修行速度 增强一倍不止 星辰鸿蒙体 最霸道的是 可以借助星辰之力 若是在无边星海中战斗 他近乎无敌 除非对方境界远超他 韩绝以后 可以用通天剑道第四层 剑开洪荒 先开辟洪荒星辰 再聚集星辰之力战斗 那样的话 他的战斗力 连他自己都无法想象 我真是天才 韩绝暗自得意地想到 夜幕降临 天上挂满星辰 韩绝发现 自己的修行速度更快了 这让他产生 想要前往宇宙星海 修炼的冲动 可转念一想 若是前去宇宙星海 那就没有苦修 成仙山的仙气支持 修行速度还会反降 韩绝将悟道剑叫进来 然后他开始进行模拟试炼 打龙扇 秒杀 打地太白 无法秒杀 模拟试炼里的对手 都没有思维和情感 都是凭借本能战斗 韩绝还未来得及开辟洪荒 直接被杀了 地太白还是很将的 他已经先进圆满 只差一步就能成就先帝 悟道剑坐在自己的蒲团上 打量韩绝 不知为何 他觉得韩绝彭扶变了一个人 具体哪里变了 他也说不上来 三年后 一道声音传入韩绝的耳中 出来聊聊 天帝 韩绝愣了愣 天帝为何找他 他立即动身前去 来到数十里外的树林里 天帝转身看向韩绝 眉头紧皱 韩绝心里一凸 这是怎么了 莫非他派苏琪去仙界 得罪了天帝 正当韩绝忐忑不安时 天帝眼睛一亮 道 你是什么血脉 为何气血强大 这么多 韩绝道 我也不知道 最近确实感觉气血 便降了不少 星辰鸿蒙体之事 可不能说 不好解释 天帝仔细打量韩绝 看了好一会儿 道 盘桃大会 你想去吗 韩绝犹豫片刻 道 其实我不想去 怕麻烦 不过陛下若是想我去 我自然不能拒绝 天帝对你的好感提升 当前好感度为四星 韩绝眼前 跳出这一行提示 他不由暗自感叹 天帝也喜欢听马屁 天帝笑道 既然你不想去 那便不去 到时候正让地太白 亲自给你送盘桃 韩绝惊喜 连忙败现 随后 天帝开始跟韩绝闲聊 说起天庭的一些趣事 韩绝大部分时候 都是听着 偶尔附和一句 天帝忽然感慨一声 倘若大神将如你一般 懂得治安图报就好了 韩绝疑惑问道 大神江不是天庭功勋 最大的天江吗 天帝是什么意思 与大神江有矛盾 还是故意敲打他 他的功勋确实大 但正是因功勋太大 所以膨胀 先前阵让他去杀不死大帝 可是费了很大劲 天帝摇头笑道 他的神情有些苦涩 韩绝也不知该不该信 大神江对他 也是有好感的呀 而且是三星好感 在今日之前 与天帝对他的好感度一样 韩绝道 至少他是陛下培养的 陛下宽心 他日我若成长起来 也不会忘记陛下对的恩情 天帝笑道 朕相信你 你先好生修炼吧 有朕在 不会有人打扰你修炼 说吧 天帝便消失在原处 韩绝迅速回到先天洞府内 他开始琢磨天帝的用意 莫非天帝与大神将要决练 他之前还以为大神将是天帝的亲信 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天帝的亲信 目前只有地太白 韩绝暂时不认识其他人 真要是有叛徒 我也能通过系统查看 韩绝默默想到 玄机不再多想 开始专心修炼 等他强大起来 无论天庭多内乱 他都不怕 韩绝也从未想过要为天庭卖命 可以还恩 但没必要拼命 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五年后 韩绝睁眼 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 这是他定下的规矩 每隔十年 必须诅咒一遍敌人 以免有人脑子发热 找他算账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你的徒孙慕容起 遭遇你的好友黄机号袭击 两败俱伤 你的徒孙方良 遭遇你的好友莫复仇 周凡袭击 身受重伤 危难关头 顿悟神通 成功逃脱 你的好友寄仙神 遭遇妖怪袭击 X160105 你的好友宣誓师飞升 你的好友神鹏元帅 遭遇天庭仙神袭击 你的徒孙处世人 感悟天地真意 道横大掌 你的神宠混沌天狗 遭遇妖兽袭击 X310229 你的徒孙方良 顿悟天地神格 立地成神 韩绝看下来 不由感叹 真是精彩啊 先天气运者也开始大战 他们互相逼彼此变强 莫非这便是 赤云界气运大掌的原因 对于莫复仇 周凡 慕容起 方良的混战 韩绝不想插手 即便有人死了 凭借其气运 转世再来 或许更强 数月之后 韩绝放下厄运书 拿出天道令 查看天道碑的排名 这一看 他发现赤云界的排名 又暴涨了 已经杀到301两名 离谱 韩绝连忙观测赤云界 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大跳 这天下竟然涌现了许多强者 莫复企 方良 莫复仇 周凡 黄极浩虽强 但距离天下第一还差得远 五人之中 只有莫复企 莫复仇 黄极浩入了天下百大修士 名次都是90名开外 网上的修士 大多来自各大圣地 天仙府更是有近20人在榜 季仙神走后 天仙府并没有衰落 反而更加昌盛 韩绝观测数日 确定没有魔族 妖族搞鬼后 他才放下心来 他又不能去阻止那些天骄修行 那样的话太实质了 他只能祈祷 赤云界的气运增长速度在慢点 20年后 韩绝终于突破至 轮回真仙境后期 距离玄仙境 已经近了 韩绝查看了一下龙扇 在太乙真仙境中期 喳喳 想必我先跨入金仙境 你怎么敢想啊 韩绝心中吐槽 继续巩固修位 两个月后 他走出洞府 将所有人召集在扶桑树下 长院 西玄仙子 行红旋也被他叫来 他准备为众人讲道 提升他们的道行 仙人讲道 对于凡人而言 那便是天大的机缘 韩绝利用自己的道 因让众人迅速进入顿悟状态 在这个过程中 众人以前觉得难懂得修行困惑 直接迎刃而解 十分神奇 足足过去一年 韩绝结束讲道 开始让他们提问 一一解惑 短短一年 所有人的修位都得到提升 即便是已经跨入散仙境的两支金屋 最明显的是周明月 主要是他境界低 经过韩绝的讲道后 他的天赋彻底打开 又过去半年 韩绝方才起身 夫君 我想跟你说话话 我们进去吧 行红旋忽然跟上 展颜笑道 长月儿醋眉 西旋仙子离去 悟道剑也有些不爽 但不敢吭声 徒灵儿羡慕地看着行红旋 其他人假装没有听到 各自修炼 韩绝拗不过行红旋 便带着他入洞府 让悟道剑在外等着 我是不是应该更主动 长月儿默默想到 他眼神坚定 决定过段时间再找韩绝 来一个霸王印上弓 刚入洞府 行红旋便朝着韩绝贴上来 跟蛇一样 夫君 最近你怎么又变好看了 我真是太喜欢你了 行红旋用一种 极其甜腻的声音称道 听得韩绝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婆娘越来越做作了啊 韩绝心中吐槽 但还是老老实实地宽衣 偶尔释放一下也好 免得心境出现问题 天庭 北天门 季仙神穿着天江银甲站立 周围有十数名天兵 身为低品天骄 季仙神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被安排来镇守四大天门 季仙神面无表情 心思早就飞到天庭之外 上次的战斗让我感悟颇深 果然 还是得战斗 不能一直闭关修炼 季仙神默默想到 决定下次找几位天将 再去扫荡妖狱 就在这时 前方飞来几位仙神 季仙神与天兵们 纷纷弯腰行礼 听说了吗 此次盘陶大会 陛下邀请了神功 佛门与妖庭联手 天庭自然得拉拢神功 据说神功的那位天骄要来 哪位 先帝转世那位 怎么可能 是另一位天骄 见神帝 看来盘陶大会没那么简单 听着仙神们的议论 寄仙神迷眼 来到天庭已经有一段时间 对于神功 他也了解过 神功的修饰 未必有天庭多 但神功的天骄 先帝 大帝 是最多的 两大势力聚集 不可能只是聊天 必然会切磋 明争暗斗 若是我能击败剑神帝 岂不是能一飞冲天 季仙神默默想到 眼睛越发明亮 他只是低品天将 对于仙界的修行境界 了解得不深 不知剑神帝有多强 但既然是天骄 那就说明还未成长起来 跟行红悬折腾一个月后 韩觉终于肯放悟到剑进来 他没有理会他的小情绪 拿出厄运书 日常任务不能丢 他习惯性地开始查看邮件 有种批阅奏折的感觉 天帝在灵霄宝殿上 或许也有这种感受 只是韩觉不用处理 只需看 X14 方良这么凶 一个人单挑莫复仇 周凡 韩觉看得愣了愣 立即查看方良 天帝神帖 有点东西 韩觉还注意到 苏琪已经赶到羽龙仙岛 乖途 希望在丹青真人 找未施麻烦前 你能将他没死 韩觉喃喃自语 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悟到剑好奇问道 您在说谁呢 韩觉道 没什么 主人 通天见到的 第一层我快要炼成了 悟到剑笑嘻嘻地说道 韩觉没好气到 炼成再说 这都多少年了 好吧 悟到剑无奈 只能继续修炼 韩觉不再理会他 继续看邮件 冲浪的爽感 只有他能明白 数月之后 任务打卡完成 韩觉先用天道令 观测寻长安 对于寻长安 他还是很担忧的 这次经常陷入情节 出去这么久 也不知情况如何 若非苦修成仙山的灵气 已经不需要寻长安来增强 韩觉非得将他按在山上 此刻 寻长安正在一座城中的客栈里买醉 嘴里一直嘟囔着一个名字 茄儿 韩觉是真的服了 神佛下的诅咒这么恐怖 人都死了几百年 竟然还忘不了 韩觉突然觉得 让寻长安死掉或许更好 再来一事 韩觉直接将他困在山上 不见一个女子 不行 这样也不妥 万一他盯上山上的女子 那就变成狗血剧情了 韩觉想了想 要不然去找茄儿的转世 不过寻长安那么丑 无论茄儿转世多少次 估计都不会喜欢上 唉 罢了 还是抓紧时间修炼 争取早日达到神佛的境界 解救寻长安 韩觉这般想到 虽然慕容奇总是嫌弃寻长安 可每当寻长安有危险 他总会第一时间赶上 有时候 韩觉挺心疼慕容奇的 不过也没办法 谁让他是韩觉门下 三代弟子中的大师兄呢 得起表率作用 有一说一 韩觉觉得 三代弟子比二代弟子强得多 二代弟子中 也就苏奇 图灵儿让他省心 最将的是苏奇 寻长安和杨天东太废了 也是时候 该为他这一门想个名字 苦修门 苦修教 苦修山 苦修洞 狗 洞 岁月如梭 十年一光景 百年一朝代 在韩觉的修炼过程中 时间又往前走了三十年 三十年过去 韩觉暂时还没有突破至 轮回真仙境圆满 但已经不算很远 获得形成鸿蒙体后 还需要这么长时间 可见真仙境是真的不好突破 再看看龙扇 还在中期 这一日 方良回来了 他的回来 引得扶桑树下 所有人都起身 只因他断了一臂 怎么回事 谁干的 黑玉姬问道 方良的头发有些花白 看起来颇位沧桑 不再是当初的清秀少年 方良苦笑道 我自己断的 主事人 周明月也看向方良 尤其是周明月 对方良充满好奇 上山这么久 他经常听其他人提起 方良和慕容起 据说师祖最疼爱他们 没什么 我先去拜见师祖 方良笑道 说完 他便走向先天洞府 韩觉注意到 他的状态不对劲 便将悟到剑赶出来 祖孙俩单独相处 师祖 我总算是明白 您为何不出事 还有您 为何不成亲 方良跪在韩觉面前 叹气道 他的脸上挂满悲伤 韩觉问道 怎么了 方良开始讲述他的经历 原来他娶的妖族圣女 便是黑狐妖帝的女儿 黑狐妖帝起初很器重他 但他发现 黑狐妖帝想统一人妖两族 所以才统一这门亲事 不仅如此 妖族圣女也开始劝说方良 只因黑狐妖帝承诺 日后会把位子 善让给方良 方良哪里肯背弃人族 几经波折 争吵与理念不同 消磨了爱意 这对异族夫妻 还是决裂了 方良斩断自己的手臂 表明决心 再不会回头 妖族圣女伤心欲绝 性情大变 对他充满恨意 韩觉听后安慰道 没事 人生在世 这样的情节缺不了 以后好好修炼便是 天上多的是仙女 没必要一直牵挂她 记住 修行才是最重要的 方良苦笑 韩觉道 留在苦修成仙山吧 不要再出去了 免得又帮赤云界提升排名 方良点头 道 师祖 我现在好像不是凡人了 这种感觉难以名状 虽然我才渡劫境 但大成静修士 已然不是我的对手 真是奇怪 对于自己的气韵 天资 他一直认为 是韩觉当年 为他逆天改命的结果 所以 每次听到别人夸奖他 他都会想到韩觉 心里暖暖的 韩觉道 没什么 你苏琪师伯已经飞升 你的目标应该向他看齐 不要再以凡间大成为标准 你在凡间或许很降 但跟上界的天骄相比 不值得一提 方良仔细一想 觉得有道理 随后 韩觉开始传授他神通 将万剑神宗传授于方良 等他彻底掌握 再传三清诸事 他的目标 是让自己的徒子徒孙们 分别继承他的各项本领 这样才显得他高深莫测 无所不能 三个月后 方良走出先天洞府 整个人一扫颓废 再次变得意气风发 来练练 方良朝着三头娇王笑道 三头娇王暗自想到 这小子想欺负我 不对 他才渡捷径 我有什么好怕的 方良回来后 苦修成仙山山顶 热闹了数日 又恢复平静 上千年的传统 使得韩觉的徒子徒孙们 都已经习惯苦修 周明月似乎拿方良当假想敌 修行态度比以前还要刻苦 韩觉开始冲刺 轮回真仙境圆满 27年后 韩觉成功突破至 轮回真仙境圆满 他没有停下来休息 而是继续巩固修位 大概又过去五年 韩觉迎来突破之际 你先出去 韩觉睁眼吩咐道 闻言 悟道剑条件反射般起身 他走到洞口 忽然回头道 主人 我已经炼成通天剑到第一层 不错 后面再传你第二层 嗯 悟道剑离去 背影有些失落 韩觉暗自想到 我是不是对他太狠了 以后得对他温柔点 免得跑了 走出先天洞府后 悟道剑便兴高采烈地找方阳切磋 两人前往高空切磋 都是剑修 战斗动静很大 引得欲清圣宗不少修饰观望 通天剑到 对万剑神宗 韩觉没有观战 将注意力放在突破上 星辰鸿蒙体 六道轮回弓 六道灵体三大基础 韩觉突破 几乎没有悬念 七年后 韩觉突破成功 他的法力暴涨 灵魂蜕变 韩觉的心情爽到炸裂 他立即调出属性面板 姓名 韩觉 寿命 13651 2045 9999 种族 仙人 星辰红蒙体 修卫 轮回旋先进初期 一亿两千万年寿命 突破天界 韩觉感觉自己要飞天了 一亿年寿命 闻所未闻 这才是修心啊 韩觉看到属性面板后 呼吸都开始急促 只要不惹事 修炼一亿年 达不到大罗 韩觉就把自己的名字倒着写 韩觉巩固修位 半年后 他才彻底结束突破 第一件事 就是拿出厄运书来庆祝 寿命这么长 可以挥霍一波 一人诅咒七日 多一日 会折兽 数月后 韩觉心满意足地放下厄运书 他开始模拟试炼 龙扇之流 已经不配当他的对手 他直接挑战地太白 这一次 他没有被地太白秒杀 两人战斗得有来有回 当韩觉施展通天剑道 第三层见开洪荒后 漫天星辰一出 地太白就有些招架不住 地太白果然修行了通天剑道 同样修炼到第三层 可惜还是敌不过韩觉 这场战斗持续近半个时辰 战斗结束后 韩觉紧皱眉头 半个时辰太长了 我还是不够强 神功那位可是真仙杀金仙 他达到悬仙时 杀金仙必然是秒杀 韩觉默默想到 心中的骄傲荡然无存 他试着跟天地对战 没有意外 直接被秒杀 韩觉再次恢复谨慎性格 他还是太弱呀 万一每天天地性情大便要杀他 他根本挡不住 再定一个目标 超越天地 想吧 韩觉将悟道剑叫进来 悟道剑坐到自己的蒲团上 笑道 主人 您突破成功了 韩觉想到 之前决定要对他好点 于是笑道 嗯 接下来我传你通天剑到第二层吧 你过来 坐在我旁边 悟道剑一听 顿时惊喜 画形数百年 他还从未上过韩觉的床榻 他小心翼翼地坐到韩觉身旁 跟小猫一样 韩觉没有在意 待他坐好 便开始传授通天剑到第二层 传授一年后 他便让悟道剑自己去领悟 这一日 地太白忽然前来拜访 韩觉将悟道剑赶出去 然后让地太白入洞府 你的徒子徒孙们 天资都很不错嘛 突破得挺快 地太白抚须笑道 他跟着打量韩觉 韩觉见他状态有些不对 之前他被鬼神袭击过 莫非伤势还未恢复 还行 前辈此次前来 莫非是为了盘桃大会 韩觉笑着反问道 地太白点头 右手一挥 四颗拳头大的桃子 出现在桌上 盘桃看起来和普通桃子很像 只是更加粉红 盘桃大会马上开始 为了避免盘桃被吃光 提前给你送来 一般的仙神只能吃一颗 就连天母娘娘也只能吃两颗 陛下的那些儿子 大部分也只是一两颗 天资极其出众才能三颗 地太白先艳道 天帝对韩觉是真的肯付出 韩觉听后 不由对天帝的好感提升 他日若能帮天帝 他一定出力 只要不威胁到他的性命 替我谢陛下 此恩情 韩觉一定铭记于性 韩觉认真说道 他已经感受到 盘桃内的磅礴陷气 不愧是天庭圣果 地太白继续笑道 此次盘桃大会 有神功的天骄前来 位守的是剑神帝 此人随时可能成就先帝 虽然不算是 神功年轻一辈中的钢顶之人 但也算第一剑修 倘若你早出生十万年 或许能与他争锋 在盘桃大会上 灭了他的威风 剑神帝 韩觉表情古怪 剑神帝对他还有三星好感度啊 都是朋友 没有必要灭威风 两方势力碰面 莫非要斗法 韩觉好奇问道 按照套路 必然要添交斗法 互相压制 幸好他没有去盘桃大会 否则可就危险了 这定然是拉仇恨的绝佳时机 以天帝对他的器重 很可能派他上场 韩觉越想越庆幸 蒂太白笑道 你放心吧 天庭也不是吃素的 天庭的天骄也很多 龙扇殿下 可不是天庭第一天骄 他只能算是天骄而已 韩觉点头 那就好 希望天庭别出事 别他刚加入不久 天庭就要没了 那样的话 他岂不是成了苦大仇深的玄患男主 两人聊了一会儿 蒂太白告辞离去 韩觉将盘桃收好 然后拿出天道令 也不知最近赤云界的气韵如何 很快 韩觉就看到赤云界的排名 他无语了 第二五三两名 长得太快了 莫非是天庭的气韵在衰竭 韩觉陷入思索中 算了 不管了 先提升一下剑道神通 增强综合实力 韩觉闭目 开始参悟三清诛事 很快 他便进入剑道长河 再次见到战孤星 韩觉发现 战孤星面前停留有一道身影 两人好像在聊天 战孤星朝韩觉招手笑道 你来了 来得正好 你们可以认识一下 这位是神宫的年轻剑修 他才三千多岁 已经是太乙真先进后期 又成为天骄的资质 韩觉不由看向战孤星面前的那道身影 这是一道银色光影 看不清真容 但韩觉乃是轮回悬仙 神石一扫 便洞察到此人的形象 一身红衣 腰间配着宝剑 面容英俊 眉宇间透着自负 他也在打量韩觉 三千多岁的太乙真先进后期 这资质确实了不得 韩觉心中赞叹 他抱拳道 在下韩觉见过道友 银色光影拱手道 神宫 祝剑 祝剑 真是好名字 韩觉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对方明显对他无感 战孤星笑问道 马上便是天庭的盘涛大会 以你的资质 天庭不会邀请你去 韩觉道 我怕麻烦 懒得去 还是老老实实在家修炼未妙 祝剑笑道 确实如此 此次盘涛大会 我神宫的剑神帝必定风头无两 天庭的天骄 应该没有人能胜过他 还真是 这盘涛大会 看似是盛会 神宫却想趁机装逼 韩觉也没有太担心 天帝敢邀请神宫 必定有底气 前辈 我先走了 祝剑对战孤星行礼 然后转身离去 看着态度 战孤星以前在神宫的地位很高 即便离开了 也能让神宫天骄尊敬 韩觉这般想到 对于祝剑的态度 他没有反感 觉得再正常不过 既然没有兴趣结交 那便不结交 祝剑也没有冒犯韩觉 待祝剑消失后 战孤星笑道 神宫的年轻人跟你一样 常年修炼 不擅长交集 韩觉点头 笑道 放心吧 我怎么可能计较 他转移话题 问道 前辈 您可知天帝与大神将的关系 你这么快就接触到了 天帝与大神将不合的传言确实有 大神将自命不凡 成长起来以后 对天帝诸多决定不满 再加上功高盖主 引得各方势力猜测 当然 这些都是传言 大神将依旧属于天庭 战孤星回答道 倘若你真加入天庭 就不要去揣测他们的关系 这两人是分是合 只有他们清楚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大神将只听令于天帝 韩觉点头 他也觉得如此 帝王之心 不能妄自揣测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韩觉告辞离去 之后一年 韩觉数次到来 战孤星不由感慨 到底谁才是 剑道长河的守护者 怎么感觉韩觉 已经把这里当家 花了一年时间 将自己的剑道 提升到极致后 韩觉心满意足 他发现 通天剑道 无法参悟的更将 此剑道已经是极致 韩觉无法想象 创造他的人得多强 韩觉拿出盘桃 服用了一颗 果肉入体 瞬间融化 化为磅礴仙气 韩觉立即运功炼化 数日之后 盘桃消化 韩觉的法力大涨 胜过数十年苦修 寿命也增长万年 但他距离轮回 玄仙境中期 还差得远 玄仙的突破难度 是真仙的数十倍 看来 盘桃对于玄仙而言 帮助并不算大 这也正常 倘若盘桃威力无穷 天地靠盘桃堆 都能堆出先帝 甚至大罗 韩觉决定 将剩下三颗盘桃 先留着 万一有妙用呢 他将先前 吃剩下的桃盒拿起 然后让悟到剑去 埋在扶桑树下 万一能种出盘桃树来呢 人要有梦想 即便不成功 也没事 悟到剑照办 韩觉继续修炼 十年后 韩觉中段修行 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敌人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你的好友周凡 遭遇大能袭击 施展空间神通躲避 意外离开人间 你的徒孙慕容起 遭遇妖兽袭击 X2-9004 你的仇敌黑狐妖帝 遭遇你的徒孙慕容起袭击 身受重伤 命悬一线 你的好友季仙神 遭遇你的好友剑神帝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好友剑神帝 遭遇仙神袭击X67 你的好友龙扇 遭遇你的好友剑神帝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好友剑神帝 遭遇仙神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徒弟苏琪传播霉运 单亲真人减受万年 羽龙仙岛遭遇天结的几率增大 一路看下来 全是身受重伤 好危险啊 韩爵看到剑神帝身受重伤 心里微微松了一口气 这说明天庭并没有被神功压制 他可不希望天庭在这个节骨眼上 被神功压垮 转念一想 韩爵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可笑 这可是天庭啊 在他加入前 天庭是何等的大山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结果加入后 他整日担心天庭 这就有点像黑话无敌 喜白若七分的道理 只有成为敌人 才能清楚对方的强大 剑神帝是被谁重伤的 韩爵很好奇 邮件没有提示是谁 说明与韩爵没有交际 不是大神将 天庭荡真是藏龙卧虎啊 韩爵一边想着 一边继续诅咒 两年后 正在修炼的韩爵忽然睁眼 他抬头望去 目光穿过洞府的天顶 看到赤云界之上的虚空中 出现一道身影 此人身高百丈 脚踏一条千丈长的蛟龙 身穿黑袍 双手交叉于胸前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赤云界 韩爵皱眉 这人是谁 只见黑袍男子 缓缓抬起右手 掌心之中 冒出一把缭绕着血气的长剑 他握住剑柄 不好 韩爵立即腾挪出先天洞府 来到赤云界之上 当黑袍男子挥剑时 韩爵跟着拔剑朝天一展 通天剑道 一剑通天 黑色剑气扶摇而上 与黑袍男子的剑气相撞 轰的一声 剑气炸开 横扫八方 韩爵与黑袍男子 被吹得衣袍鼓动 黑袍男子看向韩爵 面露惊讶之色 区区凡界竟有寻现 黑袍男子暗自想到 他的眼神一狠 再次挥剑 韩爵一瞧 顿时恼了 找死 韩爵二话不说 直接举起鸿蒙判定剑 施展三青诸事 他面前出现九个剑气汪洋 全都是竖着 好似九个锯盘 对着黑袍男子 数不尽的剑影凝聚而出 黑袍男子惊疑一声 立马施展神通 脚下蛟龙化为一座猙獰巨塔 罩着他 三青诸事九中天爆发 每一个剑气汪洋 射出千万剑影 静意的剑影 轰尸而出 韩爵没有流利 六道法力清晰而出 当剑影洪流 在黑袍男子瞳孔中 越来越大时 他心中惊叫 不好 上一剑影汇聚成的 剑气洪流何等的壮观 以极快之势 淹没黑袍男子 就连蛟龙所画的巨塔 也被淹没 剑气之中 黑袍男子脸色大变 心里惶恐极了 怎么可能 这法力 这剑气 真的只是悬仙 黑袍男子咬紧牙关 以自身大法力抵挡 很快 照着他的巨塔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碎裂 照这样下去 要不了数息时间 他的法宝就要破碎 可恶 黑袍男子高声喊道 有话好好说 没必要下杀手 天鹅三人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未五星 韩爵看到眼前跳出的提示 杀星大涨 他家大法力 以绝对强势的姿态 碾杀天鹅散人 形神俱灭 直接诛杀 当韩爵感受不到 天鹅散人的气息后 方才停止施法 韩爵查看人际关系 找不到天鹅散人 应该是死了 他心情糟糕 这叫什么事 他正在闭关 结果突然窜出一个人 想要毁灭他的凡戒 简直倒霉 韩爵重新回到仙天洞府内 他刚坐下 眼前出现一行字 由于你第一次诛杀太乙玄仙 有以下选择 一 升级模拟试炼功能 二 升级系统隐藏功能 韩爵眯眼 陷入思索中 过了一会儿 他选择升级模拟试炼功能 这个功能太降了 能摸清楚 自己与敌人的实力 你选择升级模拟试炼功能 检测到此凡戒属于你 模拟试炼的检测范围提升 以此凡戒为中心 周围虚空 皆属于模拟试炼检测范围 这个可以 韩爵惊喜 终于提升检测范围了 以他如今的修为 欲清圣宗方圆百里 实在是太小 韩爵立即开始检测 赤云界附近 除他之外的最强者 东伐天 太乙帝先进初期 天仙府长老 咦 天仙府 还有这等强者 怪不得经历 这么多大劫 还被围攻过 天仙府仍还活着 当初绝眼道人 屠戮天仙府时 此人为何不出手 韩爵继续往下看 发现赤云界 隐藏了不少高手 光是散仙就有数位 莫非这些人 便是传说中的陆地仙神 大成修士 多达上百之数 离谱 韩爵这才意识到 自己低估了赤云界 有些家伙躲起来 连天道令都检测不到 怪不得赤云界的排名 一直在涨 韩爵看了一会儿 便又继续修炼 四年后 地太白前来拜访 韩爵将悟道剑叫出去 与地太白独处 盘桃大会结束 神功没有占到便宜 也算圆满结束 地太白笑道 显然心情不错 韩爵好奇问道 剑神帝被击败了 嗯 谁 一位天骄 虽是天庭仙神 但传承道门 很少现身 他的身份 你就不用打听了 以后你们迟早会碰见 天庭与道门还有关系 韩爵陷入思索中 地太白继续道 最近有势力 想要摧毁天庭麾下的凡剑 你得小心点 韩爵一听 不由道 数年前 有一位叫天恶散人的到来 诛杀天恶散人后 韩爵没有得到其他大能的仇恨 他不由怀疑 天恶散人是散修 散修怎么 敢招惹天庭 天恶散人 地太白脸色一变 眉头跟着皱起来 他彷扶想到什么 道 天恶散人乃是玄仙 你 韩爵笑不语 地太白心中震惊 这小子已经强盗 可以杀玄仙 这进步速度太夸张了吧 地太白深吸一口气 道 天恶散人来自一个强大的散修圣巢 看来人族对天庭也有想法 韩爵诧意问道 仙界还有王国朝代 那是自然 仙界也有人族 而且数量庞大 乃是天道主角 天庭 神功多是以人族为基础 选拔仙神 他们还会再来吗 我会让仙神专门来庇护赤云剑 你不用担心 地太白的承诺 让韩爵顿时松了一口气 不愧是天庭 抵运族 韩爵也怕麻烦不断 地太白立即起身 笑道 既然知道来自何方势力 那就好办了 天鹅散人也真是愚蠢 竟然向你自报身份 韩爵笑了笑 他起身送地太白离去 地太白离去后 韩爵走到扶桑树前 打量地仙葫芦藤 七个葫芦子已经长成小葫芦 葫芦精似乎快要成型 韩爵很期待 韩爵将神识探向埋在泥土里的盘桃桃河 没有动静 看来想要种出盘桃树 没那么简单 这也正常 这么容易种植 盘桃树早就是大陆货色 师祖 一道声音传来打断韩爵的思绪 只见周明月小心翼翼地走过来 十分紧张 韩爵瞥了他一眼 应道 嗯 周明月鼓起勇气 道 师祖 我想向您学习法术神通 不知我要怎样才能让您教我 楚世人对修行之事很是摸鱼 也没有学过神通 根本没有神通 法术能教周明月 韩爵露出笑容 道 那我便传你一招 周明月惊喜 连忙跪拜韩爵 激动极了 不远处的楚世人撇嘴 黑玉姬调侃道 你这个师父当得真随意啊 小心跟你师叔寻长安一样 楚世人皱眉道 我师父也没教我什么呀 杨天东自从知道他不爱修炼后 就不搭理他 常年在外闯荡 导致他们仕途俩的关系很淡 黑玉姬摇头失笑 韩爵将讽神术 大千雷暴传授于周明月 周明月资质不错 韩爵只教了数日 十年转瞬即逝 韩爵睁眼 开始检测赤云界周围的最强者 自从被天鹅三人袭击后 韩爵每十年除了诅咒 看邮件 还会检测附近的大能 避免有人偷袭 阎君大帝 太乙金先进后期 天庭三平天将 韩爵一看到太乙金先进后期 下意识紧张 不过看到是来自天庭 他又松了一口气 要不要去拜访一下他 韩爵默默想到 可对方对他没有产生一心好感 说明压根不想结交他 罢了 人家也是为了工作 又不是好心保护他 韩爵开始模拟失恋 打阎君大帝 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 一炷香时间后 韩爵睁开眼睛 阎君大帝有点东西 战斗起初 韩爵完全被压着打 太阳真火的焚烧力极其可怕 韩爵即便胜了 也心有余悸 在不能秒杀阎君大帝的情况下 绝不能主动招惹他 韩爵暗自想到 了解阎君大帝的实力后 韩爵放心了 有这等强者庇护 他不用担心 再有人入侵赤云剑 阎君大帝就在虚空打坐 安静地修炼 好像一团烈日 在黑暗中绽放光芒 韩爵完了数个时辰的 模拟失恋后 便又继续开始修炼 虚空深处 一团熊熊烈焰之中 有一名男子正在打坐 他穿着一袭红袍 头戴金罐 散发着帝王般的霸气 他忽然睁开眼睛 刚才 阎君大帝皱眉 他感觉刚才有人在窥探他 但他捕捉不到对方的方位 怪不得天帝派他来守护这方凡剑 原来确实有大麻烦 阎君大帝不敢掉以轻心 立即挥手 一团太阳争火飞出去 迅速分化成数百团小火焰 飞向虚空各个方向 一座繁华的城池中 街道人来人往 寻常安站在街道转角 探头望去 他身穿一袭黑衣 头戴缩帽 望眼欲穿 慕容起忽然出现在他身后 没好气道 既然喜欢上了 那就去献他 寻常安被徒弟的声音吓道 回头悠怨道 你怎么总是神出鬼没 哼 是你不好好修炼 我修位太高 你察觉不到 对于这位师父 慕容起是真的心中无力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才是师父 寻常安叹气道 他长得那么好看 必不会喜欢我 慕容起摇头道 你可是大修士 他只是练气静小修士 怎么可能拒绝你 切儿不是看修位的女子 那看脸 还不如看修位呢 你 孽徒 寻常安气的浑身发抖 很想给慕容起一耳光 奈何他打不过 慕容起道 怕什么 你找了他数百年 纵然失败 也得试一试 徒儿也会帮你们促成一对 文言 寻常安深吸一口气 鼓起勇气走去 慕容起待在原地 一脸看戏的神情 时间荏苒 又是十年过去 韩觉已经满1400岁 他习惯性地拿出厄运书 开始刷日常任务 自从阎军大帝来后 再也没有人来袭击赤云界 韩觉距离轮回玄仙境中期 仍还差一段距离 但已经不算远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你的徒弟苏奇传播霉运 丹青真人产生心魔 羽龙仙岛遭遇数万年难遇的海灾 损失惨重 你的好友周凡德大能所救 踏入仙界 你的徒弟杨天东离开人间 你的道旅宣秦君偶遇机缘 误入上古洞天福地 你的好友黄吉浩顿悟太义剑道 道横大掌 你的神宠混沌天狗遭遇正道修士袭击 X80393 你的徒孙方良 在修行中感悟大道 元神出鞘 这十年堪称是机缘十年 他调出人际关系 查看宣秦君的修为 他一地先进圆满 虽不能跟韩爵比 至少在进步 对于这位人生中第一位道旅 韩爵还是很关心的 宣秦君当初 虽有强迫的意向 但一直都是 他在为韩爵付出 韩爵有些期待 两人在见面时的场景 要是宣秦君知晓 他的修为会怎样 不能再想了 再想就忍不住想出事了 天道又折磨我 韩爵暗骂 数月后 韩爵将自己的所有敌人诅咒一遍 心满意足地放下恶语书 悟道剑开口道 主人 九天银河谁有变化了 文言 韩爵扭头看去 九天银河水在洞府角落 经过数百年 已经变成一片小潭 水面泛着荧光 韩爵看到了什么 脸色微变 立即起身走去 只见九天银河水里 竟然浮现出一座城池画面 人来人往 城池上空 有许多修饰飞来飞去的身影 好似水幕电影画面 无法理解 九天银河水还有这功能 也不知水中的城池来自哪里 韩爵陷入疑惑中 不懂就问 找老哥 韩爵立即回到床榻上 开始参悟剑道 很快 他便来到剑道长河 直接找到丈姑星 老哥 你听说过九天银河水吗 韩爵问道 丈姑星正在修炼 被韩爵打断 有些纳闷 知道 传说中的圣水 你遇到了 这小子的资质恐怖 气韵也令人羡慕 韩爵道 我历练时遇到一片水 正是九天银河水 在水面上 看到一座城池的画面 这是为何 老哥还是厉害啊 什么都懂 九天银河水是天水 照应诸天万界 水面显现的是 某一界天地之子所在的场景 所谓天地之子 可以称为天道主角 人族乃是天道主角 所以 人族能称霸诸天 而放到凡间 凡间天道 也会选择天地之子 在仙界 有不少大势力 靠着九天银河水 寻找好苗子 战姑星回答道 韩爵恍然大悟 那方狼会不会被人盯上 还真有可能 这次之前做梦就被仙神指点过 还梦入太古 说不定就是某些大能搞的鬼 韩爵不再跟战姑星多聊 迅速离开 战姑星郁闷了 这小子 拿他当什么了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回到仙天洞府 韩爵再次来到九天银河水旁 他仔细看去 想看看 此界的天地之子是谁 九天银河水 似乎感应到韩爵的想法 画面一变 出现在一处庭院中 柳树之下 有一名白衣女子在打坐修炼 她面容倾国倾城 长发飘飘 修行之中的她 与身后的柳树 形成一片绝美的画卷 这位便是天地之子 韩爵心中好奇 将神石探入其中 他惊喜地发现自己 竟然能通过九天银河水 窥探这片凡界 韩爵怕招惹到其他大修士 神石便在这片庭院中停留 此女的修位已经是大成 检测到先天气韵者 是否查看其来历 韩爵眼前跟着浮现出一行字 她立即选择查看 丽瑶 大成近五层 天地之子 先帝后裔 出生时有天凤半生 负责所处凡界 修行七百载 成就大成 生性谨慎 讨厌争斗 喜好修炼 韩爵看着眼前的信息 神情古怪 这母版 好像女版的她啊 韩爵对丽瑶顿时产生好感 志同道合 韩爵看丽瑶越发的顺眼 安静修炼的丽瑶 犹如仙女一般 画面是那么的和谐 看了一会儿 韩爵便收回神时 她没有去打扰丽瑶 鬼知道丽瑶在哪片凡界 主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 莫非水里藏着一方天地 悟道剑的问道 韩爵也没有隐瞒 将九天银河水的能力说了一遍 听到悟道剑惊叹不已 这水竟然能窥探到其他天地 当真是了不得 韩爵重新打坐 继续修炼 一片桃林内 一名轻群女子站在树下 娇羞而期待地等着 她面容娇好 时不时向四周张望 远处 一棵大树后 站着两人 正是慕爵起 寻长安 慕爵起催促道 师父 你还在等什么 人家都在等你了 寻长安戴着斗笠 面纱遮蔽面容 她心里忐忑极了 放心吧 你都保护了她十年 她早就把你当心上人 快去 慕爵起将寻长安推出去 寻长安差点被她推倒 这臭小子 手不知轻重 寻长安按骂 然后鼓足勇气 向清群女子走去 很快 清群女子看见寻长安走来 寻长安头戴斗笠 身穿黑衣 气势不凡 很符合清群女子 对大能修饰的设想 就是她一直在暗中保护我 清群女子眼神迷离 犹如花痴般 望着寻长安走来 看到她的神情 寻长安激动了 切儿终于要归她了 寻长安加快脚步 来到清群女子面前 她又沉默了 不知该说什么 一时间 桃花林内一片寂静 清群女子轻咬嘴唇 道 您为什么一直 寻长安强忍着激动 道 我找了你数百年 前世你曾与我一同长大 你是我的一生挚爱 她的表白 让清群女子的脖子 耳朵瞬间通红 数百年 清群女子的心 彻底沦陷了 世上有几个女子 能承受这般告白与痴情 清群女子紧张地问道 我能看你的脸吗 寻长安犹豫 清群女子抬手 轻轻掀开她的面纱 下一秒 清群女子浑身一抖 猛地后退一步 这一步 犹如一盆冷水 消灭了寻长安心中的火 寻长安苦笑问道 我很丑 清群女子沉默 她很想说没事 但真的太丑了 她从未见过如此丑陋之人 并非有残缺 是真正意义上的丑 我 清群女子欲言又止 寻长安心中悲愤 但她早已想到这样的可能 所以并没有绝望 她早已经历绝望 早已不惧绝望 寻长安痛苦地问道 那我走 既然不能相见 那她便继续隐藏在暗处 守护她一声 唉 别走 清群女子叹息一声 她的话又让寻长安的心情好转 莫非这一世的气儿 不嫌弃她 远处 慕容起看得捧腹大笑 她努力憋着声音 不停地垂着树干 快要笑死了 自韩觉发现力摇后 时间又过去三十年 她终于达到轮回 玄仙境中气 虽然突破速度比以前慢 但还在韩觉能接受的程度 这三十年里 韩觉每次诅咒敌人时 也会顺便看看力摇 这婆娘真会苦修 三十年如一日 就打坐在那棵柳树下 一动不动 值得一提的是 竟然没有人来打扰她 按理来说 深处城池中总会被打扰 又不是世外桃源 或许力摇所在的凡界 比赤云界厉害得多 正因如此 人们习惯修行 三十年对于他们而言 并不漫长 突破之后 韩觉拿出厄运书庆祝 她一边诅咒 一边检测赤云界周围的最强者 神鹏元帅 太已经先进圆满 天庭二品天将 韩觉疑惑 神鹏元帅怎么来了 她没有将神势探去 以免惊扰到两位大神 数月之后 韩觉再次检测 神鹏元帅竟然还在 于是乎 韩觉开始用模拟试炼 挑战神鹏元帅 半个时辰后 她睁开眼睛 神情古怪 她竟然败了 同样是太已经先进圆满 地太白都打不过她 神鹏元帅却能 而且韩觉全程被压制 并非是势均力敌 可以啊 不愧是天庭元帅 战斗力有点东西 韩觉猜测 神鹏元帅 应该与神功见神帝 是一个档次 大概过去三年 神鹏元帅才离去 韩觉觉得有些奇怪 这两人有什么可聊的 之前在天庭不能聊 韩觉起身 来到九天银河水旁 继续观望丽瑶 悟到剑吃味道 主人 您是不是看上她了呀 每隔十年 韩觉都会盯着丽瑶看 韩觉回答道 确实有点 悟到剑一听 更加不爽 这么多年过去 丽瑶的修位 已经达到大城近八层 再过不久 估计就可以飞升了 韩觉犹豫 要不要与丽瑶联系 这等大气孕者 以后定然会走得很远 韩觉可以邀请他 来苦修城仙山修炼 共论狗道 嗨嗨 苦修之道 韩觉暗骂 自己怎能骂自己狗呢 这一日 丽瑶终于被人打搅了 来的是他父亲 丽天兴 瑶儿 你已经快要 修成散仙之境 也该结一门亲事 陆家公子如何 其家主乃是太乙天仙 丽天兴笑呵呵地问道 丽瑶醋眉 道 父亲 我不想成亲 我只想修炼 您不要总想着高攀别人 给我时间 我会带领丽家 走向前所未有的墙上 丽天兴摇头失笑道 瑶儿 修行没那么简单 需要机缘的 你整日苦修 达到仙境之后 将寸步难行 那是父亲不知我天赋 纵然是仙境 我也能靠着自身资质超越 瑶儿 这是万载难逢的机会 陆家公子能喜欢上你 你可别错过 父亲 我真的不行 此事已定 你好生准备吧 父亲岂会害你 父亲是为你好 丽天兴说完 便扶秀离去 丽瑶打坐在树下 秀眉紧促 丽天兴离去后 丽瑶很快就进入修行状态 韩觉看得一阵无语 此女心真大啊 换做一般人 必然还得闹一会儿情绪 韩觉也没有多想 继续回床榻上修炼 至于丽瑶的劫难 她暂时没有插手的想法 看丽瑶的态度 明显有恃无恐 两年后 蒂太白前来拜访 她神情凝重 明显是有大事 韩觉让悟到剑出去 蒂太白坐下后 首先叹息一声 韩觉小心翼翼问道 怎么 天庭出事了 蒂太白沉声道 出大事了 韩觉心里咯噔一下 糟糕 靠山要倒了 天地陛下的天妃 又淡下一子 气韵雄厚 天生至尊 道君说 可成为下一任天地 是天庭复兴的希望 蒂太白忽然展颜笑道 韩觉愣住 就这 搞得跟天塌了一样 韩觉差点骂人 她敷衍道 真是可喜可贺呀 蒂太白笑道 谁让你小子说出事 我就顺势吓你一下 韩觉无奈 你好歹是文仙之首 不怕有失身份 所以呢 韩觉继续问道 所以 天庭要大开盛宴 你要去吗 能不去吗 哈哈 我就猜到你不想去 陛下也猜到了 所以 压根没想请你去 呵呵 韩觉脸不抽动 很想问问地太白 你觉得自己很幽默 地太白正色道 言归正传 陛下想将小殿下 送到你这里来 你愿意接纳吗 韩觉愣了愣 想蹭我灵气 不过一想到天地 对她挺好 她实在是没有理由拒绝 天地心思很明显 想要枪韩觉彻底拉拢 韩觉觉得 天地小瞧自己了 真要是遇到 不可抗拒的危险 她绝对会丢下徒弟们 尽力就好 没必要同年同月同日死 韩觉道 只是暂住 还是想让我收徒 地太白意味深长道 收徒 说实话 她不能理解 天地这样做的原因 她觉得 天地太器重韩觉了 韩觉虽然天资堪比大神江 但当初面对大神江 也没有这般花心思 没问题 韩觉答应下来 地太白点头道 最近天庭内部 有仙神在拉拢人心 若是有人找你 你得第一时间告诉我 这不是好事 闻言 韩觉不由想到 先前的神鹏元帅 阎君大帝 他犹豫片刻 道 先前神鹏元帅 来找阎君大帝 两人相处数年 此事别说是我说的 地太白皱眉 南南道 又是神鹏元帅 此事我知晓了 你继续修炼吧 地太白凭空消失在原地 比之前都要急 看来神鹏元帅 不止找了阎君大帝 韩觉暗潮 我真当了天庭的狗啊 不得不说 真香 目前天庭并没有将他当狗 天庭大力供养他 他还未向天庭奉献过 既然已经与天帝绑在一起 那韩觉就得为天帝的地位 出一份力 即便不出力 也得提供情报 韩觉起身走出先天洞府 天帝之子会来 你们可得好好修炼 别到时候被比下去 韩觉像正在修炼的众人说道 众人纷纷起身 方梁差一道 天帝之子 我们本来就比不过呀 数百年前那场天庭大战 他至今记忆犹新 龙扇的强大 让所有凡人望尘莫及 黑玉姬叫道 你个傻子 天帝怎么可能就一个儿子 其他人不由看向韩觉 没错 是天帝的小儿子 刚出生 会成为我的新弟子 韩觉戏谑笑道 众人哗然 周明月紧张道 天帝 是众神之主的那位天帝吗 三头娇王黑黑笑道 没错 就是那位 主人给天帝之子当师父 可见主人的修为有多高深 图灵儿 悟道剑不由崇拜地看向韩觉 韩觉一直待在洞府 却能吸引仙神 难以想象他到底有多强 楚世人好奇问道 师祖 天帝是不是修行镜头上的最强者 韩觉明白他所想 笑道 并非如此 否则魔族早就不复存在 天帝也无需将他最宝贝的小儿子 送来这里 楚世人若有所思 好了 你们继续修炼吧 我就提前通知你们一声 别到时候吓一跳 韩觉丢下这番话便走到扶桑树前 他开始活动筋骨 顺便观察扶桑树 扶桑树是他修行的主要衣仗 容不得半点损失 好在扶桑树的成长一直很健康 有这么多弟子 神宠保护 至少凡间没有力量能摧毁他 七年后 天帝之子被地太白送来了 才七岁 穿着金衣 长得倒是很可爱 水灵灵的眼睛 好奇地望着周遭的一切 地太白将他放下 指着韩觉道 从今以后他便是你的师父 你要听他的话 好好修炼 不要惹事 天帝之子 翘生生地盯着韩觉 丝毫不紧张 毕竟他是天帝之子 众仙神都献过 怎会紧张 检测到先天气运者 是否查看其来历 韩觉望着眼前突然出现的一行字 默默选择查看 龙昊 散仙境九层 天帝之子 天生为帝 浩天转世 浩天乃是第二代天庭之主 最强大的天帝 在无量大劫中陨落 为了复仇 重新杀上大盗 灵魂转入天妃腹中 成为天帝之子 待成就先帝 浩天便会觉醒 夺舍肉身 浩天 最强大的天帝 韩觉暗自心惊 天帝不止一刃 等等 此事天帝知晓吗 韩觉没想到 这位天帝之子 来历如此大 莫非正是如此 天帝才将他送来 苦修成仙山 想让他安安心心地 修炼到先帝 只是夺舍肉身 是怎么一回事 莫非龙浩是双魂 现在并非浩天之魂 师父在上 请收徒儿一拜 龙浩跪拜在韩觉面前 开始磕头 十分可爱 看得悟到见 徒林儿的心都快化了 韩觉挥手 用法力托举起龙浩 从今以后 你便守得第五位弟子 韩觉笑道 然后看向其他人 道 以后他也在扶桑树下修炼 尔等必须照看好他 另外 不要与他斗法 他虽七岁 已经有超越大成的修位 此言一出 众人被吓到 七岁超越大成 这 两只金乌 看向龙浩的目光 充满嫉妒 倘若他们有这般天赋 也不会被驱逐出金乌神族 龙浩的加入 令苦修成仙山热闹起来 起初 楚世人对龙浩最感兴趣 整日追着龙浩 直到龙浩来到先天洞府前抱怨 韩觉才让三头交王带龙浩 不准楚世人靠近 楚世人竟然奉劝龙浩不要修炼 龙浩对他极其反感 对于龙浩 韩觉也没有太关注 带娃这种事 交给其他人就好 在韩觉看来 龙浩只是过客 不可能永远待在他身边 也不可能孝敬他 在龙浩心里 最重要的必然是天地 韩觉也没试着给龙浩灌输什么 倘若龙浩真的变了 天地必然会察觉到 修行才是最重要的 龙浩的出现 让韩觉想到很多 天地之位 竟然可以换人 倘若浩天觉醒 说不定会重新觊觎上天地之位 韩觉要做的 就是在天地倒台前强大起来 纵然不依仗天庭 也没有人敢招惹他 又是十年过去 韩觉从修行中醒来 他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敌人 他一边诅咒 一边查看邮件 你的好友济仙神 遭遇仙界大能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好友剑神帝 遭遇妖怪袭击X 你的好友剑神帝 遭遇妖族先帝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徒弟寻常安道心蜕变 觉醒设立 你的神宠混沌天狗偶遇机缘 获得上古妖王金丹 你的好友神帝元帅 遭遇天兵天将袭击X 你的好友神帝元帅 遭遇你的好友大神将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好友周凡 获得机缘 霸体蜕变 天庭动乱了 几先神都受伤了 韩觉注意到神帝元帅的惨况 不由自责 必然与他先前告状有关 自责归自责 但韩觉不后悔 万一神帝元帅 真的把天庭搞崩了 他的靠山就没了 况且 天庭肯定有自己的考量 不可能因为韩觉一句话 就要杀一位大神 当时周凡令韩觉刮目相看 这次直接跳过天节 到仙界去玩了 很牛批呀 没有周凡陪伴 莫复仇会不会很寂寞 韩觉这般想到 数月之后 他放下厄运书 拿出天道令 查看天道碑内的排名 这一看 韩觉抑郁了 排名又升了 第一九九七名 又涨数百名 离谱啊 韩觉觉得 赤云界在搞事 再这样下去 赤云界迟早会引起注意 不仅是天庭 还有其他大势力 之前便有神秘圣巢 前来剿灭天庭凡界 韩觉只能祈祷 在网上的凡界 都是挂笔界 很难超越 随后 韩觉起身来到九天银河水旁 丽瑶还在修炼 韩觉觉得奇怪 丽天心给他 安排了他不心要的婚事 他为何无动于衷 等等 这次竟然突破这散仙境了 有点意思 怪不得他有恃无恐 韩觉看了一会儿 便又回去修炼 丽瑶的出现 对于他而言 只是一个乐子 如同追电视剧一样 他不想参与 只想观看 人家已经突破这散仙境 你也得快点 韩觉对悟道剑说道 悟道剑撇嘴 啊 通天剑道太难修炼了 耽误我的境界 那你先提升境界 以后再修炼 那我绝对能突破这散仙境 我要的不是能 而是快 好吧 悟道剑被刺激到 他一定不能输给那个女人 韩觉满意一笑 悟道剑的资质还是很降的 再加上苦修成仙山的灵气 修行速度自然不会慢 只是先前一直在参舞通天剑道 灵霄宝殿 天地高座地座 殿上只有两位仙神 地太白与大神将 地太白问道 大神将 神蓬元帅招了吗 大神将回答道 没有 他不肯说背后的事例 但我猜测与佛门有关 他的师父应该是佛门某位佛祖 很可能是 已经消失很久的士尊佛祖 士尊佛祖 地太白脸色微变 倘若是士尊佛祖 未必就与佛门有关 正在想 除了神功 佛门 妖庭 会不会还有一只隐藏在暗处的庞然大物 例如在封神大劫中 落寞的道门三教 天地悠悠开口道 他的语气平静 却听得地太白 大神将动容 封神大劫 那是传说中的大劫 位于历史长河遥远的深处 大神将皱眉道 道祖不是下令 道门不得再参与天道之争 天地回答道 道门的那些古老存在 想要突破之更强 就得争夺天道契域 之前道君前来 便是一个征兆 地太白昼眉问道 那天庭该怎么办 天庭内掺杂着太多道门仙神 远古封神之战 便是道祖为了扶持天庭 让道门三教的大修士 被迫入天庭为神 倘若道门三教卷土重来 他们必定会屈之若鹜 怕什么 天庭有四级大地 三大神将 三十六仙君 还有韩觉这样的 天骄在茁壮成长 朕早就有此顾虑 天地霸气道 丝毫不惧道门三教 大神将问道 韩觉的修为如何 地太白抚须笑道 前不久杀了一尊悬仙 那还不错 此子的性格跟你恰好相反 以后适合镇守天庭 嗯 我也看好他 虽然喜欢苦修 但绝对不怕是 大神将露出笑容 期待韩觉的未来 天地开口道 继续调查 神鹏元帅勾结的所有仙神 都得调查清楚 若是反抗 直接诛杀 天庭也该肃清了 另外 调查一些浩天御帝的救党 倘若还有古神信奉浩天 记录在侧 朕一并薛其神位 地太白连忙应道 遵命 大神将跟着说道 陛下放下 有我一日在 必保陛下地位永存 他神情肃母 眼神坚定 春去秋来 又是二十载过去 韩觉还未突破 但法力一直在增强 击败地太白的耗石 也在不断缩短 这一日 韩觉正在诅咒敌人 他忽然感受到 一股恐怖威压到来 笼罩赤云界 这股威压 只针对于仙境 凡人感受不到 韩觉连忙检测 赤云界周围的最强者 降龙佛 太乙经先进后期 佛门神佛 韩觉皱眉 佛门神佛 他顿时联想到寻长安 莫非是来找寻长安的 韩觉搜索对方的位置 发现降龙佛在虚空 被阎君大帝拦下来了 两人都是太乙经先进后期 正在针锋相对 赤云界之上 虚空 阎君大帝面无表情 目光盯着 前方冒着万丈佛光的一名 威严和尚 这位威严和尚 正是降龙佛 身产一条金龙 肌肉强壮 十分霸气 阿弥陀佛 倒有真的不让平僧 降龙佛冷声道 言语中充满威胁意味 阎君大帝轻蔑笑道 此乃我天庭凡界 岂是你想进就进的 今日就算站起来 要不了多久 天庭众神必定赶到 数百年前的劫难 天庭还没找佛门算账 你正好送上门来 动手吧 让本帝领教一下神佛的力量 面对有恃无恐的阎君大帝 降龙佛皱眉 他没想到 阎君大帝如此充 当是先见 谁不给佛门面子 降龙佛眼神一冷 哼道 阎君大帝 此因果没完 阎君大帝不屑一笑 另一边 韩觉正在进行模拟试炼 许久 他睁开眼睛 感慨道 神佛有点东西 太已经先进后期的降龙佛 竟然比太已经先进圆满的地太白 还要强大 韩觉最后勉强诛杀降龙佛 自身却只剩下魂魄 战况惨烈 这降龙佛不能轻易招惹 韩觉默默想到 他再次检测降龙佛的位置 发现降龙佛已经离去 韩觉拿出天道令 搜查寻常安 很快 他便找到寻常安 韩觉的表情变得古怪 寻常安正打坐在海边 面朝大海 身上散发着佛光 整个人的气质蜕变 虽然已经丑 但在圣年的气质下 不再那么不堪入目 寻常安的修位 竟然飞跃至度洁净 怎么回事 韩觉立即用神识探查寻常安 并没有被夺射 但寻常安体内 隐藏着一颗金色珠子 莫非就是佛门射里 这时 慕容起从远处飞来 他落在寻常安面前 道 师父 他的尸骨已经埋了 寻常安缓缓睁眼 叹息一声 师父 此节已经过去 你没有必要再想他 你不亏欠他 只是他想要的太多 寻常安悠悠道 为何轮回改变不了人性 慕容起没有回答 倘若轮回能让人性格蜕变 那还是同一个人吗 师父 接下来你有何打算 慕容起问道 寻常安道 回家 慕容起一听 顿时露出笑容 他也早就想回家 家在哪 苦修成仙山 韩觉听到他们的对话 不由更加好奇 寻常安的情节破了 算了 等他回来再问 韩觉放下天道令 感慨道 儿孙都大了 都有自己的命 悟道剑好奇问道 主人 您在说谁 韩觉笑道 没有说谁 等你以后成道 会不会离开苦修成仙山 悟道剑诧意道 离开苦修成仙山 那我去哪 我生在这里 哪儿也不去 除非主人您离开 字画形起 悟道剑就从未想过要离开 他的世界很简单 就是修炼 韩觉摇头失笑 这个问题对悟道剑而言 还太早 旋即 他拿出厄运书 继续诅咒敌人 一年后 寻常安和慕容起回来 已经长大的龙浩 周明月对他们很好奇 众人围坐在树下 聊得热火超天 寻常安的变化太大了 身上的佛光 一直外放 跟仙神似的 黑玉姬调侃道 气儿又死了 寻常安瞥了他一眼 没有说话 慕容起打量龙浩 浩浩浩浩浩问道 你是什么境界 他们已经互相认识 慕容起对于这位小师叔 充满浩浩浩 不知为何 一看到龙浩 他就有种血脉奔章的感觉 犹如遇到一生之敌 龙浩得意道 我已经是散仙 慕容起沉默 四十多岁的散仙 方良安慰道 是的 别跟他比 我们比不过的 龙浩傲然笑道 以后遇到麻烦随时找我 我可是你们的诗书 众人继续聊起来 听慕容起说 这些年的经历 两只金屋 也在认真听着 足足聊了数个时辰 天都黑了 突离儿疑惑道 你们说我们这一门 应该叫什么 我们又不算 欲卿圣宗的弟子 众人之中 只有慕容起 方良担任 欲卿圣宗的职位 其他人都只跟韩绝 确实 我们这一门已经壮大 完全可以自立 方良点头道 别说韩绝 光是方良和慕容起 就足以俯视 欲卿圣宗 黑玉姬黑黑笑道 叫鸡门如何 众人齐刷刷地转头 瞪了他眼 阿大挥动金屋翅膀 直接将他掀翻落地 师父 您怎么看 方良问道 寻常安一直没有说话 他感觉极其不自在 因为处世人一直盯着他 盯得他心里发毛 寻常安道 此事只能听师父的 这时 洞府大门打开 韩绝 悟道剑走出来 龙浩立即凑过来 兴奋道 师父 您终于出来了 何时传我神通 韩绝打量着他 感叹道 一晃眼 你都这么大了 明日便传你神通 龙浩长相俊朗 一看就是天地之子 长得和天地颇为相似 苦修成仙山上 龙浩与三头交王的关系最后 其他人都忙着修炼 也就黑玉姬 三头交王有时间陪他玩 三头交王已经达到大城镜巅峰 随时可以渡截 韩绝来到寻常安面前 问道 近来如何 一见到韩绝 寻常安安安娜已久的情绪 终于爆发 他的眼眶瞬间通红 低头哽咽道 师父 徒儿心里苦啊 在慕绒起面前 他得保持为人尸表 只有面对韩绝 他才能卸下心中的包袱 寻常安开始嚎啕大哭 不负先前的威严形象 韩绝看得一阵心酸 到底还是他的徒 在修真界 师徒便是父子 韩绝扶着寻常安 来到悬崖边坐下 慕绒起连忙挥手 道 大家各自修炼 别看了 众人点头 但在修炼的过程中 都竖着耳朵听 龙浩最为好奇 这位师兄 为何哭得这么伤心 他坐到三头交王身旁 传音询问 三头交王回音 与其意味深长 他遭遇了人世间最难的事 请 龙浩更加疑惑 请怎么了 悬崖边 寻常安开始跟韩绝诉苦 韩绝耐心听着 检测到太古灵餐正在觉醒 你有以下选择 一 阻止寻常安觉醒 使其继续深陷情节 可获得一箭之宝 二 助寻常安觉醒 摆脱情节 将引来佛门的注意 可获得一箭之宝 顶级气韵 悄悄修炼千年正文 卷地208章地道之宝 周凡的希望 望着眼前的选择 韩绝没有立即做出决定 而是继续听寻常安诉苦 故事也就那么简单 切尔转世 在寻常安的庇护下 切尔顺利加入了一个宗门 却喜欢上了另一位男子 寻常安得知此事后 极其痛苦 但为了真爱 他只能送上祝福 然后继续庇护切尔 后来 切尔的夫君发现此事 惦记上了寻常安 于是让切尔 向寻常安各种索取 寻常安一开始没有察觉 还是慕绒起发现此事 寻常安并没有愤怒 而是伤心欲绝 慕绒起忍不了 便教训了切尔的夫君 哪知刚碰一下那家伙 人就死了 慕绒起当时就傻了 他发誓自己 真的没有用力 切尔恨急了慕绒起和寻常安 后来嫁给摩修 想要复仇 当今天下 哪有摩修是慕绒起的对手 来一个摩修 慕绒起便杀一个 切尔就一直在嫁 对寻常安的仇恨不断加深 直到后来被摩修暗算 得取生机 一夜衰老 修为全尸 韩绝听后 暗自震惊 这也太 离谱 转念一想 韩绝觉得不对劲 这切尔的脑子 是被驴踢了 宁愿嫁摩修 让自己变得下左 都不肯跟寻常安 还有慕绒起之前一碰气的夫君 他就死了 莫非有神佛在暗中操控 师父 我真的不想再挨挨了 我不想再牵挂气 我真的不想 可为什么 我心里就跟出现心魔一样 总是浮现出他的一瓶一笑 我都已经渡截境 怎会比凡人还要偏执 寻常安绝望地说到 他的瞳孔已经变成金色 他已经开始怀疑自己 并非真的喜欢气 而是一种诅咒 一种劫难 韩绝陷入犹豫中 看到寻常安这么痛苦 韩绝无法选择第一个选项 选择阻止寻常安 可以让自己少些麻烦 但寻常安会一直痛苦下去 我在怕什么 降龙佛打不过 纵然佛门有更强大的神佛 我背后也有天庭 天庭与佛门本就敌对 韩绝眼神闪烁 心中有了决断 他缓缓抬起右手 食指点在寻常安的额头上 寻常安愣住 不明白 韩绝要做什么 韩绝平静道 这确实不怪你 其实你中了情节 情节 寻常安大惊还未来得及多想 韩绝的霸道法力冲入他体内 神识直接探入寻常安的灵魂深处 在寻常安的灵魂深处 射力正在剧烈颤抖 散发出神秘力量 不断冲击他的灵魂 射力在反抗情节 韩绝用神识助力 两九 韩绝收手 寻常安闭幕 开始入定 前世纪开始苏醒 韩绝眼前跟着浮现出三行字 你选择助寻常安摆脱情节 获得一箭至宝 恭喜你获得地道质宝 金刚五行镯 金刚五行镯 地道防御质宝 可承受先帝一击 可吸收五行仙气 地道防御质宝 可承受先帝一击 韩绝惊喜 好宝贝啊 这波蟹传 韩绝起身 走到龙昊面前 道 想学什么神通 龙昊兴奋道 当然是最降的神通 韩绝露出笑容 既然如此 那就传绝情飞剑吧 嗨嗨 韩绝只能想想 可不敢真这么做 他决定 将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传授给龙昊 数日后 韩绝教导结束 而寻长安也得苏醒 他整个人蜕变 脸上开始脱皮 丑陋的面容 竟然变得极其英俊 仅次于韩绝 这可把众人吓到 怎么回事 师父被夺射了 师兄 你还好吗 丑和尚竟然变俊了 主人 他怎么了 众人将寻长安围住 韩绝没有回答 而是转身回洞府 寻长安睁开眼睛 瞳孔变成金色 皮肤白皙 风神俊逸 活脱脱一位翘和尚 慕绒起最为震惊 这 唯一皱眉头的是楚世人 看到寻长安的蜕变 他莫名心绪不宁 寻长安起身 朝着韩绝跪拜 这一拜 是真心实意 纵然恢复前世记忆 他也怨认这位师父 从今以后 我与佛门无关 只奉师父 寻长安眼神坚定地想到 韩绝眼前跟着 浮现出一行字 当前好感度为六行 韩绝欣慰 这才是好徒弟 知恩图报 韩绝不信口头承诺 只信好感度 回到洞府内 韩绝拿出金刚五行镯 开始认主 祥龙佛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四行 天怒神佛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四点五行 终于来了 韩绝立即查看 天怒神佛的信息 天怒神佛 修为未知 佛门神佛 太古临参的前世主人 推散到你帮助太古临参解除情节 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四点五行 修为未知 那就是先帝了 怪不得情节这么难解除 韩绝默默想到 待金刚五行镯成功认主后 韩绝立即拿出厄运书 开始诅咒天怒神佛 从此以后 诅咒列表多了两个名字 顺带将所有敌人诅咒完后 韩绝拿出天道令 与地态白联系 假意询问天怒神佛是谁 佛门的神佛之一 先帝存在 你怎么知晓他 地态白诧意问道 韩绝回答道 我被他托梦威胁 说要杀我 反正都是敌人 怎么变度没事 地态白沉声道 此事我会禀报天帝陛下 你不用担心 嗯 天道令切断联系后 韩绝继续修炼 早日突破至轮回玄仙境后期 才是重中之重 一座金色大殿内 立着一口大顶 顶上悬浮着一尊人影 劈头散发 赤着身体 肌肉发达 犹如人形凶兽 赫然是周凡 在顶前站着一名老道人 他抚须孝道 不错不错 能忍受这般痛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也算是天骄 周凡面目扭曲 咬牙道 还有多久 还早着呢 坚持住 只要熬过去 你就能成就仙境 仙境比天兵天将如何 自然要超越天兵 至于天将 天将实力不同 无法概论 文言 周凡面露惊喜之色 自从韩绝队战过天兵天将后 他一直拿天兵天将当目标 他终于能赶上韩绝 最快更新 无广告 凡人的眼界就这么点 就知道天兵天将 仙界可不是天庭位大 老道人摇头笑道 言语中充满轻蔑 周凡一听 虎曲一震 咬牙问道 您到底是什么人 老道人笑道 我只是一宗门的长老 你们宗门比天庭厉害 我们是天庭下属的宗门 周凡差点破口大骂 那你吹什么 老道人哼道 专心修炼 别想那么多 周凡只能按捺住愤怒 不再多想 自从寻常安解除情节后 便开始专心修炼 天赋彻底被激发 能让佛门如此上心 太古灵参自然不简单 其修行速度暴涨 可谓是一日千里 当然 韩绝门下天赋最降的 还是龙号 其次是楚世人 慕容起 楚世人对修行 还是很抗拒 经常发神 慕容起的天资 却是越来越降 看样子 神功战神也快要苏醒了 韩绝将天地玄黄破戒剑指 传授给龙号后 这次很快就掌握 这般资质 实在是离谱 韩绝再次进入修行中 岁月流逝 行红玄 长院 西玄仙子 偶尔外出历练 他们的修位 也在水涨船高 再加上有天之傀儡在 这凡间对于他们而言 如同后花园 也不会遇到危险 轮回玄先进后期 比韩绝想象中 还要难突破 足足过去四十载 韩绝终于突破 轮回玄先进后期 韩绝的法力暴涨 再战太白金星 只需一炷香时间便可击败 至于神鹏元帅 韩绝杀他也不会再只剩魂破 对付降龙佛 韩绝击杀的时间也大大缩短 韩绝虽是苦修 但战斗力也在不断提升 这三人成为韩绝的战斗对象 与三人对战 能让韩绝增长不少对抗仙神佛的经验 与凡间修饰不同 仙神们的法宝很多 在凡间 法术神通作用大过法器 但在仙界 法宝有时候比神通更强 例如降龙佛 他的佛杖就很恐怖 韩绝觉得 一丈将赤云界砸成灰烬 绝非难事 模拟失恋后 韩绝拿出恶运书 开始诅咒敌人 他一如既往 开始同时查看邮件 你的徒弟苏奇传播霉运 与龙仙岛遭遇万年难遇的海难 你的好友 祭仙神顿悟神通 道横大掌 你的仇敌天怒神佛遭遇你的好友 大神将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仇敌降龙佛 遭遇你的好友 大神将袭击 身受重伤 你的好友大神 将遭遇神佛袭击 X18 你的好友 大神将身受重伤 命悬一线 幸得大能相救 你的好友黄金浩飞升 你的神宠混沌天狗 离开人间 你的徒弟徒林 觉醒大无神通 韩绝对大神将的好感 迅速提升 不愧是天庭第一大掌啊 连天怒神佛 都敢打 看来大神将在先帝之中 也是极为强横的存在 天帝也是够拼 为了他敢得罪佛门 韩绝转念一想 估计天帝也是憋着一口气 正好要发现 如此强势的天庭 真是爱了 加入大势力 不就是为了追求保护 韩绝心情愉悦 至于邮件里其他人的遭遇 他并没有太在意 包括混沌天狗的离去 这只气韵神兽很难死 就算遇到大能 也顶多是将他抓起来 数月后 韩绝放下乐运书 来到九天银河水旁 他发现 丽瑶已经离开城池 躲在一片山林里修炼 与世隔绝 山水间 他一袭白衣 清风吹拂 美如画卷 他的境界也一直在突破 很不错 照这驾驶 要不五十年就能成就地先 韩绝对此界产生兴趣 这是凡剑 还是仙剑 他将神石探入九天银河水内 跟着往天地八方探去 绝大多数生灵 都在大成镜之下 甚至不乏炼气镜 应该是凡剑 仙剑再弱 也不可能有炼气镜存在 没过多久 韩绝就捕捉到了太乙帝仙 这片凡剑很强 天道竟然能允许太乙帝仙存在 不过这位太乙的仙的身份 极为崇高 乃是一方大宗门的太上长老 这座大宗门弟子 多达数十万 弟子整体修为素质 比玉卿圣宗 降了不知多少倍 韩绝看了一会儿 便收回神石 他盯着丽瑶陷入思索中 悟道剑的声音飘来 主人 您怎么又在看他 怎么想他 要不要把他接过来 他的语气带着簇尾 韩绝回答道 他不简单 我只是想看看 他会达到多高的成就 丽瑶体内 蕴含着一股奇异的力量 很不简单 虽然这股力量 不足以威胁到韩绝 但能让丽瑶越紧杀敌 悟道剑哼哼 觉得韩绝口是心非 一炷香时间后 韩绝重新回到床榻上 他拿出天道令查看 最近 赤云界的排名没有提升 保持在1800名左右 让韩绝心里松了一口气 韩绝意外地发现 天庭下属的凡界变多了 排名最低 已经是1078 这是仙神创造的凡界 还是掠夺的凡界 韩绝搞不懂 韩绝 出来一趟 一道声音 传入韩绝的耳中 正是地太白 声音竟然来自 赤云界之上的虚空 地太白 为何没有来找自己 韩绝疑惑 连忙用模拟试炼检测 发现阎君大帝不见了 怎么回事 确定地太白是真的地太白后 韩绝动身 前去面见地太白 两人在虚空中相见 地太白的脸色很难看 阴沉的彭腐滴水 韩绝问道 阎君大帝呢 地太白回答道 他背叛了天庭 可能与神鹏元帅有关 背叛 韩绝皱眉 倘若阎君大帝是奸细 之前为何任劳任怨 还敢对抗降龙佛 神鹏元帅前不久 在天狱中成就先帝 趁着大神将不在 不少仙神出手助他 地太白继续说道 韩绝紧张问道 天帝陛下呢 怎么才过去数百年 又有人大闹天庭 荡天庭是惊艳副本 地太白斩言笑道 陛下自然是出手 只手镇压了神鹏元帅 将其肉身禁锢于天殿 其灵魂贬下凡剑 只手镇压先帝 天帝有点顶啊 韩绝连忙道 可别让他投胎到赤云界来 潜在仇敌 还是尽量远离 那是自然 地太白白了韩绝一眼 地太白问道 纪仙神 你还记得吗 韩绝一听 心又提起来 问道 他怎么了 若是犯事 与我无关 绝不是我指使的 我又没说怀疑你 你心虚什么 地太白没好气道 跟韩绝关系熟了后 他也不再摆架子 韩绝问道 他怎么了 地太白道 此子经常找天兵天将斗法 偶尔出手太重 得罪不少仙神 有人检举他 曾与神鹏元帅走得很近 韩绝诧意道 他才飞升多少年 没必要叛变吧 至于斗法 他以前也找我 后来不敢了 纪仙神这小子 真是作死啊 陛下看在你的面子 才提他卫天将 如今天庭内部动荡 陛下有意清除 上任天帝浩天的救党 现在天庭众神都在站队 纪仙神可能会被 拿来混淆视听 地太白严肃道 清理浩天的救党 等等 浩天不是转世为龙浩吗 此事天帝不知晓 韩绝紧皱眉头 由于要不要将此事捅出来 这要是捅出来 会不会得罪浩天 天帝如此忌惮浩天 说明浩天比天帝强 只是暂时搁浅 韩绝越想越纠结 地太白诧异问道 你怎么了 莫非你也是 韩绝哼道 是啊 有我这样的奸血 就躲在凡间修炼 也不混天庭的人情事故 地太白摇头失笑 他自然是开玩笑的 不过他没想到 韩绝也能意识到 自己有多不正常 韩绝继续问道 天帝陛下能稳住吗 最近动乱有点多 若是此时 数百年前 刚经历妖圣之劫 如今又经历 神鹏元帅的劫难 在清理浩天救党 不怕一下子崩了 快刀斩乱麻 有时候并非坏事 地太白笑道 放心吧 天庭还在陛下的掌握中 浩天救党终究是少数 陛下手底下 可不不止是大神将 他的语气充满自信 既然如此 那韩绝也没什么好说的 阎君大帝走后 还会有新的大神前来吗 韩绝问道 没有阎君大帝在 他觉得没有安全感 阎君大帝还不如他强 地太白道 我来 就是说此事 你的实力如何 倘若不错 这段时间就靠你自己吧 我会在周围施展结界 倘若有嫡系 会第一时间通知我 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前来支援 这段时间 天庭有的忙 作为文仙之首 地太白手上的是多注 甚至可以说是 天庭最忙碌的仙神 文言 韩绝心里有些遗憾 但只能就此作罢 没事 我能行 韩绝硬道 只要不来先帝 他都顶得住 地太白点头 然后迅速离去 韩绝转身看向赤云界 赤云界被无数星辰包裹 显得那么的渺小 希望佛门这段时间 不要来找我麻烦 韩绝默默想到 天河 位于九天之上 环绕着天庭群殿 贯穿四大天门 季仙神打坐在河边修炼 他的眉宇间 有一缕煞气萦绕 他的脸色一直在变化 时而狂喜 时而痛苦 时而愤怒 时而悲伤 此时 他耳边有一道声音 一直在蛊惑他 你天生无敌之心 你才是苍生之上 唯一的仙神 你凭什么 给这些虚假的仙神 荡牛堕马 你凭什么 就不能成为天殿 你凭什么 就不能成为仙界罪将 季仙神猛地睁眼 双臂抬起 哥帕法利震的 前方的天河炸开 水花似箭 他大口喘气 脸色铁青 该死 我是遭遇心魔了 这神通有诈 季仙神咬牙切齿地想到 平生他还是第一次 遭遇心魔 所以有些慌乱 偌大的天庭 他都不知该找谁帮忙 要是他心魔的那些话传开 天地岂能容他 不知为何 季仙神忽然想到韩爵 不行 我得下凡一趟 严君大帝失踪后 韩爵修行时 不敢太专注 未了以防万一 他创造出一具天之傀儡 派往虚空镇守 两年后 寻长安前来拜访韩爵 想学神通 韩爵也没有拒绝 出门传授神通 其他人想学 便在旁边看 寻长安的修位增长得很快 马上就要开始突破大城镜 在破除情节之前 他便已经靠着设立 突破制度洁净 待韩爵传授完神通 方良忽然对韩爵说道 师祖 我想飞升了 可以吗 韩爵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道 你若想 那便去吧 其他人没有跟风 他们觉得 就在苦修成仙山挺好的 这么快 小心上去挨打 慕容起咒没道 他与方良关系最后 跟亲兄弟似的 自然不想看方良落难 方良道 我想了很久 才决定前往上界闯荡 慕容起问道 那要不要我陪你 你不行 韩爵忽然打断道 两人不由看向韩爵 神情疑惑 韩爵道 岂而不能离开凡剑 除非超越我 超越师祖 慕容起被吓道 其他人的表情 也变得古怪 别看他们互相惊叹 彼此的天赋 但跟韩爵比 完全不值得一提 韩爵才 是他们之中 天资最为出众的存在 师祖 这是为何 慕容起问道 韩爵摆手道 为你好 说罢 他便起身离去 并非是回洞府 而是前往赤云界外的虚空 慕容起陷入深思 他没有反感韩爵的霸道 觉得韩爵这样做 必然有他的道理 最近一段时间 他在修行时会 遇到一些幻想 莫非与他的前世有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前世 倩儿有 寻长安也有 他自然也有 师祖定然是知道什么 虚空 季仙神小心翼翼地前进 这还是 他第一次离开仙界 虚空辽口无边 让他难以辨别方向 韩爵忽然出现在他面前 吓得他猛地往后退 一看到是韩爵 他方才松了一口气 你怎么来了 季仙神紧张地问道 韩爵面无表情 抬手便是一掌 六道吸魂 恐怖风压吸扯季仙神 但季仙神面前 有一股无形之力按着他 让他无法飞向韩爵 这种被挤压的感觉 极其难受 季仙神正要开口骂人 只见一道黑影 从他体内被吸出 迅速落在韩爵手里 韩爵跟着收手 眉头紧皱 见此 季仙神心中大惊 莫非这便是他的心魔 韩爵眼前浮现出一行字 神鹏元帅对你产生仇恨 当前仇恨度为二行